楚州 今日恰逢周日 街头上人来人往 而位于楚州星湖畔的大桥之上 突然刮起了狂风 狂风之中 许多行人不得不掩面 刮得睁不开眼 轰隆 如同雷电一样的声音 在大桥之上响起 桥上有了一丝扭曲之幅 一道青色的光影 由虚幻渐渐变得凝实 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大桥之上便多了一个年轻男子 男子喃喃自语 地球 我李轩回来了 紧接着男子抬起头 大桥上的狂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一股无比威严的力量 从男子的身上散发出来 一时间 整个楚州市都被一股恐怖的气息所笼罩 几座古老的大宅当中 正在盘膝打坐的老者 同时睁开眼睛 露出惊恐之色 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他们感受到了一种 来自灵魂深处的威压 那种威压 即便隔着几十里的距离 都让他们忍不住颤抖 楚州竟然有竞技强者降临了 李轩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以及熟悉的大桥 神色之间有些恍惚 他真的成功了 三百年来 他在心域之中 从一界反骨一步步崛起 最终成为神话级强者 但始终没有放弃归来地球 终于在他晋级至高境界的那一刻 选择了打通虚空 竟真的回来了 他望着下面的星湖 回忆一幕幕浮现 李家原本是楚州有名的商业世家 只可惜李轩二十岁那年 突然破产 父母更是自焚而死 一夜之间 家破人亡 而原本与李轩有娃娃亲的孟清浅 不顾家族反对 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李轩 因此遭到无数饶嘲讽 成为楚州的笑柄 那时李轩承受不了 从附加少爷变成普通饶打击 自暴自弃 周围人都对李轩比喻不已 劝孟清浅离开李轩 孟清浅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 甚至在怀有身孕的时候 毅然坚持上班养活李轩 后来李轩渐渐醒悟 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就在二摇日子刚有了一点起色 李轩在路过星湖的时候 却被人猛然推入湖正 所有人都以为李轩在逃避 做父亲的责任不辞而别 却不知道 李轩因此来到了一个修仙世界 足足三百年 李轩崛起于成威 迎战诸多礁 最终成就杀戮之主 从始至终 他不为了正道成仙 只为能够打破虚空 回到地球之上 只是三百年沧海桑田 红颜成辉 清浅还活着吗 老伯 今年是哪一年 李轩声音颤抖地开口 旁边一名穿着破烂的老者 正坐在地上 手指颤抖地拿着水杯往嘴里灌 在他屁股底下 是一堆废纸箱和瓶瓶罐罐 剪破烂应该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老者听到声音 抬头看着李轩 黑黑地笑了笑 伙子 今年是2022年 李轩文言不由身躯一震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2022年 岂不是意味着 从自己失踪到现在 地球上才过去五年 清浅还活着 自己和他的孩子也应该五岁了 面对九重雷 都不曾有一丝波澜的心境 这一刻沸腾起来 老东西你瞎呀 旁边传来一声厌恶之极的声音 一个女子在过桥的时候 不兴和老饶身体相蹭 那红色的高跟鞋上 沾上了一丝尘土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老人一脸畏惧地望着眼前的女人 这些穿着华丽的上层人士 不是他这样的拾荒者 可以惹得起的 哪怕刚才他根本没有动态 是对方的脚步心踢中了他的衣服 不惜你妈逼 若我女朋友不高兴 老东西你是想死 女子旁边的寸头青年 眼神阴霾 满嘴国粹 抬起脚就踩在老饶腿上 死 老人疼得到稀凉气 大声求饶 旁边来来往往的行人 不由停下了脚步 眉头皱起 这老人怕是快要有七十多岁 欺负一个拾荒老头 实在是有些过分 看什么看 老子可是冯家的大少爷 男子一声大骂 周围人顿时都缩了缩脖子 赶紧走开 生怕招惹麻烦上身 冯家的兰桂集团 是楚州的知名企业 其母亲张兰 号称一人即是豪门的女人 她的儿子被她视为掌上明珠 在楚州没有冯宇惹不起的人 而偏在这个时候 有人站了出来 李轩从回忆中惊醒 看着眼前的一幕不由 露出了怒火 楚州冯家 她仍有一丝记忆 当年李家破产 冯家立刻落井下石 甚至冯宇的母亲张兰 曾当面辱骂李轩 是一条丧家之犬 对李轩及亲人无情羞辱 立马给老伯跪下赔罪 否则我灭你冯家 李轩声音默然的响起 死 周围人皆瞪大眼睛 这青年是谁啊 竟然张口就要灭冯家 放眼整个楚州 没有人敢这话 冯宇脸上表情微微一僵 急而大怒道 哪来的大傻逼 老子看你是想找死 话音落下 冯宇已经仰起了拳头 要动手打人 李轩则是一脸冷漠 哄 冯宇才刚刚向前迈出一步 一米傲身躯 直接倒飞出去 砸落在身后的一辆卡焰上面 引擎带凹陷 巨响震 冯宇感觉自己全身骨头 都好像散架一般 难受到了极致 他母亲可是张岚 从来没有人敢让他受伤 没有想到 路上碰到的一个青年 竟敢对他出手 而且自己是怎么飞出去的 周围人眼神惊悚 如见鬼魅 只有旁边的女子 没看清刚才发生了什么 还在大声质问 敢打冯少 你是何人 李轩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蹲下身子 关心的询问老者 老伯你身上的伤没事吧 这 他的手掌抚过老者的膝盖 刚才被冯宇踩过的地方 瞬间便不再疼痛 李轩是谁 周星玉三千修仙世界 谁不知李赤帝之名 赤帝有赤帝千里之意 李轩以繁体崛起 屠戮万万人 成就杀戮之主 五大主宰 赤帝最是冷酷是险 此刻李轩治好老伯的伤以后 目光淡默地望向女子 啪 一掌甩出 女子整个人昏得转 脸上便多了一道血红的巴掌印 这老伯与你无怨无仇 他只是坐在这里休息 你踢到他 非但不道歉 反而对他辱骂 这一巴掌 替你父母教你做人 李轩声音冷漠 这种女子 在他眼中与蝼蚁无异 别打他 即便杀他 也不过一念之间 至于冯宇背后的冯家 曾经在李轩的眼中 得确算是很厉害的家族 李家最鼎盛之时 也不过与冯家相当 但那是以前 如今的冯家 在李轩的眼中 与蝼蚁没有任何区别 堂堂赤地俯视众生 屹立世间之巅 以一己之力 和七大禁区病例 如今返回地球 无异于一百级大佬 降临新手区 势强凌弱 欺如长者 这一巴掌 是替老伯打的 又一巴掌落下 刚刚才站稳的女子 另一半脸上 也多了一道血液 她彻底的惊悚 只觉得遇到了一个疯子 从肌盖上勉强爬起的冯宇 眼睛怨毒凶狠地盯着李轩 大怒道 你敢打老子 你死定了 老子这就让你知道 我冯家的能量 折 逃出手机 就要拨打电话 李轩却并没有阻止 而是抬头望向远方 能量 等一下你才会见识到 这座城市真正的能量 冯宇打电话 自然能叫来很多凶神扼杀的打手 甚至道上的大溃 只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 从来不是这些普通的势力 而是修炼者 修炼者才是这世界的主宰 冯宇一连几通电话拨出去 脸上的阴狠之色越来越浓 子 最多二十分钟 你就会品尝到绝望的滋味 敢打老子 老子要弄死你 在楚州 没人能打我冯宇 冯宇声音怨毒 充满力气 从到大 从未受过如此大辱 李轩依然望着前方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来了 只见一道身影 鞋带滚滚气势而来 瞬间出现在桥头的方向 这是一名穿着素衣的老者 不依不鞋 老者一步步向着李轩所在的方向走来 许多人都不由驻足 因为他们发现 老者的面容似乎有些熟悉 像是楚州前任首富黄江泰 黄江泰曾是楚州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执掌黄家 手腕铁血 只是忽然有一日 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正 已经有十年未曾出现 黄家也由他儿子黄本出执掌 没有想到 今日会在桥头现身 而对于他的出现 李轩并不感到意外 刚才他归来之时 忘记收敛气息 被整个楚州城的强者所感应 禁忌强者降临 只要是修炼者 谁敢不来拜见 黄江泰来到李轩十米外的位置 当从李轩身上感应到那股熟悉的气息 顿时脸上露出敬畏之色 下一刻 他身体弯下九十度 向李轩行礼 晚辈黄江泰 见过前辈 声音恭敬 钟气十足 堂堂禁忌强者 自是修到有成的前辈 黄江泰指晚辈之礼 很是正常 这一幕让冯宇如见鬼魅 难以置信 这可是皇家老家主 曾经的首富 而且作为冯家公子 自然知道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心 皇家老家主 绝对是楚州的主宰之一 现在 竟像眼前的青年行礼 实在难以理解 今日自己怕事闯祸了 李轩却并没有任何回应 只是目光依旧望向前方 李轩不开口 黄江泰便保持刚才的姿势 不敢直升 下一刻 又有数道身影出现 顾家家主顾莫言 见过前辈 皇家家主王寿 见过前辈 无影门万骏 一道又一道身影出现 皆向李轩行大礼 声音滚滚 直冲云霄 有一些是楚州众人熟知的风云人物 而更多则是众人从未听过之人 足足二十八位 终于 李轩收回目光 不用多礼 刷 众人这才直起身来 楚州冯家 我以后不想听到 关于这个家族的消息 李轩开口 顿时竖到目光落在冯宇身上 冯宇心头惊恐 这些人中 有几位可以轻易让冯家在楚州除名 一瞬间 冷汗湿透了衣精 换个地方话吧 李轩话音落下 一步跨出 消失在桥头 众人不敢怠慢 纷纷紧随着李轩而去 很快就走得干干净净 公园的一处树林里 二十八位楚州强者 恭敬地看着李轩 等候禁忌强者的吩咐 李轩目光淡默地扫过在场的众人 在朱星玉之中 这样的人简直如蝼蚁一般 根本不配与他话 不过地球之上灵气稀薄 这些人已经算是强者了 前辈降临楚州 我等楚州修炼者万分荣幸 愿为前辈孝立 黄江泰恭恭敬敬地道 之前就是他第一个出现在桥头 他也是在场中人中 修为最高的达到了宗师级别 愿为前辈孝全马之楼 其他人也齐声开口 这样一位竞技强者 平日李指在船当中 没有想到 金竟然见到了 李轩点头 我归来楚州 的确需要有人替我做事 喳 他手一指黄江泰 就是你了 其他人都散去吧 听到这话 剩下的人眼中都露出了羡慕之色 能够追随禁忌强者 为禁忌强者做事 那可是大造化 可惜这场造化 落在了黄江泰的身上 不过他们哪里敢有怨言 李轩化落以后 便纷纷消失在树林里 只是他们不知道 李轩可不是禁忌强者 而是神话级的存在 神话级强者又被称为帝级 君灵大帝 威压久 岂是他们口中的禁忌强者可以比拟 当然 以他们的实力 乃能看透李轩的境界 场中只剩下一个黄江泰 此刻黄江泰直接跪倒在地上 声音因激动而颤抖道 黄家家主黄江泰愿坐前辈拳马 起来吧 李轩化落 一股无形的力量出现 黄江泰便不由自主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这种手段更让黄江泰震撼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操纵 是禁忌强者无疑 我现在有三件事情要你去办 一是给我寻找孟家长女孟清潜的下落 找到任何线索 立刻汇报给我 二是为我准备一处住宿 三是为我准备一千万 我要用 刚才李轩神使笼罩万里之地 都没有发现孟清潜的气息 这让李轩心跌落谷底 孟清潜竟然已经不在江南之地 自己当年突然失踪 他一定伤心绝望了吧 所以才会离开楚州 只是他去了何方 让他堂堂神话级强者都搜寻不到 只能先让黄江泰帮忙打听消息 至于房子 当初他家到中落 孟家更是因为孟清潜执意要嫁给他 和女儿断绝关系 拮据的他和孟清潜只能租房子住 既然孟清潜不在楚州 那租的房子肯定也被房东收回去了 李轩需要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李轩完 黄江泰虽然心中有许多疑问 但哪里敢开口 急忙到 晚辈在灵狐别墅有一套房子 那里环境幽静 正适合前辈居住 房卡正好我待在身上 至于前 这十几张支票晚辈签名之后 前辈想在上面填多少都行 今日起 我皇家财富 全是前辈的 这 掏出笔在支票上签名 然后将卡片和支票一同递出 李轩也不多言 手一抬 支票和卡片就飞入了李轩的手上 今日皇家的付出 李轩自然会给予远超金钱所能衡量的回报 虽然李轩的随身物品都在穿梭时空时破碎 不过以他先帝的法力 随便的一点帮助 就胜过黄江泰半辈子的苦修了 黄江泰看到李轩收下 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又道 至于孟家长女 晚辈这就让影殿的人去调查 影殿 李轩微微露出几分讶异 黄江泰他也是知道的 当年楚州的风云人物 可影殿还是第一次听 影殿是晚辈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 不止在楚州 势力遍布楚州周围的三省七十二省 只要那孟家之女在这范围之内活动过 绝对逃不过属下的调查 好 李轩点头 同时抬手飞出一道光滑 落到黄江泰的手上 在黄江泰的手心处 多了一道金色的符文 意义生辉 此乃传讯符文 若你需要见我 或者我有什么命令 皆可以以此联络 黄江泰再次震惊了 这法术他听都没有听过 好了 有时我自会召唤你 李轩完 黄江泰急忙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而此时 李轩再次神识笼罩整个楚州 以无上秘法 寻找与自己血脉相关之人 原本并不抱什么希望 毕竟孟清浅离开 他们的孩子也肯定和妈妈在一起 可下一刻 李轩眼中却露出惊喜之色 真的找到了 楚州一所老旧的区内 一个四五岁的女孩 正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装满了捏扁的空瓶子 她长得若粉雕玉琢一般 大大的眼睛 的穷鼻 还有长长的睫毛 像是一个洋娃娃 让人忍不住想捏捏她的脸蛋 而就在这时 从旁边突然走出一个胖女人 她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 一脸假笑地拦住了女孩的去路 朋友 你长得真可爱 阿姨这里有根棒棒糖给你吃好不好 正在走路的姑娘被吓了一跳 看到胖女容来的棒棒糖 却并没有伸手去接 吉尔摇头道 胖阿姨 我陆琪阿姨不能吃墨生饶棒棒糖 这 就要绕开胖女人 胖女人眼中顿时闪过一丝阴梦 胖阿姨 她最讨厌别人 她胖了 下一刻 她直接伸手去抓女孩的手臂 她观察这个女孩好久了 这个女孩每到周末 便会出去捡瓶子 而且没有大人看护 简直是最好的拐卖对象 前两次她便想下手 可惜刚好有行人路过 在区里怕有认识女孩的人 便没敢下手 金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简直是刺量机 女孩一看对方动作 立刻下意识地躲开 大喊道 你是人贩子 爸 就向前面跑去 胖女人没有想到 女孩这么聪明 一下就识破了自己的身份 不过一女孩怎么能跑得过她 被她三步并坐两步追上 一把拽住女孩的衣领 顺势将她拦腰抱起 女孩双腿乱蹬 挣扎着道 胖阿姨 求求你别拐卖我 放开我好吗 还敢叫我胖阿姨 真是个贱孩子 这 女孩痛得哇 一声哭出声来 胖女人怕女孩的哭声 招来别绕注意 伸手捂住了女孩的嘴 并将女孩夹在腋下 就要快速地离开 在区外面有她的同伴 在接应她 只是才刚刚迈步 就被一道身影挡住了去路 放开这个女孩 胖女人抬头 只见一个英俊的男子 正冷冷地看着她 那一双眸子 近似无尽的深渊一般 即便在这炎炎夏日 都让她浑身发凉 不过她很快就反应过来 大骂道 滚开 女孩看到李轩后开口喊道 女孩的五官和孟卿 浅有几分相似 尤其是那一双眼睛 更是像极了 她不是你爸爸 你是个没有爸爸的野孩子 胖女人大声道 女孩摇头 她就是爸爸 和相片一模一样 怎么回事 负责接应胖女饶 两个同伙 迟迟不见胖女人出来 也跑进来查看情况 当看到挡住去路的李轩 不由皱着眉头问道 遇到一个坏事的 胖女人看到同伴到来 顿时有灵气 不想死就滚开 一个瘦子掏出了匕首 指着李轩威胁道 只是下一刻 她的整条手臂 被爆成了血污 鲜血喷尸而出 洒在地面 红得刺眼 啊 男子发出淒厉的惨叫之声 蹲在地上 痛得不断到稀凉气 旁边她的同伴和胖女人 都已经看呆了 面露恐惧 扔下女孩转身就跑 李轩过去蹲下身 看着脸上挂着泪珠的女孩 柔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朵朵 女孩伸出手摸李轩的脸 朵朵 爸爸带你回家好不好 李轩抓住朵朵的手 大吓得净冰凉之急 应该是被吓的 好啊 女孩点头 突然甜甜的笑了 同时不忘了 拿上她捡的空瓶子 这个举动 让李轩一阵心疼 而另一边 跑出百米远的胖女人 和她的同伴 瞬间化为血污 血污还没落下 就凭空升起火焰 烧得干干净净 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爸爸 我以前只在照片里见过你 现在终于见到真人了 朵朵乃声乃气的声音道 她扑在李轩的怀里 一脸幸福的样子 手紧紧地抓住李轩的衣巾 似乎生怕这个第一次 出现在她面前的爸爸 会再次离他而去一样 这一瞬间 李轩鼻子酸出起来 纵横心欲三百年 冷酷无情的李池弟 第一次热泪盈眶 她轻轻地摸着朵朵的头发 柔声道 朵朵 我们回家好不好 以后爸爸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真的吗 朵朵抬起头 那一双大大的眼睛 宛若星辰一样 眼神里充满了喜悦 当然 爸爸不会骗朵朵的 李轩忍不住捏了一把 她那充满胶原蛋白圆乎乎的脸 朵朵不由抽了抽鼻子 哼 爸爸欺负朵朵 她掘着嘴 虽然装作一副生气的样子 但眼睛里的笑意 哪里掩藏得住 对了朵朵 你妈妈呢 李轩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声音都有些颤抖 老婆不在这座城市 只留下一个女儿 妈妈 我也只在相片里见过 朵朵神情有了几分黯然 圆滚滚的泪珠子 就要从眼眶中掉落下来 李轩不由一阵心疼 看来朵朵的记忆中 并没有孟清浅 孟清浅在朵朵三岁之前 应该就已经离开了 否则四岁的孩子 不会没有一点记忆的 朵朵不哭 以后有爸爸在 李轩为朵朵擦去脸上的泪珠 好的 爸爸 下一刻 朵朵就破天笑 爸爸 我们回家 朵朵胖嘟嘟的手紧 攥着李轩的食指 拉着李轩向前面走去 陆琪阿姨 再过几幼儿园就要开学了 我就到街上捡一些空瓶子卖 愁一点学费 陆琪阿姨 她不是我的妈妈 不能老用她的钱 陆琪 李轩记得 陆琪是孟清浅的闺蜜 俩人关系极好 难怪朵朵没有妈妈照顾 身上衣服却干干净净 原来是这样 又想到女儿年纪 就要就街头捡瓶子 自己赚学费 李轩的鼻子又酸起来 放心 现在爸爸回来了 以后由爸爸来照顾你 你会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公主 李轩摸了摸躲躲脑袋 轻声道 两人回到家 打开那破旧的铁门 屋子里干净整洁 在一个桌子上面 摆着李轩和孟清浅的合影 照片里 孟清浅长发飘飘 而李轩却略显憔悴 当时正是李轩家里破产 最颓废的日子 爸爸坐 我给爸爸倒水 躲躲像的大人似的 从李轩进屋 以后就忙碌起来 给李轩倒完水以后 又把他的童话书摆到茶几上 爸爸 我们一起看故事 折 心意意地打开 想和爸爸分享他最喜欢的东西 想想别的还 这个年纪毛绒玩具 羊娃娃 各种玩具都不知道有多少 而朵朵却只有一本泛黄的童话书 而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是陆琪阿姨回来了 朵朵立刻蹦蹦跳跳地去开门 果然 当门打开 一道亮丽的身影站在门前 朵朵 你是不是又不听阿姨的话 去捡瓶子了 陆琪的话到一半 就看到站在朵朵身后的李轩 整个人愣在连场 李 李轩 你怎么回来了 陆琪眉头轻轻皱起 眼神中有错愕 还有几分不满 陆琪阿姨 爸爸他回来了 路上有一个胖女人要抓走朵朵 是爸爸把他们给打跑了 朵朵牵住陆琪的手 告诉他发生的事情 而陆琪则是冷冷地看着李轩 五年 这五年 你去哪了 是不是在外面吃不开饭 所以才跑回来 李轩知道 陆琪对自己肯定有很多误会 却也不知道如何辩解 毕竟自己的经历太离奇 我遇到了一些意外 直到今才有能力回来 陆琪的眼神很冷 但看到朵朵那可怜楚楚的样子 又不由心头一软 你失踪以后 亲切没多久就生下了朵朵 在朵朵两岁的时候 有一他让我帮忙照顾朵朵 有人约他出去 从此便杳无音信 这三年 我一直照顾着朵朵 现在你回来了 不管这五年你去了哪里 我希望你能承担起一个难饶责任 对朵朵好一点 你放心吧 朵朵是我女儿 我肯定会对她好的 李轩点道 倒是你 谢谢你对朵朵的照顾 哼 陆琪冷哼了一声 显然不怎么领情 她进屋后 非常熟练地走进厨房 带着围裙开始做起饭来 朵朵 阿姨金给你做鱼吃怎么样 好啊好啊 朵朵拍着手 我最爱吃陆琪阿姨的鱼了 很快 香味从厨房里飘出 而朵朵则允吸着指头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陆琪家里也不富裕 父母都是下岗工人 还有一个要上学的弟弟 他上班赚的钱 大部分都补贴家用了 再加上要给朵朵交学费 做饭 所以过得很拮据 鱼端上桌以后 朵朵便迫不及待地去盛了米饭 他给自己盛米饭的时候 不忘给陆琪和李轩一人盛了一碗 懂事得让人心疼 得到陆琪的点头以后 立刻便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 开始吃了起来 愣着干嘛 你也吃啊 陆琪虽然对李轩不待见 但本性却是善良的 好 李轩夹了一块鱼肉 放入嘴里 瞬间心中 升起几分异样的感觉 这就是家的味道 修仙界三百年 腥风血雨 但他从来没有过 一点的归属之福 吃过饭以后 陆琪将碗筷洗完 然后就要离开 这三年 他一直和朵朵住在一起 现在李轩回来了 他决定搬回自己家里住了 毕竟孤男寡女的 不太合适 李轩发现从始至终 陆琪都有些心不在焉 他有心事 李轩将陆琪送到楼下 突然道 陆琪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 听到这话 陆琪不由郊躯一震 身体停顿了几秒以后 头也不回地向前方走去 李轩正要返回家里 就听到不远处 老两口正在低声议论 多好的女孩 一身衣服穿了两年都没舍得换 却隔三差五地给女孩买衣服 是啊 可惜 这么漂亮的女孩 却要嫁给何敬超那个混蛋 真是老瞎了眼 听那何敬超风流程信部 而且还喜欢打女人 上次那个女明星爆出来 被他吊起来打呢 大爷大娘 我能问一下陆琪是怎么回事吗 李轩突然开口 把大爷大娘都吓了一跳 你是 那对夫妇有些警惕地看着李轩 我就是朵朵的爸爸 我刚刚回来 能告诉我关于陆琪的事情吗 你就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大娘眼中露出几分嫌弃 倒是旁边的大爷 没大娘那么明显 只是态度也冷了几分 道 陆琪被何家大少看重 要抢娶她 用她的家人威胁 明陆琪就要与何家大少订婚了 何敬超 李轩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何家亦是楚州知名的家族 和冯家差不多 李家还没有破产的时候 何敬超便无恶不作 没有想到 现在把主意打到了陆琪的身上 实在该死 旁边老夫妇二人看到李轩的模样 不由下得赶紧躲开 低声嘀咕道 这年轻人神神叨叨的 不会脑子有问题吧 李轩回到家里 刚一开门 朵朵便跑了过来 李轩顺势将她抱起 朵朵 吃完饭要午休了 晚上爸爸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 嗯 朵朵乖乖地点头 稚嫩地手摸着李轩的脸庞 突然堵起了嘴巴 爸爸 你的胡子好扎人啊 哈哈 李轩听到不由笑了起来 将女儿抱着转了几圈 然后放在沙发上面 李轩看到 在餐桌的水杯下面 压着几张红票子 拿起来一数 有五百块钱 这倒是陆琪 怕自己没钱花留下来的 心中不由生起几分感动 真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女孩啊 李轩打算过几 再搬去黄江太别准备的别墅 这污留着她和孟清浅曾经的回忆 还是颇为温馨的 对于她而言 住哪里都一样 有女儿的地方就是家 晚上六点 李轩抱起正在看童话书的朵朵 朵朵 想吃什么 爸爸带你去吃 爸爸我想吃汉堡 还有喝可乐 朵朵掰着自己的指头 好的 李轩在女儿的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便出了门 吃汉堡花掉几十块钱 又给朵朵买了几本童话书 洋娃娃 朵朵高薪手舞足蹈 晚上红女儿睡着以后 李轩从桌子底下找出一张白纸 然后在上面写下一个神秘的符文 最后叠成方块状 色入到从街上买的香包里面 挂在熟睡女儿的脖子上面 堂堂神话及强者绘制的符文 在地球之上绝对无人可以破开 这是李轩对女儿的保护 第二一早 李轩给朵朵做完早餐以后 让朵朵乖乖地待在家里 而她便出门了 来到陆琪今日订婚的酒店 陆琪照顾了朵朵三年 李轩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跳入火坑 站在酒店的门口 指尖上面拉着横幅 写着公主何敬超先生 与陆琪女士订婚大喜 来来往往的人群 门口停满了豪车 李轩刚要进门 就看到陆琪在一群饶促拥下迎面走来 她显然惊惊心打扮过 只是却被眼角的泪痕 破坏了一丝妆容 看到李轩以后 陆琪脸上一惊 随后对旁边人道 你们先进去 我和我朋友几句话 旁边一个男子 充满警告地看了李轩一眼 低声道 陆姐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 不然你和你的朋友 下场会很惨 晚安才向前方走去 但却并没有进门 而是隔着十几米的距离 盯着李轩二人 等到周围的人都离开 陆琪脸这才沉了下来 道 李轩你来做什么 你不会是知道 我今和何敬超订婚 想来蹭吃蹭喝吧 他之所以会这么想也很正常 毕竟当初李轩失踪的时候 所有人都认为 李轩就是在逃避 做父亲的责任 这样一个人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这让他原本对李轩 生起的一丝好感 荡然无存 眼中更是露出了几分厌恶 李轩 我劝你赶紧离开 这不是你能蹭吃蹭喝的地方 何家规矩森严 若发现你不是何敬超 邀请的好友 会打断你的腿的 入其声音有些交集 李轩是朵朵的爸爸 他不希望李轩出什么事情 朵朵朵有多高兴 他看在眼里 不想躲躲伤心 李轩却只是微微一笑 陆琪 我是来帮你的 哼 如果你想帮我 那就赶紧离开 晚安 陆琪大步向里面走去 而此刻 那个站在不远处的中年人 冷冷地看了李轩一眼 而后跟在陆琪的身后 走进大厅 大厅里面 宾客云集 巨大的LED屏幕上面 写着何敬超和陆琪的名字 不过何家的长辈 却并没有出现 何敬超要娶陆琪 这样一个平民女子 他们本来便不高兴 自然不会出席什么订婚仪式 至于陆琪的家里人 何敬超压根 没有请他们来的意思 一群土包子 何敬超怕 给他丢人 陆琪出现 顿时无数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来 陆琪是金的主角 而且他长得极为漂亮 堪称国色香 要不然 何敬超也不至于用尽手段 也非要娶她 何家大少真是有厌赋 这陆琪谁看得不心动 是啊 不过那何敬超喜欢家暴女友 这陆琪真嫁给他 他怕是要悲惨了 许多人在低声议论 声音很低 但却逃不过李轩的耳朵 很快 在一阵喧闹声中 何敬超出现了 他穿着一身西装 灵口打着蝴蝶结 身后跟着几名保镖 大步走来 神色之间透着几分桀骜不逊 当陆琪看到何敬超出现的刹那 脸上露出慌乱 连身躯也微微有些颤抖起来 在他眼中 何敬超就是个恶魔 陆琪 金的你真漂亮 不过脸上的泪痕我不喜欢 何敬超道 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未撩到陆琪 他可是费尽手段 不过他在之前一直没有碰陆琪 因为他觉得 美味的东西 就是要在最后才享用 陆琪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 声音带着几分祈求道 何敬超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何敬超眼中露出几分讥讽 他的声音森寒地警告道 金氏订婚宴 你最好别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若让我脸上难堪 我不保证明 你的父母是否还健在 听到这话 陆琪的胶躯猛然一抖 他紧咬着嘴唇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他知道何敬超绝不只是口头威胁 而是真的做得出来 这一刻 他心中生起绝望 对于他这样的女子而言 美貌成了一种罪过 从到大他拒绝了多少 急于自己美色的人 但最终还是难逃魔爪 面对何敬超这样的大人物 他秒得如同一只蝼蚁 他恨 恨自己 为什么要生出这样的容颜 而这时 何敬超已经伸出了手 要带陆琪一起上台 就在陆琪身体僵硬 任何敬超迁他的御守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何敬超 把你的狗爪子拿开 刷 随着愤怒的声音响起 在场的宾客脸上奇奇变色 他们纷纷寻找画质人 只见一个面色冷峻的青年 一步步走出 冰冷的眸子 直视着何家大少何敬超 周围众人都猛了 这是谁啊 竟然敢这个时候跑出来 得罪何敬超 这不是找死吗 何敬超是什么身份 楚州七大少之一更是心狠手辣 毫不客气的 何敬超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悄无声息的在楚州消失 而一旁穿着黑衣的保镖 已经齐齐向前跨步 面色冰冷的盯着李轩 只要何敬超一声令下 就把这个胆敢破坏订婚的子大写八块 陆琪看到李轩以后 却是脸色惨白 之前李轩是来帮他的 他只当是一句笑话 可万万没有想到 李轩竟然真的敢出口 若早知李轩这么胆大包 他什么也不能让李轩进入宴会 此刻他冲李轩不断地使着眼色 示意李轩逃离 李轩是什么身份 他太了解了 即便是当年李家不曾败落之前 都玩不过何敬超 更何况是现在的他 可是李轩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这让他不由急在心头 眼看何敬超脸色越来越阴沉 他急忙开口道 何少 李轩是我的朋友 只要你高抬贵手放过他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求求你了 陆琪的声音都颤抖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求何敬超 源于他的善良 不想李轩因为自己 而卷入这场风波里 只是何敬超却露出一丝宁笑 陆琪 我他妈早就和你过 金定婚宴不要让我难看 你偏偏不听 你还想为他求情 别是他 连你也要被我惩罚 何敬超眼中的凶光 把陆琪给吓到了 但他还是咬着牙颤了出来 挡在了李轩的身前 放他离开 不然休想我嫁给你 贱人 你敢威胁老子 何敬超抬起手 就冲陆琪打去 打女人对于何敬超而言 是家常便饭 只是 手还没有接触到陆琪 手腕就被无情地抓住 同时啪的一声 他的脸上多了一道掌印 正是李轩出手 这一刻 场中一片寂静 所有的宾客 包括陆琪在内 都傻眼了 这个人是谁啊 胆子也太大了吧 竟然敢掌关何敬超 以何敬超的性格 他死定了 愣了几秒的何敬超也反应过来 神色争鸣道 他妈的 你敢打老子 老子要弄死你 同一时间 何敬超的保镖 纷纷向李轩冲来 尤其是之前 监视陆琪的那个中年男人 冲在最前面 速度最快 只是他们还没来得及 接近李轩 就被无形地气浪拍飞 尤其是那个中年人 受伤最狠 嘴角都有了鲜血 静 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一副 见鬼魅的样子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还没有接触 就飞了出去 像拍电影一样 不会出现幻觉了吧 而下一刻 何敬超已经被李轩 掐着脖子 从地上提了起来 何敬超感觉 自己浑身上下 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 毫无还手之力 尤其是接触到李轩的毛子 如死神一般 那是杀鸡 对方想杀他 渐渐的何敬超因为缺氧 脸已经变成了青紫色 眼中露出祈求 他是真的怕了 他不想死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疯子 完全不顾自己 何家大少的身份 完了 要死人了 何家大少 这回是遇到狠茬子了 你何敬超是好朋友 要不你上去救救他 去你妈的吧 你没看这子会武术 我上去万一给我杀了怎么办 底下一片议论 有经验的人看到何敬超的模样 不由皱起眉头 再这样下去 何敬超真的会被掐死 可是 谁又敢冲上去救人 旁边陆琦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对李轩低声道 李轩 快把何敬超放下 真把他掐死了 你就毁了 而且以何家的狠辣 恐怕连躲躲也不会放过 想到何家的报复 陆琦的脸上都有了惶恐 谁知李轩却冲他微微一笑 放心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陆琦只觉得无语至极 这个时候 李轩还能笑得出来 光化日之下 你竟敢当场行凶 快把他放下 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只见门口的位置 不知道何时闯进来一个留着寸头的男子 他双手持枪 正瞄准了李轩的身体 是六扇门的陈卫东队长 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男子 六扇门负责维护楚州治安 陈卫东更是外号教头 在楚州属于实权人物 而他本身和楚州许多豪门公子交好 亦是何敬超的好朋友 六扇门的人来了 你还不松手 陆琦的声音都带了几分哭腔 焦急无比 对于普通人而言 六扇门先带着威严 好啊 李轩松开了手掌 何敬超跌落在地上 捂着脖子不断地咳嗽 而握着枪的陈卫东 也长出了一口气 何敬超一米傲个子 被李轩单手提起 明李轩绝对是会功夫的 他还真怕李轩不管不顾杀死何敬超 幸好对方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只是这种想法才刚刚生起 就见李轩猛然间一脚踩下 踩在何敬超的腿之上 咔嚓 响起腿骨断裂的声音 何敬超更是发出 如杀猪般的惨叫声 李轩肯放开何敬超 并不是害怕了 堂堂的赤地 岂会再一个叫头 他只是觉得 让何敬超这么容易死了 太便宜他罢了 随着李轩一脚踩下 何敬超顿时发出 如杀猪般的嚎叫之声 场中的众人都惊呆了 陈卫东更是眼中露出寒芒 这子竟然当着他的面 踩断了何敬超的腿 这就是最大的挑衅 只是下一刻 李轩又一脚踩在何敬超胸膛之上 胸膛塌陷 肋骨崩断 啊 凄厉的声音回荡 子 你找此 下一刻 陈卫东直接就对李轩扣动了扳机 他要射杀这个嚣张的青年 碰 一声枪响 许多人都吓得抱头 陆琦更是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只有李轩无比淡然 当子弹飞向他的时候 竟被他轻松地抓在手里 当然 子弹的速度太快 许多人根本没有看清楚李轩的动作 但却有一个人看清了 那就是陈卫东 这一瞬间 陈卫东只觉得头皮发麻 浑身上下笼罩在一片寒意当正 徒手接子弹 对方是修炼者 陈卫东妈了 真的妈了 作为教头 自然知道修炼者的存在 修炼者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主宰 别看他在六扇门内被称为教头 但若被修炼者杀了 也没人敢什么 这个时候 李轩看着闭眼不敢睁开的陆琪 不由笑道 走吧 陆琪听到李轩的声音 这才睁开眼睛 子 子弹呢 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在他看来 对方开枪 李轩怕是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可看到李轩毫发无损的样子 这才放心下来 子弹打偏了 折 李轩抓住陆琪的手腕向外面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陆琪还担心陈卫东会阻拦 却看到陈卫东似乎身体都在哆嗦 不过来不及多想 已经被李轩拉着走出了大厅 等到李轩二人彻底消失以后 陈卫东才感觉自己身体恢复了一丝力气 他颤颤巍巍地将手枪收了起来 正要去查看何敬超的伤势 下一刻 就听到大厅里传来一阵惊恐的尖叫之声 只见原本倒在地上的何敬超和他的几个保镖们 身体突然爆开 化为了一团团血污 紧接着又凭空生出火焰 将血污烧得干干净净净 扑通 这样的一幕 让陈卫东直接就瘫倒在地上 整个人像是被吓傻了一样 只是下一刻 他的身上也燃起了火焰 走出酒店以后 陆其一脸愁容 这时 就听到李轩的声音响起 怎么了 还在想酒店的事情吗 陆其点零头 你打上了何敬超 以何敬超牙字必报的性子 他岂肯善罢甘休 而且何敬超的爸爸何红 非常的溺爱何敬超 你还是带着朵朵离开楚州吧 走得越远越好 听到这话 李轩不由笑了起来 放心吧 何家很快就在楚州消失了 听到李轩的话 陆其脸上一愣 继而苦笑起来 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何家怎么会消失 他们可是楚州七大家族之一 李轩笑而不语 什么七大家族 不过是表面上人们瞎吹捧而已 在修炼者的面前 狗屁都不是 刚才李轩已经用传讯符通知给了黄江泰 以黄江泰的能量让何家消失 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陆其看李轩一副油烟不尽的样子 只能重重地叹气 李轩 就算你不想离开楚州 那你也不能继续在那里住了 必须换一个地方 换个何家找不到的地方 到这里 陆其一脸坚定地看着李轩 显然李轩不答应 他是不会把休的 行吧 李轩这次倒没有拒绝 本来我准备过些日子 再带朵朵到别墅去住 既然你这么了 那请就搬吧 什么 陆其都被李轩给气笑了 李轩 你别开玩笑了好不 在他看来 李轩一个连吃饭前 都没有的人要住别墅 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 一辆出租车过来 陆其急忙伸手 让出租车停下 李轩 我不跟你多了 我要马上回家 何静超被打 以他的心性 不知道怎么对付我父母呢 我不能让他们独自 面对何家的怒火 折 打开出租车门就坐了进去 等一下 李轩突然喊道 紧接着 他爬到车窗边 和出租车司机要了纸笔 在纸条上写下一个地址 这就是我新家的地址 折 将纸条塞给陆其 出租车驶走 路上 陆其看着纸条上面写的地址 一脸无语 他认为李轩之前是在开玩笑 没有想到 李轩竟然真的入戏了 灵狐别墅 那可是楚州最好的别墅区 一间房子要上一员 以李轩现在的身份 怎么可能住得起 看来李轩还幻想着 曾经李家大少的日子 但也仅仅是幻想罢了 陆其随手将纸条塞入口袋里 心中又开始担忧起家里饶处境 何家究竟会怎么对付自己 可是他却连逃走的可能都没有 弟弟重病住院 早就被何敬超转移到了何家的私人医院 陆其怎么可能不管弟弟的生死 独自逃命呢 陆其一路心惊胆战地回到家政 他原本以为回到家里 和家人已经上门了 不过进门后 却长松一口气 看到母亲正在做饭 眼睛有些红肿 显然刚刚哭过 而爸爸就坐在沙发上面 哀声叹气 地上扔着密密麻麻的烟头 屋子里到处是弥漫的烟雾 自从被何敬超看上 陆家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笑声了 看到女儿回来 爸爸急忙将烟头掐灭 站起身来 女儿 你和那个何敬超的订婚宴结束了 陆其的父亲陆有光声音颤抖地问道 他知道都是他们害的女儿 若不是他们拖累 陆其也不至于被何敬超拿捏 陆其摇了摇头 没有成功 难道何敬超那个恶魔良心发现 放过了你 陆其还是摇头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母亲也围了上来 没什么 这是复杂 我以后再和你们 陆其没敢把宴会上面的事情出来 否则他怕父母会被吓坏 拖一时散一时吧 女儿不 陆有光夫妻二人也就不再追问 为了这个家庭 女儿承受的太多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在这煎熬当中一直过去了两个时 何家始终没人上门来问罪 父母要去医院给弟弟送饭 陆其也准备和父母一同前往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当看到来电显示 他的心都揪了起来 白哥 他的好闺蜜 本身是白家的大姐 陆其和白哥是大学同学 当年大学时期 陆其 孟清浅 白哥三人同住一个宿舍 关系极好 白家势力不如何家 白哥一直不能帮到陆其 但每次何静超那边有什么消息 他都会提前打电话给陆其通风报信 难道是何家要上门问罪了 陆其深吸了一口气 手指发抖地按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 白哥的声音却带着几分惊喜 陆其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陆其被搞得一头雾水 他的人生已经如此黑暗 哪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何家完了 我听何家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竟然满门被灭 何静超也死了 听何静超不是死在家里的 好像死在了酒店 不过不管怎么 何家人都死了 你就解脱了 再没有人能威胁到你了 接下来的话 陆其已经听不清楚了 他脑子一片空白 只有几个字在回荡 何家被灭了 自己得救了 解脱了 没有想到 就在自己已经绝望的时候 老给了自己新的希望 何家真是报应啊 他不由想到了李轩的话 难道和李轩有关 可是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何家 还是李轩提前听到了什么风声 就在这时 陆其的母亲系着围裙走了过来 看着像变傻一样的女儿 顿时慌了神 其你怎么了 何家被人灭门了 我再也不用嫁给何静超了 陆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就流出了眼泪 苦难的人生终于看到了光明 真 真的吗 陆其妈妈手里的赶面杖 巴搭一声掉在地上 旁边的陆有光 也是激动的老泪纵横 一家三口就这样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苦难终于过去 光明之神眷顾了他们的头上 另一边 李轩回到了自己的屋 看到女儿正在摆弄自己给他新买的毛绒玩具 不由溺爱地笑道 懒猫 是不是饿了呀 你看爸爸 给你带了什么 这 就将打包回来的全家桶拿了出来 这是女儿的最爱 谁是懒猫 朵朵鼓着腮帮子道 当看到全家桶以后 顿时双眼都发出光来 谢谢爸爸 他在李轩的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抱着全家桶放在了茶几上 先是自己吃了一口 然后递给李轩 爸爸你也吃 半个时以后 李轩抱起女儿 爸爸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出了门 打了车一路来到灵狐别墅 三层的大别墅 环境优雅 古香古色 这院子好漂亮 朵朵手环着爸爸的脖子 眼发着光 从今起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李轩刷卡开门 走进别墅 这个地方虽然没有人居住 但皇家会定期派人来打扫 十分的干净 真的吗 朵朵被李轩放下来 手摸着别墅的真皮沙发 有点不敢相信 再三确认以后 这才放下心来 直接扑在沙发上面 滚来滚去 根本不想起来 这大大的房子 她只在电视里见到过 在沙发上玩购以后 朵朵便欢快地 跑到别墅的二楼 很快二楼传来她的声音 爸爸 我要住靠窗户这个房 好好 李轩看到女儿开心 整个饶心情也晴朗起来 整个别墅都是我们家的 你想住那个房间 就住那个房间 而另一边 陆琪一家人大哭一场以后 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希望 陆琪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李轩 她不用搬家了 因为李轩没有手机 所以陆琪只好打了一个车 前往李轩所在的出租屋 可当来到出租屋以后 任她怎么按门铃 里面都没有人开门 难道已经搬走了 陆琪不由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照顾朵朵三年 她早就把朵朵 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现在李轩突然搬走 她又不知道搬到了什么地方 仿佛最珍贵的东西丢了一样 星空落落的 她在门口蹲坐了许久 突然她想到了什么 从口袋里 掏出李轩给她的那张纸条 上面写着 灵狐别墅第38号 李轩会不会真的搬到了这里 她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有些可笑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鬼使神差的 她还是下楼打了一辆出租车 前往灵狐别墅 朵朵在新家里跑来跑去的 玩累了 就服在床上睡着了 李轩看着熟睡的女儿 脸如粉雕玉琢般 圆嘟嘟的 简直能掐出水来 她的心中溢满了幸福福 什么九仙帝 五大主宰 拿彼得上自己女儿重要 今日起 自己要做一名宠女狂魔 一直到下午三点多 朵朵才醒过来 刚刚睁眼 就在寻找李轩的身影 刚看到爸爸就坐在旁边 这才凭李轩的怀里 似乎生怕一觉醒来 爸爸就离他而去一样 女儿这副样子 李轩不由一阵心疼 看着刚刚睡觉起来 和鸟窝一样乱糟糟的头发 李轩让女儿在沙发上坐好 然后帮她梳理头发 堂堂先尊哪里干过这种事情 头发梳完也没比之前强多少 不过朵朵却是一脸开心 爸爸给朵朵梳头了 朵朵你先玩 爸爸帮你把袜子洗了 李轩已经完全融入了奶爸的角色 他拿着女儿的袜子 来到卫生间 找了个马扎坐下 故意道 朵朵 你这袜子也太臭了 都快把爸爸熏晕过去了 哼 臭爸爸 朵朵的袜子才不臭呢 周 朵朵直接跑过来 双手还住脖子 趴在李轩的后背之上 还伸手挠李轩的痒痒 就在妇女二人嬉笑的时候 门铃响了起来 李轩不用看 也知道是谁来了 朵朵去开门 好 朵朵知道要有外人来 顿时端庄起来 喝个大人似的 把门打开 就见黄江泰正站在门口 当看到朵朵以后 黄江泰脸上一愣 难道这是前辈的女儿 要知道 她一直以为 李轩是个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 毕竟禁忌强者 哪一个不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苦修 可没有想到 李轩竟然有一个女儿 黄江泰走进屋里 目光寻找李轩的身影 就听到卫生间里 传出李轩的声音 不用找了 你先在客厅等我一会儿 我给女儿洗完袜子就出来 黄江泰文言表情顿时怪异起来 你一个堂堂竞技强者 竟然亲自洗袜子 同时也证实了心中的猜想 这女孩竟真的是李轩的女儿 十分钟后 李轩从卫生间走出来 见到李轩以后 黄江泰急忙站起身来 脸上充满了敬畏之色 李轩坐下以后 黄江泰才心意意地坐下 但是只敢坐半个屁股 半个身子都是悬空的 爸 来找我什么事情 李轩随口问道 只是淡淡的话语 却让黄江泰神情紧绷 如灵大敌一般 启禀前辈 按照您的吩咐 何家已经处理干净了 做得不错 李轩点头 表示对黄江泰的肯定 还有这张银行卡 里面有一个亿 我知道前辈一直没有用支票去取钱 特地给前辈送来 还有这部手机 黄江泰猜测 李轩应该是活了几百年的人物 肯定不会用手机 不过 看到李轩拿起手机熟练地打开 顿时知道自己想多了 除此以外 我还带来了饮店的成员 他们擅长藏匿 刺杀 打探情报 而且精通枪械 以及各种冷兵器 我会让他们藏在暗处 随时听后前辈的调遣 完 黄江泰看到李轩还在瞅着手机 他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来 向李轩弯腰行礼 关于孟家长女孟亲钱的事情 我还没有线索 办事不力 请前辈责罚 李轩摆了摆手 时间太短 你没查到也是正常 继续查就好 黄江泰急忙点头 长松了一口气 李轩这种强者 一般都脾气古怪 他不得不心意意 李轩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下午四点 他站起身来 摸了摸女儿的头 朵朵 你现在在屋里玩 爸爸出去一趟 好不好 嗯 朵朵乖巧地点灵头 不过看到空荡荡的房间 李轩不由望向黄江泰 让你的人进来几个 陪我女儿玩耍 你开车带我到孟家走一趟 是 黄江泰不敢违背 很快 几个黑衣人就走进别墅里面 这些影殿成员 都是冷酷无情的杀手 哪里会红女孩 一个个站在那里 如同木头一样 不过朵朵却并不害怕 而是插着腰指挥道 我们一起挑兔子舞吧 二十分钟后 李轩站在孟家庄园的大门前 目光深邃 当年 李家鼎盛之时 与孟家联姻 孟家大姐孟清浅 与李轩一见钟情 谁知后来李家败落 孟家欲退婚 孟清浅却一意孤行 非要嫁给李轩 最后与父母决裂 被赶出家门 当年孟清浅提着行李箱 从孟家走出的时候 李轩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接走的孟清浅 想想当年的自己 何等的自私 孟清浅若不嫁给自己 不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 孟家大门打开 一辆汽车从里面驶出 当路过李轩身边的时候 突然一个急杀 车窗摇下 露出一张桀骜不驯的脸庞 孟清阳 孟清浅的弟弟 李轩名义上的舅子 他目光死死的盯着李轩 由错愕变成惊讶 最后化为狠利 竟然是你这个混蛋 这 打开车门冲下车来 举起拳头 就对着李轩的脸颊打去 当年孟清浅 义无反骨嫁给李轩 孟清阳曾多次找李轩麻烦 若不是孟清浅护着李轩 怕是李轩早就被他给打死了 一拳砸来 虎虎生风 力量步 孟清阳在大学期间 就是体育队成员 更是经常打架 经验丰富 只是拳头还未击中 下一刻就感觉一股气浪狠狠拍来 然后整个人都撞在车门上面 将车门都撞得凹陷进去 李轩根本没有多看孟清阳一眼 而是大步向孟家庄园走去 站住 谁让你进孟家的 孟清阳刚才都没有搞清楚什么事情 现在看到李轩往孟家里面走去 急忙从后面追了进去 孟清阳的大喊大叫 很快引起孟家饶注意 孟家大怨里面 李轩被一众保镖和孟家的人 团团围住 什么事情 如此嘲骂 中威严的中年男子大步走出 孟家众人都主动让开道路 孟家家主孟浩森也是孟清阳的父亲 孟浩森出现 周围顿时一片安静 唯有孟清阳大声地道 爸 是李轩这个混蛋 李轩二字出口 场中顿时一片哗然 时隔五年 李轩两字依然是孟家的禁忌 不准任何人提起 此刻 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出现在了孟家 李轩 你好大的胆子 原本以为你已经死在了外面 没想到你又回来了 还敢来孟家 想要找死不成 孟浩森声音冰冷 蕴含着怒气 自己的女儿花容月貌 多少世家公子排着队追求 结果就因为这子 使得孟家成为楚州的笑柄 也是孟浩森心中难以磨平的一根刺 我来是想打听 关于清浅的消息 李轩开口 对于孟家之人心中无感 他们虽是孟清浅的亲人 但却皆是势力人 若不是为了妻子 他根本不会登门 孟清浅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他自甘堕落 已经被逐出孟家 和我孟家再无半点干系 你赶紧滚吧 不然我就打断你的腿 孟浩森十分的无情 那个女儿从踏出孟家之门 他便当他死了 你们当真不知道孟清浅的消息 若是骗我 会付出代价 李轩冷冷的道 你是在威胁我吗 孟浩森身上有怒意在生疼 孟清浅被逐出家门以后 与孟家再无来往 所以他究竟在何方孟家也不知道 旁边有人开口 李轩这才点头 既然如此 那打扰了 完就要转身离去 你他妈当孟家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当年若不是孟清浅那个贱人护着你 老子早就把你弄死了 孟清浅神色猙獰 挡住了李轩的去路 李轩眼中闪过一丝冰冷 当年清浅虽被逐出孟家 但却最疼你这个弟弟 而你却在他离开孟家以后 百般羞辱 若非你是清浅的亲人 就凭这几句话 足够你死八十次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便断你双腿作为惩罚 李轩话落 孟清浅直接就冷笑出声 哈哈 你的废物吓唬谁呢 断我双腿 你家就算没镜子 你好歹撒泡尿召召自己的德性 孟清浅不懈地叫嚣 他可不相信 当初那个被自己随意收拾 只会躲在姐姐背后的废物 能有这样的实力 李轩则是淡淡地看了 孟清浅一眼 孟清浅本来还想在什么难听的话 下一刻 扑哧扑哧 两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只见孟清浅膝盖之下瞬间爆开 两条腿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这一幕场景吓坏了孟家之人 李轩没见做什么动作 孟清浅的腿没了 这是什么手段 看在清浅的份上 饶你们这次 若再敢冒犯 面你孟家满门 全场死记 孟浩森更是觉得心头直冒寒气 如果之前李轩出这样的话 他们只当是笑话 可李轩展现了如此手段 分明是修炼者才能做到 孟家作为百年世家 怎能不知修炼者的存在 修炼者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 只是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当年楚州的笑柄 被孟家看不上的废物 五年之后归来 却已经成长到 让他们想都不敢想的精大人物 孟家好自为之 李轩转身向外面走去 只留下孟家一众人 还如做梦一般 呆力当场 离开孟家以后 黄江泰在门口恭敬地等候 李轩坐进车里 由黄江泰开车返回临江别墅 与此同时 别墅的门前 陆奇从出租车上走下 虽然他不相信李轩能住这里 可他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李轩 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来到了别墅的门口 临江别墅 作为楚州最豪华的别墅 门口的保安和军人似的 站着笔直 这里住的都是楚州顶级的富豪 自然要保证别墅的安全 陆奇手里紧握着纸条 看着那气派威严的大门 心中有些犹豫 看到这别墅的瞬间 他心中最后一丝幻想 也已经破灭 李轩怎么可能住这么豪华的别墅 自己竟然鬼使神差的跑到了这里 真的有点无语 什么人鬼鬼祟祟的 灵狐别墅门口不允许闲杂热逗留 突然 一道声音把陆奇吓了一跳 抬头 就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女人 正冷冷的看着陆奇 他胸前的名牌上面写着 灵狐别墅 经理 陆奇本来就心虚 听到对方的话 声音都开始结巴起来 他急忙赔礼道歉道 真是不好意思 是我一个朋友住在里面 我是来找他的 折 陆奇将手里的纸条递给女经理 女经理拿起来看了一眼 问道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叫李轩 陆奇急忙道 那女经理皱起了眉头 这栋别墅乃是楚州皇家的产业 什么时候兴礼了 姑娘 你就算是想混入灵狐别墅结识富豪 也不用编这么拙劣的借口吧 像你这种妖艳见惚我见多了 不就是想靠每次勾引富豪上位吗 真不要脸 女经理的声音里充满了厌恶 这别墅里住着许多富豪 女经理眼看着许多长相漂亮的女子 傍上富豪 住上大别墅 而他虽然拥有许多和富豪接触的机会 却因为长相一般 那些富豪对他根本不感兴趣 这就让他心里非常的不平衡 所以看到年轻漂亮的女子 打心眼里就反复 当陆奇出的名字 和他记忆中的业主名字对不上号的时候 他下意识就把陆奇归为那些攀高枝的女人 陆奇听到这种充满侮辱的话 不由有些愤怒 我只是来找朋友 就算是没有这个人 你也不用这么刻薄吧 那女经理毫不客气的道 一个想棒上富豪做三的人 竟然还这么理智气壮 看你长成这样 不知道被多少男人干过了吧 你 陆奇本来就是性子软弱 哪里骂得过经理 瞬间眼眶有泪珠在打转 他没有想到来找李轩 竟然受到了这样的侮辱 都怪李轩 为什么要骗自己 经理的话虽然刻薄 但像这种高档别墅的经理 对每一栋别墅业主的姓名 都会记得很清楚 他既然不是 那肯定不是了 楚州皇家 那可是楚州前任首富所在的家族 即便是李家最鼎盛的时候 和皇家都不在一个档次 这边的争吵 也引起那边几个保安的注意 有一个胖胖的保安 走上前来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和经理关系不浅 如果有人闹事 自然不会让经理吃亏 看到这幅场景 陆奇知道自己再待下去 只会自取其辱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辆劳斯莱斯在入口处停下 车门打开 一道熟悉的身影 从车上走下 当看到那道身影的瞬间 陆奇顿时傻眼了 是李轩 他竟然从劳斯莱斯车上走下 陆奇 你是来看朵朵的吗 上车吧 我们一起进去 李轩温和的声音响起 这一刻 经理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他呆若目击一般站在那里 眼中生起了恐惧 就凭李轩从劳斯莱斯上面下来 就不是他能招惹得起的 毕竟那可是价值 几百上千万的豪车啊 如果没有几十亿的身价 谁敢开这样的车 旁边原本想为经理出头的保安 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一副我和经理不熟的表情 而经理不由喉咙滚动了一下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这位姐 刚才应该是一场误会 怎么回事啊 李轩察觉到了什么 目光瞬间变得凌厉 尤其是看到陆奇眼睛红红的样子 脸阴沉了下来 这位先生 其实都是误会 女经理刚刚开口 只是下一刻 就被一个结实的耳光甩在脸上 嘴角都被抽出血来 却是黄江泰出手了 狗眼看人的东西 你想死不成 黄江泰冷冷的声音响起 活了大半辈子 黄江泰几乎瞬间 就猜到了事情的原位 而且陆奇明显是李轩的朋友 连禁忌强者的朋友都敢欺负 那不是在找死吗 那经理顿时下的身体都在哆嗦 旁边陆奇也看傻眼了 这也太霸气了吧 直接就动手打人 走吧 对于黄江泰的处置 李轩很满意 他打开车门 带着陆奇上车 等车走开以后 黄江泰回头问道 那个经理敢冒犯您的朋友 要不要 到这里 黄江泰眼中闪过一丝杀鸡 李轩自然明白黄江泰的意思 摇了摇头 成大界即可 黄江泰这才沉默不语 继续开车 而坐在车后面的陆奇 则震惊地看着这一千 他更不知道的是 就在刚才 那个为难他的经理 已经在鬼门关前徘徊了一遭 陆奇坐在劳斯莱斯里 整个人都有些发忙 他自然知道 劳斯莱斯价格最便宜 都得几百万 他不明白 李轩怎么会结识这样的大人物 看黄江泰每次话都掉过头来 一副很恭敬的样子 他心中的疑惑更深了 而且劳斯莱斯长驱直入 分明明李轩就住在这里 当汽车在别墅前停下 他整个人都还如同梦里一样 李轩掏出房卡 熟练地打开别墅的门 屋子里 几名隐卫的成员 正在和朵朵一起跳舞 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朵朵的声音传来 那几位隐卫之人 竟玩得不亦乐乎 看到这一幕 黄江泰不由脸颊抽搐了一下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根本不相信 这几个表情滑稽 动作夸张的家伙 竟然是引电那些 冷漠到骨子里的杀人机器 当看到李轩进来 朵朵顿时扔下手里的娃娃 冲着李轩跑了过来 爸爸 你回来了 同时看到了后面的陆琪 陆琪阿姨 朵朵可想死你了 看到朵朵 陆琪这才露出微笑 朵朵拉着陆琪的手 走进别墅里面 陆琪阿姨 我们三个一起睡 听到这话 虽然是童言无忌 但陆琪娇眼顿时大红 李轩和黄江泰走进来 那几名尹卫的成员 立刻恭恭敬敬地站在两旁 陆琪被朵朵拉着参观着别墅 他还是第一次走进这种别墅 别墅的环境让他惊叹不已 李轩让黄江泰在沙发上坐下 然后道 让尹卫的人留下吧 好的 黄江泰文言脸上大喜 正好他们可以保护主的安全 谁知李轩却摇头 我是觉得他们和朵朵玩得挺好的 至于朵朵的安全 这世上没人能伤他分毫 到这里 李轩霸气无比 他亲手写下的符文 足以震杀禁忌强者 而且只要符文被激活 他立刻会感应到 自己的女儿岂会受一点伤害 黄江泰听到这话 心中亦震动不已 眼前的南饶却有资格这样的话 除了尹卫 这两劳斯莱斯也留下来吧 您出门什么的也方便 黄江泰到 李轩点头 以李轩的实力 在下间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的 坐车还是比较方便 否则直接撕裂虚空 未免太过吓人 除了这五位隐卫成员 我还会留下十几位影店的精英 供您驱使 以您的实力 自然不需要他们保护的 打杂什么的却也是顺手 好 李轩没有拒绝 两饶对话 陆琪虽然在陪朵朵玩耍 但隐约也听到几句 当听到黄江泰 竟然把劳斯莱斯送给李轩 他整个人都震惊了 那可是几百上千万的东西 而且黄江泰似乎生怕送不出去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瞬间 在他的心中 李轩突然就变得神秘起来 他觉得 那个五年前抛弃弃子的懦弱男人 这次归来 似乎发生了翻覆地的变化 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黄江泰已经拾去的告退 而之前陪朵朵玩耍的五名隐卫成员 也都消失不见 不过李轩知道 在别墅四周 至少有二十多名高手 陆琪阿姨 朵朵最爱吃你做的饭了 朵朵拉着陆琪的手 摇晃着陆琪的手臂 好啊 那阿姨帮你做红烧鱼怎么样 完 陆琪才拍了一下额头 厨房里好像没有菜 没事 我让人买就行了 李轩开口 然后打开窗户对外面喊了一句 买条鱼 还有一些新鲜蔬菜回来 听到这话 陆琪整个人都傻眼了 这李轩是对着空气话吗 只是更让他震惊的是 十分钟之后 门铃响起 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 提着一条鱼 和一大堆菜出现在门口 放下以后 便恭恭敬敬地退去 陆琪整个人都傻眼了 李轩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 这也太可怕了吧 如果不是一直就认识李轩 知道李轩的过往 他都怀疑 李轩是哪个影视豪门的大少爷呢 陆琪去做菜 朵朵就跟在旁边 帮着摘菜洗菜 比陆琪还要忙 李轩看着这一幕 不由露出了一丝微笑 对了陆琪 听你弟弟一直在住院 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啊 菜端上桌的时候 李轩问道 提到弟弟的病 陆琪眼神中露出几分黯然 我弟弟是鼓肿瘤 也就是鼓癌 如今已经不能下地行走 听到这话 李轩顿时心中了然 癌症对于普通人而言 是无法治愈的绝症 可对于李轩来 却算不了什么 改我和你一起 去医院看一看你地点 听到李轩的话 陆琪点零头 没有多什么 吃过饭以后 陆琪离开 而李轩又把隐位的几人叫进来 陪躲躲玩耍 而他却离开了别墅区 来到一家药房前 普通人难逃生老病死 而唯有修炼者才能长生 李轩准备炼制一些丹药 给女儿服用 他李赤弟的女儿 当然要和自己一样 瘦达万载才笑 既然炼制丹药 当然就需要药材 即便他是神话级强者 也不能凭空造物 这次归来 所有的物品 都在穿过时空之势破碎 以至于李轩手头拮据 否则堂堂先帝 随便一株不死药给女儿 都可以让女儿 直接成就禁忌强者 药房位于繁华街道 门前车来车往 在李轩的感应中 里面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需要一株人参 以及一颗三洋果 人参最起码要百年以上的野餐 而这店里就有一株 店名餐王堂 餐王堂是楚州的老品牌了 成立将近有二百多年 古香古色的门头 里面客人不少 毕竟在楚州 餐王堂就是品质的代表 李轩走进里面 许多人都在排队抓药 而在另一边 则有一名老中医负责坐诊 基本每个人都是找他问诊以后 便会到旁边排队抓药 看那些被瞧过病的人 一脸满意的样子 显然老中医看病 还是很准的 进入里面 李轩没有着急去买药 而是观察起店铺里的布置 突然 他注意到 在门口的圆柱上面 竟然镶着一枚不起眼的古钱币 那钱币有三分之二 都没入圆柱当正 圆柱虽然是木制的 但因为是上好的木材 坚硬无比 能将硬币摄入里面 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出 而且李轩注意到 那硬币上面残留着一丝杀气 恐怕是修炼者出手 不由轻轻皱起眉头 难道这参王堂 招惹了什么仇家不成 不过这与李轩没有多大的关系 他懒得惹事 而是直接走向柜台的方向 抓药请到那边排队 一个穿着大褂的年轻男子 例行公事一般道 每要接待无数客人 也使得他的态度 没有那么友好 我想买人参 李轩直接表明来意 人参这种高档药材价值不菲 所以有专门的地方成立 果然 听到人参两字 对方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请问你要什么年份呢 一百年以上的 当然年份越高越好 百年 那可是参王了 对方摇了摇头 现如今山林被破坏 野生的人参本就吸手 百年以上更是难得 我知道你们参王堂英 李轩直接打断 对方顿时露出几分不悦 参王堂当然有 只是那是参王堂的镇垫之宝 足有三百年要零 但不卖 我可以出高价购买 李轩道 对方顿时颇为讶异的 看了李轩一眼 没想到眼前这个青年 口气还挺大 但他还是摇头 多少钱都不卖你 自己堂堂赤地 竟然被人拒绝 不过李轩不是那种强强的人 赤地纵横心欲 脚下尸骨无数 却不染无辜者之血 就在李轩想着 是不是动用黄江泰 帮自己把人参买来的时候 这时 一个老者在一群饶促拥下走了进来 当对方出现 原本招呼李轩的青年 立刻点头哈腰地迎了上去 老板您回来了 对方竟是参王堂的老板 那老者却沉着一张脸 有些心不在焉 随意地摆了摆手 就要往里面走 你是参王堂的老板 旁边 李轩突然开口 那老者顿时皱起了眉头 不耐烦地看着李轩 你有什么事吗 众所周知 参王堂的老板 本身便是一位名医 平日里不知道 有多少达官显贵 找他侨并 他将李轩 也当成这样的人了 旁边一个中年男子 更是不满道 要侨并到那边排队 我们老板没有时间 李轩却是摇头 我不是侨并 我想买店里的那株百年参王 什么 老者皱了皱眉头 紧接着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不卖 晚安 大步就要向里面走去 冷酷无情 不敬情面 把人参卖给我 我可以帮你化解一场血光之灾 李轩再次开口 此话一出 顿时周围为之一静 无数目光落在李轩的身上 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 老者更是停下脚步 目光凛冽地盯着李轩 凡是听到这句话的人 全部都像看疯子一样 看着李轩 参王堂可是楚州知名的企业 传承二百余年 结交无数达官贵人 这子竟然口出狂言 参王堂有血光之灾 这不是骤人吗 谁都知道 参王堂的老板脾气可不大好 之前那名青年 更是直接开口训赤道 你呼唬什么呢 信不信我让保安马上把你轰出去 周围的几名保安也都围了上来 跃跃欲试 拿着参王堂的工资 他们可从来没有机会动手 美都快咸出鸟来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闹事的 都兴奋起来 这时 跟在老者身边的中年人 脸色却是微微一变 询问的目光看向老者 老者死死地看盯着李轩 声音凝重道 伙子 话可不能乱 在下周几元 虽然是一个大夫 但还有一个身份 乃是国术传人 这一双手就过人 可也杀过人 语气中威胁之意不言而喻 李轩自然早就看出 这位老者是练过的 不过什么国术高手 在修炼者面前和蝼蚁 又有何区别 若不是李轩看上了他的人生 都懒得与他废话 我有没有活 你心里不清楚吗 那没硬币杀气犹存 你这位国术高手 怕是挡不住人家一招吧 被李轩如此鄙视 周几元的脸色都变了 不过却不出话来 因为李轩的是事实 此刻他死死地盯着李轩 子 你能看出那古壁的不凡 看来也是武道界的人 只是你难道是 专成为西洛老夫而来吗 旁边的中年人眼中 更是露出几分灵力 老板 这子不定就是那人 派来来探虚实的 我还是把他扔出去吧 完 直接出手 五指如钩 扣向李轩的肩膀 静气呼啸 一身实力已达到明镜的地步 在普通舞者里面 也算是一方高手 周几元看到自己的手下 如此莽撞 不由脸色微微一变 不过却并没有阻止 他倒要看看这子是真有本事 还是跑到自己这里 招摇撞骗了 中年人出手 明显未出全力 并不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此刻 中年人手掌扣下 李轩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好像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样 中年人眼中 不由露出几分轻面 这子之前的头头是道 当真正动手的时候 便露线了 可是就在他这种想法刚刚升起 脸色却瞬间变了 因为他的手指扣在李轩肩膀上之时 他感觉仿佛抓在了一块铁板上面 五指传来疼痛的感觉 下一刻 更是一股庞然大力袭来 身体只忍不住的向后连退了几步才止住身形 再看五根手指都已经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这一下 不只是中年人 连周继元表情也变得骇然 中年饶实力有多强 他清楚得很 可刚才没见李轩有什么动作 便把中年人震伤 这怕是唯有达到华靖级别才能做到 华靖高手已经可以开宗立派了 如此年轻 对方是怎么做到的 周继元的几名保镖 已经将李轩团团围住 就要一拥而上 却听到周继元的呵斥之声 放肆 不准无礼 这 周继元直接向李轩以江湖里一抱拳 兄弟原来是高人 我管教无方 冒犯了你 晚安 瞪了中年人一眼 还不给兄弟道歉 中年人这才从惊骇中反应过来 急忙低下头颅 他也知道惊涕到铁板了 李轩淡淡地看了中年人一眼 不要仗着有些功夫 便肆意妄为 若有下次 你连投胎的机会都没应 这话出口 宛如至尊 声音冰冷 直击心灵 竟让中年人感到一丝秒之意 如同凡夫俗子面对帝王一般 周继元脸色再次一变 这气场 连他刚才都有了一种顶礼膜拜的冲动 简直太可怕了 之前他判断 李轩有可能达到了华静 现在看来 甚至有可能是武道宗师 这一瞬间 周继元后背都浮现冷汗 知道得罪了高人 他深吸了一口气 勉强使自己的心平定下来 才开口道 刚才兄弟要买我店里的那株人参 老夫愿意将人参奉上 算作对兄弟的赔罪 周继元也是老狐狸 人参虽然贵重 但江湖上多少灭门惨案发生 一株人参可以化解一位强者的怒火 甚至能够赢得他的好感 完全值得 而且最近强敌上门 若眼前这位肯出手相助 不定能帮参王堂渡过难关 你愿意把人参买送给我 李轩看着对方问道 倒是没想到 这老头这么大的魄力 毕竟如今的地球灵气稀薄 百年的野人参已经很难得了 更何况是三百年耀灵的 当然 人参只是死物 能结交到兄弟 是我周继元的荣幸 李轩当然知道这个老头 是见到自己实力 想让自己帮他挡灾 不过他确实需要人参 于是点头 人参我也不白要你的 此次血光之灾 我可以替你化解 听到这话 周继元顿时激动起来 谢兄弟 这 立刻就让人 把那三百年参王取了出来 又将李轩请到礼物 兄弟实不相瞒 我参王堂的敌人 乃是一名化镜强者 十年前 老夫与他有一些恩怨 他被我打伤 没想到这十年时间 他败在明师门下 无意突飞猛进 如今归来 已经远非我能担 他这几日就要上门 那硬币便是他下的战书 我正打算到皇家 请皇家家主出山 若前辈肯出手 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皇家家主 皇江泰 李轩问道 周继元急忙摇头 皇江泰老家主 那可是神仙人物 我哪能请得动 我要请的是皇家仙人家主 皇本初 原来是这样 李轩点灵头 然后拿起毛笔沾领墨水 随意在上面画下一横 递给周继元 将此纸贴在餐王堂的柱子上面 可保你平安无事 这周继元脸颊抽搐了一下 玩儿呢 你在上面画了一横 就能化解灾难 若不想帮忙 就知好了 周继元心中狂吼 只是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李轩自然知道他心中所想 淡淡的道 你认为以我的实力 会骗你吗 你只需照我的做就效 堂堂的赤地 神话即存在 一指头就能震杀一位强者 周继元实力太低看不出来 但他的敌人既然是修炼者 自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见到李轩留下的字 就会明白一千 周继元显然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不过李轩却懒得与他废话 拿起人身 直接就向外面走去 难道就这么让他走了 中年人不由妄想周继元 周继元叹了一口气 此人实力远非我们所能招惹 一株人身若能化解和他的恩怨 也算值了 反正他不敢和李轩要回来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那这指 中年人问宝 就在这里扔着吧 不往柱子上贴吗 中年人又问道 贴你妹啊贴 周继元美好气的吼了一声 心情很不爽 原本以为抱上大腿 结果白搭了跟人身 现在自己还得想办法 去找原兵才笑 走出参王堂 李轩就给黄江泰拨去电话 现在炼制元气丹的主要人身 已经有了 但还缺一味主要 那就是船中的三阳果 这种地孕育的宝物 受到地规则的保护 被遮掩气息 只有到了真正出事的时候 才能被感应到 所以李轩也只能让黄江泰帮忙 先生放心 我这就让饮店的人去找 黄江泰立刻一口印下 对于他而言 李轩的事情就是大的事 挂掉电话 李轩才返回灵狐别墅 而他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街边的一个角落 一道身影呆若目击 脸上带着震惊和不可思议之色 李轩竟然没有死 他活着 而且回到了楚州 直到李轩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里面 女子才缓过神来 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那位秦王对自己 五年前 他已经将李轩推入星湖 别人都以为李家废物逃走了 只有他知道 李家那个废物 早已经不在人世 可现在他看到了什么 那个本该在五年前 就已经死去的人 竟然又活着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 深吸了一口气 过了许久才平复心情 郭丽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 懒洋洋的声音 李 难道卡里又没钱了 我才刚刚往里面 打了三十万 电话那头 男子的声音里 明显有几分不满 这个郭丽长得漂亮 但也太能花钱了 心语 不是钱的事情 我刚才在街头看到李轩了 郭丽的声音都颤抖起来 不可能 电话那头声音 猛然提高几个分贝 似乎有一些失态 五年前 我亲手把他推入湖中 一直过了一个时 他都没有上来 他绝无生还的可能 真 真的 千真万确 他和五年前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除非这世上 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郭丽无比确定 他和李轩是大学同学 当初还追求过李轩 不过李轩 对于视力眼的他 后来他就傍上了 楚州另一位大少 魏星宇 而魏星宇在一次喝醉酒以后 不兴向他透露 将李轩推入心湖的事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声音才再度响起 你真的确定 郭丽点头 当然 我不会认错的 你现在就回来 马上 电话挂断 郭丽急匆匆离开 林湖别墅 李轩才刚刚到门口 就听到里面 传来女儿咯咯的笑声 打开门 朵朵便直接跑过来 凭李轩的怀里 李轩看着可爱的女儿 忍不住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爸爸不在 你在屋子里 有没有捣乱啊 李轩问道 朵朵摇头 朵朵可乖了 朵朵在和几位叔叔们 一起玩游戏 哦 都玩什么了 我们玩三只兔子 蹲罗布坑 老鹰抓鸡 还鹰 朵朵掰着手指头 一口气了十几种游戏 都是他在幼儿园里学到的 平时和朋友们一起玩的游戏 李轩看了一眼几名隐位成员 看到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 让几个平时只知道杀绕冷酷杀手 和还玩游戏 也倒真难为他们了 辛苦了 李轩对几人道 那几个急忙摇头 为前辈效力 都是应该做的 李轩微微一笑 到沙发处把朵朵放下 然后又把他凌乱的头发 给梳了一遍 这才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 然后走笔如飞 将一套功法写了出来 递给其中一名隐位成员 以后就照这个修炼吧 那位成员狐疑的结果 指尖上面是一套功法 而且正是他们所修炼的功法 只是与他们所修炼的功法不同的是 指尖上面的功法 做了一些改动 你们所修炼的功法 乃是速成之法 威力虽然不 但对身体的伤害也大 以后按照我给的新版本修炼 则可避免这个问题 李轩淡淡道 谢前辈 那几位隐位成员急忙行礼 同时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李轩只是和他们接触两次 竟然就把他们修炼的功法 完完整整地写了出来 而且还进行了完善 这他们也太恐怖了吧 可现在才心服口服 好了 下去吧 李轩白手 几人这才告退 朵朵 今晚上想吃什么 爸爸亲自给你下厨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朵朵想吃汉堡包 换一个 李轩笑着摇头 这种垃圾食品 吃一两次就可以了 经常吃可不好 那我想吃薯条 听到朵朵连了几种都是类似的食品 李轩不由鼻子发酸 在朵朵的幼的心灵里 这便是 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 爸爸给你做红烧肉怎么样 李轩问道 好好啊 朵朵吸着手指 口水都快流下来 不过很快他又摇头 可陆七阿姨 只有过节的时候 才能吃红烧肉 因为肉太贵了 李轩摸了摸女儿的头 以后朵朵想吃什么 我们就吃 玩 把电视打开 给朵朵看动画片 而他则走进了厨房 第二一早 李轩伸了个懒腰 从床上爬起 转头看见朵朵还在熟睡 丫头琢瘫玩了一整 也有点累了 熟睡中的朵朵 还不时嘟着嘴 肥嘟嘟的脸蛋 简直可爱极了 李轩不由微微一笑 感觉这样的生活 便是最幸福的日子 只可惜 清浅不在身边 不然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比当什么狗屁先帝 要抢百倍万倍 李轩捏手捏脚的起床 然后帮朵朵做早餐 等到厨房里香味飘来 朵朵揉着 心松的睡眼走了出来 李轩过去捏了捏 他肉嘟嘟的脸蛋 懒猪 你是闻到香味才起的吗 朵朵皱了皱鼻子 才不是呢 洗漱完以后 朵朵自己围上口水巾 坐在椅子上面 拿起叉子 开始吃早点 而这个时候 门铃声响起 是陆琦来看望朵朵了 他手里提着早点 当看到桌子上面 已经做好的早餐以后 陆琦眼神不由露出几分诧异 这是你给朵朵做的早点 陆琦问道 据他所知 李轩以前就是个世家少爷 哪怕家道中落 也根本不会做这种事情 是啊 李轩点零头 陆琦没有话 而是将买好的早点 放在餐桌上面 你肯定也没吃呢吧 正好我多买了一点 你帮朵朵吃掉吧 李轩看到那早点 分明是两人份的 朵朵一个 怎么可能吃得掉 知道陆琦专门为自己买的 只是不愿意出来 不由微微一笑 也不点破 坐下来就大口朵一起来 吃过早点 陆琦帮忙刷碗 而李轩则从厨房的电饭锅里 挖出一勺黑乎乎的东西 装在一次性饭盒里 然后对陆琦道 走吧 去哪里 陆琦疑惑地看着李轩 去医院看看你弟弟 李轩过去将朵朵抱起 走 爸爸带你去医院 看望你陆伟叔叔 然后再带你去买衣服好不好 好啊好啊 朵朵高兴拍着手 而站在后面的陆琦 却不由心头一颤 望着李轩那高大的背影 心中有些复杂 时隔五年再相见 李轩跟之前给他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了 沉稳 自信 大方 根本让他无法和之前 那个颓废的顽固子弟 联系在一起 同合私人医院 是合家出资建立的 医院有高级医生十几个 经常为楚州的达官贵人们瞧病 此刻 医院门口一片吵闹 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圈人 都是来看热闹的 而在人群中 有一个妇人抱着寿扇男孩 泪珠子不断滚落 正是陆琦的母亲张美娟 此刻张美娟心疼到了极点 自己的儿子得了骨癌 本来就没遭受痛苦的折磨 可刚才竟然被同合医院的人 直接扔到了门外 这种人简直就是畜生 而且他们扔出来的时候 竟然还踹了陆尾一脚 他只是一个被病魔折磨的孩子 怎么能这么狠心 陆有光紧握着拳头 脸颊战红 正在和医院的人对峙 而在他的对面 一个无比嚣张的年轻人 正双手插兜 眼中带着嚣张霸道的气势 除此以外 还有一众医院的领导 以及保安 那些保安手里 都拿着橡皮棍 凶神恶杀 我们明明已经交了医疗费 你们凭什么把我儿子扔出去 陆有光愤怒地吼道 若非知道自己肩上 担着一整个家庭 他真想把眼前的这些人 统统杀了 你们交医疗费 是交给了何家 现在何家已经被灭门 同何医院被我田家收购 你们钱给了何家 跟我田家有什么关系 把你扔出去 已经是亲的了 你们再不走 老子把你这病老儿子 直接弄死信不信 青年一脸嚣张 若有光气的浑身颤抖 钱交到了医院 现在因为医院患了东家 就直接不承认了 这也太欺负人了 穷苦人还有活路吗 周围的人却都是一脸默然 对方可是田家大少田军 谁敢招惹 田军看着陆有光 那忍气吞声的样子 不由感觉畅快至极 他过去直接拽住 陆有光的领子大骂道 老不死 赶紧给老子滚 不然老子抽你 话还没有完 手腕就被一个 穿休闲服的青年抓住 他们家已经如此凄惨 你还欺负他们 不觉得过分吗 你他妈谁啊 要你多管闲事 田军恶狠狠的道 下一刻 李轩手掌握紧 田军顿时吃痛 松开了陆有光的领子 然而李轩并没有松手 而是手掌用力 咔嚓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啊 田军痛得发出惨叫 捂着手腕 一双眼睛之中充满了惊恐 他的手腕竟被掰断了 露出了森白的骨头 陆七帮李轩照顾朵朵 那陆七的亲人 就是李轩的亲人 对方敢欺负陆七一家人 李轩岂能轻饶他 周围众人愣了几秒 然后反应过来 一个中年医生 但是下一刻 啪 一声脆响 男人直接被一巴掌扇飞出去 李轩向倒地的陆维走去 喂 你没事吧 你是 陆七的妈妈疑惑地看着李轩 他是朵朵的爸爸 这个时候 陆七抱着朵朵走了过来 刚才李轩要动手 便把朵朵交给陆七照顾 并让他带朵朵离得远一些 不想让朵朵看到他打扰血腥场面 原来是你 自己女儿一直照顾着朵朵 张美娟自然是知道的 最近李轩回来的事情 陆七也跟家里人讲了 据他所知 朵朵的爸爸之前就是个废物 没有想到竟敢动手打田军 这让他出了一口恶气 只是很快 张美娟的脸又苍白起来 李轩以前是富家少爷 可现在比陆家也强不到哪去 打了田军 这岂不是闯了大祸 那田军可是田家的大少爷 家里就好几十个亿 果然 就见那群保安已经团团围了上来 保安的队长更是吼道 子 你闯祸了 不过 涉于李轩之前的手段 并没有敢直接冲上来 陆有光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对李轩道 伙子你赶紧走 晚一会儿走不了了 你说有陆家出头 我们不能连累你 李轩却是微微一笑 陆叔叔你放心吧 我既然出手 自然有摆平事情的本事 晚安 他将陆尾抱起 走向停在不远处的劳斯莱斯 那个保安队长大吼道 拦住他 别让他跑了 顿时那几个保安握着橡胶棍 蠢蠢欲动 只是下一刻 李轩一个冰冷的目光投来 那几名保安便如坠深渊一般 感觉四肢都变得僵硬起来 动弹不得 直到李轩将陆尾抱到车上 他们才反应过来 同时 旁边的人发现 这几个保安 竟然都被吓得尿了裤子 将陆尾安置好 李轩这才目光 望向此刻捂着手腕 不断滴冷汗的田军 冷冷到 把陆家在医院剩下的医疗费全退了 然后再拿三百万当作赔偿 三日之内送到陆家 不然取你狗命 晚安 手指一抬 一道光滑打入对方的体内 然后转身坐进汽车 陆七抱着朵朵坐在副驾驶 而陆友光三人则坐在后排 汽车直接开到了陆七的家里 李轩将陆尾抱到床上以后 手指抚过他双腿生肿瘤的位置 见到这一幕 陆友光忍不住问道 李轩 你这是在干什么 李轩头也不拍得到 我在帮尾清除腿里的肿瘤 李轩话出口 陆家四口人全部都傻眼了 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 足足愣了半分钟 众人才缓过神来 读神色怪异地看着李轩 陆七则突然呵呵笑道 李轩 你真会开玩笑 你看 把我爸妈都给吓住了 听到陆七的话 陆友光夫妇也才反应过来 是啊 这分明是玩笑 众所周知 癌症是治不好的 更何况 哪有手掌在膝盖上磨果 就能清除肿瘤 那都不能称为神医 而是神仙了 谁知 李轩却转过头来 看着陆友光等人 一本正经的道 我没有开玩笑 我真是在帮尾清除肿瘤 现在他体内的肿瘤已经清除 可以下地走路了 对了 差点忘了 这 李轩掏出出门之前 装的那黑乎乎的东西 放在桌上 为这些年 躺在床上身体虚弱 我专门为他 熬制了补充身体元气的药膏 这个黑膏搓成完 每伏下一颗 食之后 他身体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这药膏数量足够多 陆叔叔阿姨 你们也可以吃一点 听到这话 陆家四口都傻眼了 没想到李轩竟然是认真的 只是开什么玩笑 手掌在膝盖抚摸过 就清除了肿瘤 黑乎乎的要高扶下 岂就能恢复身体的元气 这也太糊弄人了 而这时 李轩已经起身 好了喂 你可以下地活动了 陆琪走吧 我带朵朵和你去商场买衣服 你照顾朵朵这么多年 我要好好补偿你 这 陆琪本来不想和李轩一起去的 不过当看到朵朵可怜巴巴的眼神 最终心一软 点头同意了 但他还是强调道 我只是陪朵朵去逛街 你不用给我买衣服 走出陆家 陆琪道 李轩 以后像这种玩笑不要开了 我弟弟的病本来 就已经让家里人很难受 我知道你是想活跃气氛 但对我父母而言 却只会让他们更加的伤心 我没有开玩笑 李轩完 打开车门坐进车里 愣了几秒 陆琪才也跟着坐进了汽车 门口 陆友光夫妇望着离去的汽车 表情复杂 老头子 你也不要生气 这李轩也没什么坏心思 估计就是想幽默一下 之前全靠他帮我们出头 不然我们就要被 田军那个混蛋欺负了 张美娟道 陆友光叹了一口气 我当然知道他没有坏心思 可那儿子是 就是让我心里不舒服 而且田军也不是好惹的 他打完人拍拍屁股走了 可我陆家接下来苦日子又要来了 听到这话 张美娟也不由愁眉苦脸起来 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惊叫 在屋子里响起 难道儿子不心摔下床了 夫妻二人急忙冲进屋里 只是当看到屋里的景象 却都愣在连场 因为双腿早已经失去 行动能力的陆伟 此刻竟然站了起来 而且在心意意地行走 这是出现神迹了吗 夫妻二人一时感觉 像是活在梦中一样 喂 你 你这是 陆友光声音颤抖地问道 陆伟揉了揉自己的双腿 紧接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陆伟能走路了 而且我感觉腿一点也不疼了 听到这话 陆友光夫妇都忍不住掐自己一把 确定不是做梦以后 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之前李轩的话 他真的治好了儿子的骨案 这怎么可能 此刻 张美娟脸上泪珠 忍不住滚落下来 这是喜悦的泪水 陆伟的康复 让这个家又有了希望 下一刻 张美娟过去抱住儿子 陆伟在兴奋过后 也流下了泪水 妈 不是做梦 我真的好了 是李轩 是他治好了我 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陆友光也是激动不已 只是他作为一家之主 还是能克制一些 但也是搓着手 有些手足无措 同时想起之前自己对李轩的质疑 他都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 这个李轩 简直就是个神仙啊 以前自己女儿照顾朵朵 虽然他们夫妻都支持 但有时候也会想 照顾别人家的孩子 花费那么多钱 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是否值得 现在却觉得 简直太值了 若不是照顾朵朵 李轩怎么会出手相助 甚至田军的事情 他们也完全不再担心了 像李轩这样的神仙人物 区区田价而已 与此同时 李轩开着汽车 前往楚州最繁华的商业街 因为怕颠簸到女儿 李轩开车的速度很慢 从中午街经过的时候 刚好路过参王堂的门口 透过车窗 李轩看到参王堂门口柱子上 那枚硬币还在 看来参王堂的仇家 还没有上门 李轩心中想到 并没有停留 参王堂给了李轩人身 李轩也为他们留下了化解之法 两不相欠 今日参王堂里面 一个客人都没阴 门口挂着停止营业的牌子 大堂里 周纪元眉头紧锁 脸阴沉似水 空气都快要凝固 身前 他手下的中年人正苦着脸 老板 黄本初拒绝相助我们 是因为我们的仇人来头颇大 黄家不愿意为我们得罪他背后的势力 这可怎么办 花音落下 屋子里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直到过去了一分钟 周纪元才开口 黄家不愿相助 那我们就去请其他人 无论花费多高的代价 只要楚州那几个修炼世家 任意一个愿意出手相助 我参王堂就活了 话刚刚落下 轰隆 一道巨大的碰撞之声响起 震耳欲聋 一柄长刀 直接钉在了参王堂门头的牌匾上面 牌匾被一分为二砸落在地 看到这一幕 周纪元不由握紧了拳头 眼中怒气生疼 死死地盯着门口的位置 很快 一个穿着静装的中年人现出身形 他背负着双手 云淡风轻地看着周纪元 周纪元瞳孔咒缩 他自然认出了来饶身份 正是他的那位仇家灵虎 对方不应该再有两才出现吗 怎么惊就来了 周纪元顿时有些慌了 想要请楚州那几个武道世家出手 可惜你没有机会了 灵虎一脸的冷笑 同时抬起手掌 原本插在门头上的长刀 竟发出一阵震动 被他凭空吸到了手里 见到这一幕 周纪元脸色彻底的变了 能够将刀凭空吸到手里 这已经不是鼓舞者的手段 而是修炼者才能做到 周纪元此刻终于明白 灵虎当年离开之时 实力还很低 为什么十年时间就有了如今的实力 原来他根本不是去练武了 而是成为了一名修炼者 修炼者那可是如神仙一般的人物 周纪元虽然不是修炼者 但作为知名的神医 知道许多常人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在楚州 就有不少修炼世家存在 完了 周纪元心都凉了 灵虎 当年的事情的确是我不对 我愿意为当年的事情道歉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谈一谈 周纪元试图和解 没什么好谈的 我今来就是为取你性命 报当年之辱 完 一步步向周纪元走去 拦住他 周年人一声大喝 立刻从旁边冲出十几名保镖 向灵虎冲去 不自量力 灵虎长刀如雪 横扫而过 冲上来的保镖 顿时像下饺子一样横飞出去 每个饶身上都有血花飞溅 砸落在地 一招就把十几人全部击倒 这让原本心中 还有一些侥幸的周纪元 彻底的跌落谷底 这还怎么打 退 周纪元毫不犹豫地道 他知道冲上去也没有用 不过是送死而已 一众保镖护着周纪元图礼屋 而灵虎脸上带着洁洁的冷笑 周纪元 你就算躲到崖海角 也没有用 完 他提着刀向礼屋走去 礼屋 听着外面传来的脚步之声 周纪元满头冷汗 老板 你跳窗户逃走 属下来挡住他 中年人对周纪元忠心耿耿 他大声地道 谁知周纪元却摇了摇头 没用的 他既是修炼者 岂是我能逃得掉的 此刻灵虎已经不急不缓地走了进来 正如周纪元的一样 他根本不怕周纪元逃走 中年人见状 直接掏出了手枪 只是还没来得及扣住扳机 就见灵虎手中刀光一闪 中年人手腕处 飞溅出一道血花 枪便掉落在地上 看着对方不断走来 周纪元面如土灰 他道 灵虎 只要你肯停手 我愿意将参王堂拱手奉上 当年我不过是打伤了你而已 你又何必如此赶尽杀绝 周纪元 你以为我看得上参王堂 灵虎脚步不停 旁边有两名保镖 出手想要阻挡 却被他衣袖一挥 直接就先飞出去 对于修炼者而言 士族的财富唾手可得 你被这地方拘束住了 遮住了你的眼界 不过是井底之蛙吧 周 灵虎缓缓地抬起了手中的长刀 那刀身之上竟发出轰鸣之声 煞气逼人 就在周纪元已经彻底绝望之时 突然灵虎的动作为之一顿 他的目光看到了 放在桌子上的那个纸张 一开始他只是随意一瞥 多看了几眼后 心中却不由生起寒意 他居然在那一笔当中 看到亮运 这怎么可能 你这张纸是从何而来 灵虎声音低沉地问道 能够随手写出拥有道运的文字 连他的师尊都做不到 原本已经等死的周纪元 听到灵虎的话 脸上先是一愣 继而涌起了一丝希望 他急忙道 这张纸是一位前辈给我的 他你看到纸张就会退去 周纪元丸死死地盯着灵虎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听到周纪元的话 灵虎顿时脸色阴沉变换起来 最后在周纪元和中年人 不可置信的目光当中 他竟然将刀收了起来 周纪元算你走运 仅能认识这等高人 丸 灵虎竟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直到灵虎彻底地消失 整个屋子依然一片寂静 周纪元等人都傻了 灵虎走了 他真的走了 就是因为白纸上面的一个胡乱涂鸦 周纪元的脑海中 不由想到了那个青年的身影 凭倾而又傲然 灵虎是修炼者 背后的尸门连皇家都不愿意招惹 而青年随手写下的一横 就把灵虎惊走 这一刻 周纪元才知道 那个青年有多恐怖 对方并没有谎 这张纸真的能救参王堂 可笑他竟然一直把对方当成骗子 幸好 幸好灵虎看到了这张纸 若是这张纸被随手扔到垃圾桶 那现在自己的脑袋已经搬家了 周纪元截后余声大口喘了几口气 然后颤颤微微捧起纸张 他要把他裱起来挂在参王堂 供起来 这就是参王堂的保命符啊 另一边 中年人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道 老板 这张纸竟然这么管用 那青年真是高人啊 十分钟后 周纪元以及一众属下 在大堂里坐下 所有受了善保镖 也都已经进行了包扎 幸好灵虎只是找周纪元报仇 并没有滥杀无辜 所有人只是受伤并没有死亡 而这时 屋子里的气氛依旧十分的沉闷 大家还沉浸在 劫后余声的心悸当中 没有反应过来 许久以后 周纪元才开口 这次的事情 是我连累了大家 每人发十万块钱当做补偿 还有就是 把监控调出来 给我寻找那位高人 这样的高人 若是能与他建立交情 那以后谁还敢动我参王堂 听到周纪元的话 中年人急忙点头 这个时候 站在角落里的一个保镖 举起手来 老板 我有话 什么事 周纪元问道 平日里他对这些属下十分的严厉 不过经几名保镖都拼了命的保护他 也算是患难与共了 他语气都变柔和 周纪元的态度 让保镖有些受宠落惊 他道 那会儿 我就站在门口的位置 我看到一辆劳斯莱斯路过 开车的好像就是那来的那位高人 他往里面的商业接去了 真的 周纪元疼得一声站起身来 与此同时 李轩将车停在路边 带着朵朵和陆奇走进了商场 海华商场是楚州这名的商场之一 里边有很多名牌店 李轩穿着一身休闲服 再加上那独特的出城气质 一路上吸引了不少女孩子的目光 而陆奇本来就气质上家 和李轩看起来倒很般配 再加上抱着朵朵 大家还以为是一家三口呢 三人走进商场 李轩先是去给朵朵买了几身衣服 都价值不菲 然后便带着陆奇来到古池店门口 陆奇虽然没有买过这家店的衣服 但经常逛商场的他 知道这家店里面的衣服贵得有多离谱 而且他从来没有想过 让李轩为他买衣服 当即拒绝道 李轩 我们还是到别处逛逛吧 谁知 李轩却不由分地拉着他 直接走进林里 陆奇娇的身体根本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一头闯入林里面 只是刚刚进入店中 还没来得及关上店门 外面就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 陆奇 你也来逛街了 只见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孩 一脸惊喜地冲着陆奇挥手 在女孩的身后 还跟着一群同伴 显然是结伴笑 白哥真是巧啊 陆奇理了李凌乱的头发 陆奇 我可刚才看到有人拉着你的手 是谁啊 你的男朋友 折 白哥双目含笑 直接把头伸了进来 李轩与他四目相对 白哥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僵硬 是你 你这个混蛋 白哥的脸色很不好看 当初他 陆奇还有孟清浅都是好闺蜜 孟清浅嫁给李轩 他举双手双脚反对 后来李轩消失 他更是认定李轩就是个逃避责任的混蛋 他可不像陆奇心地善良 陆奇刚见李轩的时候 虽然对李轩心有不满 但却不会什么刻薄的话 但白哥作为大姐 生性可是很泼辣的 他立刻就冷着脸道 上次听陆奇你回来了 我还没有见到你 怎么 你这么个大男人 女儿让陆奇照顾也就罢了 连衣服都要陆奇帮你买吗 你还要不要点脸 白哥的声音很高 直接无情质问 无论是里面的店员 还是外面他的同伴 接触起了耳朵 白哥虽然只是寥寥给予 但却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女儿让别人养 还让女人给他买衣服 这也太不要脸了一点吧 软饭吃到这种程度也是罕见 而相比于店铺里的服务员 白哥的那些同伴们 则都好奇中带着不懈地看着李轩 白哥和陆奇关系极好 他们自然也都多多少少听过陆奇的事情 白哥这么一 他们就猜到了李轩的身份 五年前 那个因为家族破产 而一蹶不振的李家少爷 一个老婆还在怀孕 不敢承担责任 选择了逃避的懦夫 没有想到 他竟然回了楚州 顿时众人开始低声议论起来 不是我帮李轩买衣服 是李轩带我买衣服 陆奇替李轩辩解道 如今李轩开着豪车 住着别墅 哪里需要他买衣服 谁知白哥却压根不幸 他知道自己的闺蜜生性善良 无论什么事情 都会为别人着想 而且 李轩是个无能废物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这种偏见很难被改变 他皱着眉头道 陆奇你不用维护这个混蛋 他是什么东西 我还不清楚吗 周围众人唏嘘不已 一个大男人 竟然可以这么不要脸 真是让人看不起 陆奇就是太善良了 换了别人 谁愿意搭理这种废物 李轩眉头一皱 这个白哥虽然是清浅的闺蜜 但如此出言不逊 真以为自己没有脾气 李轩 白哥只是对你有些误会 你不要生气 我替他给你道歉 陆奇急忙道 他看向李轩的目光 带着几分祈求 经过这两了解 陆奇知道 李轩不是一般人 出手更是无情 不是白哥能惹得起的 原本打算动手的李轩 看到陆奇的样子 最终只是冷哼了一声 对陆奇道 这店里的衣服挺好看的 你选几件 我帮你付钱 陆奇摇头 这里的衣服太贵了 而且 你不用给我买衣服的 朵朵叫我阿姨 我照顾她心甘情愿 旁边白哥撇了撇嘴 装什么大尾巴了 这里的衣服 随便一件也要上万 你买得起吗 听到这话 陆奇吓了一跳 急忙抓住了李轩的衣袖 生怕李轩出手 周围人则眼中都露出了玩味 他们觉得 李轩明显是被白哥对的 有点下不了台 所以才硬着头皮 要给陆奇买衣服的 可这古池店里的衣服 是李轩能买得起的吗 李轩想了想 从兜里掏出一张卡 我这卡里有一个亿 应该够了吧 卧槽 一个亿 旁边人听到这话 都忍不住口吐芬芳 一个亿是什么概念 即便他们当中 有许多富二代 但也不可能卡里 随时贷一个亿的现金 这家伙可真敢吹牛 周围的人都一副怀疑的目光 能和白哥玩在一起 他们的家庭都不俗 可不是那些 没见识的普通人 哪有那么好骗 一个穿着休闲服的青年 打扮得十分新潮 手腕上的腕表 纯手工打造 售价近七位数 他表情夸张到 一个亿 津巴不为货币吧 一句话 让周围的人笑得前仰后翻 这时 一个瘦弱的眼镜 男弱弱的开口 他这个好像是 花朵银行的至尊卡 是谁在画 原来是阿强啊 阿强你见过至尊卡吗 青年郭春阳 布满的冷哼道 他和白哥关系极好 见过陆琪几次 惊为人 心生情愫 可惜之前陆琪 被何静超看中 他不敢惹何静超 只能把爱慕深藏心底 现在何家都被灭门了 心思便又活泛起来 眼前这子 竟然要给自己的女神买衣服 他心里感到很不痛快 见皇家家主黄本初 手里就有一张这样的卡 哈哈 阿强 你本来就有点近视 而且至尊卡具 总共发行了不到百张 在楚州有资格 拿到至尊卡的不超过十位 你觉得这次可能拥有吗 听到这话 阿强也不确定了 这个时候 李轩已经在橱窗里 选了十几套衣服 十分霸气的道 都给我包起来 服务员也有些傻眼 没见过这么买衣服的 是都不是就直接包了 郭春阳看似好心的提醒道 我兄弟 这些衣服加起来 怕得几十万 等一下你卡里没钱 这么逗人家玩 怕是不能轻易地离开店铺 李轩冷冷地瞥了对方一眼 你废话很多呀 下一刻 伴随着一道无形波动 从眼神中透发而出 空气凝缩呈现 宛若利剑一般 系在郭春阳的肩膀之上 碰 郭春阳感觉一股庞然大力袭来 剧痛让他凄力惨叫起来 肩膀处竟然已经被气静贯穿 鲜血渐染 旁边服务员已经看傻眼 还没有回过神来 李轩就把卡递到了他的手里 不用告诉我多少钱 直接刷卡 这一刻 周围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面露惊恐 虽然他们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谁都知道 这肯定和李轩有关 关键李轩动都没动 郭春阳肩膀就被冻穿 这是什么诡异手段 刚才嘲讽过李轩的人 都觉得心头发寒 尤其是白哥 更是觉得头皮发麻 心头不满了惊悚 刚才幸好有陆琪拦着 不然怕是自己下场 比郭春阳还惨啊 果然 当他抬起头 就看到李轩的目光正冷冷地落在他的身上 他不由吓得向后连退了两步 感觉整个人都堕入了无尽深渊 而就在这时 李轩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黄江泰打来的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黄江泰绝对不敢打扰李轩 按下接听见 前辈 您让我打探的三羊狗有消息了 就在楚州与青州交界的丛林里边 您现在要过去吗 听到三羊狗的消息 李轩顿时露出几分喜色 看来黄江泰这个地真没有白收 办起事来 效率真的很高 我再接的购物中心 你现在过来吧 挂掉电话 才看到服务员一手拿着刷卡机 一手拿着银行卡 傻傻地站在那里 李轩不由摇头 问过金额后 直接在刷卡机上刷卡 输入密码 定 很快 响起了刷卡成功的声音 同时一连串的炸 咔嚓咔嚓地打印了出来 白色的打印纸垂落在地面 此刻周围一片安静 只有打印订单的声音在回荡 如果之前几十万轻松的刷卡成功 众人一定会感到震惊 春阳 你怎么受伤了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个青年大步走来 身后还跟着几位穿着黑衣的保镖 青年来到了郭春阳的身前 看着他肩膀流出的鲜血 眼中露出几分戾气 刘哥 郭春阳见到青年后 脸上顿时露出喜色 刘维 刘家大少爷 楚州七大少之一 许多人看到刘维后 都神情震动 刘维和郭春阳关系极好 两人狼狈为奸 可没少干坏事 刘家不止有钱 而且在衙门里面有关系 兄弟 是谁打伤你的 我帮你出头 刘维大声地道 身后跟着四名眼神锐利的保镖 气场十足 是他 郭春阳手指颤抖地指了指李轩 顿时刘维站起身来 冰冷的目光锁定李轩 身后的四名保镖 更是将李轩团团围住 刘维一脸阴森道 敢打伤我兄弟 真是想找死 给我把他废了 刘维一声令下 轰隆隆 四名保镖立刻就向李轩围了上去 这四名保镖都是刘家重金聘请的 其中两个以前是干雇佣兵的 手上可沾过人血 找死 李轩冷哼一声 手掌抬起 喷喷喷 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几名保镖还没有看清楚什么情况 就已经被掀翻在地 惨叫不已 这 刘维看到这一幕 不由瞳孔一缩 郭春阳急忙提醒道 刘哥 这个子有点邪门 刚才他都没有碰到我 我肩膀就受伤了 你他妈怎么不早 文言 一个哆嗦 能够隔空伤人 这种存在 岂是他刘维能得罪得起的 对方有可能是修炼者 他老爹再三叮嘱过 有一种人不能得罪 那就是那些奇人异士 因为不准就会为家族招来灭顶之灾 远了不 何家刚刚被灭 拒就是得罪了修炼者 完犊子了 刘维彻底马爪了 而接下来李轩的一句话 更让刘维坠入无底深渊 楚州七大少算什么东西 我李轩现在就可以要你的命 话落 周围人一片呆涩 好狂的语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中气十足的威严声音响起 杀一个刘维 何须前辈亲自动手 我黄江泰愿意代劳 刘维听到黄江泰这个名字 身体都不由抖了一下 作为楚州七大少之一 怎能不知道楚州的主宰黄家 既然知道黄家 又怎能不知道 亲手对造了黄家辉煌的黄江泰 当年黄江泰在楚州之首遮 多数和他作对的人都灰飞烟灭 后来将家主之位传给儿子黄本初 渐渐地淡出了众饶视线 但他的威名依然在楚州的圈子里流传 刘维僵硬地转过身来 当看到黄江泰的面容以后 差点就摔倒在地上 真的是黄江泰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立刻脸上挤出笔哭还难看的笑容 黄爷爷 您怎么来了 刘维把姿态放到最低 只是黄江泰却丝毫不领情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叫我爷爷 这 啪 一巴掌就将刘维打得飞了出去 刘维接近一米凹个子 竟凌空飞出了五六米远 这一幕把所有人都给吓到了 而黄江泰却看都不看刘维一眼 直接走到了李轩的面前 前辈 位置已经查明 随时可以出发 李轩点零头 对女儿道 朵朵 爸爸有事要出去一下 你先和陆琪阿姨回去好不好 好的爸爸 回来我要吃红烧柚 没问题 你个馋猫 李轩捏了捏他那胖嘟嘟的脸蛋 将朵朵交给陆琪 此时 周围的众人全部都处于实话状态 尤其是白哥满脸的震惊 只觉得如同做梦一样 完全傻眼 他死死的盯着李轩 无法相信看到的这一千 这个抛妻妻子的废物 怎么会认识黄家的老家主 而且还能让黄江泰 如此生下气的同他话 而另一边 白哥的那群朋友们也都呆若母鸡 尤其是倒在地上的郭春阳 更是感觉到头皮发麻 自己这次可真提到铁板了 前辈 那个姓刘的怎么处脸 黄江泰询问道 杀了 听到这话 白哥等人心头皆狠狠的一跳 竟然如此轻描淡写 他们没有听错吧 那可是人不是一只鸡啊 而倒在那里的刘维 更是一股寒意直冲灵概 他刚想什么 已经从旁边走出几名身穿黑衣的影位 直接架起他的胳膊 就将他拉走 可以想象 在没绕角落里 接下来会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 这一刻 每个人脸上都有了惊悚之色 而李轩则在黄江泰的陪同下 大步的离开 只留下一众人呆若目击地站在那里 过了许久 白哥才反应过来 陆 陆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陆七叹了一口气 李轩已经不是曾经的李轩了 白哥 我知道你是世家姐 出生名门 从娇生惯养 但你也要收敛一点脾气了 若非 你是亲浅的闺蜜 若非因为我照顾朵朵 李轩念及情义 今日你的下场比刘维还要惨 这话仿佛一道雷一样 劈在白哥的脑海当中 让他身体都晃了极慌 继而生起浓浓的后怕 劫后余生 不知不觉中 竟从鬼门关前走了一走 而在这个时候 陆七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父亲陆友光打来的 陆友光声信内向 一般都是老婆张美娟 给陆七打电话 他几乎没给女儿打过电话 陆七不由心里紧张起来 家里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他急忙接通电话 那头先是有了短暂的沉默 这沉默让陆七心中有些不安 急忙问道 爸 怎么了 是不是伪出什么事情了 你快 女儿 爸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弟弟的病好了 电话那头 陆友光似乎再三压制 自己激动的情绪 但声音还是带着几分颤抖 陆七却瞪大了眼睛 爸 你在胡什么 究竟怎么了 是不是伪 伪去世了 出这句话 陆七手中的电话 都差点掉落在地上 不是 是你弟真的好了 李轩给你弟治疗以后 你弟现在已经可以下地走路 这简直是神迹 这 陆七拿着电话 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如同做梦一样 感觉不真实 弟弟得的可是鼓癌啊 竟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好了 抱起朵朵 陆七也顾不得和白鸽他们告别 便急匆匆的向外面走去 他要回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另一边 周纪元和几名属下 发现了停在商场外面的劳斯莱斯 老板 就是那两劳斯莱斯 保镖指着不远处到 周纪元顿时激动起来 对属下吩咐道 快看看我的衣服得体吗 帮我整理一下 等一下 一定要给高人留下好印象 老板你的衣服很整洁 那保镖刚刚了一半 声音就戛然而止 只见李轩在黄江泰的陪同下走来 直接坐进了车里 同时 在劳斯莱斯启动以后 后面立刻又有七八辆轿车紧跟骑后 皆是隐位的成员 那是黄家老家主黄江泰 周纪元怀疑自己眼花了 又揉了揉眼睛 黄家老家主可是楚州的传奇人物 而周纪元 连黄家的现任家主黄本初都盼不上 旁边的保镖低声道 老板 我好像看到黄老家主在给那位高缺司机 周纪元点头 他又不瞎 自然也看到了 能让黄江泰亲自驾车 这位高人果然恐怖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和他搭上关系 周纪元暗暗下定决心 黄江泰驾驶着劳斯莱斯 李轩坐在后排闭目养神 而在劳斯莱斯后面 八辆黑色的轿车紧随其后 整齐的队形凭空给人一种肃杀之气 汽车一路驶出楚州城 往青州方向而去 三阳果发现的位置 就是在楚州和青州中间地带的大山当正 黄江泰也只是得到消息 并没有见到实物 前辈 三阳果是一群探险的旅友发现的 不过他们在周围遭受到了野兽的袭击 回来以后 把拍好的照片发到网上询问是什么职务 这才引起许多饶关注 来也巧 前辈刚刚要找三阳果 正好网上有了消息 李轩点头 这次找到三阳果以后 我会开炉炼丹 到时会给你留一颗丹药 服下以后 可助你踏入仙 听到这话 黄江泰激动的手都不由一斗 他只不于宗师巅峰已经很多年了 这些年一直闭关 就是为了寻找突破的契机 然而一直没有希望 随着年岁的舰长 几乎已经快要绝了念头 没想到李轩却能助他突破先 先啊 多少修炼者梦寐以求的境界 好好开车 李轩淡淡地道 黄江泰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点头 又前行了半个时 汽车已经到了楚州边界 只是速度突然慢了下来 李轩睁开眼睛 向前望去 只见路上设下了关卡 不允许通效 几名穿着黑衣 身上绣着猛虎图案的人 将所有前往的车辆全部拦下 猛虎卫 这是楚州总督府的兵马 按道理封路这种事情 归运输司来管 轮不到猛虎卫出手 前面是怎么回事 黄江泰将车窗摇下 问向一个刚刚去前面打探消息的司机 世山里面有战步演练 所有车辆不准进去 对方一脸不爽 那能绕路吗 黄江泰又问道 对方摇头 没用的 别的路口也被封了 我就是从别的路口过来 想到这里试试运气 看来这趟活是拉不成了 黄江泰回头对李轩道 既然猛虎卫出现 又封了路 很有可能是楚州总督 也看上了三阳果 能直接闯过去吗 李轩问道 那倒不需要 猛虎卫还不敢拦我的路 我让人上前命令他们 把路障挪开就笑 完 直接掏出电话吩咐道 让他们把路障移开 正要上车的司机 听到这话都傻眼了 要不要这么吓人 竟然猛虎卫的人不敢拦他们路 若非看对方开着劳斯莱斯 司机都忍不住想要直接嘲讽了 这些人以为有钱便无所不能 猛虎卫那可是总督府的兵马 等一下 怕是要吃憋了 那司机光当一声将车门关上 同时将窗户摇下 一副看热闹的表情 而此刻 一名尹卫队长来到前方拦路的队伍前 冷冷到 把路障挪开 猛虎卫的人一听 顿时有些怒了 你没有长眼睛吗 这可是总督府夏令峰的路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联系你的上司 三分钟后 若不让路 我们就直接杀出一条路来 尹卫队长完 将令牌收起 而那猛虎卫的人 看到对方如此霸道 虽然心中不满 但还是乖乖掏出电话拨了出去 当他将令牌上的事情汇报 很快脸色就变了 立刻指挥手下 快把路障挪开 让尹卫的车辆过去 这一幕 把等着看热闹的司机都看傻眼了 猛虎卫的人竟然真的主动让道 老子没看错吧 那可是总督府的人啊 劳斯莱斯和后面的八辆汽车 很快便通过了关卡 而在另一边 一辆黑色的轿车里 一个老者不由皱起了眉头 楚州黑金令 是尹卫的人 车里怕是坐着一位大人物 旁边一个少女则一脸好奇 爷爷 我们要不要跟过去看看 老者摇头 能让尹店出动最高级的黑金卫 亲自护送 我们可惹不起 晚安 老头闭上了眼睛 他很有自知之明 黄江泰虽幽居楚州 但势力却遍布三省七十二市 虎看整个江南之地 招惹他 那不是活逆位了吗 当然 他并不知道 那个驾车的司机 就是黄江泰 不然恐怕要惊掉下巴 汽车过了关卡 一路来到大山当政 因为再往里走 汽车便无法前行 只好下车徒步 根据消息 三阳谷应该就在前方 那个山谷里面 黄江泰指着前面道 只是话音刚落 路两边已经窜出 十几个人拦住去路 蒙虎卫三统领 凝落在里面办事 闲杂热请勿靠近 领头的蒙虎卫队长 直接拔刀出鞘 在地上划出一道横线 过此线者 死 只是话音刚落 李轩便已经迈步 跨过了横线 你找死 那队长没有想到 李轩竟如穿大 他怒吼一声 直接挥一刀砍向李轩 只是还没有临近 便感觉一股庞然大力袭来 紧接着被无形的气径 给撞飞出去 砸落在锦密院 连手中的刀也脱手而飞 钉在了旁边的树干上面 其他蒙虎卫的成员 纷纷动手 只是根本无法接近 李轩三米之内 便会被无形的力量推飞 而李轩如闲庭信部一般 向里面走去 无人能挡他的去路 这一刻 蒙虎卫的成员眼中 揭露出骇然之色 直到遇到高人了 即便连众隐卫成员 也都露出惊讶 他们并不曾见过李轩出手 现在才知道这个 让店主毕恭毕敬的年轻人 有多恐怖 从始至终 李轩都没有任何动作 蒙虎卫的人便被震飞 这是船中的真气外放 唯有禁忌强者 才有这样的手段 黄江泰则见怪不怪地 跟在李轩的身后 向里面走去 再没有一个蒙虎卫的人 敢出手阻拦 很快 李轩就出现在山谷之正 只见山谷之内有二十多人 除了蒙虎卫的成员以外 还有几名不明身份的舞者 应该也是为了三杨谷而来 其中一名中年饶衣服 与其他的蒙虎卫成员有所不同 胸前秀的乃是金色的蒙虎 正是蒙虎为三统领迎落 看到李轩走来 迎落立刻脸色沉下来 外面的蒙虎卫是干什么吃的 竟然让此人闯入山谷 话落 迎落向旁边的手下舌的眼色 立刻挤人拔刀出鞘 向李轩围去 这时 黄江泰出现 冷声道 三统领好大的威风 难道要与我引电开战 看到黄江泰以后 迎落脸色一变 急忙行礼 见过黄老家主 明面之上 楚州的掌权者是总督府 但真正知晓内幕的人都知道 楚州真正的主宰 是黄江泰的饮店 总督见了黄江泰 也要直晚被支离 更何况他一个统领 李先生是我黄江泰的上兵 怎么 你要动他 不敢 迎落急忙低头 蒙虎为的人纷纷收刀 周围几个舞者 也露出惊讶之色 而李轩的目光 已经望向百米处的一个山洞 准确来 是在洞口的那一株草药 草药上面 接着三颗红彤彤的果实 在迎风摆动 正是李轩要找的三洋果 想必你们也是为了三洋果而来 只是这东西 恐怕不能给你们 不过也不让你们白跑一趟 我饮店自会给你们一些补偿 黄江泰化十分的霸气 直接就宣布了三洋果的归属 让他们不要再动这个念头了 这 迎落脸上露出几分为难 怎么 你不乐意 黄江泰皱起了眉头 武道界强者为尊 黄江泰作为楚州之地的无冕之王 他即便是明着抢走 别人也不敢什么 他肯给补偿 已经是很讲道义了 更何况这才地宝 皆是无主之物 谁抢到就是谁的 迎落急忙摆手 我哪敢有意见 只是之所以这么久 都没人上去采摘三洋果 是因为在那洞穴之中 有一条凶猛守护 在你们来之前 有武者冲上去 结果请客间毙命 那凶猛展现的实力 很有可能达到了先进 迎落并没有胡 若无威胁 三洋果就在眼前 他们怎么会不去采摘 就是因为他们出现之时 亲眼目睹了 有人死在巨蟒之口 这才在旁边想办法 但凡才地宝 必有灵兽守护 黄江泰并不意外 只是让他意外的是 守护的灵兽 竟达到了先进 先级别的武者 速度一秒破百 更是体内诞生真气 无视枪炮 而凶兽之类身体破强悍 比人类武者 还要强上数倍 尤其是蟒蛇类的灵甲 防御更是堪称恐怖 难怪迎落等人不敢向前 即便是黄江泰上去 怕也只有宋才范 黄老家主 由此凶物守护 这三阳果怕是很难得到 不过先凶兽浑身是宝 若能调动大型的热武器 进行覆盖式打击 或许有望将其杀死 只是狂轰滥炸之下 三阳果必定损坏 迎落出了他的想法 这也是他不肯离去的原因 本来他可以独吞凶兽浑身的材料 但黄江泰来了 他只希望能够分一杯汤就效 黄江泰并没有话 而是询问的目光望向李轩 却见李轩直接迈步 向洞口的方向走去 迎落急忙道 不要接近 一旦靠近洞口三十米 立刻会惊动里面的凶猛 然而 李轩脚步却没有丝毫停顿 已经跨入三十米的范围之内 哄 下一刻 洞穴入口处 一股腥臭之气汹涌而出 紧接着一道巨大的黑影 从里面探出头来 硕大的舌头 一双眼睛有如红灯笼一样 光是半截身子就超过了十米长 十米长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三层楼高 这还只是他的一半身子 在这种庞然大物面前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自己的秒 在凶猛出现的那一刻 所有饶脸色皆是狂变 那硕大的舌头 更是透着一股凶残之气 让人心头发凉 几乎同一时间 几名舞者和猛虎卫的成员 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便连隐位成员也都身体紧绷起来 那大舌的舌头高高利起 身躯比水桶还粗 漆黑色的鳞片 透着一丝丝的寒意 树童阴森恐怖 正死死地盯着下方的李轩 新红的杏子不断地吞吐着 仿佛随时都要发动攻击 而李轩的脚步却并没有停下 直接走到三阳果的位置 然后蹲下身子去采摘三阳果 他真是疯了 猛虎卫三统领营落嘴里大骂 巨蟒出现 李轩不赶紧后撤 竟然还想去摘下三阳果 这不是找死吗 达到先进的巨蟒 即便是黄江泰这样的宗师巅峰 也挡不住他一击 除非他比黄江泰还要强 但楚州甚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年轻强者 达到华镜的仅有三人 而宗师镜更是一个没鹰 更别提比宗师镜还强的境界 更是不可能 盈洛只觉得心中无语至极 这巨蟒就是为了守护三阳果而存在 若是采摘三阳果 无疑会彻底的激怒他 到时 神都救不了他 那凶蟒看到李轩竟敢抢夺他的宝贝 也彻底的被激怒 血盆大口张开 锋利的牙齿 宛弱一排排力取 身体更如同一张满弓弦射出的长剑 迅雷一般向李轩攻击而来 这一幕 让场中所有人都忍不住发出惊呼 即便是深知李轩强悍的黄江泰 心也不由提了起来 就在这时 李轩缓缓地抬起头 手指弯曲 然后对着巨蟒轻轻一弹 咻 下一刻 一道气静从他的指尖弹出 瞬间凝聚呈现 细微地破空响起 许多人都没有看清楚怎么回事 就见巨蟒的躯体猛然间定格 然后脖子处像被神兵利器切开一样 蟒头垂直掉落下来 脖子处出现一个整齐光滑的伤口 紧接着鲜血喷射出 巨大的蟒身更是重重地砸落在地上 头颅虽然被斩断 还在不停地翻滚 鲜血到处飞溅 李轩将三羊草连根拔起 然后手掌弥漫出淡黄色的光芒 将三羊果包裹 手掌一翻 那三羊果变凭空消失 虽然归来之时 除戒指已被虚空破碎 但秀李乾坤这种神通 对李轩而言不过是随手而来 此刻周围已经变成一片死寂 都被眼前的荧幕所震撼了 银落更是结结巴巴道 弃静杀人 秒杀仙凶兽 这是禁忌强者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禁忌强者呀 那可是传中的人物 只在书上出现过 没有想到精进见到了活人 李轩则转过身来对黄江泰道 让人把这大家伙的尸体运回去 舍胆给我送来 其他的你自行处置 听到李轩的话 黄江泰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抱拳 是 紧接着就对手下的隐蔚成员 使了个眼色 有几个人立刻上去 将尸体围了起来 这么大的巨蟒 仅凭这些人是带不回去的 他们只是暂时看护而已 以防被别人夺走 不过他们的行为显然有些多余 见识了李轩的实力 哪还有人不开言敢抢夺蟒师 李轩却已经不在意现场的事情 一步迈出 整个身体瞬间变成幻影 紧接着如同穿梭了空间一般 又如缩地成寸 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这一幕让所有人感到惊骇 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手段 即便竞技强者也无法做到吧 难道是比竞技强者还要强的境界 即便隐畏众人亦都是目光呆色 而三统领凝落更是面色惨白 想到之前 自己竟然试图对李轩动手 这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若非黄江泰出现呵斥 恐怕自己现在早就脑袋和脖子分手快乐了 唯有黄江泰嘴角勾起 抱上李轩这条大腿 无疑是他这辈子 做的最英明的一个决定 这凶猛的尸体只是开始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好处 你们马上联络人将尸体运回去 黄江泰吩咐了一句 便急匆匆地向山谷外面赶去 直到黄江泰离开 盈落还呆立在那里 这个时候 在外面被李轩打扇队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向盈落请罪 三统领 刚才那个人很有可能是禁忌强者 我们拦不住他 让他闯了进来 话还没有完 就被盈落挥手打断 指了指被载掉投入的凶猛 刚才他一个弹指 便将凶猛斩杀 这么来 他真的是禁忌强者了 那队长倒吸一口凉气 谁知盈落摇头 恐怕比禁忌强者还强 什么 队长顿时愣在连场 比禁忌强者还强 那是什么存在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而另一边 陆七带着朵朵回到家里的时候 看到正在院子里溜达的弟弟 整个人都被惊呆了 半个时以后 他们乘车来到市里治疗肿瘤最好的一家医院 等检查数据出来以后 一家人更是瞪大了眼睛 陆伟身上的骨肿瘤竟然完全消失了 除了身体虚弱一点以外 和正常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这一下 一家四口全部激动起来 当他们陆伟曾经得过骨癌 更是直接被医生给轰了出去 根本不相信 而陆七在返回去的途中 脑海之中一直闪烁着李轩的身影 他的身上简直有太多谜团了 而就在李轩斩杀凶猛的时候 楚州城靠近海边的一栋大别墅里 一名医生正在帮田军治疗伤口 而在大厅边缘 站着一排身穿黑色西装 神情肃穆的保镖 大厅的中央 一个戴着金丝边框眼镜 头发微白 气度非凡的男人 则脸色凝重的坐在那里 他正是田军的父亲田文雍 田家虽然不是楚州顶级的家族 但也可以排进前三十 尤其田文雍此人很有手腕 从一个混子一路崛起 建立了偌大的田家 在田文雍的下方 则是田文雍的一众下属 这些人虽然名义上 在田家的公司里担任高管 但其实不过是一群 穿着西服的流氓 田文雍的儿子在楚州 谁不给三分面子 现在竟然被拧断手腕 这样的情况 立刻惊动了田文雍手下所有人 这个时候 坐在左手边的一个男子开口了 老大 听君和那几个保安的讲述 商君的人实力不可去 而且敢指名道姓 让田家拿三百万上门赔罪 背景怕是不一般 老徐 你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难道择的伤就白受了 旁边一个大汉不满的吼道 我什么时候不报仇了 我只是一定要心意显 徐姓中年人气呼呼地道 好了 这个时候 田文雍开口 双方才安静下来 老徐没错 明知我田家的名头 还敢放出这样的狠话 不能是 不过我儿子的仇不能不报 让我田家上门赔罪 更是荒谬 他既然让我们三日后上门赔罪 那我们就三日后去 不过不是去赔罪 而是去要他的命 晚安 田文雍站起身来 你们照顾好君 我出去一趟 银沙帮的宁老五欠我个人情 本来我不想动用这层关系 但现在为了保险起见 却是不得不动用了 听到宁老五三个字 连刚才有些担忧的老徐眉头 也舒展开来 银沙帮帮主 据传他可不是普通的舞者 而是半个修炼者 回去的途中 黄江泰开着车 想着李轩离开时展露的手段 心头仍然起伏不定 原本以为李轩是竞技强者 可现在看来 李轩竟是比竞技强者还强的存在 这次黄家真是壮大运了 能抱上这样的大粗腿 而李轩正在后排闭目养神 这次得到三阳果 回去以后便可以炼制丹药了 黄江泰 不知楚州何处有炼制丹药的丹炉 李轩开口问道 以他的手段 即便一个破瓦罐 也能炼制出神丹 但有丹炉自然是最好 前辈要炼丹 我饮店当中就有炼丹房 还有一个玄铁打造的丹炉 可供前辈使用 玄铁炉吗 李轩轻轻的皱眉 但是地球之上有个玄铁炉也算不错了 现在带我前去 是 黄江泰点头 汽车直接调转方向来到了黄家宅子 黄家作为楚州真正的主宰 七红的大门正外气派 汽车长驱直入 在院子里面停下 黄江泰亲自给李轩开车门 这一幕让周围许多黄家站党的保镖 都不由神情震动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走来 爸 听您回来了 晚 目光就看到站在旁边的李轩 正在疑惑 这是何许人也 就听黄江泰介绍道 这位是李前辈 听到前辈二字 黄本初顿时身躯一阵 急忙低头行礼 直黄本初 见过前辈 要黄本初和李轩父母属于一辈 现在居然自称为职 让李轩感觉有些怪异 不过想了想 也就不在意这些细节 对黄江泰道 领路吧 是 黄江泰急忙点头 向前方走去 而黄本初则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 悄悄地打量着李轩的背影 关于老爹 棒上一名禁忌强者的事情 黄本初早就得知消息 但禁忌强者这么年轻 还是让他没有想到的 三人一起来到黄家后院的假山处 只见黄江泰手指在石头上轻轻拧动 顿时一扇大门便缓缓打开 露出一个笔直通向地下的通道 踏入通道的刹那 一股药香味涌入鼻症 黄江泰解释道 黄家的炼丹是 在地下六百米之处 那里有一条地下火脉 正是炼丹的绝佳之地 随着走入里面 一股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来来往往有许多人在忙碌着 各种各样的药材 不断地进行挑选 李轩神识一扫便知道 这地下世界有五个炼丹的时事 每个时事里 分别有一个炼丹炉 最里面丹士的炼丹炉最大 品质也最高 黄江泰解释道 炼丹的失败率太高 即便是五个丹炉昼夜不停地炼制 出丹率也低得可怜 远远不够引电众多高手修炼 李轩点头 不用黄江泰 其实他也看出来了 这些炼丹师的手法 恐怕连那些丹宗的学徒 都不如成功率能高才怪 不过这里有一处地下火脉 是李轩没有想到的 地下火脉不只能用来炼丹 还可以用来修炼 李轩来到中央的位置 那里有一口井 只是井里却不是水 而是火红的岩浆 当接近那火井之处 温度更是高到极点 仿佛要把人烤熟一样 就在这时 火井当中一道火焰猛然喷涌出 带着恐怖的热浪 如同一条火龙 见到这一幕 无论是那些工作人员 还是黄江泰父子 剧都脸色一变 急忙向后退去 火焰温度高得吓人 即便是修炼者 也承受不住 黄本出更是惊呼到 前辈心 然而李轩脸上却毫无波动 在火焰快要接近身体的时候 才抬起白皙的手掌 一瞬间 火焰变成了温顺的猫咪 不止在李轩的身前停下 而且随着李轩的手掌起伏 火焰也不断跳动 李轩如同火中帝王一般 所有的火焰都要听从他的号令 这一幕震惊了周围的众人 也震惊了黄本出 李轩手指之间操纵着火焰 这个地方有一处火脉 这让他非常的高兴 李轩修炼的法术当中 就有很多火系的功法 若在促修炼 无异于如虎添翼 很快随着他手势的下压 火焰便全部回到火井之正 这种操纵之法 早已经让周围的人大了眼睛 之前黄本出听父亲 抱上了一名禁忌强者的大腿 谁也没有见过 但见到了这一幕 才知道皇家得到了怎样的机缘 那足以将钢铁融为铁水的火焰 竟完全听从李轩的指挥 宛若神灵 前辈 这地下世界共有五个炼丹士 其中品质最高的玄铁炉 在最里面的丹士当正 黄江泰因为已经见识过李轩的手段 所以倒没有其他人那么惊诧 率先反应过来 李轩点头 然后静止向里面走去 如果其他几个丹士的时候 里面的炼丹师都好奇地望向李轩 他们并不知道 刚才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听到一阵喧闹之声 李轩脚步不停 来到最里面的丹士门口 黄江泰上前将门打开 里面有一名穿着白袍的老者 先锋倒鼓 看见黄江泰以后 也只是微微地点灵头 并不向其他的饮店成员 见到黄江泰要行礼 黄江泰介绍道 这位是陈老 陈老是我饮店里最厉害的炼丹师 饮店的高品质丹药 几乎全部出自陈老之手 炼丹师稀缺 能练出高品质丹药的炼丹师 更是万中无一 难怪对方地位这么高 恐怕整个饮店都要把对方供起来 李轩点头 然后就直接向丹士里面走去 这让陈老有些猛了 疑惑地看向黄江泰 店主 黄江泰解释道 李前辈要用这个丹炉炼丹 他这么年轻会炼丹 陈老不由惊讶到 也不怪他有这样的反应 毕竟炼丹知道博大精深 即便是陈老自己 也是在四十岁才开始登堂入室 李轩看上去太年轻了 李前辈神通广大 自然是会炼丹的 黄江泰道 其实心里也没谱 毕竟即便是竞技强者 也不代表就会炼丹啊 陈老点灵头 没有话 不过也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而是好奇地在旁边观看起来 就见李轩将这次炼丹的材料取了出来 除了一堆辅助药材以外 参王以及三阳果拿出来的瞬间 陈老眼睛都直了 作为炼丹师 自然知道这两味药的非同寻常 那人参到也罢了 三阳果可是堪称灵药 终于 陈老忍不住开口道 活子 你炼丹的这些材料 珍贵异常 要不要老夫帮你炼制 作为一名资深的炼丹师 他炼了半辈子丹药 但一直没有机会 炼制这么珍贵的材料 现在不禁手痒起来 谁知李轩却直接摇头 用不着 我要的丹药你 炼制不出来 听到这话 黄江泰 黄本初父子二人 也感觉有些尴尬起来 李轩这话 也太不客气了吧 陈老的脸 更是直接黑了下来 他作为影店 唯一的高级炼丹师 放眼整个江南省 炼丹之数 能超过自己的 都找不出一个 现在竟然被人瞧 自己炼制不出来 这简直 让他无法容忍 他胡子都抖动起来 你竟然敢看不起老夫 你倒是你要炼的是什么丹药 老夫都炼制不出的丹药 难道你一个 毛头子能炼制出来 我看你只会浪费 这么好的材料 陈老虽然愤怒 但更心疼这些炼药的材料 那可都是宝贝啊 你所谓的高级丹药 在我眼中连药渣都不如 等一下 你就站在旁边瞧好了 作为一名炼丹师 能观摩我炼丹 是你的荣幸 李轩淡淡地道 陈老听到这话 更是气得蹊跷生烟 好狂的口气 现在年轻人越来越狂了 黄江太害怕陈老得罪李轩 急忙拉了拉陈老的衣袖 低声道 李前辈是大人物 你就少一句吧 这陈老虽然脾气不大好 有些高 但也不是傻 看到黄江太多这么了 他也只好把火气压了下去 双手环胸站在那里 显然打定主意 要看看眼前这次怎么出丑 若是对方浪费了这么好的材料 他正好出言奚落 而李轩则根本没空顾及他的感受 直接把炼丹的材料 扔进丹炉里面 这样的一幕 陈老更是心疼的滴血 炼丹放置材料的顺序 也有很大的讲究 这次全部扔进去 以为东北大乱顿呢 爆田雾 爆田雾啊 陈老的心里面 已经把李轩骂了个狗血淋头 就在这时 只见李轩手指 对着火炉之下轻轻一指 下一刻 原本盖在引火通道上面的石盖 竟轰隆一声挪开 里面的火焰便喷涌而出 这石盖要压至下面的地火 重达千斤 平时要五六个人才能挪开 李轩这一手 让陈老也不由露出一丝惊奇 知道眼前的青年绝非常人 不过还是嘴里嘟囔道 这火盖不能完全打开 否则火焰全部涌出 温度根本无法控制 这字狗屁都不懂 白白浪费着等好材料 此刻 李轩已经开始炼制 熊熊烈火 随着他的手势涌动 只见李轩手指每次指下 必有一处火焰 如同听到将领的士兵一般 准确地出现在一个方位 李轩连着指挥 熬火焰形成一个八卦图案 随后开始有规律地旋转起来 同时 从通道当中涌出的火焰 也自动分成八股 融入到熬火焰当中 颇为壮观 火焰升腾 屋子里的温度也骤然升高 很快 整个丹炉都被烧得通红起来 里面的药材 也在火焰之下开始融化 陈老神情有些复杂 这种手段 他简直闻所未闻 不过他心中 还是保持着一丝质疑 听厉害的修炼者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但并不代表 他们就会炼丹 李轩手指捏印 开始掐动法掘 在指尖出现一道淡淡的光滑 突然 他对着丹炉一指 顿时里面的丹药 全部悬浮起来 火焰的温度再次提升 使得整个屋子都是一片通红 随着火焰的灼烧 里面一丝丝的药材 肉眼可见的 开始融化成枝叶 慢慢地融合在一起 而此时 李轩突然大声道 众火听令 宁丹 声音落下的刹那 火焰突然炸链 通道之中火焰如同一条火龙 将整个丹炉包裹 同一时间 丹炉里面丹药快速地成形 在丹炉的上方 更是浮现真龙 仙皇 玄武 朱雀四种异象 这一幕让皇江太父子和陈老 彻底地呆住了 这是陈丹异象 陈老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丹炉的上方 眼中充满了惊骇 炼丹还没有成功 就出现了异象 难道是传宗的神级丹药 而且这种炼丹手法 简直闻所未闻 让自己大开眼界 陈老的心在狠狠地震战 这一刻 他彻底地服气了 自己竟然能见到这种炼丹手法 不枉此生 此刻 随着火焰的生腾 里面的丹药 终于快要成型 甚至已经有药箱飘了出来 只闻一口 就让人灵魂都要升华 李轩站在丹炉之前 静静地等待 到了这一步 已经不需要他去做什么了 火焰包裹着丹炉不断地汹涌 药箱也越来越浓郁 给人一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此刻 陈老声音已经颤抖起来 光闻一口 就有如此感觉 触若成 简直惊动地 恐怕丹道祖师复生 也不过如此 这样神奇的炼丹之术 丹炉前 李轩手势一指 那地火便开始缓缓退去 下一刻 丹炉的盖子 猛然被里面的气体顶开 黄澄澄的丹药 浮现在众人面前 浓郁的药箱 更是让人感觉 要平地飞升一般 与此同时 一道光柱从丹炉之上升起 竟直接穿透了厚厚的地层 出现在皇家的上空 真龙 仙皇 玄武 朱雀 四种异象凌空翱翔 丹城啊 这一刻 不只是地下世界的众人 即便连整个楚州城 都看到了异象 甚至整个江南之地 所有的强者都有了感应 一座山峰之上 一名不一老者 凝望着楚州的方向 眼神之中净是震撼 这是承担异象 有神丹问世了 怎么可能 不一老者语气里充斥着 不可置信之福 神级炼丹师 放眼整个龙国 都找不出一位 怎么会出现在楚州 另一处 一名穿着道袍的道士 更是划破指尖补了一挂 只是下一刻 一口鲜血就从嘴里吐出 眼中净是骇然 炼丹之人竟不可推测 除非他不在此方道之内 与此同时 其他一些影视不出的老怪物 都纷纷被惊动 皇家弟弟事件 李轩首饰一台 便由五颗丹药飞了出来 凭空服在他的身前 这五颗丹药上面 皆有仙道文 真的是神级丹药 旁边陈老激动得快要窒息 即便连皇江泰父子二人 也是直勾勾地盯着 李轩手中的丹药 神级丹药 那可是传中的东西 服下一枚 对于修炼者而言 功效太大了 不过丹药虽然诱人 皇家父子 却不敢动什么歪心子 李轩这样的存在 敢打他丹药的主意 那纯属找死 此刻就见李轩手指一指 一枚丹药 便飞到了皇江泰的面前 这几日 你为我办事尽心竭力 此枚丹药便赐给你 有处辅助 你实力必定会突破到更高境界 听到这话 皇江泰顿时激动地双手颤抖 就要给李轩跪下 却被无形的力量拖住 跪不下去 不用多礼 手好就是 谢前辈 皇江泰郑重其事地 将丹药捧在手上 闻一口 脸上露出陶醉之色 即便旁边 他的儿子黄本初 都露出羡慕之色 而此刻 李轩看着手中 剩下的四颗丹药 自语道 陆其为我照顾女儿 丹药该有他一颗 至于剩下的三枚 一颗给我女儿躲躲 听到这话 皇江泰几人 顿时都竖起了耳朵 目前为止 还剩下两颗丹药 不知道 李轩会赐给什么人 什么人有这样的福气 就听李轩道 第二颗留给朵朵 第三颗也留给朵朵 皇江泰等人在旁边听着 心中暗自付费 什么人吗 你直接两颗丹药 都给你女儿就是 为何还要三遍 就好像谁没有女儿似的 不过这话 也只敢心里想想 可不敢出口 李轩手掌一番 两颗丹药 便被他收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皇本初和陈老 几乎同时开口道 药渣能不能给我 就见两人都 露出了炙热之色 丹炉里面有不少 黑乎乎的东西 那就是 炼丹剩下的药渣 对于李轩而言 那些药渣 自然就是没用的垃圾 但那可是神级丹药的药渣呀 对于皇本初等人来 同样是宝贝 随你们处置吧 晚安 李轩就不再搭理他们 而是直接转身 向外面走去 隐约听到丹石里面 传来陈老聚里力争的声音 虽然你是少殿主 但你也不能全霸占了 总该分我一点吧 李轩离开皇家 便直接回到自己的别墅 陆七刚刚把朵朵哄睡着 想着半个时间 弟弟在医院的检查 感觉如同做梦一样 当看到李轩以后 竟直接要给李轩跪下 李轩 谢谢你救了我弟弟 只是却发现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拖着他 他的膝盖根本无法弯下 这一刻 心中充满了震惊 李轩是神仙吗 李轩笑道 你为我照顾朵朵三年 我还没有报答你 治疗尾的病 对于我来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这 李轩手掌一番 便出现一枚丹药 丹药出现 一股药香 便迅速弥漫整个屋子里 陆七感觉整个人 都要飘起来一样 什么味道 好香啊 陆七脸上露出陶醉之色 而李轩则将丹药递给他 把这个服下 对你有好处 这是给我的 陆七有些不敢接 哪怕不懂丹药是什么 但刚刚闻一口 就有一种平地生鲜的感觉 也知道这东西不一般 还是留给朵朵吃吧 陆七急忙摆手 不敢接受 朵朵还应 李轩不由分地 将丹药塞在了他的手上 而后 走到刚刚睡着的朵朵面前 此刻 朵朵均匀地呼吸着 长长的睫毛轻轻地颤动 和洋娃娃似的 李轩看着熟睡中的女儿 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他拿出一枚丹药 放入女儿的嘴里 那丹药入嘴疾化 融入到朵朵的身体里面 迷迷糊糊中 朵朵巴唧着嘴 好香啊 他还舔了舔嘴唇 像是一只馋猫 而李轩将手放在他的后背之上 助他睡去 并帮他将融入体内的丹药之力炼化 很快 朵朵又陷入了熟睡 而此刻 陆七拿着手里的丹药 只觉得诱人无比 终于忍不住放到嘴里 刚入口便化开 顺着喉咙流入身体 一瞬间 他忍不住轻哼起来 嗯好舒服 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美妙了 只是当他回过神来以后 就看到李轩正表情怪异地看着他 顿时陆七娇言飞红 自己怎么能在李轩面前 发出如此羞耻的声音呢 丢死人了 陆七被李轩的目光 盯得浑身不自在 急忙转移话题 李轩 我爸妈这个周日 想请你到我家里做客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到这里 陆七语气有些忐忑 毕竟李轩已经不是曾经那个李轩了 如今的李轩 连黄江泰那样的大人物 都要恭恭敬敬敬 更有一身腻的本领 未必愿意到陆家做客 但李轩治好了陆伟的病 陆家真的很想感谢他 好啊 谁知李轩却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不知道叔叔和阿姨喜欢什么东西 到时候我带点过去 听到李轩的话 陆七急忙摆手 你治好了伟的病 已经是我家的恩人 哪能还让你破费 李轩没有多言 而是指了指卫生间的方向 陆七 我建议你现在照照镜子 照镜子 陆七一头雾水 不明白李轩是什么意思 嘟囔道 难道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 想着 陆七一眼来到卫生间 只是当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顿时整个人都呆地当场 以前的陆七 虽然长得很漂亮 但肌肤却没有这么好过 此刻镜子里那个美丽的人 陆七都怀疑是不是自己 肌肤吹弹可破 如包了皮的熟鸡蛋一般 难道是因为那丹药 这下陆七彻底的震惊了 几分钟后 他来到客厅 见李轩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不由问道 你给我的丹药一定很贵重吧 不贵重 以后还会有很多的 李轩道 但这话听在陆七的耳中 认为李轩怕他拿了贵重的东西不安心 而故意这么 心中生起一丝暖流 没有想到 这李轩竟然还是个暖魔 对了李轩 明朵朵就要开学了 就在三公里外的陈希幼儿园 一会我把老师的微信推给你 到这里 陆七又想起一件事情 不过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在有些日子 就是七月十五了 他想提醒李轩 也该去祭奠一下他的父母 不过担心 引起李轩的伤心回忆 最终还是没有出口 五年前 李家破产 李轩的父母 承受不了破产的打击自杀 一把火把整栋别墅烧成了灰烬 李家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孟清浅才坚持要嫁给李轩 是在李轩最低谷的时候 他要陪着李轩 对于这一点 陆七也很佩服自己的闺蜜 因为很有少有人能做到 不过李轩父母自杀之事 他其实这些年 还听到不少传言 是李轩父母 未必是自杀 很有可能是被人杀死后 纵火焚尸 当然关于李家破产的各种消息 在楚州不下于百条 真真假假 谁也不清楚 包括李轩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 更别提示别人 陆七走的时候 将一个微信推给了李轩 不过李轩添加好友以后 对方却一直没有通过 第二一早 朵朵揉着心松的睡眼起来 就闻到一阵饭材香味 当他来到大厅 果然餐桌上面 已经做好了美味的早餐 朵朵的大眼睛 一瞬间就亮了起来 用完可爱的娃娃声音响起 爸爸 好香啊 李轩嘴角勾了勾 知道这家伙的蝉虫被勾了起来 道 快点洗脸刷牙 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 嗯嗯 朵朵用力地点头 然后便跑向洗脸池 将凳子放在洗脸池下 站在凳子上打开水龙头 李轩将围巾解下走过去 宠溺地揉了揉他的脑袋 爸爸帮你吧 朵朵乖巧地点灵头 吃过早饭 把左买的新衣服给朵朵穿上 因为第一次扎辫子一塌糊涂 所以李轩专门往上学了一下 这一次果真有了翻地覆的变化 乱蓬蓬的头发很快被洗好吹干 一个完美的发型便已经砸好了 再加上洗干净的脸 粉嘟嘟的已经是活脱脱的公主模样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朵朵也满意地勾起了嘴角 爸爸好吧 这点起脚尖在李轩的脸上亲了一口 吃过早餐以后 李轩就抱着女儿来到了幼儿园 快到幼儿园的时候 朵朵主动要求李轩把她放下来 牵着李轩的手蹦蹦跳跳地走在旁边 妈妈快看 那是李朵吗 幼儿园门口 迎面来的女孩用力地摇晃妈妈的手臂 瞪大了眼睛 女人转头 脸上也是一愣 真的有点像 因为此刻的朵朵 无论肌肤还是状态 完全像是一个仙女一样 她不敢确认 王威站在幼儿园的门口 每个路过的朋友都和她打招呼 老师好 老师早上好 王威笑容满面的挥手 突然听到自己班里的学生看到了朵朵 下意识地转头望去 一瞬间 美眸瞪得大大的 娇艳的红唇也是微微张开 这才多长时间没见 朵朵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 简直可爱爆了 旁边也传来一阵惊呼声 那是三班的李朵吗 有点不敢认啊 这也太可爱了吧 像童话里的公主 许多家长都窃窃私欲起来 这时 回过神来的王威 注意到了朵朵旁边的李轩 眉头微微皱起 王老师 你好 我是朵朵的爸爸 李轩主动伸出手 不过王威却并没有与她握手的意思 而是脸色瞬间转了 作为朵朵的老师自然知道朵朵的事情 平日里在班里 她也会很关照朵朵 在她印象中 朵朵的父亲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抛弃弃女 一消失就是五年的时间 现在怎么突然跑回来了 看到老师的这种举动 李轩并不闹 泰然自若地将手收了回去 朵朵冲李轩白手 蹦蹦跳跳地向幼儿园走去 朵朵就麻烦老师了 李轩道 等到幼儿园的门关上才离开 而幼儿园里 王威将朵朵叫到跟前 朵朵 早上那个真的是你爸爸吗 嗯 他是爸爸 爸爸刚回来 那朵朵的爸爸现在做什么工作 这个 爸爸好像没有工作 听到这话 王威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果然 狗改不了吃屎 该不会一个大男人 也要露气养着吧 他眼中的厌恶更深了 李轩离开幼儿园以后 并没有回家 而是开车来到了 位于楚州城外的西郊陵园 西郊陵园 是楚州最大的陵园 背靠着连绵大山 一块墓地就要三十多万 普通的百姓都埋不起这种地方 当时李家破产 父母自焚 李轩根本拿不出钱 还是靠孟清浅拿他的私房钱 办理的后事 走到陵园门口 保安立刻站出来询问道 你是什么人 不过当看到李轩 停在那里的那辆劳斯莱斯 顿时便客气了许多 李轩从车里 拿出一条中华人给保安 保安更是笑容满面 也不问去祭奠谁 立刻就把门给打开 李轩徒步走入牧场 一座座墓碑 死气沉沉 来到西南的角落里 终于看到了父母的墓碑 他看到父母墓周边很干净 似乎经常有人打扫 李家当年破产 树倒狐村散 连曾经许多父母的至交好友 都躲得远远的 亲戚们更是避李轩如瘟疫 究竟是谁在帮忙打扫父母墓碑 难道适宜 李轩的母亲 有一个金兰姐妹 名叫叶清雪 与李家关系极好 时候对李轩也是疼爱有加 只是李家破产 李轩父母自焚而亡以后 叶清雪却再也不曾出现 这让李轩不得不怀疑 叶清雪和其他人一样 是个势力人 故意躲着李轩 虽然李轩心底深处 不愿意相信 疼爱自己的仪是那种人 李轩站在墓碑前 看着上面李北武 顾玉蓉两个名字 以及上面的相片 心口有些脚痛 扑通 他跪在墓碑之前 泪水再也忍不住夺况而出 当年李家鼎盛之时 家财万贯 而李轩深受父母溺爱 无论李轩做多少荒唐之事 父母都极尽包容 而李轩从不管家里的事情 直到父母自焚而亡 李轩才知道家族破产的消息 父母对他的保护 虽然有太多溺爱 但爱却真真实实 想到当初从废墟里 逃出已经烧焦的父母尸体 李轩身体都站立起来 过了许久 就在李轩沉浸在悲痛之中 无法自拔之时 一道惊讶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是什么人 李轩转头 只见一个苍老的身影 正站在不远处 死死地盯着李轩 你是康伯 康伯是李家的管家 当年意气风发 可现在却如风竹残年一般 满头白发 满脸的皱纹 身体单薄 而且他的腿也瘸了 你是少爷 康伯也认出了李轩 顿时一瘸一拐地向李轩走来 少爷真的是你 你回来了 是的 我回来了 李轩顿时知道 为何父母沐这么干净 看康伯手里的扫把就知道 是他经常来打扫 康伯 谢谢你 李轩由衷地道 当年老爷对我极好 我也无法为老爷做别的 只能定时来看看老爷夫人 康伯苦笑了一声 双手握住李轩的手 少爷你回来真的太好了 这五年 五年了 我以为你 康伯到这里并没有往下 以为我死了 对吗 李轩笑了笑 我只是去了一个神奇的地方而已 少爷 你回来真的太好了 你到我家吧 我有几样东西 要给你 都是夫人留下的 当年李家破产 我也出了一些事情 东西没来得及给你 妈妈留给自己的 听到这话 李轩急忙点头 两人走出陵园 保安立刻热情地把门打开 并冲李轩挥手 康伯露出疑惑之色 这个保安可是个势利眼 每次我来都少不了 被他一顿白眼 为何对少爷这么热情 应该是因为 这辆劳斯来斯吧 李轩将车门打开 康伯顿时惊讶道 少爷 这车是你的 是啊 康伯快上车吧 康伯浑身一颤 热泪都流了下来 少爷出去了 来到康伯的家里 康伯住在一个破旧的区里面 房子大概只有六十多坪的样子 里面的家具都很老了 屋子里一个青年正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抽烟 当看到李轩以后 不由问道 爸 这是谁啊 这是李家少爷 康伯道 听到这话 那青年却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是李家的人 爸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 当时你在医院里抢救了三个多月 才捡回一条命 你怎么还敢招惹李家的人 青年急了 康伯瞪老儿子一眼 严厉道 不要胡 再敢瞎 信不信我抽你 这 转过头来的李轩道 少爷 我家子就喜欢胡奥 你不要在意 快坐 我这就去给你倒茶 李轩却从康阳的话里听出了什么 郑重其事地问道 康伯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年李家破产是不是另有隐情 以他的眼光 自然能看出康伯身上骨骼受了多处伤 看来应该就是康阳口中的那件事情 听到李轩这么一问 康伯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少爷别多想 能有什么隐情 康伯立马矢口否认 想到当年发生在李家别墅的事情 他就感到灵魂的占领 当初若不是他机灵就不止是断一条腿 而是随李家主子一起死去了 对李家下手的那些人实在太恐怖了 一个个仿若鬼神一般 拥有匪夷所思的能力 绝对不能让李轩知道 否则别为家人报仇 连李轩的命也要大伤 康伯不要瞒我了 而且你就算瞒我 我也会查清楚的 李轩声音中带着寒气 康伯摇了摇头 没用的 你报不了仇的 那些人不是普通人 果然 康伯 你就放心好了 即便是龙国皇室 也要付出代价 听到这话 旁边的康阳忍不住就冷笑出声 这位少爷 口气可真狂啊 康伯感受到李轩的决心 最终叹了一口气 其实你的父母并不是自焚 而是被人杀死的 这话出口 李轩身体都不由颤抖了一下 一股掏的杀气 从他的身上弥漫出 整个屋子的温度都降到冰点 谁害死偶的父母 这一刻 从李轩身上释放出来的气息太过恐怖 以至于康伯父子二人都不由哆嗦起来 不过很快 李轩就将气息收敛 这让康阳一脸的茫然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突然就变冷了 而康伯已经开口 在李家出事的那晚上 我有一些账目上的问题 去找家主商讨 谁知道 刚刚走到三楼家主书房的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家主求饶的声音 当时的门并没有关闫 我从缝隙看到一道冷漠的身影 他不止一脚将家主揣在地上 而且还直接杀死了家主 夫人愤怒地冲向那个男人 却被无情地扭断脖子 当时的我吓坏了 躲到了三楼的储物间里 瑟瑟发抖 透过储物间的窗户 刚好可以看到 那几个黑衣人离去的方向 他们竟然从三楼直接飞了下去 而且一个男人手上 竟然凭空生出火焰 将整栋别墅点燃 火势蔓延 情急之下 我从三楼跳下 掉入草丛里面 这条腿也是那时摔断的 你可记住那个饶模样 李轩声音冰冷地问道 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杀意 父母既然被人所杀 他一定要把对方找出来 碎尸万段 康伯摇头 当时太过慌乱 我也记不清楚 不过 我隐约听到有人 称呼其中一人为王了 好 康伯 谢谢你了 康伯一拳一拐地到里面 拿出一个首饰海 这是夫人再出事前一交给我的 让我过一段时间后 再转交给少爷 当时我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跳下楼以后 我在医院抢救三个月才活命 又住院大半年 等我出院的时候 少爷已经消失了 李轩接过盒子 打开 里面是许多首饰 以及一张银行卡 在卡的背面写着密码 正是李轩的生日 这是妈妈留给自己的 她自知李家出事 这是留给自己 用来活命的钱 李轩瞬间握紧了拳头 看来父母早就知道 有人要杀他们 他们却根本不敢逃离 更不敢报案 究竟是什么势力 能让父母如此恐惧 甚至只能乖乖等死 能够凭空生出火焰 应该是修炼者无疑 只是不管是 什么组织 我都要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杀我李轩父母 神都救不了他们 康伯 我改再来看你 并帮你治疗腿伤 李轩完 直接离开了康家 今日他心中杀意太盛 根本没有心情为康伯治伤 李轩走后 康阳忍不住道 爸 李家少爷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他为你治疗腿伤 你的腿都断了多少年了 闭嘴 康伯冷冷地打断儿子的话 少爷这么 也是出于好心 李家虽然没了 他依然是我的少爷 你也要对他尊敬一些 再让我听到你少爷的坏话 信我抽你 离开康家 李轩便出现在皇家 皇江泰急忙出来迎接 当看到李轩那煞气冲销的模样 心头不由的一颤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让李轩如此圣怒 立马动用你手下的全部能量 包括那日在星桥上 迎接我的其他27个修炼势力 给我寻找一个名叫王朗的修炼者 哪怕绝地三尺 也要给我把他找出来 谁先找到 我助他突破先 李轩一字一句 皇江泰只觉得 头皮都要炸裂了 突破先要知道宗师境巅峰的他 已经是楚州地区的无冕之王 真正的主宰 先进 那已经是屹立于金字塔最上层的存在 现在李轩已突破先为奖励 这个恐怕会让楚州那些修炼者疯狂 这可真是大手笔 那个叫王朗的修炼者完蛋了 他就算躲到老鼠洞里 也会被挖出来 很快皇江泰就把其他27个修炼者都聚集起来 确认他们手下没有叫王朗的修炼者以后 宣布了李轩的命令 顿时 27人全部都沸腾了 尤其是当皇江泰拿出一枚神迹丹药 是李轩赐给他的以后 这些人都变得疯狂起来 顾家家主顾莫言 王家家主王寿 无影门万俊 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大人物纷纷现身 整个楚州无数势力都战战兢兢 即便连整个江南地区都关注到了楚州的动静 纷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能惊动这么多修炼势力 皇江泰的饮店更是到六扇门 把楚州城里姓王男子的档案都调了出来 祖宗十八代都查了个遍 而交代完以后 李轩收敛了杀意 来到幼儿园该接女儿放学了 幼儿园门口 王威把朵朵交到李轩的手上 朵朵爸爸 你女儿很聪明很可爱 他把你当成英雄 希望你能做他的好榜样 不要让女儿失望 王威语重心长的道 好的 谢谢王老师 李轩拉着朵朵的手离开 朵朵回头冲王威摆手 老师再见 回到家里 朵朵便把他的书包打开 拿出一张画纸 爸爸 老师进步着家庭作业了 让每个朋友和父母合作 完成一幅画 朵朵想画两只老虎 爸爸和朵朵一起画好吗 好啊 李轩一身的杀意 在看到女儿以后 变化为满目的宠爱 朵朵画老虎 爸爸画大老虎 折 朵朵拿起彩笔 在上面画了一只老虎的图案 虎头虎脑 别 还真有些像呢 爸爸 该你画了 好 李轩学着朵朵的样子 画了一只大老虎上去 爸爸画的老虎真好看 朵朵拿起纸张 活了一样 这老虎还会眨眼呢 李轩闻言 只是淡淡的一笑 虽然只是胡乱涂鸦 但既然出自他之手 自然被赋予了一些灵性 朵朵在客厅里玩耍 而李轩去帮他准备晚饭 晚上七点 吃过晚饭后 朵朵正在看东方片 而李轩却不由目光望向门口 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 虽然别墅有门铃 但门铃的声音太响 隐蔚的成员不敢惊扰到李轩 所以选择轻轻地扣门 将门打开 李轩冷冷地问道 是关于王朗的调查 有了线索吗 虽然只是平淡的话语 但却带着强大的威严 老虎哪怕是打短的时候 虎威犹在 现在隐蔚都知道 李轩有多恐怖了 那名隐蔚成员 在李轩的目光之下 头上不知不觉就有了冷汗 感到窒息 他急忙道 店主让我来向您汇报 的确已经有了线索 那人应该在姑苏 很快就能锁定他的位置 李轩回头看了一眼 正聚精会神看电视的女儿 道 你进来陪我女儿玩游戏 我去见黄江泰 是 隐蔚之人急忙点头 很快 李轩就见到了黄江泰 前辈 那个王朗的身份已经查明 是一个修炼世家之主 现居住在姑苏区 此人在当地十分的有名 我们排查过江南地区的修炼者以后 很容易就锁定了此人 各大世家如此搜寻 不会打草惊蛇吧 李轩皱着眉头道 不会 各个世家派出的人都很专业 绝对不会透露半点信息 而且 这才过去半日的时间 消息根本不会传到姑苏区 好 李轩点头 前辈 要不要我带人去将其捉拿回来 黄江泰询问道 不用 把照片给我 父母之仇 我要亲手了结他 是 黄江泰将打印好的照片递给李轩 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个地址 前辈 这是那个家族在姑苏区的位置 不需要 李轩没有去看那地址 而是一步迈出 直接消失在黄江泰的面前 夜色渐浓 滑灯璀 整个姑苏区繁华之极 一座大楼的地下停车场里 黑色的麦巴赫 缓缓停下 从车里走下一个年轻男子 男子眼神锐利 如同猎豹一般 他走到后门处 恭恭敬敬地将车门拉开 家主 蓝金酒店到了 一个面色威严的老者从车上走下 他穿着一身西服 皮鞋擦得正亮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上位者的气息 下车后 他整了整自己的西服 就要往电梯走去 而就在这时 在他的视线当中出现一个青年正冷冷地望着他 出于修炼者的敏锐直觉 老者顿时眯起了眼睛 望着突然出现的李轩 开口道 你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 准确来 我是在等着娶你的性命 李轩开口道 哈哈 在这姑苏区想娶我性命的人多了去了 但最后我都送他们去见阎王 只是我倒好奇 我们认识吗 五年前 楚州 李家 李轩冷冷地开口 听到这话 老者似乎陷入努力回响 楚州李家 很久远了 我原本以为李家人都死绝了 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落网之鱼 看来星湖的湖水不够深 没能淹死你 只是你既然侥幸不死 不好好躲着 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真是不懂得真爱生命啊 听到星湖几个字 李轩瞳孔微微一缩 果然 当年推我入湖的人 也和你们脱不了干系 金星账老张一起算 取你的人头 祭奠我父母再之灵 老者听了 眼中不由露出讥讽之色 他轻笑着摇头 就凭你这个废物 五年前 你的父母跪在我的面前苦苦哀求 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 扭断了他们的脖子 之所以 没有对你下手 就是因为 像你这样的废物 根根不配让我来动手 李轩眼睛中暴射寒芒 充满暴力杀戮的气息 在身上弥漫 李家别墅起火的画面 父母尸体被烧焦的场景 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当中 让他的心凝凝作痛 随着他的怒火 在地下室涌起冰寒的沙击 宛如寒冬一般 老者脸色终于有些变了 这是真气 修炼者独有的真气之力 竟然出现在这个废物的身上 难怪他会震惊 不过老者很快就镇定下来 真让人意外 消失了五年 竟然让你成为了一名修炼者 只是即便是修炼者又怎样 才五年而已 即便你不睡觉的修炼 又能有多高的修为 仅凭这点修为 就赶来找我的麻烦 不得不你很愚蠢 五年前随你一起 前往李家的都有谁 还有李家究竟如何得罪了你 竟让你如此残忍的对李家下杀手 李轩声音冰寒 宛若地狱中走出的魔神 老者哈哈大笑起来 眼前的子竟然还想窥视五年前的真相 他难道还想找幕后之人报仇不成 看来还没有认清楚 与自己之间的实力差距 他摇头 眼中露出几分怜悯 五年前杀上李家的 除了我以外 还有我的几位兄弟子侄 实话告诉你 即便是我不出手 也有人会出手 李家的命运早已注定 那一臂会被灭门 文言 李轩眼中的杀鸡愈发的强烈 无比冰寒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蔓延出来 很明显 当年李家的灭亡是有人指使 而这王朗亦不过是幕后主使者手中的一把刀 只是李家是商业家族 如何会得罪这等惊人物 能够驱使修炼世家之主 岂是一般人 无数疑问充斥在心头 是谁指使的你 李轩冷冷地问道 而王朗却不屑冷笑 我告诉你这么多 已经是看你是将死之人可怜你 你竟然还想知道更多 还是到地狱里问阎王去吧 完 他对旁边的司机吩咐道 给我将他拿下 一个废物 即便修炼五年 依然是废物 是 司机捏着拳头 向李轩走来 一脸凝笑 他不只是司机 更是王朗的亲信 本身亦是一名修炼者 只是不等他出手 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中 直接横飞出去 身体还没有落地 就爆成了一团血污 已经达到化尽实力的司机 死 这一刻 王朗眼中露出惊骇之色 他根本没有看到李轩出手 自己的司机就死了 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之人 难道竟是禁忌强者 怎么可能 禁忌强者只存在于船当中 李家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禁忌强者 只是李轩并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 直接抬起手掌 掌心出一个漩涡出现 下一刻 王朗身体便被李轩给吸了过来 脖子被李轩掐住 这一瞬间 王朗感觉自己 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 体内的真气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完全不能动用 那真气进入肉体 更是霸道无比 在摧毁着他的生机 产生了一种 深入灵魂的痛楚 真的是禁忌强者 王朗心中生起绝望 告诉我 是谁指使 你去李家的 李轩的声音 宛若从地狱传来 冰冷刺骨 犹如九仙帝 蕴含着莫大的威严 谁知王朗却笑了起来 我告诉你 你就会放过我吗 显然不会 既然如此 那你休想从我嘴里 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你不是禁忌强者吗 你不是实力恐怖吗 可你永远都无法知道 究竟是谁灭了你李家 哈哈 这王朗明知必死 表情都变得癫狂起来 你以为你不我 便无法知道吗 这 李轩手指之上 浮现着淡淡的幽光 直接抓向王朗的头颅 这一刻 王朗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搜魂之术 他曾经目睹过 有人使用这等法术 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深知搜魂之术 有多么恐怖 被搜魂之人 遭受比千刀万剐 还要残人百倍的折磨 当年你灭我李家 今日我便让你尝尝 灵魂被焚烧的滋味 李轩声音音冷得道 你好狠 只是你以为你有搜魂之术 就能窥视当年的真相了吗 子 你永远不知道 要灭你李家之人 有多么恐怖 他们早就在我的脑海之中 种下敬咒 任何想窥视记忆的人 都会遭到敬咒的阻拦 哈哈 你可以杀了我 但你永远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秘密 是吗 李轩手掌落在了王朗的头顶之上 果然 一道血色的皱纹浮现 竟试图攻击李轩 这皱纹之力无比诡异 阻止任何人窥探王朗脑海中的记忆 王朗哈哈大笑 看到了吗 你想获取记忆 没门 雕虫剂而已 也想阻止我 我不只要破掉静咒 还要可以借此静咒 找到失咒之人 李轩化落 身上的气势瞬间变了 手掌之上的光芒 更是玄奥无比 只见他在王朗震撼的目光当中 猛然间从虚空中 抓出一道青色的雷电 轰隆隆 雷电出现 无尽毁灭的气息 让王朗仿佛置身于地狱 那血色的皱纹 更是发出颤抖 咔嚓 下一刻 雷霆炸开 血色皱纹瞬间被轰碎 同一时间 恐怖的力量之下 整个姑苏区都被震动了一下 一道记忆之光 被李轩抓在手掌之上 查看完记忆 便被李轩一把捏碎 一起捏碎的 还有王朗的整根脑袋 而李轩目光 已经望向姑苏城南边的方向 虽身在地下车库 目光却已经穿透了 无尽的空间 施咒者便是指使王朗之人 我已经看到了你 李轩完 一步踏出 便消失在地下车库里 而此刻 位于江南的 一座幽静别墅之正 两名老者正在下棋 这二人皆是江南赫赫有名的 修炼世家之主 也是多年的好友 关系密迁 只是其中一名老人 却有些心不在焉 王朗 你这是怎么了 这把棋你又输了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穿着唐装的老者问道 而对面的汪老 则叹了一口气 我刚刚得到消息 五年前被推落星湖的李家废物 竟然没有死 他又回到了楚州 什么 没死 那个卫星宇 真是一个废物 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扶不上墙的烂泥 唐装老者气呼呼的道 不过紧接着就笑了起来 没死就没死 再让人去杀一次就好了 一个不成器的李家少爷 有什么可担心的 汪老叹了一口气 那李轩消失以后 我曾派人多方查探 都没有他的消息 可现在却突然冒出来 总让我感到不安 毕竟李家牵扯到那位巨头 不得不防啊 放心好了 即便真是李家背后的 那个势力出手也无妨 我早在王朗的尸海之中 种下净魂咒 只要王朗敢提到我们名字 立刻便会横死当场 没人能查到我们的 你这么 我就放心了 汪老点头 而唐装老者 也随手拿起旁边的茶杯 正要往嘴里递 只是还没来得及碰到嘴唇 从他身上 竟然涌出了滚滚雷霆 一股充满毁灭的气息 包裹着他的身体 怎么可能 他脸色狂变 察觉到自己的静咒 被人破掉了 而且对方隔着千里之遥 竟然对他进行了攻击 这怎么可能 恐怖的雷霆之力 让他体内的真气发生暴乱 唐装老者不断地运行功法 想压制 但根本无济于事 扑斥 一口鲜血 从唐装老者嘴里喷出 整个人瞬间便围靡起来 一身修围 竟在短短半分钟的时间 损失掉了九成 原本宗师巅峰的他 竟迅速掉落到画景之下 对面 汪老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脸上充满骇然之色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别墅里面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周围明明灯火通明 但却仿佛堕入了 无尽的黑暗之中一样 汪老死死地盯着此刻 浑身浴血的唐装老者 喉咙滚动 他发现自己浑身上下 都被寒义所笼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眼前这一幕 也太过吓人了吧 而与此同时 别墅外面的虚空 突然开始扭曲起来 一道虚影从虚空中踏出 并快速地凝食 李轩就这样凭空 出现在了别墅的门口 以他的境界 从古苏区赶到京城 也不过是转眼间的事情 从他轰碎静周的刹那 便通过冥冥之中的关联 锁定了失咒之人 也就是唐装老者 而且从王朗的记忆中知道 唐装老者 便是指使王朗的幕后黑手 名为郭兆 指使王朗害死父母 李轩怎么可能放过他 不只是他 整个别墅里所有人都要死 此刻的李轩 浑身上下涌动着冰冷的寒意 仿佛从地狱中走出 让人心惊 王朗看着突然出现在门口的李轩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别墅外面可是有不少保镖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应 这鸣都被对方解决了 解决十几名保镖 自己都毫无所决 鸣对方的实力极其恐怖 郭兆此刻躺在那里气喘吁吁 整个人虚弱到极点 他对汪老道 此人很有可能和重伤 我的人有关 能够隔着千里之遥 对我造成伤害 出手之人恐怖至极 你先挡住此人 我去启动别墅中的阵法 先将此人击杀 我们再逃命 汪老点头 五指成掌 真气汇聚 下一秒 直接向李轩冲来 在他想来 出现的这个青年 哪怕实力再强 想挡住他堂堂宗师攻击 也没有那么容易 汪老出手的同时 唐庄老者也向别墅里面 亮蹹而去 李轩看到汪老冲向自己 眼中只有默然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气势蔓延 汪老直接就横飞了出去 撞在墙壁上 并被一道万斤俱力 死死地压在身上 动弹不得 整个脸贴在墙上 同时骨头发出咔嚓的声音 怎么可能 汪老眼中充满了惊骇 他堂堂宗师镜 连对方外放的气势都承受不住 对方难道是禁忌强者 李家的背后 怎么会有禁忌强者的存在 一名禁忌强者 足以碾压整个龙国了 另一边 郭兆已经爬到了 阵法操纵之处 带着血迹的手掌猛然拍下 顿时 屋子里的空气开始沸腾 阵法之力凝聚为一道巨大的光剑 直指李轩 威力强大 只是下一刻 那刚刚凝成的巨大光剑 竟开始破碎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紧接着 整个阵法也轰然崩溃 别墅都发生了剧烈的窑洞 郭兆眼中的杀手锏 在李轩的面前 竟是如此脆弱 怎么可能 郭兆浑身都在颤抖 而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 一股无形的力量 向他吞噬而来 他的身体竟瞬间 就飞到了李轩的面前 抬起头 看到的是李轩的毛子 冰冷 窒息 默然 下一刻 李轩的手掌落在他的头顶之处 一团光滑被声声地扯了出来 啊 七粒地惨叫之声 从郭兆的嘴里发出 搜魂之术 比千刀万剐还要痛苦 痛极灵魂 李轩查看着里面的记忆 在郭兆的记忆中 指使他的人 来自一个名为是神殿的组织 可让李轩愤怒的是 郭兆竟从来没有见过对方的真面目 也就是线索就这样断了 那个对李家出手的幕后之人极为心 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很快在郭兆的记忆中 李轩又得到了另一个信息 李家背后关乎一个龙国的大人物 而李家的灾难 也和那个大人物有关 这是郭兆知道的所有信息 李轩不由皱起了眉头 李家背后的那个大人物是谁 是神殿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 随手将郭兆的记忆捏碎 此刻的郭兆双眼呆色 搜魂之术使用过后 魂魄不全 被搜魂之人会变成傻子 不过李轩还是一脚踩死了他 哪怕是傻子 李轩也不允许他活在世上 另一边 汪老面色恐惧地看着这一千 李轩的种种手段仿若神灵一般 你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们 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汪老声音颤抖地问道 闻言 李轩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甚至有些癫狂 笑完以后 他眼神狠立地望着汪老 如同从九幽地狱中走出 问得好 你们什么地方得罪了我 汪振华 你可还记得五年前楚州李家那场大火 你可还记得那大火当中被烧焦的伏伏 你可还记得五年前被推下星湖的李家少爷 李轩的话充满了冰冷与寒意 李家从未得罪这些人 但被这些人害的家破人亡 清净三江之水 南西李轩心中怒火 这一刻汪振华明白了 他当然记得 因为对李家的一切行动 都是由他和郭兆二人在幕后操纵指挥的 一个李家对于他们这样的修炼世家之主而已 如同蚂蚁一样 但他没有想到 竟竟然有人为那些蚂蚁来报仇了 他口中的那个李家废物 再次归来竟已经变成了如此实力掏的大人物 此刻的汪振华心中翻地覆一板 他原本以为是李家背后的大人物出手 没想到竟是李轩 汪振华叹了一口气 还修成了通修伟 你杀了我吧 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反而变得坦然 然而李轩却冷冷道 你以为你死了就没事了吗 我要让你的整个家族都为你陪葬 什么意思 汪振华脸上一愣 李轩却没有回答 而是猛然间抬手 汪振华的眉心便飞出一滴血液 死去的郭兆身上也有一滴血液飞起 两滴血液飞向李轩的手掌之处 而同时还有一滴血也被李轩取了出来 是之前被杀死的王莽之血 三滴血液飘浮在掌心之上 此为血脉骤杀之术 此术一成与血脉有关之人 皆死 李轩这话开口 从手指上凭空生出无尽的火焰 将三滴血液包裹 那火焰透着诡异的血色 似乎能焚尽一千血沙之术 去 李轩一声冷喝 顿时冥冥之中有无数红色的血线 与三滴血液连接 下一刻 火焰顺着血线射去 涌入无尽虚空之阵 李轩知道 在虚空的那另一端 正是这三滴血脉相连之人 血脉骤杀 全族歼灭 李轩神情冷漠 当年李家之仇 唯有鲜血才能洗刷 他要以三族之血 祭奠父母再之灵 血脉骤杀之术 隔空杀人 凡与血脉有关之血清 皆难逃一死 除非拥有血脉之饶 实力高过施咒之人 但别是地球之上 即便在周宇宙当中 又有几人能挡住李赤地的咒杀 当年李轩一怒之下 曾连诛杀十族 赤地之名也由此而来 今日之后 三大家族将彻底的消失 另一边 汪振华已经彻底的惊恐 这是什么法术 此刻 位于姑苏区王家大厅之中 摆着王朗的尸体 周围王家众人 一个个脸色凝重到极点 他们的家主竟然被人杀了 最可怕的是 头颅都被生生捏碎 每一个王家之人 心头都像是压了沉甸甸的石头 感到恐惧 王朗可是修炼者 在整个姑苏区 都是霸主级的人物 能够杀死他 实力可想而知 怎么办 有人望向旁边王朗的弟弟王军 王朗一死 修为最高的他 成了众饶主心骨 王军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沉阴片刻才开口 你们也不需要如此害怕 对方很有可能使用了什么阴招 才杀死大哥 今日且 由我担任王家家主 先将大哥后葬 然后我会去找郭昭老爷子 大哥生前交代过我 王家如果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找他 郭老爷子乃是江南省真正的强者 连影殿的黄江泰 见了他也要客气三分 原来我王家背后的靠山竟是郭家 王家众人听到这话 身躯齐齐一阵 继而都露出了喜色 郭家是老牌的修炼世家 比王家庞大无数倍 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 好了 大哥已死 立刻安排他的后事 我会尽快调查出杀死大哥的凶手 并为大哥报仇的 王军到这里 眼神中露出几分狠力 大哥死了 他很痛心 但同时心底却有一丝欣喜 王家终于轮到自己当家做主了 只是为什么我感觉心中有些不安 仿佛有危险要来临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玩意儿 下一刻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当正 刚刚声称自己继任王家家主的王军 脚下突然燃起了一团火焰 那火焰是诡异的新红色 瞬间便从脚底蔓延全身 将王军整个身体笼罩 王军表情扭曲 嘴巴张开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周围王家之人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只觉得头皮发麻 快速地向后退去 想远离王军 只是下一刻 他们发现 每个饶身上都开始升起火焰 那火焰竟让人感受不到丝毫的温度 也就眨眼间的功夫 被火焰笼罩的所有人 便被烧成了灰烬 连渣都没有剩下 仿佛人间蒸发一样 整个大堂里面 就只剩下几个 与王军没有血缘关系的妇人 面色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 如同见鬼 这样的场景 不止发生在王家的大宅里 王家所有血脉有关之人 同时燃起了火焰 酒吧 夜总会 桑拿 会馆 以及酒店的大床之上 都同时有王家的子弟化为灰烬 王家血脉 一共325人 已全部诛杀 下一个是郭家 李轩喃喃自语 画面一转 位于江南区的一座茶楼里 郭家的大少爷郭明 正在与合作伙伴喝茶 周围是穿着旗袍风情万种的女子 还有劝着琵琶 烟雾苗苗 郭老板 这一次递来江南地区做生意 以后还请郭老板多多关照 一个胖的和猪一样的人 将一份合同 推到了郭明的面前 合同里是他新开公司30%的股权 郭家在江南地区地位非比寻常 都不用家族去做什么生意 光是这些公司交的保护费 就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郭明不动声色地将合同看了一遍 很满意地点头 不错 刘总真是个体面人 我就喜欢和刘总这样的人打交道 祝我们合作愉快 我郭家没什么本事 但在江南区敢和我郭家作对的 基本都去见阎王了 听到郭明这么一 那刘总笑容都僵硬了一下 正是因为知道郭家的本事 他才肯割下这么大一块肉 只是郭明笑着笑着 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周围人看他的目光有些诡异 就好像见到鬼一样 脚下怎么动不了了 怎么回事 他低头的刹那 只见一道火焰已经蔓延至他的大腿 然后将他整个身体覆盖 很快就被火焰吞没 原本举起茶杯的刘总 吓得手中茶杯巴搭一声掉落在地上 然后连滚带爬地跑出茶楼 尖叫道 有鬼啊 旁边的旗袍女子更是吓得花容失色 整个茶楼里乱作一团 郭家五百三十二口 全部被咒杀 屋子里面 李轩神情淡漠 杀了这么多人 他心境却毫无波动 堂堂李赤地 脚下扶尸百万 杀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 而另一边 汪振华目光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脸上带着祈求之色 刚才李轩每杀一人 那画面便会浮现在面前 汪振华眼睁睁地看着王家和郭家的血脉 一个个被烧死 他知道 接下来汪家也难逃此劫 充满了悔恨 自己为什么要招惹这样恐怖的存在 仅凭一滴血液 就能杀人于万里之外 让血清之人全部灰飞烟灭 这样的手段 闻所未闻 简直就是地狱走出的恶魔 现在该轮到你汪家了 你可要看好了 李轩微笑着道 只是这笑容却无比森然 让汪振华如堕冰窖 下一刻 画面再次变换 汪家书房之内 汪明远正在拨打电话 喂 魏心语 我是汪明远 五年前让你将李轩那个废物推入湖中 现在 他竟然又活着出现在楚州 老爷子十分生气 你立马把这事给我办理所 要是这次还弄不死 我就把你废了 汪明远神色猙獰的威胁道 电话那头 魏心语点头哈腰 汪老板放心 那子上次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这一次 我一定杀了他 并把他焚成骨灰 看他还怎么复活 那就好 不要让我失望 请放心 魏心语先昧道 对了汪老板 最近我旗下的娱乐公司 心来了几个艺人 身材那叫一个好 要不给您听到这话 汪明远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还是你子懂我 我要五个一起 只是挂电话还没有挂掉 他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僵硬 紧接着从窗户向外 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 院子里刚刚回来的弟弟 竟被一团赤红色的火焰吞噬 也就几秒钟就被烧成了灰烬 漆黑的夜晚当中 火焰诡异的吓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下一刻 不等汪明远做出反应 血红色的火焰 已经将他身体笼罩 火焰熊熊燃烧 手中的电话却丝毫无损 啪哒一声掉落在地上 喂喂 汪老板怎么了 明话 电话那头 传来为心语疑惑的声音 汪家502口人 全部死绝 眼前的画面渐渐地消失 李轩这才将目光 落在已经双目无神的汪振华身上 昨日之音 今日之果 汪家 郭家 汪家只是开始 当年凡是参与李家灭门的人 都会付出代价 完 李轩直接取下汪振华的头颅 连同郭赵的头颅 也一起斩下 扯下旁边的窗帘布国好带走 他要用这二饶头颅 祭奠父母 但这也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楚州 西郊陵园 李轩将两颗头颅放在坟前 扑通一声跪下 爸 妈 孩儿发誓 会将当年所有的参与者的头颅 带到坟前 完 李轩磕了四个响头 便起身离去 回到家里的时候 朵朵已经陷入熟睡 而隐卫成员 隐卫之人连不敢 看到李轩回来 时去的退了出去 一夜无话 第二日 整个江南都被震动了 三大修炼世家 上千口人 竟凭空被火焰烧成灰烬 这让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修炼世家 一个个感到心头发颤 毕竟三大修炼世家的死状太诡异了 尤其是汪家和郭家 那可是霸主级的世家 竟也被人灭掉 此刻 整个汪家的大宅已经戒严 全部由特别行动组的人围了起来 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 在一众属下的陪同下 走进了汪家 究竟是怎么回事 给我详细的情况 那青年见眉心目 身上带着一股五鹰之气 尤其是他背后 披着黑色的披风 宛如战袍一般 特别行动组分组长江破 别看他年轻 能担任特别行动组的分组长 其能力可见一般 特别行动组 不受地方挟制 专门处理一些异能事件 江破能在这么年轻 就升到这样的职位 靠的是他的实力 他原本在京城之地 听闻江南出了事情 上面临时 把他抽掉到这里 江破对此并不以为意 作为特别行动组的分组长 他每处理有关修炼者的事情 多了去了 那些修炼者御石火焰 毁尸灭迹 并不值得稀奇 五年前楚州李家那场大火 别人都以为李家夫妇是自杀 唯有他心里清楚 是李家得罪了修炼者 只是刚刚到来 他就发现 组员们的表情有些怪异 甚至带着一丝惊悚 组长 这次的事情有些棘手 您看过视频就知道了 汪家有监控 此刻汪家的监控室里 已经有许多组员围在屏幕前 只是每个饶表情都怪异得很 给我看看 江破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监控里面正是昨晚的景象 汪家的院子里面安静无比 偶尔有绯闻从摄像头掠过 快进 江破有些不耐烦的道 而就在这时 他瞳孔猛然一缩 整个人更是被惊得坐直了身体 只见视频里面 开车回来的一个男子 刚刚下车 身上就燃起了火焰 在几个呼吸之间就被烧成了灰烬 而紧接着 各个房间里面都有红色的火光亮起 整个汪家宅子里几百口人 在短短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之内 全部被烧死 而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任何人出手 再放一遍 江破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他死死地盯着屏幕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不知不觉中 手心都遍布冷汗 只是 无论他放多少遍 都没有看出任何端倪 那火焰就像凭空生出 这一刻 江破只觉得头皮发麻 不只是他 身后的一众属下 也都觉得心头发寒 这手段犹如魔鬼 他知道 遇到真正的强者了 组长 不只是这座宅子里的人 汪家所有的在外面的子弟 全部被火焰焚烧而死 还有两个家族 汪家和郭家情况也是一模一样 而且 这三个家族的人死亡时间间隔 不超过十分钟 江破闭上了眼睛 身体靠在椅子上 过了许久才长出了一口气 眼睛睁开 只是仍然难言眼中的惊骇 在别人看来 这或许是诡异事件 但江破却知道 这其中一定有一位绝世强者出手了 请客间毁掉三大家族 对方的手段 简直不敢想象 此事以非我所能处理 立马帮我接通总组的电话 早上 李轩将朵朵送往幼儿园以后 便前往黄家 他答应过 谁找出王朗 便助对方突破仙境界 现在是黄江泰的人先找到的 那李轩自然会兑现他的诺言 至于魏心语 李轩准备晚上再去杀他 而另一边 昨日被挂掉电话的魏心语 一晚上总觉得心中不安 早上起来 便打电话询问汪家的事情 却得到了一个 让他五雷轰顶的消息 汪家昨夜被灭了 全族无意活口 至于死因 许多人目睹汪家之人 是被火烧死的 但具体情况已经被封锁 据事由特别行动组接管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 魏心语只觉得的震惊不已 那可是汪家 称霸一方的修炼家族 竟一夜就被灭了 心语 你怎么了 穿着睡衣的女朋友 锅里走了过来 双手环在魏心语的脖子上 雪白的大腿若隐若现 若是平时 魏心语肯定忍不住 只是现在的他 哪有心情做那种事情 将女友扒拉开 然后换上衣服 直接出了门 汪家被灭 虽然还没有牵扯到魏家 但魏心语却莫名地感到慌乱 半个时以后 西郊陵园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在陵园的门口停下 走下一个穿着西服的青年 正是魏心语 离开家以后 魏心语开车吹风 竟鬼使神地来到了这里 他在角落里 找到了李轩父母的墓碑 看着墓碑前摆着的鲜花 眼神中露出几分冷恋 李轩啊李轩 你个废物 真的回来了 之前把你推下星火 你竟然没有死 本来汪家一面 我没有再杀你的理由 但你不死 我睡觉都不安稳 所以 我依然会找到你 并杀了你 这世界上 只有死人才不会报仇 晚安 他转身就要离开 只是突然发现在墓碑前 有一个包裹 这难道是李轩给他父母的祭瓶 只是这么大会是什么呢 西瓜 魏心语有点想笑 谁会给父母坟上供两颗整西瓜 也就那个废物 才会这么做吧 犹豫了一下 魏心语还是忍不住将不打开 两颗血淋淋的人头 就那么滚落出来 滚落出来的两个人头 上面布满鲜血 触目惊心 魏心语下的向后连退几步 脸色拆煞白一片 眼睛中更是充满了恐惧 敢出手将李轩推入星壶 魏心语也不是什么善茶 原本见到人头也不该这么惊喊 可问题是 这两颗人头中的一个他认识 汪家家主汪振华 怎么会是汪振华的头颅 汪振华作为江南修炼世家之主 江南的霸主之一 正是汪振华的吩咐 他当年才将李轩推下星壶 而魏家也正是由于巴结上了汪振华 才能在楚州混得风生水起 最最关键的是 就在早晨 他听汪家被灭门了 而现在汪振华的头颅 竟出现在了李轩父母的坟前 越想 魏心语越觉得脊背发凉 浑身像是笼罩在寒冰里一般 细思极恐 当年汪振华指使他将李轩推下星壶 而现在汪振华死了 头颅摆在李轩父母的坟前 难道 这件事情和李轩有关 魏心语双腿发软 差点摔倒在地上 扶着旁边的墓碑 才勉强站直了身体 一股死亡之意 笼罩在他的心头 这是一种恐惧 李轩回来了 他回来复仇了 缓了许久 魏心语才亮亮呛呛地跑出墓园 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 魏家获取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汽车歪七扭澳冲向马路 一辆大货车 差点就撞在魏心语的车上 司机本来想破口大骂 不过看到那麦巴赫的标志 最终把脏话咽回了肚子里 皇家地下事件 皇江泰和儿子皇本初 以及影殿的高层 恭恭敬敬地站在李轩的面前 此次帮我查到王朗 你功不可没 按照我之前的承诺 我会帮你突破到仙境界 李轩淡淡地道 皇江泰却已经激动到身体颤抖 本来他已经是宗师境巅峰 又得到了一颗神级丹药 哪怕李轩不帮他 他其实也足以突破境界 但若有李轩的帮助 他的神级丹药就省了下来 可以留给儿子使用 做好准备了吗 李轩问道 前辈 要不要秉退他人 免得打扰您施法 皇江泰心意意地询问 李轩摇头 不需要 突破些而已 对我而言不过是举手之间 不要抵抗 仔细感受 我堵入你体内的真元之力 李轩淡淡的声音 在皇江泰的耳边响起 这一刻 皇本初等人感觉周围的气息 开始变化 一股山越般的压力 浮现在他们的心头 竟让他们忍不住颤抖 而这仅仅是因为 李轩释放出来的一丝气息而已 将他引导至丹田处恋化 不要分心 李轩的声音落下 皇江泰一言运功 他发现恐怖的力量 弥漫在他的丹田之处 使他浑身的真气 如同烈火烹油一样沸腾起来 这时 李轩抬起手掌 轻轻地放在皇江泰的额头之上 然后便收了回来 仙人抚我顶 结发寿长盛 皇江泰的心中 默然升起这一句话 下一刻 体内真气 如同冲破堤坝的洪水倾向下 发出如雷鸣一般的轰鸣之声 碰 一股恐怖的力量在丹田炸开 紧接着 皇江泰感觉有一扇门 在他的体内打开了 仙境 此刻 皇江泰身上的气息完全变了 周围的人都死死地盯着皇江泰 眼中充斥着震惊之色 就这么瞬间 皇江泰就突破了仙境 尤其是皇本初等人 更是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一丝敬畏在心头蔓延 能够随手造就一名仙 这样的手段宛如仙神 皇江能够抱上这样的大粗腿 简直是祖坟冒清烟了 前辈大恩大德 皇江泰莫尺难忘 此刻 适应了自己身体变化的皇江泰 直接向李轩跪了下来 心服口服 不用如此 你为我做事这是你应得的 日后好好表现 先进而已 让你成为竞技强者 也不是什么难事 李轩完便直接转身离开了皇家 快中午了 他该去接女儿放学了 而皇家众人直到李轩的身影消失 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对李轩了解越深 越感到恐惧 恭喜殿主 恭喜你 爸 皇本初也道 皇江泰哈哈大笑 刚才在李轩面前比较拘束 此刻才释放出他心中的喜悦 突破仙 我皇家将是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家族 之前虽有饮店 但依然有许多人想和我皇江泰 争夺江南第一饶位置 若知道我突破仙 必定吓破他们的胆子 对了 立马放出消息 我突破先要举办一场庆祝宴会 我要狠狠震慑一番 是 皇本初立刻点头 孩儿这就去办 晚安 皇本初就疯疯火火地离开了 幼儿园里 临下课之前 王威道 朋友们 现在把卓的家庭作业都交一下 交完以后就可以下课了 好的老师 一众孩各自从他们的书包里拿出纸张 然后迫不及待地放到讲台上面 一个男孩跑得着急 扑通一下摔倒在地上 抹着鼻涕哭了起来 王威不由摇头 幼儿园老师其实就是哄孩的保姆 等到把那鼻涕重哄好以后 下课的音乐声也响了起来 学校门口 背着书包的朵朵 欢快地跑了出来 直接张开手臂 凭了李轩的怀里 李轩将女儿抱起 然后和王威打了声招呼 王威对李轩的态度 却依然很冷淡 王威有了一点改观 当然仅仅是一点点而已 等到把孩子们都送走 王威回到办公室 好要来接她的闺蜜还没有来 王威便无聊地翻看孩子们的画作 虽然画得各种奇心怪状 但却充满了童趣 看着这些画 她不由会心一笑 作画不是目的 目的是让孩子和父母互动 很快 王威就看到了朵朵的名字 朵朵在画画方面 还是有一些附的 不知道画的是什么 当看到画的是两只老虎 笑了笑 正准备放到一边 继续翻看其他作品的时候 下一刻 她的眼睛突然定住了 因为就在那一瞬间 她感觉画上面的老虎 仿佛活了一般 有一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王威急忙将作品 再次拿到眼前认真看了起来 只是越看越心惊 当她越聚精会神 感觉真的看到了一头老虎 甚至有一股子虎微扑面而来 甚至她后背都不满了冷汗 这明明只是很简单的涂鸦画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将王威惊醒过来 王老师 你还不回去啊 一个女老师往拿水杯 又返回办公室去 王威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震惊 笑道 我在等朋友来接 看 她来了 只听手机响了起来 她站起身来 却并没有放下手中的作品 这张话太诡异了 她要好好地研究一下 幼儿园的门口 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停在那里 当王威走出来以后 车窗的玻璃摇下 里面是穿着白色裙子的漂亮女子 正是王威的闺蜜夏禅 夏禅 你这家伙来楚州 也不提前和我打声招呼 王威不满地道 他俩是大学同学 关系极好 不过夏禅住在青州 两人一年也见不了几面 我这次是随我爷爷 一起来楚州办事的 而且我这不是一闲下来 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夏爷爷也来了呀 他在哪里 王威问道 哲 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我爷爷在饭店里等咱们呢 我们快点过去吧 哲 汽车直接启动 二十分钟后 来到一家私房菜馆 夏爷爷好 王威很懂事地打着招呼 威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呀 夏凌峰微微一笑 作为青州的知名人物 他也就在亲人面前 才露出如此慈祥的一面 咦 威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夏凌峰看到王威手中的纸张以后 不由问道 哦 是我幼儿园的一个朋友 和他爸爸画的 只是这老虎有点奇怪 夏爷 您是作画的高手 帮我看一下 哲 王威递了过去 哦 那我倒要看看 夏凌峰并不以为意 孩子家庭作业能有什么东西 不过 当他接过画的那一刹那 眼睛却瞪直了 继而变得骇人 这 他的手都微微有些发抖 爷爷怎么了 旁边 夏禅看着爷爷忍不住问道 没什么 夏凌峰压下了心头的震惊 随手一笔 就能有这样的效果 这作画之人 恐怕已经到辽风造极的境界 这楚州真是卧虎苍龙 夏凌峰想到来楚州的路上 隐为护送的那个大人物 再加上这话 他觉得这趟楚州之行 或许真的能够有所收获 喂啊 这个作画之人不一般呢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夏凌峰笑容满面的道 这个 王威脸色有些不自然 班级里大部分家长的联系方式他都有 可偏偏没有李轩的 不过他猛然间想起几前李轩家自己的微信 自己一直没有同意 急忙掏出手机点了同意 此刻 李轩已经带着朵朵来到了陆琦家 进陆琦一家要请李轩吃饭 答谢他治好了陆伟的病 车刚刚停下 李轩微信里就弹出了 添加好友成功的消息 李轩看了一眼 就将手机揣到兜里 只是下一刻 一个语音电话便打了过来 因为王威是躲躲的老师 所以李轩直接接了起来 喂 王老师有什么事情吗 李轩的语气还是比较客气的 那个是这样的 电话那头 王威有些吞吞吐吐 毕竟之前他对李轩没有什么好脸色 现在却有求人家 难免有些难为情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长辈 他想见你一面 他看了你话的老虎非常感兴趣 听到这话 李轩的眉头不由轻轻皱起 自己随手的一画 没有想到也能引起别人要注意 不过他可没有心情进行这些无用的社交 直接拒绝道 对不起 我没空 完就挂掉零话 电话那头 王威看着手机 表情僵硬 自己这是被拒绝了 而且好像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啊 有必要这么干脆吗 我好歹是你女儿的老师啊 能不能给点面子 走下车 李轩将躲躲抱了起来 后面隐蔚的成员 把李轩买好的营养品提上 走进了院子 陆琪早就盘算着时间 站在窗户边等候 看到李轩进院 急忙去开门 当看到李轩身后隐蔚成员 手里大包包的东西 不由道 来就来 还拿什么东西 不过脸上却是很高兴 毕竟他照顾朵朵这么些年 家里人虽然没有反对 但也有一些微词 现在李轩出现了 不仅治好灵地的病 上门还提了这么多东西 他也觉得脸上有光 陆有光和妻儿 也都一起迎了出来 陆有光更是直接握住了李轩的手 一个劲的这感谢 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 看李轩的目光充满了感激 能治好陆伟的病 稍微有些拥挤 不过收拾得很干净整洁 更显出几分温馨 李轩坐下以后便开始上菜 这可以是陆家这么些年来 最丰盛的一桌子菜了 吃饭的时候 陆有光给自己和李轩 美群了一杯酒 而朵朵则腻在陆奇的身上 李轩大恩不言谢 陆有光直接将杯中的白酒 喝了个金光 脸疼一下红了起来 陆叔叔 陆奇照顾朵朵 我应该感谢您了 李轩也拿起酒杯 而就在这时 李轩的眼中突然闪过一粒芒 下一刻 一阵汽车的轰鸣之声响起 陆伟好奇地趴到窗户上望去 下一刻 脸却煞白一片 只见整个陆家的院子外面 停了几十辆汽车 汽车上面 更是走下无数穿着黑色西服的人 气势汹汹 显然来者不善 此刻 趴在窗户边的陆伟 声音都颤抖起来 是田君来报复了 听到这话 陆家一家人都猛然间站起了身体 眼中露出惶恐之色 田家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太过恐怖 放心好了 有我呢 李轩淡淡地开口 听到这话 陆家人莫名感觉心安了许多 毕竟李轩最近展现出来的手段 非比寻常 有他在 陆家人也就有了主心骨 李轩直接推开门向院子走去 陆家一家人也都心惊胆战地跟在后面 此刻 院子外面几十辆汽车汇聚 从车上走下来 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一个个身上戴着肃杀之气 这些人绝非路边那些混混可比 竟然让空气中有了几分铁血的味道 而手臂上打着石刀的田军 就在人群里 脸上的表情带着阴狠和争鸣 自上次被李轩生生地把手腕折断 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报仇 爸 就是那个子打伤我的 看到里面的门打开 田军一眼认出了李轩 田军的旁边是他的爸爸田文庸 以及一个脸上有着一道伤疤的寸头中年人 他就是银沙帮的宁老五 也是田家最大的靠山 除此以外 还有田文庸的一种地 以及银沙帮的人眼中都闪烁着凶残的光芒 敢打我侄儿 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货色 等一下 老子非把他寡了不可 还让我们上门赔罪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田文庸身后的一众兄弟嚷嚷着 一个个凶神恶煞 都闭嘴 宁五爷在这里 吵闹什么 田文庸训斥了一声 顿时都安静下来 随后田文庸的目光望向宁老五 五爷 之前那子就是为这家人出头 打伤了我儿子 他实力非凡 等一下还要请五爷出手才笑 田文庸低声道 宁老五点零头 放心好了 我既然来了 金肯定是要给君侄出气的 喳 率先迈不向前走去 其他人急忙跟在后面 一股脑地涌入院子 看到这些凶神恶煞的人 陆琪一家纵然有李萱在场 也忍不住下的身体一抖 朵朵更是躲到了李萱的身后 李萱揉了揉女儿的头 朵朵 你和陆琪阿姨到屋子里去 接下来的场面太血腥 他怕吓到自己的女儿 陆琪急忙抱起朵朵 走进屋里 陆有光声音有些发颤道 李萱 这回糟了 那个好像是银沙帮的宁老五 我之前在码头干活的时候见过他 银沙帮可都是一群 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李萱自然注意到了 脸上有疤的男人 只是这样的人 在他眼里不过是蝼蚁而已 不等宁老五话 一个壮瘦的汉子便站了出来 指着李萱的鼻子骂道 就是你打伤了我侄儿 我看你是不知道 马王也长了几只眼 对方是田文雍的得力助手 早就嚷嚷着要收拾李萱 李萱眼神见冷 淡淡地道 看来你们是不准备拿三百万赔罪了 赔你妈 那壮汉破口大骂 只是话还没有落下 一边突生 只见他指着李萱的那只手臂瞬间爆开 这一幕场景震惊了所有人 一整条手臂就那么变成了一团血污 飘落下来 继而是那壮汉凄厉地惨叫之声 啊 脸颊扭曲 痛苦至极 这一刻 所有人心头都不满寒气 周围陷入死寂 连空气都仿佛凝固 田文雍脸上的肉都不由轻轻地一抖 心狠狠地跳了一下 知道惊怕是惹到了不该惹的人了 而被拉来助拳的宁老五 更是瞬间头上渗出了冷汗 没见李萱有什么动作 那壮汉的胳膊就爆掉了 这种手段简直恐怖 放眼整个楚州各大修炼世家 恐怕都没人能做到 深吸了一口气 宁老五恭恭敬敬地道 在下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前辈 请前辈恕罪 语气恭敬 姿态放到最低 狠实实物 碰 一道无形之力猛然击在宁老五的身上 宁老五整个人狠狠地砸落在身后的墙壁之上 青砖砌成的墙壁瞬间倒塌 而宁老五的身体 更是被散落下来的砖头埋住 生死不知 作为银沙帮的帮主 宁老五在楚州也是凶命着着的人物 实力更是高强 然而 在李萱的面前却如此不堪一击 这一刻 整个院子都陷入了寂静 拿出三百万赔罪 田文雍声音颤抖地开口 宁老五可是半个修炼者 都莫名其妙地被轰飞出去 鬼知道眼前的青年是什么样的存在 惹不起就赶紧低头 然而 李萱却根本懒得看他一眼 而是对陆家的人道 进屋吧 当屋子的门关上 田文雍不由长松了一口气 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 就在他以为逃过一劫的时候 下一刻 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脚下竟然燃起了火焰 火焰迅速将他的身体包裹 而他的喉咙 就这样在火焰之下被烧成了灰烬 一起被烧成灰的还有他的儿子 手下以及前来帮忙报仇的银沙帮众人 几十道身影在短短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全部消失不见 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 无论是田家人还是银沙帮的人 都是一群杀人不眨眼之徒 他们手上不知道沾了多少鲜血 死有余辜 而在李萱和陆家四口吃饭之时 尹卫的人快速地把外面停得汽车清理干净 至于埋入砖头里面的宁老五也被扒了出来 只是扒出来的时候尸体都凉了 等到一顿饭吃完除凉他的院墙以外 已经看不出半点痕迹 李萱告辞离开 因为朵朵非要缠着陆琪 所以陆琪也只好跟着一同离开 而此刻陆有光等人还犹如做梦一般 陆伟更是惊叹道 宣哥简直就是神仙 这件事情成为陆家悄悄讨论的事情 汽车里面 陆琪忍不住问道 李萱 刚才在院子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是五年前的那个李萱吗 当然了 李萱笑了笑 因为几次在陆琪的面前展露手段 便透露了一些事情给他听 其实当时我并非离开楚州 而是路过星湖的时候被人推入湖中 而等我再睁开眼睛 却已经不在楚州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在那个地方 我学会了这一身的本领 陆琪听得眼眸放光 这个故事太传奇了 不过李萱展露的手段让他不得不相信 回到别墅里面 陆琪带着朵朵玩耍 而李萱就坐在沙发上面翻看着手里的杂志 朵朵在扮演童话故事里的公主 而陆琪则扮演女骑士 现在美丽的女骑士有了 还缺少帅气的男骑士 朵朵脑瓜子快速地转动 就让爸爸来做朵朵公主的御用骑士吧 随时为公主服务 李萱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下杂志走了过来 完还很配合的右手握拳挡在左胸前 倾斜七十度轻轻捶了一下 模仿电视里骑士向公主效忠了姿势 顿时把朵朵逗得哈哈大笑 旁边的陆琪眼神中也露出几分异样的光芒 李萱这次回来真是发生了翻覆地的变化 好 本公主现在要发号施令了 朵朵双手背负在身后 挺着的胸脯指挥着 而李萱在朵朵的指挥下 配合扮演着角色 不时传来朵朵如银铃般的咯咯笑声 若是被周星玉的人知道 冷酷无情的李赤帝竟然会给一个孩童扮演骑士 估计眼珠子都要瞪掉一地 对于女儿 李萱只想补偿这五年的亏欠 无论做什么事情 她都愿意 朵朵完了一会儿就有点饿了 嚷嚷着要吃陆琪阿姨做的菜 陆琪则围上围裙去厨房 朵朵在身后帮忙打下手 这个时候 李萱走出了别墅 当年孟清浅怀孕 李萱也已经醒悟 努力工作 日子本来越来越好 结果被魏星宇推入湖里 这个丑李萱怎么可能不报 走出别墅 李萱望着魏家的方向 魏星宇 你准备好了吗 魏家别墅 魏家虽然在楚州 只算了上一个二流的家族 但也是资产上百亿 家中的别墅更是豪华至极 此刻 别墅大厅聚集了许多魏家之人 气氛有些凝重 大哥 你这么着急忙慌地把我叫回来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看你拉着一张脸 是谁又得罪了你 兄弟立马去扒了他的皮 一个梳着大背头的中年人 大步走了进来 他是魏金龙的二弟魏金义 他生性跋扈 但与大哥魏金龙的关系 却是极好 旁边一众魏家之人 也纷纷开口 是啊 大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把我们召集回来 一句话也不 搞得我们心里都没有底 就是 我魏家在楚州这么多年 经历了多少风雨 没有过不去的看 有什么事情 家主你就出来吧 过了许久 魏金龙才叹了一口气 妄想自己的儿子 星宇 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魏星宇点灵头 你们还记不记得 之前李家那个废物 李玄 他不是被星宇你 推到湖里淹死了吗 这都多少年了 骨头都被雨啃光了吧 魏金义不屑地道 他没事 而且回来了 回来又怎样 一个废物而已 是不是汪家又让你去杀了他 汪家可是条大粗腿 他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 有什么发愁的 魏金义一脸的不以为然 这个时候 魏金龙插口道 可是汪家就在昨晚上 被人灭门了 而家主汪振华的头颅 被摆在了李北武夫妇的坟前 什么 听到这话 即便是魏金义 脸上也露出了惊悚之色 汪家被灭门 家主汪振华 头颅摆在李北武的坟前 而李轩偏偏这个时候回来了 这足以明很多问题了 星宇 你的意思是 李轩那个废物 魏金义死死盯着折 魏金义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此事和李家脱不了关系 连汪家都被灭了 我魏家接下来何去何从 不如我们逃走吧 魏金义开口道 听到这话 其他魏家之人 纷纷表示同意 虽然魏家在楚州经营了多年 人脉势力 还有许多资产 但还是命要紧 魏金龙点临头 这也是我叫你们回来的目的 马上开始抛售资产 把能变现的全部变现 明晚上之前 我们必须离开楚州 就在魏金龙卫 家族之人分配任务之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门口的位置响起 命都要没了 还想着转移财物 真是可笑啊 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 无数饶目光望向门口的方向 只见一个青年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口 他 他就是李轩 魏星宇指着李轩大声地道 而李轩却如闲听信部一般 走进客厅 视魏家之人如无物一般 这样的从容举动 让魏金龙不由心头震惊 他大声道 李轩 你来我魏家干什么 当然是报仇了 李轩淡淡地道 魏金龙冲旁边一个二弟 魏金一舌的眼色 魏金一立刻悄悄地溜到门外 片刻以后 他又走了进来 冲着魏金龙摇了摇头 明李轩是单枪匹马 后面没有帮手 顿时魏金龙一颗心裁略微沉稳下来 他冷冷道 李轩 没有想到 你竟然还活着 汪家被灭应该也和你有些关系吧 只是你还是太年轻 一个人来闯我魏家 你以为能活着走出去 魏金龙竟然开口威胁起李轩来 在他看来 汪家被灭 李轩背后必定有恐怖的力量 但这个恐怖的力量 绝对不是李轩本人 魏金龙接触过许多修炼者 自然知道 凭五年的时间 是造就不了一名强者的 修炼者门槛极高 光是想要感应到气感 少则三年 多则十几年 而感应到气感 以后再进行修炼 想要有所成就 更要十几年如一日才笑 听到魏金龙的话 李轩却不由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看来 你们还不知道 面对的是什么存在 这 他身上的衣裳 轻轻地开始飘动起来 李轩化落 他的衣精突然开始飘动起来 有微弱的气场 从他的身上弥漫出来 这一瞬间 魏金龙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事情 要发生一样 他的弟弟魏金一吼道 把他给我拿下 魏金一本身是一名武者 他立刻脚步踏在地面 如同利剑一般抓向李轩 只是手掌还没有接触到李轩的身体 他的手臂便开始爆开 继而整个身体都变成了一团血物 由火焰凭空升起 燃成了灰烬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面露惊恐 魏金龙更是脸色惨白 他知道魏家完了 他之前得到消息 汪家被灭门 听有汪家子弟当街被焚成了灰烬 原来李轩背后根本没有什么高人 因为李轩就是那个高人 魏金龙长叹了一口气 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几十岁 没有想到当年李家的废物 竟然成长为如此精大人物 只是我想知道 汪家是被你所灭的吗 魏金龙问道 李轩笑了起来 区区汪家而已 不只是汪家 所有和李家灭门之案有关的人 都难逃一死 话音落下 整个屋子里的魏家之人 开始一个接一个身体燃起火焰 火焰之下 他们像是被魔鬼扼住喉咙 发不出一点声音 只有表情猙獰 而魏金龙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族人 一个个在火焰之下化成灰烬 终于轮到他们父子了 旁边的魏星雨已经被吓尿了 躲在那里不断地发抖 嘴里不断地喊着 别杀我别杀我 而魏金龙则闭上了眼睛 下一刻 两道火焰在父子二人身上同时升起 而李轩已经转身 走出了魏家大厅 两个时候 位于京城一处幽深的大院当中 一个中年人正在闭目修炼 一道道恐怖的灵气 涌入到他的身体里面 整个院子的落叶都在他的身边舞动 形成一道龙形 下一刻 中年人睁开眼睛 无数落叶猛然间炸开 向四面八方击视而去 砰砰砰 每一片落叶都如同飞镖一样 定入到墙壁当中 简直如若子弹一般 男子脸上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我的黑龙镜终于修炼到零八层 即便是那几个老家伙 也不是我的对手了 男子有些得意 就在这时 一道急匆匆的脚步之声传来 男子的脸上又恢复了冷卧之色 只见一个苍老的身影走了过来 行李道 见过二爷 男子淡淡道 我不是让你调查 关于汪国王三家被灭一事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线索了 也不算什么线索 只是属下刚刚得到消息 楚州魏家也被人灭门了 和三大家族一样 死了以后都如同人间蒸发一样 魏家 男子皱起了眉头 这魏家是什么家族 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这个家族的存在 老者急忙解释道 二爷您当然不记得这样的家族 不过我之前听汪振华随口讲过 他就是命令一个名叫魏心语的富二代 将那李家废物推入星湖的 而被灭门的魏家 正是魏心语所在的家族 什么 这一下 即便连中年人表情都变了 你的意思是 此事和李家有关 那老者点零头 二爷 会不会是李家背后的那个视脸 文言 中年人脸色一片凝重 你继续暗中调查楚州的事情 有什么情况立马汇报给我 是 老者退了下去 李轩回到自己别墅的时候 看到黄江泰正在家里等候 本来黄江泰到了以后 不敢进屋 不过陆琪哪敢让曾经的楚州首富在门外站着 硬是把他邀请了进来 而黄江泰也只敢半个屁股 坐在沙发上面 见到李轩回来 立刻就站起身来 你刚刚突破不在家里巩固境界 来我这里干嘛 李轩看到陆琪菜已经做好 招呼黄江泰坐下来一起吃 这可把黄江泰高兴坏了 受宠若惊 这名李轩真的把他当自己人了 前辈是这样的 我突破先是一大喜事 准备后举办一场庆祝宴会 特意来给前辈送请柬 希望前辈能够光临 这 将一个烫金的大请帖 双手捧着凤上 态度恭敬到极点 宴会之上 若是李轩这位超级强者能够出席 那绝对是最强大的震慑 谁还敢他 黄江泰不是江南之主 李轩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妄想陆琪 想不想去见识一下 这个 被李轩这么一问 陆琪有些手足无措 楚州前首付黄江泰的宴席 那出席的肯定都是上流人士 他一个灰姑娘 哪有这个资格 只是不等他话 李轩已经有了答案 将请帖收了下来 到时候我会出席 谢前辈 黄江泰欣喜若狂 而在黄江泰离开以后 朵朵也该去上学了 本来李轩要去送朵朵 不过陆琪他要去 李轩也就没有再坚持 而另一边 陆琪送朵朵来到幼儿园的时候 王威正在幼儿园的门口张望着 旁边则是他的好友夏禅 以及夏禅的爷爷夏凌峰 因为李轩拒绝了王威的请求 于是王威便直接把这些孙二人 带到幼儿园门口 这样只要李轩来送朵朵 他们就能见到李轩了 只是当看到来的人 是陆琪以后 王威顿时期的咬牙切齿 这个李轩为了躲着我 宁可让别人来送朵朵 真是太过分了 他可是向夏凌峰拍着胸脯保证 肯定能见到李轩的 那个夏爷爷 真是对不住啊 朵朵爸爸竟然没来 没事 本来我觉得作画之人是个高手 还打算花高价买他的画呢 既然对方不肯相见 就算了 高价 王威一听 下意识地问道 多高的价 旁边夏禅微微一笑道 我爷爷买画 出手就没有低于五十万的 若那李轩做的话真的够好 即便是一二百万也是很正常 听到这话 王威顿时红唇微微张开 这么多啊 他虽然和夏禅是闺蜜 但家里却是普通人家 哪见过这么多钱啊 哼 李轩你个大傻子 让你故意夺我 结果错过了这么一笔巨款 真是活该 王威气呼呼地道 江南的五勉之王黄江泰 突破仙境界 将要在黄家庄园里 举办庆祝宴会 据邀请了整个楚州的上流圈子 都来参加 连路边的出租车司机 都在一轮黄家举办宴会的事情 当然 普通人听到的 变成了黄江泰国六十大寿 只有那些修炼世家的人才知道 这场大寿的真正目的 七月五日 傍晚 李轩坐在阳台的躺椅上面 透过窗户 就可以看到一条浩渺的江水 上面的波光灵灵 而在江水的对岸 灯光已经亮了起来 分外璀璨 陆琪明显经过特意的打扮 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 衬衫紧贴着身体 刚好勾勒出完美的身材 而朵朵则正对着镜子 欣赏着陆琪阿姨 给她扎的新发型 李轩是在看一本 还珠楼主写的剑侠 以前李轩看过港岛拍的电影 惊为人 如今自己本身便是 屹立于世界顶堵强者 再看这本 也不禁惊叹于作者的脑洞与想象 竟有许多地方 与修仙世界相通之处 或许作者真的在什么地方 看到过修仙界的船呢 这个念头生起 让李轩也感到有趣 时间到了 该出发了 陆琪心意意地提醒道 站在他的角度 刚好可以看到李轩的侧脸 在夕阳的映照之下 如同镀上了一层金灰 好 李轩将书本合起来后 过去牵起朵朵的手 走出了门 下午 7点03分 李轩的劳斯莱斯 在皇家的南门停下 他并没有让尹卫的人开车 而是亲自驾车前往 此刻皇家的停车场里 已经停满了豪车 前来参加宴会的嘉宾们 一个个打扮得光彩照人 男的帅气 女的美丽 尤其是有不少当红的明星 也被邀请来参加 这让陆琪两眼发光 若不是还牵着朵朵的手 他都忍不住要跑上去要签名了 对于陆琪而言 这些明星 已经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当然不明白 其实再富豪的眼中 明星也不过是玩物罢了 皇家在楚州的地位 就如同太上皇 没人不八戒 每个进入皇家的人 都要出示手中的邀请函 因为人太多 以至于显得有些拥挤 更是排出了长长的队 有一种去景区买票的集市服 就在陆琪准备 也到这些人后面排队的时候 几道身影 几聪冲的迎了出来 前辈 您来了 我父亲在正门等您 没想到您到了这里 皇本出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以他的修为 即便从正门跑到这里 也根本不会有一点累 所谓的气喘吁吁是 专门做给李轩看的 显示他有多么的交集上心 原来皇家还有一个正门 轻易不开启 只有重要人物进出才开 经知道李轩到来 便早早打开 因为没有让影店的成员开车 反倒闹了个乌龙 那就到正门吧 李轩抱起朵朵 坐进车里 周围许多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皇家正门 复古的七红大门 高达七米威严气派 平日李官的严严实实的大门 此刻已经完全打开 皇江泰和皇家一众高层 在门口迎接 汽车在正门口停下 皇江泰亲自上前为李轩打开车门 然后热情洋溢地陪着李轩 走进庄园当政 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 大门这才缓缓关上 这个时候 皇家正门前的街道上 一辆黑色轿车正缓缓驶过 车里坐着夏凌峰 夏禅 以及王威三人 此刻 夏凌峰望着正门的方向 轻声道 皇家的正门从不轻易打开 今日却开启了 怕是有精大人物献身皇家 爷爷 难道连您的身份 都没资格走正门吗 旁边夏禅人忍不住问道 语气中还有几分不愤 毕竟在青州 他夏家一是大家族 夏凌峰摇头 三年前青州白家家主来了 皇家都没有打开正门 而是走的南门 你觉得老头子 我有资格走正门吗 听到这话 夏禅不由吐了吐舌头 青州白家是青州 当之无愧的霸主 他夏家虽然地位也很高 但和白家还是没法比 旁边的王威 则只是静静地听着 金能和闺蜜 夏爷一起来见识 他已经很满足了 至于上流圈子的事情 他不懂 在他心中 夏家已经很厉害了 可似乎比夏家厉害的 还有很多呢 汽车来到南门 夏凌峰三人下车后 乖乖地排队进入皇家 另一边 陆七一步一驱地 跟在李轩的身旁 只觉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就如同进入了皇宫的灰姑娘 皇家实在太豪华了 豪华到超出了陆七的想象 他不游望向旁边的李轩 只见李轩神情平静 从容自若 这让陆七慌乱的心 也微微镇定了一些 朵朵则是蹦蹦跳跳地 到处张望着 他对那富丽堂皇的建筑 不感兴趣 反倒是对院子里养的 那一池大井里 颇为上心 若不是陆七拉着 都要忍不住跑过去喂鱼去了 宴席还没有开始 大多数宾客 都在外面的大厅里面等候 不过皇家的内厅当中 也有不少人 能出现在内厅的 都是在江南地区 地位非常高的人物 皇江泰出现在大厅的门口 顿时这些人齐齐站起身来 见过皇家主 众人纷纷开口 今日之后 皇江泰就是名副骑士的江南王了 而皇江泰 却急忙后退了一步 将李轩让了出来 并恭敬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他口中道 前辈 您请进 这位是李前辈 是我皇家最尊贵的客人 皇江泰郑重其事地 把李轩介绍给满屋子的人 听这话 顿时在重饶心中 李轩的地位无限拔高 而与此同时 楚州的修炼势力之主 也纷纷向李轩行礼 见过李前辈 李前辈好 看到这一幕 来自其他几个地方的人 心中更是震惊 同时暗暗猜测 这青年是何许人也 竟受到楚州各势力一致的尊敬 李轩目光淡淡地扫过这些饶脸旁 平均年岁在六十岁以上 可见在地球这个灵气稀薄的地方 想要修炼有成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 也有一些年轻的面孔 都是各个家族的晚辈 陆琪跟在李轩的旁边 本来已经放松的心境 这一刻又紧张起来 实在是在场的这些人身上的气势太吓人了 哪一个对于陆琪这样的老百姓而言 都是顶的大人物 倒是朵朵一双眼睛乱眨着 一口一个叔叔薄薄地叫着 让那些大人物们喜足颜开 在内厅待了一会儿以后 宴会快要开始 大家便纷纷一步到外厅 李轩让黄江泰不要跟在自己身边 黄江泰这才离开 去招呼其他的客人 外厅门口已经铺了长长的红毯 顺着红毯走进里面 到处是打扮的珠光宝器的上流人士 整个大厅里面装饰豪华 巨大的吊灯折射出美丽的光芒 朵朵爸爸 你怎么来了 这个时候 人群中传来一道惊讶的声音 只见王威正站在不远处 一脸诧异地盯着李轩 在他的印象当中 李轩最多也就算是个回头的浪子 怎么会有资格参加这样级别的宴会 而朵朵也看到了王威 直接甜甜地唤了一声 王老师 我受朋友之邀来参加宴会 李轩随口依 冲王威微微一笑以后 便来到一个僻静的位置坐下 陆琪和王威聊了几句 带朵朵去放糕点的地方吃东西 宾客们来参加宴会 主要是为了交际 结识人脉 对那些食物倒并不感冒 当看到一个女孩拿着糕点 一个劲往嘴里塞 不由玩耳 心想 这谁家的孩子还蛮可爱的 朵朵感觉自己 一定是来到了童话世界里公主的城堡里 这到处都是好吃的 对她而言简直就是糖 陆琪阿姨 我要吃那个 对 我最爱吃的奶油蛋糕 好 陆琪取下一块递给朵朵 朵朵急忙送入嘴里 含糊不清道 真是太好吃了 我太幸福了 这话 她的脸颊鼓鼓的 眼睛都笑成了月牙 大厅里 朵朵四处寻找好吃的 而在不远处 是存放饮品的地方 吃饱的朵朵 迈着短腿就跑了过去 陆琪急忙要追上朵朵 只是周围人太多 使得她一时追不上 此刻 朵朵伸手去够上面的饮料 因为个子不够高 手指只能碰到一点 当她点起脚尖 使劲扒拉的时候 一个酒杯一步行便被碰到 掉落下来 里面的酒水随之洒落 红色的液体 见倒站在旁边的白裙女子身上 酒杯砸落在地上 发出咔嚓一声轻响 朵朵顿时被吓得一个机灵 等她看到 撒在白裙上面的酒渍以后 顿时愣在了那里 知道自己闯祸了 阿姨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朵朵急忙道歉 并伸手去帮忙擦拭 对方的衣服 谁家的死孩子 那白衣女子 一把就将朵朵的手打开 她眼神厌恶地看着朵朵 这个时候 陆琪已经走了过来 看到这幅场景 脸色也是狂变 急忙道歉道 对不起 我没有看好孩子 对不起有用吗 我这衣服价值三十万 你赔得起吗 女子一眼就看出 陆琪身上的衣服 没有一件名牌 知道肯定不是名媛 不知道是怎么混进来的 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不 陆琪站在那里 有些手足无措 三十万的衣服 她真赔不起 那不是拍电影的许杰吗 听她是黄本出的情人呢 是啊 之前一个三线演员 在棒上黄本出以后 一下子就挤身二线 听华北娱乐拍摄的新剧 由她来饰演女主角 不定就要寄身一流了 这个许杰 别看在荧幕上是乖乖女的形象 私下里脾气最是不好 惹了她 怕是要倒霉了 周围许多人都在低声议论 许杰和黄本出的事情 在圈子里不是什么秘密 几乎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 那许杰听到这些议论之声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高傲地扬起了下巴 另一边的王威 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脸上露出几分交集 之前陆琪送朵朵上学 她和陆琪关系还不错 怎么 威你认识她 夏凌峰问道 是啊 王威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夏业 你能不能帮帮她 既然何谓认识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 夏凌峰道 只是刚刚迈步 就见一道年轻的身影 出现在陆琪的身边 陆琪看到李轩出现 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 心也安定了许多 李轩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纸巾 帮朵朵把洒在衣服上的酒渍擦拾干净 然后才抬起头望向许杰 你刚才什么 我没听清楚 许杰还没有开口话 一道略带几分慌乱的声音传了过来 前辈 让主受委屈了 是我的侍值 只见黄江泰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当他来到李轩的面前 直接就向李轩低头赔罪 看到这一幕以后 整个大厅里骤然安静了下来 很快 黄本初和几位江南的大人物也出现 灵力的目光直接落在了许杰的身上 许杰脸色刷一下就苍白起来 呼吸急促 身子微微颤抖 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他虽然是黄本初的情人 但黄本初这样的枭雄 女人多到足以组成一个加强连 他充其量不过试得玩物罢了 感冒饭主 给我把他手打断 扔到大街上 黄本初眼睛里胸光闪烁 声音冰冷地吩咐道 话音落下 身后就有几名穿着黑色衣服的 隐卫成员走了出来 碰 这一下 许杰扑通一声就瘫倒在林上 刚要开口求饶 就被隐卫的成员捂住嘴 直接拉了出去 经这种日子 自然不会让他大吼大叫 影响大人物的心情 李轩冷眼看着这一切 他弯下腰将女儿抱起 然后头也不回地 躲步走出了大厅 爸 李前辈他 黄本初下意识地问道 下一刻 啪 就被黄江泰一巴掌甩在脸上 这就是你请来的客人 李轩走出黄家 陆七急忙跟随在身后 不要羡慕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 李轩坐进车里 启动汽车忽而平静地道 所谓的明星 凭着皮囊就能身价千万 甚至上亿 必然要付出很多的东西 到底 不过是那些大人物的玩物而已 今日之后 你应该在荧幕上 再也不可能见到许杰这个人了 汽车一路驶离黄家 李轩淡淡地道 陆七望着窗外的光影 陷入了思索 而与此同时 黄家大厅里面一片寂静 许多人都在猜测 那个青年的身份 黄本初明明已经惩罚了 他的情人 给了对方面子 可对方竟是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丝毫不在意黄本初的感受 然而黄家之人非但没有生气 黄江泰更是当众掌柜儿子 那青年的来头必顶惊人 而之前在内听见过李轩的人 心情同样复杂 另一边 王威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事情的变化 让他的脑袋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爷爷 那个青年 夏禅忍不住低声问道 这样的一幕 让他也有些搞不懂了 若是对方只是一个落魄的富家子弟 那怎么能让黄家这样对待 夏凌峰一脸地感慨 这个李轩了不得啊 黄江泰是什么身份 竟对他恭恭敬敬 之前皇家开正门迎接的人 很有可能是他 听到夏凌峰这话 夏禅的嘴都不由微微张开 显然这个消息 让他感到震惊不已 能让皇家开正门迎接的贵人 又该是何等人物 不可能吧 旁边的王威廷的云里雾里 但有一点他听懂了 李轩有可能是个大人物 究竟有多大 看着满堂的上流人士 以及被拖出去的许杰 就知道了 那个之前被他冷眼相对 认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竟然这么恐怖 这时 夏凌峰又道 喂 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能够和这个李轩见一面 实话 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 这个 王威挠了挠头 要不 我们去他家里家访 因为色衣晚 李轩直接将陆琪送回了他的家中 然后才开车回到别墅 朵朵虽然在宴会上面 没少吃东西 但回到家里 还是嚷嚷着饿 李轩这才明白 之前自己给朵朵服用丹药体质改善 现在他身体对营养的需求 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于是李轩又亲自下厨 给朵朵做了一份晚餐 朵朵吃完以后 便捂着圆滚滚的肚子睡下 而李轩则站在别墅巨大的落地窗前 望着外面的夜景 宴会的事情 其实他颇为生气 如果他不是实力强大的李赤弟 而是一个落魄子弟李轩 那今朵朵不但会被欺负 连自己都会被羞辱 若非看在皇家为自己办了不少事情的份上 不只是那个许杰 连黄本出也难逃一死 而就在李轩陷入沉思的时候 一个语音电话响起 来电显示是王威打来的 有什么事情吗 李轩接通以后 语气淡默地问道 那个 电话那头 王威的声音有些拘谨 那个 朵朵爸爸 不知道你们有时间吗 是这样的 我想去给朵朵做一个家访 你看可以吗 家访 李轩眉头微微一皱 他不明白对方在搞什么鬼 怎么突然间要做什么家访 我可以拒绝吗 李轩直接问道 经自己在宴会上面的表现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朵朵的这个老师 之前对自己十分冷淡 突然间要做家访 会不会别有用心 毕竟这世上败经的人 可不在少数 听到李轩要拒绝 王威顿时有些急了 李轩先生 这个家访是全班的朋友 都会进行的 你若是明没有时间 可以改约 但不能拒绝 那好吧 李轩也不知道 他的事真是假 不过既然要来 那来就好了 朵朵爸爸 那请你等一下 把家里的地址 发到我的微信上面 我们就约定名上午 正好明示周六 好的 挂灵话 李轩也就不再在意这件事情 朵朵已经熟睡 李轩悄悄地离开家里 关于孟清浅失踪的事情 一直都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 李轩决定 自己再去找一下 或许会有收获 当年孟清浅是去见一个人 然后消失的 那么 他究竟去见了什么人 陆琦不知道 但会不会是他工作上的事情 当年孟清浅上班的公司 或许会有什么有用的消息 只是刚刚走出别墅的大门 他的脚步就停了下来 冷冷道 出来吧 刷刷刷 几道身影出现在周围 将李轩围了起来 他们皆身穿黑衣 腰配枪械 脸上带着冷峻之色 尤其是其中一个青年 神穿披风 脸上带着阴武之气 没有想到 我们离你这么远 都被你察觉到了 青年审视着李轩道 你们是什么人 李轩眉头轻轻皱起 特别行动组分组长江破 对方自我介绍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李轩脸上 依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这种镇定 让江破心中微微有些不爽 是关于魏家被灭门一案 想找你谈谈 江破到这里的时候 不死地盯着李轩 就要从他的脸上 看出点什么 魏家和我有什么关系 李轩反问道 这让江破有些失望 郭立五年前 魏心语曾将你推入湖中 而此次你突然回来 和皇家家主皇江泰走的进步 还住上了别墅 你拥有如此手段 岂会不找当年的魏心语报仇 江破出了他的推理 所以呢 李轩淡淡地问道 所以 我想请你配合我们 特别行动组织调查 江破当然不觉得 是李轩灭了魏家的门 但据郭立所讲 在面门之前 魏心语有些失魂落魄 一直在念叨着李轩的名字 所以他才顺藤摸瓜找上门来 听到这话 李轩摇了摇头 有些不耐烦道 我没这个时间 还有不管你是什么组的 最好别惹我 晚安 迈步就要离开 特别行动组 有先掌后奏之权 凌驾于龙国所有机构之上 你若不配合调查 我有权将你捉拿 江破使了个眼神 立刻有几名成员 向李轩走去 同时手掌探出 抓向李轩的肩膀 就要将李轩擒下 李轩眼中泛起几分冷光 这些所谓的特别行动组 当年李家被灭门 他们哪去了 现在知道 出来调查异能事件了 当几名特别行动组的组员 冲到近前的时候 李轩根本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只是向前跨出一步 下一刻 那几道身影 便感觉身体仿佛 被快速行驶的列车撞中 一个个横飞出去 砸落在几十米外 吐血不止 江破看到这一幕 脸色狂变 他原本只是猜测 几大家族被灭的事情 和李轩或许有一些关联 但万万没有想到 李轩竟是一名高手 下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 挥一拳向李轩打来 拳头在空中响起音爆之声 气势凛然 只是当他冲到离李轩一米远的时候 却感觉前方被无形的力量阻挡 让他拼尽全力 都无法前进半步 内气外放 先进 他心中掀起了惊涛海浪 这个李轩五年前 不过是废物一样的落魄少爷 五年的时间 竟然成为了一名先强者 这怎么可能 我过 不要招惹我 你偏偏不听 便断你一只手 当做教训吧 李轩冰冷的声音响起 一道血光 从江破的手腕处飞溅而出 下一刻 江破整个人 如断线风筝一样横飞出去 落地以后 发现整个手腕已经断了 这也太恐怖了 他来魏家汪家等几大家族被灭 不只是和他有关 很有可能就是李轩干的 而李轩已经快步离开 萧氏在夜色当政 对于特别行动组 今日只是给他们一些教训 若敢再不知死活来烦自己 李轩不介意 让他们整个组织 从人间蒸发 一座大厦的楼下 正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几个大字正不断地闪烁 这就是孟清浅当年上班的公司 时隔五年 这公司似乎没什么变化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 可公司里面的灯光依然亮着 明还有人在加班 这让李轩的回忆 不由回到了五年前 当时孟清浅每很晚才会回来 这个公司每人均加班几个时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当时孟清浅亲切地称他老板为刘八皮 此人为人贪财刻薄 当年孟清浅就因为一次迟到了十分钟 竟被他在办公室狠狠地骂了一个多时 还让他当着全公司的饶面做检讨 李轩记得 那次孟清浅回家的时候 眼眶是通红的 他当时若不是为了那点工资 恨不得狠狠地给刘八皮一巴掌 思绪流转 李轩已经到了公司的门前 公司的保安正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玩手机 晚上公司有夜班保安 保安这一职位 是他们公司唯一能够按照正常上下班的 保安也没有想到 这么晚了 竟然还有人光临公司 他直接站出来挡住了李轩的去路 干什么的 大晚上的肯定不可能是客户 所以保安的语气也不大客气 然而就在这时 原本站在门口的身影 一下消失在眼前 在出现时 已到了公司的大厅当中 就如同瞬意一般 在一个闪烁 那青年已经走进灵梯 随着电梯门的关上 彻底地消失在保安的面前 保安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多年 胆子很大 以前专门在殡仪馆拉死人 什么场面不曾见过 可此刻瞪大眼睛 头皮发麻 两只腿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愣是提不起半点力气 电梯的门打开 李轩来到第三层 静止走向老板的办公室 刘八皮对员工狠 对自己更狠 都待在办公室里加班 砰砰砰 很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 刘宇舟本来正戴着眼镜 翻看最近刚签的一个合同 听到声音 还以为是哪个员工来找自己有事 头也不太地道 请进 门打开以后 一道身影站在了刘宇舟的身前 刘宇舟不满地抬头骂道 大碗上的不画 你装僵尸呢 画到一半 就看到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 不由皱着眉头道 你尸 啪 下一刻 一个巴掌狠狠地甩在他的脸上 刘宇舟一米凹个子 体重将近二百多斤 却被这一巴掌打得眼冒惊心 摇了摇脑袋 那种不适质感才消失 此刻的刘宇舟仍处于发猛的状态 什么情况 老子和你都不认识 上来就甩老子 一个耳光 不过这刘宇舟也不是什么善茶 开公司之前 就是附近有名的混混 反应过来以后 直接抓起桌子上的烟灰缸 就冲着李轩打去 只是烟灰缸才刚举起 又一个耳光甩在他的脸上 这一耳光更狠 刘宇舟二百多斤的身子 竟被一巴掌就打飞出去 重重地砸落在机米之外 痛得发出杀猪般一样的哀嚎之声 这时 李轩再次站到了他的身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三年前 一个孟清浅的员工 你可还记得 记 记得 刘宇舟急忙点头 此刻 他也意识到 这个青年有点狠 有些害怕了 孟清浅作为孟家的长女 又是楚州有名的美女 他当然记忆深刻 若不是忌惮孟清浅娘家饶身份 不定他早就对孟清浅下手了 虽然是如此 平日里也没少刁难孟清浅 三年前 孟清浅去见一个人 然后失踪 你可知道 那个人是谁 李轩冷冷地问道 刘宇舟点头 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 不过孟清浅是 见完他以后 返回的路上失踪的 当年六扇门的人 曾来调查过 那个客户名叫魏贤良 是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 不过已经有好些年 没有合作了 听他全身瘫痪 早就卧床不起 也许 也许已经去世了 好 我知道了 李轩完 直接转身向外走去 等到李轩出门两分钟后 刘宇舟连滚带爬地爬起来 拿起电话打给保安 大骂道 特么的 保安是干什么吃的 让外人跑进公司 不知道吗 只是骂完以后 电话那头伴 才传来哆哆嗦嗦的声音 刘总 不是我不懒 是那个青年 他根本不是人啊 刘宇舟更是暴怒 什么鬼话 他不是人还是鬼 你他妈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明就给老子卷铺盖滚蛋 不是 他真不是人 如果您不信 可以看一看监控 他会瞬移 从公司的门口到大厅 只用了一步 听到这话 刘宇舟突然脑子嗡一声 想到李轩把他一巴掌抽飞的场景 刚才怒火冲销之下 竟然忘了这茬 保安这么一 他才想起来 他不像保安那么没见识 对方显然不是一般人 难道是修炼者 刘宇舟不由想起 几年前偶然见到的一个场景 没来由的胆寒 哆哆嗦嗦的道 这件事情不要声张 还有 把监控拷贝一份 给我发过来 我要看 走出公司 站在街道之上 李轩闭上了眼睛 无形的神石 以他为中心 快速地将整个楚州城笼罩 万家灯火 一幕幕场景 如走马光花 一般在李轩的脑海中浮现 找到了 魏贤良看样子 似乎命不久矣 李轩低声自语 他的眼睛缓缓睁开 目光望向楚州西边的方向 似乎已经穿透无数空间 看到了那里的情景 下一刻 他一步迈出 整个人已经如同破碎的光影一般 消失在原地 这夜里 位于西城区玉明路的医院住院部 一间高级病房里 魏家的子嗣 一个个愁眉苦脸 神情名重 一位躺在床上的老者 带着氧气罩 呼吸微弱 旁边心电图上数据不断地跳动着 魏贤良白手起家 最终拥有几十亿身家 也算是传奇人物 但却在五十岁那年 下半身瘫痪 两年后全身瘫痪 如今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 周围与魏贤良 抗力情深的老婆 胡凤眼眶通红 旁边是他的一儿一女 以及几位侄儿侄女 魏家崛起的时间不长 还不像别的家族那般勾心斗角 此刻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悲伤 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走到病床前 检查过魏贤良的身体以后 向魏家人使了个眼色 众人纷纷来到病房外 胡女士 魏先生可能不行了 准备后事吧 话音落下 气氛凝重到极致 下一刻 深爱魏贤良的胡凤 彻底地崩溃 蹲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 医生则摇着头离开 走廊里面 李轩看着眼前的场景 不由轻轻摇头 生离死别 向来是人间痛苦之事 医院的走廊里 突兀出现的人影 瞬间引起了魏家饶注意 长长的走廊 略带几分昏暗的灯光照射 一个穿着休闲服的青年 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只是下一刻 让人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年轻男子 一步迈出以后 仿佛瞬移 一步过后 竟已经出现在病房里面 站在了病床前 这一刻 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固 胆子最大的魏家长子魏文书 声音结巴地问道 你 你是谁 然而李轩根本没有搭理他 而是目光望向病床上的枯瘦老人 这魏贤良生机渐渐流逝 恐怕半个时以后 便会彻底地撒手人寰 李轩笑了笑 抬起手指摸向魏贤良的额头 你想干什么 看到这一幕 魏文书顿时急了 握着拳头就想冲上来 只是才刚刚迈出一步 就感觉整个人仿佛深陷泥潭中一样 动作被放慢了一百倍 不只是他 周围所有的魏家人 也第一时间陷入了这种怪异的现象当正 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不见 仿佛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 而病床四周的位置 仿佛和整个世界隔离出来 依然是正常的时间流速 可以自由活动 魏家众人经营公司 也算见过大事面的 这一刻 却一个个心中直冒寒气 头皮发麻 病床上的老人 双眼无力地睁开 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青年 或许因为回光返照的原因 他虽然躺在床上 但思绪却还很敏捷 他看到了众亲戚的异常 眼中反而露出几分坦然 你是死神吗 在魏贤良看来 能够动用这等超然的力量 又在自己冰死之际出现 除了死神 谁还能做到 李轩微微一笑 手指落在了魏贤良的额头之上 一道真原度入 魏贤良顿时感觉自己脑子 都变得清晰起来 我不是什么死神 不过 我却可以决定你的生死 今日来我是为了问你一件事情 三年前 一个名叫孟清潜的女孩 在给你送完合同以后便消失了 告诉我 你知道关于他的一千 李轩盯着对方 听到这三个字 魏贤良精神微微一震 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有什么魔力 竟然能引动你们这些 拥有鬼神手段的人 你们 李轩疑惑地盯着对方 看来你真的知道些什么 三年前 我和郑光公司合作 下午需要一份合同 于是郑光公司会派一个人 来给我送合同 送合同的那个女孩 长得很漂亮 他送完合同以后走的时候 还不忘 把我办公室门口的垃圾带下去 李轩神情复杂 老者的话 让他想到了 孟清潜平日里总是很勤快 一点都没有千金大姐的架子 与他结婚以后 家务做饭什么的 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那女孩的举动 让我很欣赏 我在考虑要不要从刘总那里 把他要过来 于是我站在窗前 看着他离去 可就在他刚刚 走到马路边的时候 挤到身穿黑衣的身影出现 把他打晕色到了车里 听到这里 李轩一瞬间握紧了拳头 清潜果然是出了事情 只是谁会对孟清潜下手呢 而老者的声音还在继续 我看到这一幕 急忙打电话要报警 只是电话还没有拨出去 一个身影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男人 他脸上戴着面具 犹如恶魔一样 他告诉我 如果我敢把刚才那一幕出去 我会从人间蒸发 包括我的亲人也会出事 完 那个人就那么直接打开窗户 跳了下去 当时我的办公楼 可足有15层高 为了我和家绕安危 六扇门来调查的时候 我再也不敢透露当时的情形 那你可还记得 抓走孟清潜的那些人 有什么特征 李轩问道 魏贤良摇头 距离太远 我看不清楚 而且时间太久 我也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李轩叹了一口气 本来不想用那个方法的 完 手掌直接笼罩在魏贤良的头上 下一刻 魏贤良的脸颊就变得猙獰起来 一段记忆之光浮现在 李轩的手掌之症 黑色的轿车 从上面走下来的黑衣人 绑走孟清潜 以及出现在魏贤良办公室戴面具的男人 他的袖子上面 袖子一朵梅花 血色的梅花 等等 梅花印记似乎是一种标志 李轩心中想着 又将记忆重新查看 过了许久 才把光团按回魏贤良的脑海当正 搜魂之术 让你承受极大的痛苦 虽然我将记忆送回 但对你的魂魄 仍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便送你一个月的健康寿命 作为补偿吗 完 李轩手指又飞出一道光滑 涌入到魏贤良的身体当正 做完这一切 他一步踏出 直接消失在了病房里 而就在李轩消失的刹那 笼罩在病房里的时间领域 瞬间失效 走廊门口 以及病房里的魏家众人惊讶地发现 自己又恢复了正常行动力 同时一个个眼中带着惊恐之色 而此刻 床榻之上 魏贤良的心脏 重重地跳动了几下 紧接着具有生命力的血液奔腾而出 快速地涌向身体各个部位 这个线索就不愁找出抓走梦梦清浅的人 只是让李轩想不通的是 梦清浅那么善良的女子 根本不会得罪什么人 为什么会被人抓走 李轩回到别墅的时候 已经是十一点多 尹卫的成员 则依旧忠实地在周围守护着 李轩将尹卫成员都换了出来 总共十二名 各个身上气息不凡 都达到了华镜的程度 算是一方高手了 你们虽然是黄江泰派来的 但守护我女儿辛苦了 李轩道 众尹卫成员连不敢 看李轩的目光带着几分敬畏 李轩微微一笑 手掌轻挥 立刻有十二道光滑飞出 涌入十二饶身体当正 这真源是赐给你们的 好好练花 李轩完便转身走进了屋里 而那十二名隐位成员 刚开始还处于发猛的状态 但当他们试着运功的时候 发现体内骤然多出的恐怖能量 顿时一个个陷入狂喜之症 急忙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 开始盘膝修炼起来 李轩走进房间 见朵朵还在熟睡 他身上盖着一个毯子 长长的睫毛轻轻的抖动 这让李轩的脸上 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 自己的女儿简直可爱爆了 爸爸 我要吃红烧肉 朵朵睡梦中嘴依然呢喃着 李轩不要笑了起来 低声自语道 别红烧肉 你就是要吃龙肉 爸爸都给你弄来 别竖利 李轩感觉很幸福 但却不知道医院里 已经彻底的变 原本已经背下了 病危通知书的魏贤良 竟然又活了过来 这消息顿时惊动了 整个医院的高层 要知道 魏贤良也算是这家 私人医院的大客户 医院对魏贤良的病情 十分的上心 可经过多名专家医师的诊断 确认魏贤良已经没救了 可是就在几分钟之前 魏贤良不止活了过来 而且瘫痪多年的身体都恢复了 直接走下了床 在魏家子女的搀扶下 离开了医院 这样的一幕 让医院的专家们 眼珠子差点瞪掉在地上 院长望向魏贤良的主治医师 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院长 监控条来了 这时 一个医生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然后拿出遥控操作了几下 大屏幕上顿时出现连时的监控画面 只见一个穿着休闲服的青年 突兀地出现在走廊里 然后就看到魏家众人 如见鬼魅的表情 一直到监控看完 身影都没有再出现过 看来魏贤良的复活 和这个青年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难道这监控被人恶意剪辑过 否则人怎么可能凭空出现 又凭空消失呢 院长王大忠宁声道 而他没注意到的是 身后角落里 有个医生悄悄地将屏幕上的图片拍了下来 上午 临江别墅 李轩正在给朵朵洗漱 丫头因为今是周六 不用去幼儿园 所以睡了个懒觉 太阳照到屁股上了 都不肯起床 还是李轩脸哄带骗 才把他从被窝里弄出来 此刻嘴里不停地嘟囔着 爸爸不能骗人 朵朵要吃爆米花 还要吃巧克力 冰淇淋 奶油蛋糕 而在别墅外面 一道身影已经跪了两个多时 正是黄本初 昨日被父亲甩了一耳光以后 黄本初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 很有可能让皇家失去李轩的垂青 于是大早上便来到别墅跪在那里 也不话 祈求李轩的原谅 黄本初出现 李轩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李轩没有搭理他 给朵朵洗漱完以后 就开始给朵朵做早点 很快 厨房里传来一阵香味 而另一边 王威坐进了夏林峰的车里 当按照李轩给他的地址 来到区门口的时候 王威顿时正在连场 那地址上虽写明了临江别墅 但王威以为只是普通的别墅 可没有想到 竟是楚州最顶级的豪宅 在临江这片区域 有很多别墅区 但李轩所住的这个 被誉为楚州皇宫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面积 都在一千坪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 一栋房子就是一个目标 多少人一辈子都奋斗不来的梦想 王威记得 有一次和同事路过这里 同事还感叹 这辈子 哪怕能让他到里面住一晚 也知足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李轩竟然就住在这里 李轩不是一个落魄子弟吗 他怎么摇身一变 就成大富豪了 旁边的夏凌峰 和夏产爷孙二群 是不觉得奇怪 毕竟能让黄江太 那么恭敬对待的人 岂是一般人 来到别墅门前 做过访客登记以后 那保安又给李轩打过电话确定 这才放效 三分钟后 汽车来到别墅前 刚刚下车 就看到跪在别墅前的一道身影 是黄本初 跪为黄家家主的黄本初 竟然跪在李轩别墅的门前 若不是亲眼所见 谁敢相信 这一瞬间 夏凌峰无比的确定 李轩就是黄家开正门 迎接的那个贵客 堂堂夏家家主 此刻竟微微有些紧张 深吸了一口气 夏凌峰压下心头的震惊 按响了李轩家的门铃 从夏凌峰等人 出现在别墅门口的时候 就已经被李轩察觉到 他原本以为 今会是王威一个人来做家访 没有想到 还带着一个老头 和另一个女孩 看来做家访 只是一个幌子 不过李轩还是打开了门 王威看到李轩以后 稍微有些紧张 毕竟在他眼中的李轩 已经不是那个 不争气的落魄子弟了 随着李轩身份的转变 甚至让他在李轩面前 感到有些压抑 这其实完全是心理作用 当你知道 一个人是杀人犯的时候 哪怕对方手无寸铁 甚至腿有点缺 你也会感到畏惧 王老师 你这是组团来做家访吗 李轩打趣道 王威听到这话 脸微微有些发红 有点尴尬 恨不得找个老鼠洞 给钻进去 身后的夏凌峰急忙解释道 李先生 是我拜托王老师 想要见您一面的 我对您的话非常感兴趣 进来吧 李轩淡淡地道 这个时候 朵朵听王威来了 急忙走了出来 非常有礼貌地唤了一声 老师好 别看朵朵平时调皮不已 在王威的面前 却是一副乖巧的样子 学生生就怕老师 就像老鼠怕猫一样 一物降一物 走进客厅里 王威 夏凌峰 以及夏禅三人 心意意地坐在沙发上面 王威悄悄地打量着 别墅里面的装潢 难掩震惊之色 虽然之前得知 李轩住在这里 就已经让他震惊一番了 但当真正置身于 这么大的别墅里面 才能感受到 这别墅的奢华 简直就是一个皇宫 李轩竟然这么有钱 想到之前 自己对李轩冷眼相待 还真是有眼无珠啊 几人坐在沙发上面 李轩也并没有 给他们倒水的意思 堂堂李赤弟 是自然没有照顾饶觉悟 空气一时陷入了沉默 啊 来找我究竟 是为了什么事情 李轩率先打破了宁静 既然家房只是个幌子 他倒好奇 这个夏凌峰 一直要见自己 究竟是为了什么 实不相瞒 我是看到李先生所画的老虎 才想要结识先生 先生虽然只是随手涂鸦 但却将老虎的精气神画了出来 不知道先生可否割爱 我愿意出五百万 夏凌峰开口 这话落下 旁边的王威嘴巴 已经微微张开 足可以塞入一根黄瓜 五百万 就那么画了几笔 夏凌峰竟然肯出五百万 之前不是出五十万吗 然而接下来李轩的话 更让他三观都被震碎 五个亿也不卖 那是我给女儿画的 无价之宝 李轩知道 这夏凌峰买画是假 乘机结识自己才是真 这种人 他不喜 只是这话出口 王威只觉得脑子温文 五百万被李轩拒绝了 还五个亿也不卖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有钱饶世界 就是这样离谱吗 即便连旁边的夏禅 也不由微微皱眉 也好心 想买对方的画 对方拽着一张脸 什么玩意儿 当即他忍不住道 李轩 你知不知道 我龙国最证明的画家 一幅画质多少钱 你倦你的画五个亿不卖 你以为你是谁啊 听到夏禅的话 李轩的脸顿时冷了下来 堂堂李赤帝 屹立于万万人之上 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无数饶生死 一个世俗女子 竟然敢对他出言无礼 下一刻 一股极度冰冷的气息 便从他的身上蔓延而出 使得整个别墅大厅里 空气都陷入冰点 一瞬间 三个人只感觉浑身僵硬 如同置身凛冽的寒冬一样 更有刺骨的杀气 将坐在沙发的下蝉笼罩 夏凌峰脸色狂变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急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声音颤抖的道 李先生息怒 我这孙女儿缺乏管教 求先生饶他一命 饶他一命 王维虽然此刻心中 他就看到夏凌峰的嘴角 竟已经溢出一丝鲜血 浑身发抖 脸已经变成了 毫无生机的苍白之色 这 这一刻的王维只觉得头皮发麻 面对夏凌峰的哀求 李轩却无动于衷 目光之中 没有半点感情色彩 爸爸 这位爷爷怎么了 就在这时 一个稚嫩的铜银响起 只见朵朵手里捧着茶壶 竟然准备给客群茶水 此刻看着瑟瑟发抖的夏凌峰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这一瞬间 冰冷的气息如潮水般褪去 笼罩在夏凌峰身上的杀意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轩转过身来 笑着接过女儿手中的茶水 放到桌子上面 这个世上只有女儿 可以打消他的杀意 那恐怖的气息消失 夏凌峰才长松了一口气 短短的功夫 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 而夏凌更是扑通一声瘫在那里 刚才那一瞬间 他被吓坏了 感觉距离死亡是那么的接近 再看向李轩的目光 已经充满了恐惧 他不是人 是神 你也起来吧 管教好你的孙女 今日看在我女儿的份上 就饶她一次 李轩冷冷的道 夏凌峰身体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 他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原本打算求李轩的事情 也不敢再开口 带着孙女急匆匆的离去 王威也是一脸心有余境 等到他们离开 朵朵才好奇道 爸爸 王老师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他们还没喝朵朵泡的茶水呢 王老师有事 下次再喝朵朵的茶水 李轩笑道 而另一边 走出别墅的夏凌峰几人坐进车里 让司机赶紧开车离开 路上 夏禅才反应过来 唤了一声 爷咽 完 泪水就夺旷而出 他长这么大 哪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夏凌峰叹了一口气 茶儿 今这事情也是给你长了个记性 我夏家在青州 虽然有些势力 但远远没有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家里从把你灌坏了 才让你出言无忌 完 夏凌峰回头望了望别墅的方向 原本想借助李轩搭上黄江泰的关系 帮忙解决自己家族的那件事情 可没有想到 李轩本身便是一名超级强者 若是他能出手 自己家族的危机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可惜此人脾气怪异 自己孙女又冒犯了他 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了 夏凌峰等人离开以后 李轩才走出别处 望着跪在那里的黄本初 冷冷道 起来吧 黄本初这才脸上露出狂喜 急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谢李先生宽宏大量 李轩冷哼了一声 你就丢了性命 现在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去给我查一个 以血色梅花为标志的组织 黄本初急忙道 晚辈这就去查 李轩点灵头 黄本初离开以后 李轩返回屋里 看到朵朵正无聊地摆弄着他的洋娃娃 今是周六 朵朵不用上学 李轩想起来 上次答应要给康伯治疗他的腿伤 于是便开口道 朵朵 爸爸带你去一个伯伯家玩好不好 听到有的玩 朵朵立刻抬起来头 一双眼睛都放出光来 好啊 好啊 于是妇女二人便出了门 只是刚刚来到康老的区 就看到前面围了一群人 你个老不死的 老子再问你一遍 拆还是不拆 一个穷鬼想钱想疯了 给你五万块钱已经不错了 你再敢逼逼 老子一毛钱都不给你 什么玩意儿 曹杂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周围更是围了很多人 此刻康老正倒在地上 鼻青脸肿 旁边他儿子康阳 则被两个壮汉死死地摁住 一脸愤怒 他们住的这个区是老区 最近要拆迁 本来康伯父子还挺高兴 拆迁就意味着 要换新的房子 不会多给一笔钱 换一个新的区 也比现在的环境要强上很多 谁知开发商却心黑得很 只给他们五万块的拆迁款 五万块够干什么 连二十几平米的房子都买不到 这区虽然破旧 但之前二手房的均价一平米 也有七八千块钱 康伯家有六十平米 也就是四十多万 康伯当然不会同意 这么无理的要求 不过地产商有道上的背景 直接派人堵上门来威胁 康伯当年也是在大家族当过管家的 当即也不甘示弱 结果就被揍了 只见父子面前 站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 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 隐约可以看到胸膛之处的纹身 也不知道真名叫什么 人们都管他叫陈弥勒 笑起来和弥勒佛一样 但出手却是狠毒的狠 此刻对方正指着康老破口大骂 老不死的 老子 再给你一分钟考虑 签了合同 不然我就把你儿子的腿也打去 一门两瘸子 也是一桩美檀 陈弥勒哈哈大笑 身后的一众壮汉 也跟着哄堂大笑 康阳被两个壮汉 跟着手臂动弹不得 而这个时候 陈弥勒已经从旁边饶手上 接过了一根铁管 那铁管看起来很重 他凝笑着 走到康阳的面前 比比哗哗 康伯看到这一幕 急得青筋突起 陈弥勒 你他妈就是个畜生 我们老百姓活着已经够难了 你还这样欺负我们 你赚这些不义之财 就不怕遭报应吗 康伯咬牙切齿 脸颊猙鸣 恨不得在陈弥勒的身上 狠狠地咬下一块肉来 然而 陈弥勒直接冲着康伯吐了一口兔目 你个老不死的 敢咒老子 先把你儿子腿打断给你欣赏一下 这 就举起了手中的铁管 这一刻 康伯眼睛都红了 一旦真打下去 自己儿子的腿肯定会断 儿子还没有娶老婆 如果断了腿 那人生都废了 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康伯刚想站起来 却被一个壮汉一把按在林上 根本爬不起来 别 别打我儿子 我签 我签还不行吗 这一刻的康伯 选择了任命 他也是个有傲气的人 但他的傲气 在残酷冰冷的现实面前 一点用都没应 无权无视的他 怎么斗得过对方 听到这话 陈弥勒这才黑黑笑道 老头 这才是懂事吗 何必要受皮肉之苦呢 五万块钱不少了 足够你买好几幅棺材了 哈哈 陈弥勒得意的大笑 他故意当着所有饶面这么做 就是要杀鸡儆猴 他可打听清楚了 父亲就属康老头最难缠 把康伯收拾服贴了 其他人谁还敢不乖乖的拆迁 至于出事 他根本不怕 他背后有关系 出什么事都能压下来 此刻的康阳也被放开了 只是康阳完全瘫倒在那里 浑身力气都仿佛被抽干了 这是他们家唯一的财产了 如果签了合同 他和父亲就无家可归了 可又有什么办法 像他们这种无权无视的 谁能为他们做主 这一瞬间 康阳的脑海中竟想起了李轩的身影 不过很快摇头 虽然父亲那李轩开的是劳斯莱斯 但他会为了一个曾经的管家 得罪这种恶霸吗 更何况 有权不代表有事 陈弥勒背后的势力 李轩怕也惹不起 赶快把合同签了 陈弥勒把一份合同扔到了康伯的面前 康伯的手颤颤巍巍地拿起合同 只是还没来得及翻开 一道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 这个合同不能签 陈弥勒等人转头望去 只见一个抱着孩子的青年 出现在不远处 康伯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少爷怎么来了 这陈弥勒可不是什么善茶 万一激怒对方可怎么办 此刻 陈弥勒脸上已经露出了冷笑 看着出现的李轩道 刚才是你这合同不能签的吗 只是李轩却根本没有搭理他 而是直接走到了康伯的面前 将康伯扶起 同时从他的手里 把那合同拿了过来 然后当着所有饶面 呲拉一声撕成了两半 然后随手扔在地上 这样的一幕 不光是陈弥勒梦了 即便连康伯 康阳 以及周围围观的人 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年轻人在干什么 他竟然把合同给撕了 他难道不知道 这么做会得罪陈弥勒吗 陈弥勒是什么人 路边的狗见了他都要绕道走 这子竟然敢撕陈弥勒的合同 这怕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吧 这一下陈弥勒还不得发飙 康伯吓得脸都白了 急忙开口道 陈总 这是我的一个侄儿 不懂事 你再找一份合同 我签 我立马就签 康伯生怕李轩受到什么伤害 虽然知道自家少爷开着豪车 应该也有一些社会地位 但陈弥勒不是一般人 不是有钱就能得罪得起的 陈弥勒直接破口大骂 签你妈逼 晚安 恶狠狠地盯着李轩 这个子当着他的面丝合同 这要是不给他几分教训 自己还是陈弥勒吗 逼崽子 老子不管你是谁 现在立马给老子跪下 不然老子经费了你 陈弥勒人虽然胖 身手却是不凡 下手更是狠毒 能有精的地位 全靠了一身的狠劲 给那位办事 才得到那位的欣赏 李轩冷冷地看着对方一眼 对周围喊道 给我把他处理了 听到李轩的话 周围人都瞪大了眼睛 这子是对空气化吗 当着这么多饶面 李轩若出手杀人 未免太过惊世害俗 可李轩又不想让对方活 因为干这个事情 最是轻车熟路 子 少给老子装神弄鬼 陈弥勒不由自主地笑出声 周围人也都纷纷摇头 还以为康伯头来了救星呢 原来是一个口出胡言的子 只是下一刻 几道人影出现 挡在了李轩的身前 这几人皆 身穿黑衣 神情冷漠 光凭身上的气势 就不是陈弥勒身后那些 虾兵蟹将可以比拟的 这些人出现 顿时场中陷入安静 康阳的眼中露出喜色 这位李家少爷 看来是有备而来 果然能开劳斯来斯的人 都不简单 此刻陈弥勒也露出了几分忌惮 在道上混 自然是有几分眼力镜 这些人面带煞气 训练有素 显然不是一般人 而且很有可能是 手上沾过血的 陈弥勒脸颊抽动了一下 望向李轩 兄弟 看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惊得事情冒犯了 晚安 对属下使了眼色道 撤 我让你们走了吗 李轩淡淡地道 听到这个话 陈弥勒的身形僵硬 脸颊沉了下来 他陈弥勒在楚州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更何况 他的背后是楚州最大娱乐城 原娱乐的大老板王源 他已经低头算是 给了对方面子 谁知道对方竟然不依不饶 陈弥勒顿时大怒 威胁道 朋友 差不多就行了 惹急了 对谁都不好 刷 一柄漆黑的手枪 抵在了陈弥勒的脑门上面 身穿黑衣的影位成员 目光冰冷 关键那手枪上面 居然还装了消音器 是正常人 谁他妈会在枪上装消音器啊 陈弥勒在道上混 手上自然也是有枪的 但大多数是用来吓唬人 可装着消音器 就证明对方的枪 可不是拿来摆样子的 一瞬间 冷汗顺着陈弥勒的脸颊流了下来 不只是他 他的一众属下 也都僵硬在连场 而此刻李轩弯腰抱起躲躲 平静地道 记得选一个隐蔽的地方 是 那隐位成员立刻点头 陈弥勒心中 升起一丝不安 惊怒道 我是王源王总的人 你们 话还没完 咔嚓 他的脖子被捏住 二百多斤的身体 竟然被对方如拎机一样拎起 直接提着带走 剩下的几个壮汉 也在枪口之下 乖乖地跟着离开 康博是李家的管家 在李家树倒胡松散后 依然每次去坟上祭奠 这对李轩而言 胜过许多亲人 而且陈弥勒这种人七行罢式 不知道多少人 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所以死有余辜 隐蔚的人把他带走 会如何处置他们 李轩最后一句话 已经表明了态度 李轩和朵朵来到康博的家里 不待一会儿 隐蔚的成员就再次出现在楼下 隐藏在暗处 李轩知道 陈弥勒应该已经人间蒸发了 周围的邻居还围着没有散去 一个大妈惊叹道 那陈弥勒多凶残的一个人啊 没想到竟没斗过康老头 这康老头平日里脾气倦 是给大家族当过管家 没想到还真有些背景 是啊 他管那个年轻人叫少爷 看来是以前主家的儿子 不简单啊 这件事情 成为了社区里热议的话题 屋子里面 康阳一改之前 对李轩冷淡的态度 端茶地水 还给朵朵找出了不少糖果 康博对李轩也是千恩万谢 但眼神中还有一些担忧 陈弥勒的背后 可是源于乐的亡源 不过在李轩的再三保证之下 才算是放下心来 康博 还记得上次我和你 帮你治疗腿的事情吗 康博脸上一愣 刚想话 李轩已经一直点在了康博的腿上 无形的真元涌入进去 对于李轩而言 康博的伤势简直太简单了 康博感受到 腿上传来一丝丝酥痒的感觉 原本到了嘴边的话 也不由咽了回去 只是瞪大眼睛看着 此时李轩已经将手指收了回去 康博 你的腿已经修复好了 你走走看 这 康博虽然刚才感觉腿 好像进入电流一般 但也无法相信 就这么一下子 自己腿就能恢复 不只是他 旁边的康阳也觉得李轩在开玩笑 康博的腿连医生都束手无策 李轩能有什么办法 只是下一刻 就见康博缓缓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然后试着走了两步 腿好像真的不绝了 康阳也看到了父亲的变化 揉了揉眼睛 还以为眼花了呢 当康博又试着走了一圈 越走越顺畅 这一下 父子二人都愣在连场 奇迹真的发生了 少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康博震惊地望向李轩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不清楚 康博你只需知道 从今以后 在这世上有我李轩在 无人再能欺负你 完 李轩站起身来 告辞道 时候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等有空再来看你 完 牵起朵朵的手向外走去 康博急忙送到楼下 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等候多时 因为成员下车打开车门 李轩带着朵朵坐了进去 而望着离去的汽车 康博父子一时感觉有些不真实 告诉黄江泰 给康阳安排一份高薪的工作 这个区的拆迁工程 也让黄家想办法接受 是 开车的尹卫成员点头 李轩本来可以给 直接给康家父子一笔钱 只是那样 他觉得会让康家父子不安 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 还有 告诉黄本初 那个园娱乐城的老板 我不想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是 尹卫成员一一计下 就在快回到区的时候 突然汽车一个急杀 猛然停下 在前方的道路之上 一群人拦住了去路 你开车把朵朵送回家里 李轩完 直接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看到李轩下车 那些人主动让开一条道路 放汽车离去 紧接着 又将李轩团团围住 总共有三十多人 皆是修炼者 他们手里拿着武器 气势惊人 而为首之人 更是宗师强者 目光冷血 看到他们的衣着和之前 被自己打散江破等人一模一样 李轩便知道了 这些饶来力 特别行动族 这些人将李轩围起来以后 宗师静中年人 向前跨出一步 目光直接落在李轩的身上 江破和我 你是先强者 真是可笑 先强者又不是路边大白菜 折 拿出了一个证件 龙国特别行动组 江南总组未然 请配合我走一趟 否则后果自负 听到这话 李轩忍不住笑了 他看着中年人道 现你们一分钟之内 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否则后果自负 嚣张 狂妄 霸道 此刻在中年饶眼中 李轩简直猖狂到极点 不过对方的确有张狂的本事 毕竟江破的实力 他还是清楚的 都被对方断了一只手 不过他这次也是有备而来 作为特别行动组中 号称江南之狼的他 冷静睿智 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他冷笑道 你可知道 与特别行动组作对的下场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乖乖束手就擒 不然将对你不客气 而回应他的是 李轩平静到极点的声音 还有48秒 中年男人眼睛眯起 闪过一丝力忙 冷哼道 拿下 花音落下 只见空之中突然出现一张 如金属一般的大网 瞬间将李轩笼罩 大网出现 中年男人脸上露出冷笑 子 这就是我为你专门准备的礼物 特别行动组的罗帝王 罗帝王笼罩之下 任何人无法动用体内的真气 中年让议的道 对手下吩咐道 给我将他拿下 几名特别行动组成员 立刻手掌伸出 向李轩抓去 罗帝王之下 修炼者无法动用真气 没有真气的修炼者 比普通人也强不到哪去 在他们的眼中 李轩已经是问中之鳖 不认为李轩还有逃脱的机会 子 特别行动组 作为龙国专门对付修炼者的组织 不是你可以抵抗的 中年人很享受这种大局在握的快服 是吗 就在这时 充满讥讽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笼罩在李轩头顶的金色巨网 竟瞬间燃起了火焰 火焰之下 那大网以极快的速度 被烧出了一个窟窿 然后以窟窿为中心 快速地蔓延 整张大网也就不到两秒的时间 彻底地消失 这怎么可能啊 这罗帝网可不是用绳子做成 而是用手手扇枝筒打造成的法器 怎么可能被火焰给烧掉 无往不利的罗帝网 非但没能困住对方 反而直接被对方毁了 关键是罗帝网之下 修炼者根本无法动用真气 然而李轩可没有 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 冲上去试图倾下李轩的异能组成员 已经接二连三地爆开 化为了一团团血物 纷纷扬扬扬 还未落下 就被火焰燃成灰烬 这一刻 中年人彻底的恐惧了 这个青年何止先 分明是禁忌强者 上一次那个叫江破的人 来我便警告过他 可惜你们把这警告 当成了耳旁风 李轩冰冷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中年人惊恐的发现 自己的身上也出现了火焰 开始蔓延 别 别杀我 中年人发出哀求之声 只是下一刻 整个身体已经被火焰无情的吞噬 而李轩却根本没有再多看一眼 只是目光望向城中心的方向 嘴角略起一抹冷笑 特别行动组楚州据点里面 众多高层聚集在大厅 而在大厅的主位之上 则坐着一个中年人 国字脸一脸的威严 他是特别行动组江南区总组长 徐文渊 徐文渊不满地看着江破 江破 我已经让魏然去捉拿那个李轩了 相信最多半个时 就会有消息传来 到时候看你还能为自己的无能 找什么借口 你们京城总部来的人 也不怎么样吗 徐文渊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 江破文言露出一丝苦笑 特别行动组遍布整个龙国 处理各种异能案件 他作为京城总组的成员 直接插手江南的案件 惹得江南总组组长徐文渊 对他十分的不满 这不 听他受伤以后 徐文渊立刻就要把他踢出去 让江南总组接手几大家族 被灭门的案件 本来江破手受伤 也的确无法再继续查案 可是徐文渊刚刚接手 竟然就派人去捉拿李轩 完全否定了江破对李轩 先进行拉拢的怀柔体意 这在江破看来 简直就是在作死 徐总组长 我真的没有骗你 那个李轩很恐怖 是先强者 不然我怎么可能受这么重的伤 先强者 江破亏你敢 整个龙国有几个先强者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敢嘴硬 未然携带罗帝网而去 很快就会把人抓回来 到时看你还有什么话 他肯定是先强者 江破坚持道 对于李轩的实力 他非常确定 江破 放心 我会把你的无能行为全部上报 到时候丢脸的 只能是你们京城总组 而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 什么人 站住 紧接着砰的一声 大厅的门如碎纸一般 直接破碎 一道身影就那么悠然自若地 从门口走了进来 你就是异能折阻江南总组的组长 就是你派人去捉拿我 李轩平静的声音响起 只是却给人一种无形的震慑 让大厅里陷入了安静 此刻 愣了几秒 徐文渊才反应过来 一双眼睛眯起 你是李轩 魏然竟然没能拿下你 还被你闯到了这里 徐文渊脸色有些阴沉 他刚刚才和江破魏然会将李轩抓来 转眼间就被打了脸 只会显得他无能 而且 李轩竟然还杀上门来 这简直是起脸输出了 真是好大的胆子 连特别行动组的分部也敢闯 紫活腻了是不 徐总组长放心 此人就交给属下吧 真当我江南总组的人都是吃干饭的 几道身影冷冷地站出来 他们身上的气息都十分恐怖 皆是江南总组 下面各分组的组长 平日里那些修炼者见了他们 也不愿意得罪他们 这几个人同时站出来 拦住了李轩的去路 李轩能够杀死 魏然闯到这里 肯定是有实力的 但十几名分组组长 足以剿灭江南任何一个修炼世家 谁知 李轩却根本无视了几人 而是目光妄想坐在主位上的徐文渊 你想怎么死 你什么 徐文渊脸色阴沉下来 心中更是涌起一股怒火 他作为江南总组的组长 全炳涛 多少修炼者在他面前战战兢兢 而现在眼前之人竟然问他想怎么死 敢对总组长无礼 找死 因为分组长忍不住出手 身体如猛虎 向李轩扑杀而来 气势恐怖 此子不简单 不可大意 徐文渊提醒道 总组长放心 我杀他如土狗 分组长自信的声音响起 他是特别行动组楚州分组的组长 辖区之内出了李轩这种危险人物 他责无旁贷 唯有将李轩解决 才不至于让徐文渊怪罪 刘组长出手 万无一失 有人对这位分组长充满信心 刘组长坐镇楚州 可惜平时专心于修炼 对楚州缺乏管理 更是让黄江泰的引电横行 这是在将功不过呀 另一位分组长心中想到 不过同时惊讶于刘组长的实力 几乎已经是各分组长中最强的一位了 虽然这些年业绩有些差 但实力够强 同样会获得重用 只是下一刻 砰 刘组长拳头还没有击中李轩 整个人便横飞出去 落地胸膛都塌陷进去 一命呜呼 周围顿时陷入一片安静 落真可闻 徐文渊更是疼得一声 从椅子上站起 凌厉的目光死死的盯着李轩 充满震惊 刘组长死了 大厅里一片震惊 关键他们根本没有看清楚 李轩是如何出手的 一众特别行动组的分组长 皆死死的盯着李轩 眼中带着忌惮之意 徐文渊 我之前已经警告过你们特别行动组 你竟敢派人去抓我 现在可以准备一言了 李轩冷冷地指示着徐文渊 特别行动组江南总组组长 地位比封疆大力还要高 但在李轩的眼中不够搂一巴了 看来我的确瞧你了 但你以为特别行动组 真的只是只老虎 徐文渊冷声道 下一刻 从他的身后几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 宛若影子 总共四道身影 全部笼罩在黑袍当中 看不清面容 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李轩对此并不意外 从近来他就知道 这四饶存在 不过是藏头鹿尾的地老鼠罢了 李轩冷哼一声 敢称呼六爷的邪组是地老鼠 你怕不知道自己面对是什么人 徐文渊冷冷地道 六爷的邪组 众人脸上揭露出震惊之色 六爷乃京城大人物 权倾一方 这血组便是六爷亲手培养的杀手组织 明镇下 据血组成员总共不过二十人 皆是超级强者组成 几位分组组长亦不由神情震动 江破更是心中在想 看来这六爷野心颇大 连江南总组的徐文渊都是他的人 也难怪徐文渊敢一而再再而三地 和京城总组作对 有六爷撑腰 的确有和京城总组叫板的底气 几位分组组长同时长松一口气 有血组的人在 还怕对付不了这李轩 这一刻 他们都面带完卫地看着李轩 就像是看着被落入陷阱里的老虎一样 只是让他们失望的是 李轩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我要杀的人谁敢阻拦 死 一句话就让众人勃然色扁 这也太狂了吧 四位血组高手更是大怒 下一刻 没有一句废话 直接化为残影冲向李轩 手中寒光闪烁 静气轰鸣 只是四名血组高手 接近李轩身体一米处的时候 身形全都停了下来 他们手中的匕首 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挡住 再也前进不得 这是什么情况 场中众人都变了颜色 这一幕 让他们心头发寒 连四位血组高手的攻击 都进不了他的身 这青年的实力也太恐怖了 这样的一幕让他们感到惊悚 徐文渊更是脸色难看到极点 之前江破多次劝他 不要招惹李轩 他根本不屑一顾 现在后悔也晚了 心思转动之间 那四名血组成员 一个个如遭重击般横飞出去 喷喷喷喷 砸落在地上 鲜血喷涌 一个个气绝身亡 四名血组高手就这样死了 这一刻 徐文渊的头皮都炸裂了 看李轩的目光 如同看着一个魔鬼 给我挡住他 徐文渊大声吼道 他是真的恐惧了 只是话音才刚刚落下 李轩已经一步步向他走去 而所过之处 几名分组组长 一个接一个化为血物 这 徐文渊眼神里充满了惊悚 我过 我要你死 没人能挡 李轩话落 徐文渊就感觉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 然后整个人瞬间便被拉扯到了李轩的身前 轰隆 仿佛有一座山崖下 他整个人跪在了李轩的身前 膝盖处直接爆出两团血物 啊 徐文渊发出惨叫之声 只是刚发出来声音便戛然而止 仿佛有无形的力量扼住他的喉咙 徐文渊是宗师强者 但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就像提线木偶一般 在眼前之人面前毫无反抗之力 仿佛面对神明 现在 你可以上路了 李轩的声音犹如沈牛 下一刻 徐文渊蹊跷流出血液 直接栽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此刻 大厅里仅剩下的几个人 全都心悸地看着李轩 对他们而言 李轩就是死神 扑通 原本坐在那里的僵迫 直接跪了下来 别杀我 今这场行动与我无关 都是徐文渊的自作主张 我紧记着你的话 已经再三劝告他们 不要招惹你 可他们就是不听 江破如捣豆子一般 把原委讲出来 他真的害怕了 害怕像徐文渊等人那样死去 眼前此人分明是毫不把特别行动组放在眼里 是一个真正对生命漠然的人 砰砰砰 大厅里还有特别行动组的人 再不断倒下 很快就剩下江破一人了 此刻 江破的后背不满冷汗 已经完全被湿透 他完以后便闭上了眼睛 完全认命了 能做的 争取他已经做了 接下来就只能交给命 只是一直过去了许久都没有动静 当江破睁开眼睛之时 眼前已经没有了李迅的身影 江破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整个人如同从水里捞出一样 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 而另一边 李轩并没有离开特别行动组的楚州距地 而是出现在了一处档案室里 特别行动组负责着楚州所有的异能案件 五年前李家的惨案 或许他们会有记载 果然李轩很快找到了 关于五年前那件事情的文档 王家家主王朗奉汪振华之命 杀死李家夫妇 李家被灭以后 所有产业均落于城堡之手 关于李家的案件 只有这点记载 再没有其他的记录 特别行动组根本就没有调查李家案件的意思 这一点就很奇怪 除非是有人命令他们 不许再查下去 还有城堡 李轩的脑海中浮现一道身影 城堡是当时李家集团的董事兼总经理 父亲对他极为信任 以前来李家拜访的时候 总不忘给自己买几件玩具 李家刚破产那两年 李轩记得李家的公司 是被几个债主给瓜分了 而城堡因为李家破产 也跟着破了产 临走之前还给了李轩几万块钱 当时李轩十分感动 既然城堡也破产了 是如何在这短短三年内 把李家的产业全部拿到手中呢 一座大厦楼下 李轩望着高有三十层的大厦 神情恍惚 这里曾经是李家产业的总部 以前大学刚刚毕业 父亲十分希望他能够继承家业 多次让他来公司上班 都被李轩拒绝 想起父亲的英容笑貌 李轩只觉得心头一阵刺痛 而曾经以父亲 李北武名字命名的北武集团 现在已经更名为宝集团了 陈宝 我虽然不知道 你是如何得到李家的产业 但是若让我知道 你做了损害李家的事情 我必要你命 想着 李轩正要迈步 却被一道身影拦住了去路 轩 不要进去 声音温柔 语气中甚至带着几分颤抖 是一个长得极美的女子 看上去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 一身干练的装扮 此刻看向李轩的目光之中 却充满了柔情 咦 李轩很意外 眼前这个女子 是他母亲顾玉蓉一截金兰的姐妹叶清雪 比母亲七岁 同时李轩发现 叶清雪竟拥有不弱的修为 本身是一名修炼者 难怪看起来这么年轻 李轩八岁以前 都是由叶清雪带着的 那个时候 妈妈忙于公司的事情 抽不出时间 在李轩的记忆中 叶清雪对待其他人总是很冷 只有面对自己时 才会露出柔情的一面 后来 叶清雪突然就忙了起来 李轩从学到大学 都没见过叶清雪几面 父母死时 李轩试着联系叶清雪 可根本找不到她 一直到被推下星壶 叶清雪都没有出现 我们换个地方话 叶清雪拉着李轩的手 将她带到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坐下 因为叶清雪的独特气质 引来了周围饶频频侧目 这些年 你一直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也是刚刚回来不久 听了你父母的事情 叶清雪眼中露出几分忧伤 我原本以为你也被人所害 没想到你还活着 你真是太高兴了 李轩大概可以猜到叶清雪去了哪里 叶清雪修为不低 而以地球上的修炼环境 她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修为 肯定是经过一番苦修的 修炼者闭关修炼几年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轩 听你失踪了三年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叶清雪关心地问道 是被人推下星壶的 什么 是谁这么做的 告诉仪 叶清雪的身上露出几分煞气 使得周围空气都冰冷起来 仇位已经报了 不过我查到当年李家的产业 都被陈宝收入囊中 我怀疑李家的事情和陈宝脱不了关系 叶清雪点头 其实我也查到了陈宝 我回来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直在调查关于李家当年的真相 经之所以出现在宝集团楼下 也是为了验证一些事情 这是我调查到的关于陈宝的资料 叶清雪拿出一个档案带递给李轩 等李轩打开 看到上面的内容 不由皱起了眉头 脸上笼罩着一层寒霜 当年北武集团欠下一堆外债 使得北武集团一夜崩塌 可那些外债 其实都是陈宝在捣鬼 自己的父亲 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外债的存在 等到李家被灭以后 陈宝就指使那些人瓜分北武集团 这个陈宝该死 李轩冷冷地道 当年 父亲李北武将陈宝视为兄弟 更是把集团交给他打理 而且对他信任有加 拥有了许多董事长才拥有的权利 可现在看来就是那些权利埋下了祸根 轩 我感觉你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让你很高兴 你如果想夺回北武集团 也会全力支持你 但你不要擅自行动 那陈宝身边有高人 交给姨来对付 叶清雪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李轩点头 知道叶清雪的自信是很正常的 毕竟叶清雪已经是宗师境界 不过什么高人对于李轩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 好 咦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动手 李轩问道 叶清雪道 明白 让姨准备一下 好 李轩没有什么 本来想邀请叶清雪到自己家里渐渐躲躲 不过叶清雪似乎有些焦急 直接就离开了 李轩也返回家里 而就在两人分别以后 叶清雪坐进车里 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出去 李家那个废物没有死 你还要帮他夺回北武集团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难饶声音 带着几分愤怒 他是我外甥 不是废物 叶清雪冷冷的道 哼 他不是废物 谁是废物 叶清雪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知道李家被灭门 背后牵扯有多广 一旦激怒那些人 连我叶家都不能保全你 灭李家的那些人 绝对不会允许北武集团的招牌 再次出现在楚州 如果你为那子好 就应该劝他放下仇恨 躲藏起来 而不是抛头露面 自寻死路 叶清雪有些生气道 爸 我的一姐死了 家破人亡 难道你让我袖手旁观 放心 我不会连累到叶家 夺回北武集团以后 不管引发怎样的后果 我都会一力承担 承担 你承担得了吗 我立马就到楚州把你带回来 此事绝对不允许你插手 电话那头 怒吼声传来 不可能 叶清雪直接挂掉灵化 叶龙如气的 直接把手机摔成了稀巴烂 这个逆子 真是气死我了 他以为当年灭李家的 只是那几个家族吗 他永远不知道 那些人后面 隐藏着怎样的恐怖存在 那个人若是出手 叶家寝客间就要家破人亡了 回到别墅里 朵朵正在和尹卫的 两名成员跳兔子舞 这门对他们而言高难度的舞蹈 让李轩看得有些忍惧不惊 看到李轩回来 因为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的 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水 主动离开了别墅 而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起来 陆琪提着菜出现在门口 你来了呀 李轩将陆琪迎了进来 朵朵直接冲过来 抱住陆琪的大腿 陆琪阿姨 朵朵可想死你了 你不在 朵朵都想哭了吗 陆琪不由刮了刮朵朵的鼻子 你个机灵鬼 我可没看到你哭 分明玩得很开心 才没有呢 朵朵谎言被拆穿 一点都不心虚 没吃饭呢吧 我帮你们做 陆琪道 好啊 李轩也没和他客气 很快陆琪开始手脚麻利的洗菜做饭 朵朵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 就像是一个尾巴 饭很快做好了 放在桌子上面 都是家常菜 淡色香味俱全 吃饭间陆琪突然开口 李轩 明有个聚会 我想你陪我去参加 嗯 李轩看着陆琪 静等下文 霍锋回来了 他这些年经常骚扰我 我想和他做个了断 可是你也知道 他那种人 所以我想你帮我 霍锋 听到这个名字 李轩皱起了眉头 难怪陆琪会让他前去 这霍锋以前是李轩的好兄弟 两人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后来李轩和孟清浅在一起以后 一来二去 霍锋也认识了陆琪 霍锋被陆琪的美貌吸引 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不过没有多久 李家就破产了 霍锋立刻显露他的真实嘴脸 和李轩断绝关系 而陆琪也看清了他的人品 拒绝了他的追求 谁知那霍锋一直不肯罢休 直到后来出国了才消停下来 他竟然还在骚扰你 李轩脸顿时冷了下来 这事情的确因和自己脱不了关系 他虽然在国外 但每次回国都会来找我 即便我换了工作地点 他也总能打听到 而这次他回楚州 有人给他准备了一个聚会 为他接风洗尘 他不知道从哪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 邀请了我 本来我不想去的 但我觉得应该和他有个了结 他会变本加厉 好 李轩点灵头 那明晚上我陪你一起去 顺便见一见我曾经的那位好兄弟 道好兄弟三个字 李轩家中了声音 若不是李家破产 真的很难看清一些饶真面目 而此刻 位于楚州的一处豪华大酒店内 一个面容英俊 个子高高的男子 正坐在沙发上面 嘴里抽着雪茄 旁边则坐着他的一位朋友 霍锋 听你这次邀请了陆琪 那个女的也不是一般人 竟然能让你五年都没有得手 霍锋嘴角略起一抹邪笑 乐焚焚焚道 这五年我一直在国外没时间而已 今晚必定把他拿下 总督府大厅之内 特别行动组江南总组长徐文渊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 楚州总督雷克明紧皱起了眉头 而在下方则都是楚州官方的一些大员 全部都是总督雷克明的心腹 杀人者是一个青年 名叫李轩 这是江珀给提供的消息 李轩 那个李家废物 怎么可能 雷克明感到不可思议 他可是清楚当年李家的事情 以那些饶手段 怎么可能让李轩活在世上 而且那个废物 如何可能杀死徐文渊 难道是崇明 一个中年人拿出了一份资料 因为时间紧急 手下只调查到了这些 雷克明翻开 里面是李轩的一些信息 姓名 李轩 年龄 二十四五岁 身份背景 不详 出席黄江泰的庆祝大典 被黄江泰奉为上宾 看到这个信息 雷克明脸色阴沉下来 竟然牵扯到了黄江泰 有些棘手 底下人听到李轩的资料 忍不住议论起来 只有二十多岁 竟然能杀了徐文渊 徐文渊可是宗师静啊 我楚州什么时候 出了这样的高手 难怪能被黄江泰奉为上宾 这个李轩出现的有些蹊跷 以前从未听过 有这好人物 而坐在一旁的猛虎 魏三统领迎落 脑海中 默然闪过一道身影 该不会是他吧 这种想法刚刚升起 就听轰隆一声 总督府大厅的门 被人猛然踹开 顿时场中 众人皆站起身来 什么人竟敢如此蛮横地 闯入总督府 他们正要发火 就看到走进来一个老者 看清老者的面容以后 让在场中人心中的怒火 像是被一盆冷水一样浇灭 雷克明更是直接站起身来 陪笑道 海管家 您怎么亲自来了 六爷身边的管家海德胜 他是六爷真正的心腹 虽然无品无疾 但即便是一省封江大利剑了 也要低头俯手 特别行动组江南总组徐文渊被杀 我奉六爷之命 前来捉拿凶手 海德胜双手叠放在腹 扫视着在场的众人 同时在他的身后 出现十几道身影 皆身穿黑衣 如影子一般 见到这些人 在场众人皆心投意了 六爷的协组成员 竟然全员出动了 看来徐文渊的事 让六爷很是震怒 废话不多 立马把行凶者的资料给我 感动六爷的人 真是找死 海德胜冷冷地道 第二一早 李轩出现在宝大厦的楼下 没过多久 一辆银灰色的跑车停下 叶清雪从车上走了下来 惊得叶清雪 穿了一身紧身的衣服 牛仔裤搭配一个夹克 紧紧干练 竖着马尾变的他 就好像十八九岁的大学生一样 他大步向李轩走了过来 轩 等一下进了里面 你跟在一个后面 一来保护你 叶清雪这一刻 就像是个女侠 豪气甘云 我一个男子汉 怎么能让你保护呢 李轩笑了笑 引来的却是叶清雪的白眼 你个屁孩 你忘了你 可是从穿开装裤的时候 一一手把你拉扯大的 那个时候 你最喜欢就是不穿衣服 光着屁股满街跑 现在跟一什么男子汉 李轩有点尴尬 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好了 进去吧 让你知道 一这些年功夫可不是白练的 金一定把陈宝的脑袋拧下来 折 直接拉着李轩的手 就向大厦的门口走去 陈宝得位不正 所以美都心意意 雇了不少安保人员 宝集团也是楚州保安最多的公司 想进入集团 要经过重重关卡 号称是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而且聚陈宝还雇佣了 龙国第一保镖公司的保镖 全24时对他进行保护 这些年 凡是找陈宝寻仇的下场都极惨 渐渐地陈宝新谨慎的名声也打了出去 很少有人会来找他的麻烦 而此刻 当李轩和叶清雪来到门口的时候 立刻就有安保人员上来询问 李轩正要开口话 只听砰的一声 叶清雪已经出手 一个劈腿 就将那名安保人员抽飞出去 撞在玻璃门上 发出轰鸣 门口的安保人员全部都愣住了 面面相去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看上去苗条漂亮的女子 竟然会二划不得动手 而且出手那么狠 此刻 李轩也有一些发愣 自己这位也有点狠啊 让陈宝给我滚出来 叶清雪大声地道 舌战春雷一般 让整个大厅里面都在回荡着他的声音 登登登 很快就惊动了更多安保人员出现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在门口停下 然后走下来一个英俊的青年 他嘴里叼着一根烟 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回事 看到青年以后 有人会报道 少爷 有人来闹事 一言不合就动手 青年正是陈宝的儿子陈其辉 陈其辉目光瞬间就被叶清雪给吸引 清理脱俗的气质 让他心有点痒痒 不过当看到站在旁边的李轩以后 眼中顿时露出几分慌乱 你 你回来了 当年李轩是李家的少董 而陈其辉和他老爹不过是给李家打工 所以 陈其辉便坐起了李轩忠实的狗腿子 安前马后 这些年 他一直以为李轩已经死了 现在李轩突然出现 让他有些心慌 不过很快就露出冷笑 原来是少爷 少爷这些年去哪里了 是不是没钱花了 所以来要点钱啊 真是抱歉 现在这里已经不是北武集团 是宝集团了 不过我这个人比较善良 看在我们曾经是朋友的份上 我就给你点钱花花吧 折 拿出一个皮包 从里面取出几张票子 直接甩在了李轩的面前 票子落地 被风一吹 直接纷纷扬扬 捡起来滚蛋 以后不要来宝集团了 陈其辉哈哈大笑着 看到这一幕 许多安保人员也跟着笑了起来 原来这家伙 就是那个李家废物少爷 宝集团的前身是北武集团 作为保安 他们没少听那位李家废物少爷的故事 还以为来了什么大人物呢 原来是这个废物 我要的东西可不是这点钱 李轩冷冷地看着陈其辉道 当年自己真是够瞎眼的 竟然没有交到一个真心的朋友 真是讽刺 哦 你先手 那你要多少 再给你几张 这 陈其辉又扔出几张票子 老子现在没什么 就是有钱 我要的是陈宝的命 你能给吗 李轩开口 你什么 子 你他妈想死吧 陈其辉勃然大怒 冲上前来就要拽李轩的领子 在他的印象中 这个少爷就是个被酒色掏空身子的废物 而且在自家的底盘 还不是任自己拿捏 只是还没有接近李轩 就被迎面一拳杂的 飞出三米多远 直接叶青雪捏了捏拳头 骂道 敢欺负我叶青雪的外甥 我看你活不耐烦了 看到自家少爷被打 一众安保人员立刻就冲了上来 叶青雪自然不惯着他们 直接出手 修长的眉腿仿若鞭子 啪啪啪在空气中抽响 二十多个保安 眨眼间的功夫就倒了一地 关键叶青雪每一次出腿 必把人抽飞出五六米远才罢休 场面可谓是十分的壮观 而刚刚要从地上爬起来的陈其辉 又被飞来的一具身体 砸中脑袋 栽倒在地上 二十几个保安都倒在地上发出呻吟 关键动手的叶青雪 此刻正捏着拳头看着他 跃跃欲试 陈其辉喉咙不由滚动了一下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漂亮的女子出手竟然这么狠了 他有些慌了 而叶青雪这个时候 冲陈其辉勾了勾手指 伙子 来 本姑娘陪你玩玩 我怕被你玩死 陈其辉毫不犹豫地迈不向汽车跑去 只是刚打开车门 领子就被人抓住 然后整个人都被叶青雪给抡了起来 喷喷喷砸在地上 陈其辉一米凹个子将近二百斤的体重 此刻就如同一个稻草人一样 被砸来砸去 场面别提多吓人了 李轩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怡这么暴力 而且他似乎特别享受这种感觉 沉溺于拳拳到肉的打法 几秒钟以后 陈其辉已经像死狗一样倒在地上 被砸得血肉模糊 叶青雪拍了拍手 来到李轩的面前 轩走吧 带你一路杀进去 放心 有意在 没人能挡住我们 李轩和叶青雪直接走进大楼里 听到动静 还有源源不断的保安冲出来 对于这些保安 叶青雪凌厉出手 一双眉腿如同鞭子抽响 那些安保人员根本没来得及接近 便被抽飞 此刻 叶青雪宛若古代绝世女侠 干净利落 将一众保安击倒在地后 还不忘冲李轩投来一个得意的眼神 李轩只是微微一笑 因为电梯需要指纹才能启动 两人便沿着步梯一路向上走 城堡的办公室在三十层 当李轩二人来到三十层的门口的时候 一路视如破竹的叶青雪皱起了眉头 此刻 他们被一扇厚厚的铁门挡住了去路 这是前往城堡办公室最后一道屏障 这是合金铁门 这个城堡完全按照银行金库的标准打造 厚有二十公分 我曾经见到过类似的 需要验证指纹和红膜才能进去 叶青雪气呼呼地看着铁门 即便宗师进抢者 对于这扇合金铁门也无可奈何 要不我们从楼外面的窗户爬上去吧 这比破开铁门容易多了 叶青雪道 只是看了看李轩却摇了摇头 不行 你能爬上去 你却爬不上去 沙尘堡这个叛徒 怎么能不让你亲自动手呢 李轩微微一笑 曲曲铁门交给我好了 什么 叶青雪听到李轩的话顿时愣了 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而此时 李轩已经毫不犹豫地抬起脚 一脚朝铁门踹去 恐怖的力量在他的脚下轰然爆发 轰隆 铁门瞬间就被踹成吸碎 无数铁片向里面横飞出去 同时 从走廊里传来一片惨剑 显然在铁门后面 已经聚集了不少安保人员 本来以李轩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动脚 不过一路上 似乎受到了这位暴力仪的感染 李轩竟也觉得 这样才畅快淋漓 而此刻叶青雪已经愣在连场 嘴巴张德大大的 妖艳的红唇足渴 塞进一颗鸡蛋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李轩 就像是看着一件西式珍宝 轩 你你你 不等他玩 李轩便迈不跨进了走廊里面 只见此刻走廊里 已经站满了黑衣保镖 这些人身上皆带着煞气 显然不是底下那些保安可以比拟的 不过此刻所有保镖 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出现的李轩二人 显然也没有想到 那合金铁门竟然能被人给踹开 此刻 整个走廊里都响起刺耳的警报之声 更有无数枪械 瞄准了李轩二饶位置 除了枪械以外 还有杀伤力巨大的弓母 进攻硬母穿透力比枪械还要强 看到这副场景 叶清雪下意识就要挡在李轩的身前 不过想到李轩刚才出手的一幕 动作有了一丝迟缓 下一刻 砰砰砰 无数板机扣动的声音响起 子弹箭矢全部向二饶位置飞射而来 叶清雪手中出现一把匕首 正要阻挡 下一刻 却张大了嘴巴 因为那些子弹在飞到两人身前一米位置的时候 仿佛射在了无形的气墙之上 竟然全部停止在了空阵 甚至于他的目光可以看到 那子弹再不断旋转 可就是 无法前进一份 你们这些人帮着陈宝助纣为虐 死有余辜 李轩化落 下一刻 无形的力量从他的身体震荡而出 无数子弹箭矢瞬间倒飞而回 扑扑扑 一阵刺入肉体的声音响起 只见走廊里面几十名保镖倒在地上 有的被动穿额头 有的被动穿肩膀 一片哀嚎之声响起 这一下 还剩下几个幸存者 全部下得不断后退 他们能被陈宝高薪聘请而来 驻守在第三十层 都属于最精英的那一批保镖 可是在他们的保镖生涯中 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人 不 这不是人 是神 走吧 李轩冲旁边 同样呆色的叶清雪道 叶清雪这才反应过来 这一刻 只觉得脑子还是短路状态 原本他是带李轩前来报仇的 一直担心打斗中山李轩 可现在才知道 自己这外甥在扮猪吃老虎啊 想起之前 自己在下方故意耍帅的那些动作 顿时脸都有些滚烫 恐怕在李轩的眼中 自己就和动物园的猴一样吧 李轩没有搭理在地上惨叫的那些保镖 一路走过 而剩下的那几个人 更是直接抱头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我倒要看看 什么人敢跑到宝集团来撒野 就在这个时候 走廊里传来一声怒吼 有三道身影从里面冲了出来 身上气势皆十分的恐怖 竟是画景强者 他们是城堡身边那位高饶徒弟 听到动静以后 立刻便出来查看 只是当他们看到走廊里的场景以后 顿时就疯了 头皮都炸裂了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这么多保镖都倒下了 这一男一女这么恐怖吗 这三人也非常的清楚 就凭对方的实力 根本不是他们能抵挡的 于是毫不犹豫 转身就向里面跑去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 无论他们如何迈力地奔跑 竟然一直在原地 好像有一根绳子拉着他们一样 妈的 这是什么鬼 仙境也做不到这一点啊 这一刻 三人头皮发麻 彻底地被吓坏了 毫不犹豫地停下身子 然后转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大声道 别 别杀我们 只是话音刚刚落下 叶清雪已经出脚 啪啪啪 连出三脚 三个人已经直接飞上了墙 落地如死狗一样躺在那里 口吐白沫 生死不知 之前叶清雪表现自己 结果发现 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心中有气 出手更是狠辣 李轩轻轻地摇了摇头 继续往前走去 叶清雪虽然心中有许多疑问 但也只好埋在心头 而与此同时 第三十层的办公室里 陈宝正坐在老板椅上 翘着二郎腿 嘴里叼着一根血茄子 和死鬼儿子如出一辙 墙边有两名黑衣保镖站岗 戴着墨镜 面瘫脸 如镖枪一般 而在落地窗前 一名老者副手而立 望着外面的景象 陈宝 看来你的仇人可真不少 自从和你合作以后 我都帮你摆平多少人了 老者冷冷地道 听到动静以后 他已经让三个徒弟出去料理 他三个徒弟可是画尽高手 想必此刻外面的事情 已经料理干净 毕竟已经听不到打斗的声音了 陈宝子黑黑一笑 郑先生 你的是哪里的话 有合作 自然就得有付出吗 这北武集团 我可是给了你60%的股权 比我掌握的股权还要高 你又不懂得经营 我赚的钱你花 你只是帮我处理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而已 郑玉明冷哼了一声 如果不是那位吩咐 你以为这点股份 我会放在眼里 不过 那位快失去耐心了 李家的东西再找不到 我都要回去受罚 陈宝 你最好在半年之内 给我查出点有用的东西 不然我受罚 你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听到这话 陈宝脸上的笑容一僵 正要什么 只听轰隆一声 屋子的木门 竟瞬间四分五裂 化为无数木屑飞进来 从门口走进来 一男一女 站在墙边的两名保镖 瞬间出手 只是还没有接近 就横飞出去 从墙上滑落 留下几道鲜血的印记 屋子里彻底的安静 这一下 连陈宝也坐不住了 猛然站起身来 死死的盯着出现的人 眼中先是错愕 继而变得惊骇 李轩 你 你没有死 是不是让你很失望 李轩冷冷的一笑 直接扔出一份合同 到桌子上面 把合同签了 给你个痛快 合同 陈宝疑惑的翻看了几眼 继而露出了几分冷笑 李轩闲职是在开玩笑吗 让我把宝集团的股份 无条件的赠送给你 你真是在做梦 宝集团可是我费尽心血 才建立起来的 你白白的想要拿去 凭什么 费尽心血 是啊 你费尽心血 让北武集团欠下无数外债 然后在李家出事了以后 立刻便取而代之 听到这话 陈宝干脆不装了 看来你比以前聪明了许多 然而又有什么用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能闯进来 是靠你身边的叶清雪女士吧 叶家的知交女 只是 你以为就凭她 就可以逼我就犯 晚安 陈宝把目光望向 站在窗前的老者 郑先生 该你出场了 郑玉明冷哼了一声 虽然对于给陈宝擦屁股 很不乐意 但还是转过身来 向前跨出一步 目光却根本没在李轩的身上停留 而是直接落在了叶清雪的身上 叶清雪 宝夫听过你 劝你一句 还是离开吧 陈宝是老夫要宝的人 你没资格动 你是郑玉明 叶清雪秀眉微微皱起 知道郑先生大名 还不快滚 陈宝一副苟杖人士的姿态 这个郑玉明是什么人 李轩问道 郑玉明宗师境强者 来自精灵之地 而且他在宗师榜上 排名第一百八十位 比我高十五位 我是一百九十五位 叶清雪道 宗师榜是什么东西 李轩还是第一次 听这个东西的存在 叶清雪却像看怪胎一样 看着李轩 李轩的实力明明这么强 竟然连宗师榜都不知道 他耐心解释道 宗师榜是由神秘的组织 及格排出的榜单 龙国所有宗师境的强者 皆被收录其中 能进入前二百的 那都是龙国的顶级强者 李轩点头 在龙国所有宗师境强者中 能排进前二百 的确已经是顶尖了 听到叶清雪的介绍 郑玉明却不又昂起了胸膛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李轩却只是淡淡的点零头 而此刻陈宝已经开口 郑先生将此子拿下 他是李北武的儿子 或许知道那东西在什么地方 好 下一刻 郑玉明毫不犹豫的出手 直接抓向李轩 原本郑玉明在出手的同时 提防叶清雪出手相助 可让他意外的是 叶清雪竟然向后退了两步 双手还胸 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难道叶清雪害怕了 这个念头刚刚生出 碰 下一刻 郑玉明就感觉身体 被高速行驶的列车状中 瞬间就横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后面的防弹玻璃上面 咔嚓 防弹玻璃竟然都瞬间裂开 密密麻麻的裂缝 郑玉明嘴里 更是喷出一口鲜血 而李轩从始至终 站在原地 动都没动 此刻 一股寒意从陈宝的心头升起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 郑玉明可是宗师强者啊 平日里可以接子弹的存在 竟然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被击飞了出去 郑玉明更是眼中充满了惊悚之色 他原本以为叶清雪 才是最难对付的 没有想到 这个李轩才是真正的恐怖 难怪对方听 自己是宗师榜第一百傲存在 却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此子的实力 恐怕是先进一层的存在 郑玉明震撼的同时 下一刻 感觉自己的喉咙 被无形的力量扼住 然后整个人瞬间 就被吸到了李轩的面前 咔嚓 他的膝盖爆出两团血污 就那么跪了下去 从始至终都没有一点反抗之力 郑玉明心头充满了绝望 他发现自己又错了 这哪是先进一层能做到的 怕是得先进五六层了吧 在他面前站着的 竟是一名先进五六层的强者 谁还敢李家少爷是个废物 李轩 我知道是谁要灭你们李家 只要你答应放过我 我就告诉你 郑玉明知道 这或许是他唯一活命的机会 只是李轩却根本没有搭理他 而是缓缓地抬起手掌 放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下一刻 如千刀万剐一样 撕扯之力出现在他的脑袋里面 仿佛有一个棍子 在他脑袋里搅动 一团光芒从郑玉明的脑袋 缓缓地被撕扯而出 啊 郑玉明顿时发出淒厉的惨叫 捂着脑袋倒在地上 而此刻李轩已经开始 查看起他的记忆 只是这样的一幕 直接把城堡下的瘫倒在地上 裤子都湿了 即便连旁边的叶清雪 亦是震惊不已 看到这一幕 城堡脑人都炸裂了 他恐惧地盯着此刻 站在那里的青年 身体抑制不住地颤抖 这是什么手段 宛若鬼神一般 他如何能想到 当年他眼中的那个废物 所有人认为 可以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李家少爷 五年之后 归来竟拥有了如此套的本领 郑玉明这样的强者 都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此刻 郑玉明正抱着脑袋 发出凄厉的声音 那模样仿佛在遭受千刀万梗 听着声音就知道 他在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而李轩却开始一点点翻看 郑玉明的记忆 郑玉明来自精灵 而他来楚州唯一的目的 便是寻找隐藏在李家当中的一件物品 那是一块古玉 而之所以找上城堡 是因为城堡霸占了李家的产业 这种人更容易驱使 李家似乎来历并不简单 而只是郑玉明的幕后那个组织 是修炼者联盟 在楚州 除了郑玉明以外 还有一位来自修炼者联妹强者 掌控着一千 那个人名为刘继 龙国宗师榜第163 看完这些记忆 李轩直接就将手中光团捏成了粉碎 一同碾碎的 还有郑玉明的脑袋 郑玉明的惨叫之声戛然而止 整颗头都抱成了血污 无头尸体栽落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连夜清雪也被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手段 而另一边的陈宝 更是吓得趴在那里瑟瑟发抖 发出求饶的声音 李轩 别杀我 放过我 我把宝集团送给你 还不行吗 送给我 真是可笑 宝集团本来便是我李家的 陈宝 你也没有想到会有惊骂 李轩一步步地向陈宝走去 眼神之中只有莫然 当年我爸爸是你位兄弟 对你那么信任 可你做了什么 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谋夺北武集团 而这一切 在你根本不知道 李家要破产之前 便已经谋划 也就是 即便没有修炼者连妹出手 你也会让李家倾家荡产 李轩的话想起 陈宝急忙摇头 一把鼻涕一把泪得到 李轩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叔叔怎么可能 砰 下一刻 一个无形的手掌 直接将陈宝的喉咙被扼住 就那么缓缓提了起来 你也佩计我当叔叔 这一刻的陈宝不断地挣扎 可根本无法挣脱 脸颊都开始变得青子 他的心中生起了绝望 眼前的这个青年 拥有种种鬼神一般的手段 这样下去 自己必死无疑 陈宝 让你这样死了 实在是太便宜你了 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李轩完 陈宝立刻掉落在地上 他急忙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只是下一刻 碰 他捂着喉咙的五根手指 突然爆开 紧接着一整个手掌 就那么消失不见了 啊 陈宝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而李轩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前 李轩手掌张开 只见竟然在他的掌心之处 凝聚成一条漆黑色的蛇 那蛇栩栩栩如生 眼眸中泛着冰冷的光芒 此蛇名为尸骨之蛇 我会把它放入你的骨头当中 它会将你的骨髓一点点地吃掉 一吃掉一点 不多也不会少 直到365以后 你浑身骨头的骨髓将被啃食完 那感觉一定很美妙 完 看到这一幕 陈宝吓得发出尖叫之声 李轩 求求你 看在我给你买过不少东西的份上 饶了我吧 李轩笑了 你给我买的那些东西 不过是为了迷惑我爸爸而已 而且 你每次买去礼物 走的时候 我爸送给你的东西 贵重了何止百倍 可就是这样一个真心待你的人 却被你辜负了 下一刻 那条蛇直接钻入到了陈宝的颓骨里面 陈宝顿时脸颊都变得扭曲 极致的痛苦 让他的身体都变得静磷 这一刻 之前郑玉明的那种感觉 陈宝 有时候死对一些人而言 是幸福的事情 可惜这种幸福 你要一年以后才能尝到 折 李轩的手指之中 又飞出一枚红色的虫子 这位食脑虫 它会进入你的脑海当中 一点点啃食你的脑子 那种感觉 一定会让你很享受 李轩声音无比的平淡 就好像再诉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却让人头皮发麻 变身生寒 即便连夜清雪 都不由打了个冷战 自己这外甥太恐怖了 陈宝更是瞪眼眸之中 露出深深的恐惧 他没有想到 李轩还不罢休 竟然还有更加残忍的方法 简直就是魔鬼 下一刻 那虫子直接就飞了下来 落在了陈宝的眉心 一双铁钳开始撕咬着 他眉心的血肉 骨头要啃出一个 洞钻进头颅里 陈宝惨叫着 想要昏过去 可发现却无比清明 对了 忘了告诉你 这一年的时间 无论你遭受多么大的痛楚 都不会昏过去 甚至你不会有睡眠 更不会被饿死 这就是对你的惩罚 李轩淡淡的声音 在陈宝的耳边回荡 李轩你不得好死 你会遭报应的 陈宝大骂道 我忘了 你这样惨叫 会给周围带来噪音 李轩话落 陈宝才发现 自己的舌头 在嘴里直接炸开了 只能发出 呜呜哇哇的声音 下一刻 嗓子处更是传来刺痛 便是连呜叶声也没有了 只有痛苦的 在地上滚来滚去 李轩这才满意的转身 看到还在呆立在门口的 叶清雪 微微一笑 一愣什么 我们该去找另一个人算账了 叶清雪这才反应过来 亦步亦趋的 跟在李轩的身旁 一直到走出大楼 他的脑子都处于混乱的状态 经所见的场景 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李轩这五年之间 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一身如鬼神一般的恐怖手段 又是从何而来 不过 叶清雪倒是在期待 那些灭亡李家的幕后 真凶弱知道如今的李轩 会是怎样的精彩表情 李轩看着一会儿呆色 一会儿脸上勾起微笑的表情 忍不住问道 以你在想什么 听到李轩的话 叶清雪才回过神来 他忍不住问道 李轩 你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 难道是先进第五层 叶清雪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眼中充满了期待 先第五层灵远镜啊 整个龙国都找不出一个 有了这样的靠山 谁还敢惹他叶清雪 自己的爸爸 还认为自己帮李轩报仇 是不明智的 殊不知 自己的外甥 已经是金的大人物 李轩摇了摇头 我不是宁愿镜 叶清雪文言 心咯噔一下 李轩拥有那么多腻的手段 竟然都不是宁愿镜 难道李轩学的是巫蛊之术 的确 什么食脑虫之类的 在南疆巫术当中 也有类似的东西 他安慰道 不是宁愿镜也没有关系 你的实力已经足够强了 而且你还年轻 总有一会达到宁愿镜的 我的意思是 你外甥是神话级 比宁愿镜 也就高十个珠穆朗玛峰吧 李轩知道叶清雪误会了 笑着道 啥 叶清雪如遭雷屁一样 直接就停在了那里 神 神话强者 神话强者不在传中吗 世上真的有过神话强者吗 此刻 李轩已经走到了 叶清雪的银灰色跑车前 冲叶清雪喊道 咦 要是给我 我好久没开跑车了 李轩的确有些手痒痒 当年李家大少 拥有好几辆跑车 他就是许多人 眼中无良的飙车党 时隔五年 若不是再次见到跑车 他都忘记 当初驾驶跑车的感觉 叶清雪这才反应过来 将钥匙直接扔给李轩 那钥匙在空气中 血裹着凌厉的进气 看到这一幕 李轩不由微微一笑 手轻松的 就将那钥匙接了下来 很快叶清雪 坐到副驾驶上 一坐好了 下一刻 一声轰鸣 银灰色的跑车 如同飞一般窜了出去 轰响阵 像街道狂奔而去 周围许多人 都被这声音给吓了一跳 骂骂咧咧 李轩却是哈哈大笑 而另一边 就在跑车冲出去的刹那 树道身影 出现在宝集团的楼下 正是海德胜 和血组织成员 海德胜看到离去的跑车 不由皱起了眉头 晚了一步 这次想要逃跑 追 晚安 也顾不得到宝集团里面查看 直接带领着血组织人追了上去 而一番风驰电车以后 跑汽车一个360度甩尾 在车位上停下 这让一个刚刚停好车的女司机 吓得差一点原地蹦起来 对着李轩就破口大骂 李轩揽的搭理他 不过叶清雪转投一个凌厉的目光头去 那女人顿时像是耗子见到猫一样 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此刻 李轩已经站在了一处会所的楼下 范英会所 在郑玉明的记忆当中 刘继来到楚州以后 基本上都是待在这里 他和范英会所的老板杨玉娇 关系不一般 所有参与李家惨案的人都将付出代价 爸妈 我为你们报仇了 此刻范英会所里面 一个男子穿着睡袍坐在沙发上 他就是郑玉明的幕后之人刘继 刘继的旁边一个女子衣衫不整 是会所的老板杨玉娇 而在下方则站着一位属下 此刻刘继一边手摸着杨玉娇的大腿 一边皱着眉头问道 究竟什么事 他刚刚正要和杨玉娇打扑克 结果属下就闯了进来 打扰了他的兴致 让他很不高兴 不过他的属下都是懂规矩的 突然闯进来必定是有事 那名属下道 就在刚刚有人闯入了宝大厦 根据传来的监控画面 其中一人好像是叶清雪 这叶清雪是顾玉蓉的金兰姐妹 我怀疑她是在为李家出头 听到这话 刘继却只是不屑的一笑 叶清雪 综师榜195位的确是个人物 不过有郑玉明在 那叶清雪去了也是找死 不必在意 你下去吧 没事不要打扰我 是 那名属下知道刘继有些不高兴了 急忙低着头向后退了出去 门刚刚关上 刘继就直接一把 将杨玉娇拉入怀中 正要上下其手 突然房间的门再次开了 老子都没事不要打扰 刘继彻底的怒了 只是下一刻 直接砰的一声 刚刚出去的那名手下摔落进来 胸膛已经塌陷进去 嘴里更是不断的吐着鲜血 刘继猛然间站起身来 目光凌厉的盯着出现的一男一女 郑玉明真是个废物 居然没能将你留下 还让你闯到了这里 叶清雪 看来你真的是活不耐烦了 叶清雪闻言不屑的一笑 嘴里淡淡的道 傻逼 你什么 刘继顿时勃然大怒 而此刻叶清雪却是自然而然的 向后退出一步 躲到了李轩的身后 道 外甥 这个老傻逼敢骂你 你该怎么办 当然是把他的头拧下来 当球踢了 李轩淡淡的开口 但语气中透露的从容 让刘继有些惊疑不定 他盯着李轩问道 你又是何人 你让郑玉明一直在寻找我家的东西 现在竟然问我是何人 李轩冷冷道 刘继顿时眯起了眼睛 露出几分不可思议之色 你是李家那个废物李轩 你竟然没有死 是啊 我没有死 所以你就要死了 李轩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时 已经到了刘继的身前 刘继顿时瞳孔皱缩 下意识地抬起手掌 向前打了出去 只是下一刻 就感觉身体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 狠狠地撞在身后的墙壁之上 五脏六腑都瞬间一味 一口鲜血更是直接喷射出来 只是没等她的身体落地 就被李轩掐住脖子 然后直接提到了窗户边 如果把你的尸体 掉在范英会所的大楼外面 想必会让你幕后之人 感到一些恐惧吧 李轩抬手 窗帘便被撕下 凝成一条长绳 勒住刘继的脖子 碰 刘继整个身子 就那么被挂在了窗户外面 即便她是宗师进强者 都没有资格反抗 此刻的刘继 被勒着脖子 直接就掉在了窗户外面 无论她如何挣扎 都没有作用 这一刻 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李家那个废物回来了 而且变成精大人物 她的实力连恐怖二子 都不足以形容 即便修炼者连妹盟主出手 也不是对手 此刻 她掉在空中 耳边狂风呼啸 吹着她的衣裳 本来宗师进强者 即便扼住喉咙也不会窒息 但此刻 刘继感觉自己的真气 全部都消失了 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死亡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尤其是那用窗帘凝成的绳子上面 蕴含着莫名的力量 居然比铁锁还要坚固 与此同时 范英会锁的大楼之下 海德盛带着邪组的人出现 他们一路追着李轩来 只是还没来得及追着进大楼 抬头就看到了 挂在大楼窗户外面的刘继 海德盛顿司眉头紧锁 脸上有些震动 宗师榜排名第163的刘继 他自然是知道的 现在怎么会被人挂在窗户外面 海德盛心中有些不安 他没敢带领邪组的人闯进去 而且他发现 窗户外面的刘继正扎幅度越来越 好像马上就要死亡 他可是宗师强者 埋在土里一个月都不会死去 怎么会被吊死 经这栋楼里有些古怪 我们先撤 海德盛毫不犹豫地 带领血组之人退去 毕竟能杀死宗师榜第163位的刘继 出手之人绝对不一般 只能改日再收拾那个李轩了 碰 李轩手一甩 那凝成一股的窗帘 顿时如钢筋一般 直接定入了楼房的地板当中 巨响轰鸣 这样的一幕 让会所的老板娘杨玉娇 彻底的吓傻了 这个青年是魔鬼吗 巨大的恐惧笼罩在他心头 他吓得瑟瑟发抖 跪在地上祈求道 别 别杀我 李轩没有搭理他 而是直接向门外走去 而此刻 许多听到动静的刘继的手下冲了进来 只是当看到掉在窗户外面的刘继 以及屋子里的场景 顿时一个个瞳孔猛缩 李轩的脚步依然不停 锁过之处 那些人如刀割麦子一样 纷纷倒地 等到李轩走出走廊 整个走廊里 已经到处是尸体 叶清雪根在身后 就像是李轩的跟班一样 而在李轩离开十几分钟以后 杨玉娇才心有余悸地爬了起来 他伸手是着想去触碰 那用窗帘凝成的绳子 只是手指才刚刚接触到 就仿佛被几万幅的电流击症 碰 整个人瞬间被震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墙壁之上 落地 直接晕倒在那里 身影出现在了大楼的房间内 当看到满地的尸体 已经被挂在窗外 已经没了气息的流迹 对方脸色也不由变得苍白起来 很快 他看到了正躲在那里 瑟瑟发抖的一个女子 这女子正是被力量击飞的杨玉娇 之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男人来到杨玉娇的面前 将她提起来问道 杨玉娇抬起头 看着眼前的人 只是眼神当中 却充满了默然与呆色 一言不发 那男人手指抓紧杨玉娇的胳膊 想要逼问 谁知 下一刻 那杨玉娇就张嘴咬在了她的胳膊上面 碰 男人手臂一甩 杨玉娇就被甩飞出去 他又蹲在了那里 嘴里竟然发出黑黑的怪笑之声 这个女人显然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刺激以后 已经被吓傻了 男人皱着眉头 他看着被钉入地板当中的窗帘 瞳孔缩起 仿佛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事情一样 能将柔软的布射入地板当中 出手之人必定极为强悍 而且不止刘继出事了 连郑玉明也一同出事 难道和李嘉有关 下一刻 他试着伸手去触碰窗帘 轰隆 整个人瞬间被击飞出去 嘴里更是喷出一口鲜血 眼中已经充满骇然 深吸了一口气 他好不容易压下去胸膛中翻滚的气血 颤颤巍巍地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手机屏幕上写着几个字 修炼者联盟护法 尚云申 电话接通了 尚云申出事了 精灵的一处大宅当正 尚云申听到手下的汇报 皱起了眉头 什么事情大惊怪的 刘继死了 他的尸体被挂在大楼外面 而且出手之人实力十分恐怖 他用来吊死刘继的窗帘 我都没有资格触碰 话音落下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足足过了十几秒 声音才再度响起 显然也被男人提供的消息给吓住了 你立马悄悄地调查 千万不要惊动出手之人 这件事情 我需要让盟主来定夺 楚州 街道上面 叶清雪开着车 要和李轩到家里去看望躲躲 听李轩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叶清雪也十分的高兴 在路边他买了好些礼物 李轩就坐在副驾驶上闭目养神 现在他已经知道杀父母的凶手是谁了 接下来要把他们一个个斩杀 而且会让那些人感受到什么才是恐惧 根据郑玉明的记忆 修炼者连妹总部在精灵 李轩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叶清雪问道 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让北武集团的招牌 再次屹立在楚州 第二件则是去精灵 把所有参与李家灭门案的人全部杀死 听到李轩的话 叶清雪点灵头 一气待你将北武集团的招牌再次立起 到时 让所有嘲讽踩过李家的人都知道 李家又回来了 到这里 叶清雪眼眶都微微有些湿润 李轩点灵头 而就在这时 叶清雪突然一个急杀 将车在路中间停了下来 直接在道路中央 出现一群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挡住了去路 怎么回事啊 李轩皱起了眉头 轩 你先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来 这 叶清雪直接打开车门走了过去 而看到叶清雪下车 那些黑色衣服的人自动让开条道路 李轩看到在不远处 正站着一名威严的男人 爸 你真的来楚州了 叶清雪看到男人以后 神情迅速地冷了下来 叶龙如听到女儿的话 冷哼一声 我当然要来了 再不来 你不知道要闯多大的祸呢 立刻跟我回叶家 不 我还要帮李轩重建北武集团 轩他对商业上事情不懂 你需要我的帮助 叶清雪立刻拒绝道 重建北武集团 呵呵 叶龙如忍不住就笑出声来 据我所知 北武集团已经被城堡夺去 你认为 那李轩能从城堡的手上 把北武集团夺回来 就算有你的帮助 他真能夺回来 可你知道他背后得罪的是什么人吗 精灵的修炼者联盟 他们绝对不会允许北武集团的招牌 再次出现在楚州 你懂不懂 是你不懂 叶清雪冷冷地道 爸 你虽然是叶家的家主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李轩有多强大 用不了己 北武集团会再次屹立在楚州 而且 整个修炼者联盟 都将被李轩踩在脚下 呵呵呵 叶龙如听到这话 不由摇了摇头 叶清雪 我不知道李轩那子 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你出这么无知的话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跟我回叶家 若那子真的让北武集团 重新屹立在楚州 那我把叶家家主之位都让给你 你可以全力去支持那子 就算把叶家送给他都笑 听到叶龙如的话 叶清雪眼前一亮 爸 你的可是真的 他知道以李轩的实力 让北武集团重新开业 轻而易举 但宝集团都是陈宝的旧人 李轩肯定不会用 可是 若想新建立一个公司团队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若有叶家的帮助 无疑会轻松许多 好吧 我和你回去 时 最多时 你就能听到北武集团回归的消息 看到女儿愿意随自己回去 叶龙如异常松了一口气 自己的女儿实力不凡 若真不愿意回去 她很难强行带回 毕竟她的手下 只有一名宗师静 未必是叶清雪的对手 至于叶清雪 锁的什么时之内 北武集团回归 这根本不可能 李轩这样的废物 怎么可能做到 当时 李家破产以后 叶龙如也曾关注过李轩 可发现 根本就是扶不上墙的死狗 一个烂泥罢了 好了 清雪 你先上车吧 我和那子两句话 爸 你找他话可以 别激怒他 不然我都保不住你 叶清雪冷冷地叮嘱了一句 这个时候 叶龙如直接来到了跑车前 李轩不知何时 已经走了下来 叶龙如上下打亮了李轩几眼 冷冷地道 我不管你回到楚州 在图谋什么 但我请你离叶清雪远一点 不要害了他 这个世界的规则 不是你可以触碰的 你若想死 别连累我叶家 你也不要指望 叶清雪以后 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 我不会允许他 和你有更多的往来 记住我的话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这就是叶龙如的高傲 若不是叶清雪 像李轩这种人 根本没有资格跟他对话 而李轩只是微微一笑 叶龙如 你根本不知道 你在跟什么样的存在话 李轩脸上露出桀骜之色 眼眸中更是充满了默然 这一刻 竟让叶龙如下意识的心头一紧 仿佛在面对一尊俯瞰 人间的神灵一般 但他很快就把这种念头压了下去 错觉 一定是错觉 眼前的 不过是李家的废物而已 叶龙如轻笑了一声 直接转身离去 李轩 一在龙舟等你的消息 叶清雪坐在车里 冲李轩摆了摆手 给朵朵买的礼物 记得带给他 过几我会去看他的 话还没有完 汽车已经启动 叶龙如带来的那几名保镖 也纷纷钻进旁边的汽车里 其中一名老者充满警告地看了李轩一眼 这才坐进车里 望着离去的车队 李轩不由不屑地一笑 开着叶清雪留下来的跑车 直接返回了别墅 不大一会儿功夫 黄江泰和黄本初父子二人便走了进来 是李轩让尹未之人通知他们前来的 前辈 您换我们前来 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黄江泰一脸的恭敬 李轩直接拿出一份合同 放在桌子上面 黄江泰疑惑地打开 宝集团股全转让输 从今起 世上不会再有宝集团 我要让北武集团重新屹立在楚州 李轩淡淡地道 他知道 黄江泰不可能不去调查自己的身份 果然 黄江泰脸上并没有多少意外 不知道需要晚辈做什么 黄江泰请示道 宝集团的救人 你马上帮我建立一个新的班底 三 我给你三的时间 我要让北武集团三后开业 李轩其实在路上就已经想好 他是不懂商业 但有黄江泰 黄家控制着那么多公司 让他们给自己建立一个公司的班底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没有问题 黄江泰保证到 晚辈一定在三支内建立一个精锐的团队 好 办好这件事 我不会亏待你的 对了 你知道修炼者联盟吗 当然知道 黄江泰点头 只要是龙国的修炼者 又有几个人不知道修炼者联盟吗 不知道前辈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个 把修炼者联盟所有强者的名单 给我弄一份 我要用 听到这个话 黄江泰和黄本初父子二人 皆是身躯猛然一阵 修炼者联盟那可是庞然大物 别看他黄江泰在江南地区称王称霸 但和修炼者联盟相比 那就如同一条鲸鱼与大鲨鱼之间的差别 修炼者联盟 不会是招惹了这位煞星吗 黄江泰想到 他心中为修炼者联盟 默挨了三秒钟 傍晚 陆琦来到李轩的别墅 按照这座的约定 经李轩要陪陆琦去参加欢迎霍峰的聚会 两人开着车 很快来到了聚会的地点 此刻 霍峰还没有到 不过场中已经有许多俊男靓女 男的帅气 女的漂亮 每个人都是穿着名牌衣服 放在桌子上的跑车钥匙 都有十多把 李轩和陆琦走进来 立刻无数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尤其是几个富二代看陆琦的眼神 都带着几分炙热 显然陆琦的容貌让他们感到惊艳 陆琦长得绝对是倾国倾城 要不然何敬超也不用费尽心思 要娶陆琦为妻 霍峰出国五年 还对陆琦念念不忘 很快几道热切的声音响起 陆琦姑娘 我叫王大力 家里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你长得真漂亮 我们加个微信吧 陆琦姑娘 我叫屈成刚 保力集团的少董 等一下 可一定要互留个电话 眼神之中带着贪婪与炙热 虽然陆琦是霍峰的目标 但霍峰五年都没有拿下 他们也是有机会的 而且就算霍峰拿下了 也不会真的娶陆琦 只不过是玩玩也 他们可以等霍峰玩玩再接手 陆琦眉头微微皱起 面对这些人富有轻悦的眼神 心中有了一丝恼怒 她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姑娘 自然知道这些人打的什么主意 而这时 李轩向前跨出一步 冷冷的道 收起你们 这副恶心的目光 再敢用这种眼神看着陆琦 把你们眼睛都挖下来 听到这话 顿时空气未知一江 刚才开口的几名富二代 都有些挂不住脸 眼中露出几分怒火 你是谁啊 这么嚣张 你再费一句话 接下来还有更嚣张的呢 李轩目光冰冷盯着对方 顿时那富二代缩了缩脖子 因为搞不清楚李轩的身份 一时竟没有人再敢话 毕竟李轩的气场太强了 怎么了 气氛搞得这么凝装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年轻人相伴着走了过来 其中一人西装革履 数着大背头 一副衣冠禽兽的模样 正是经这场宴会的主角霍锋 是陆琦带来的这个子 口出狂言 要挖我们眼哪 一个富二代向霍锋告状道 霍锋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 一个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 这五年的时间 霍家在楚州混得风生水起 连带着霍锋地位 也是水涨船高 陆琦带来的男人 霍锋脸上顿时露出几分不悦 这场宴会 他可是憋着坏主意 要拿下陆琪 对方领了得难得来 是怎么回事 只是当霍锋看到李轩的面孔以后 脸上的表情都僵硬了 李轩 怎么是你 怎么不可以是我 霍锋 没有想到吧 我还能回来 李轩冷冷一笑 曾经他和霍锋的关系有多铁 现在就有多失望 霍锋 进来这里 我是为了警告你 从现在起 给我离陆琪远点 不要再打陆琪的主意 不然我饶不了你 听到李轩的话 霍锋顿时脸上有些挂不住 李轩 你能回主周我很高兴 但也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你已经不是李家的少爷了 而且我霍家 也不是五年前的霍家 李轩不屑的一笑 是啊 五年前你跟在我身边 就差给我舔脚趾头了 结果李家一破产 你立马与我划清界限 你霍锋还真是个人物 听到这话 霍锋的脸都憋红了 他没有想到 李轩竟然直接接他老底 周围气氛一时 有些尴尬 周围男男女女 揭露出好奇的目光 这个李轩是什么人 听这话 他和霍锋好像以前还有一些恩怨 一个穿着露气装的火辣女子 低声询问 好像是五年前破产的 那个李家的少爷 以前霍锋跟他关系挺好 不过李家都破产了 他还在霍锋面前 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 这是有点认不清自己了 原来是那个废物啊 我还以为是谁呢 此刻 霍锋的脸已经黑了来 李轩 看在曾经一起玩的份上 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还以为自己是李家大少 实话告诉你 即便你还是李家大少 但我霍锋已经不是曾经的霍锋了 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蛋 背景资产能力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和我比 你现在连踏而我所在圈子的资格都没有 我霍家 现在是可以比兼楚州七大家族的 而且就在三前 更是和楚州第一家族皇家 达成了合作协议 霍家和皇家达成协议了 周围的几个男男女女 皆是露出惊讶之色 皇家那可是楚州真正的主宰 无冕之王 能搭上他们这艘大船 那在楚州都可以横着走了 这个李轩现在已经变成了穷光蛋 根本没法和霍锋相比 一瞬间 之前被李轩气势所射的几个富二代 眼中都露出了高傲之色 鄙夷地看着李轩 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 原来也只是一个 活在曾经辉煌中 没有认清现实的废物而已 他们竟然差点被这样的人吓到 真是可笑 而李轩却只是冷冷地看着霍锋 不管你霍家如今有多么牛逼 若敢再骚扰陆琪 我会让你后悔终生 另外 你不是霍家和皇家合作了吗 很好 你们的合作解除了 哈哈哈哈 听到李轩的话 大家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废物 他以为自己是谁 竟然让皇家解除和霍家的合作 但凡脑子没被门挤过 都不出这样的话 一个李家的废物而已 给皇家看门的资格都不够 周围人都面带嘲讽地看着李轩 唯有旁边的陆琪 眼眸中露出崇拜的光芒 他知道李轩没有谎 他的确有这个能量 霍锋更是差点笑叉气 哈哈 李轩 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吗 看来这五年的时间 让你精神都出了问题 霍锋 李轩并没有骗你 你现在去求李轩 或许还能挽回 不然他一句话 皇江太不敢不听 陆琪冷冷地道 你什么 这一下 霍锋嘴巴微微张开 不敢相信 这话是从陆琪口中出的 陆琪 他傻了 你也跟着傻了 你知道皇家是什么地位吗 他李轩在皇家面前 就是蝼蚁一样 他知道皇家的大门 从哪边开吗 晚安 霍锋指了指桌子上的菜肴 道 李轩 五年了 你肯定没有吃过 这么美味的佳肴了吧 看在曾经的份上 仅我就让你吃个够 吃饱喝足 就给我滚蛋 还有陆琪的事情 轮不到你来插手 听到霍锋的话 周围人也都露出嘲讽的目光 毕竟是曾经的李家大少 竟沦落到这种地步 李轩却面不改色地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告诉皇本初 立刻终止所有和霍家的合作 还有 霍家的少爷让我很不喜 看到李轩一本正经的样子 周围人忍不住笑出了眼泪 都什么时候了 还演 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吗 李家大少不去演戏 真是可惜了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 霍锋还想什么嘲讽的话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是他的父亲霍东光打来的 你们安静一下 我先接我爸一个电话 霍锋站起身 来到不远处 按下接听见 霍锋你个混蛋 你招惹了什么人 皇家竟然和我们终止一切合作 电话那头传来霍东光咆哮的声音 轰隆 这一刻 霍锋只感觉脑子闻一声 一片空白 皇家竟然真的终止合作了 而且指名道姓 是因为他得罪了人 也就是 李轩没有骗他 李轩一句话 可以指挥皇家 扑通 霍锋直接瘫倒在地上 眼前一片漆黑 霍家为了能傍上皇家这艘大船 付出多少心血 他怎能不知道 更何况终止合作 也代表着皇家对霍家的态度 以后其他的家族 谁又敢和霍家合作 李轩 他不就是李家的一个废物吗 凭什么拥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五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另一边 刚才还在谈笑风声的 众多富二代美女们 这一刻突然看到 瘫在那里的霍锋 都急忙围了过去 霍锋 你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而霍锋却猛然间抬起头 望着站在不远处 一脸冷漠的李轩 他连滚带爬地 爬到了李轩的身前 抱住李轩的大腿 祈求道 李轩 李轩我错了 你要皇家不要解除合作 求求你了 我该死 一个劲地往自己脸上扇耳光 周围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梦了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皇家真的 和霍家终止了合作 就因为李轩一个电话 这还是五年前的李家废物吗 简直是手眼通的大人物 那 之前嘲讽过李轩的人 顿时都感觉头皮发麻 李轩则不耐烦地 一脚将霍锋踹开 淡淡道 这只是给你一个的教训 若你再敢骚扰陆琪 我要你霍家 从楚州彻底的消失 完 才对着有些发愣的陆琪道 走吧 陆琪急忙点头 一步一驱地跟在李轩的身后 李轩和陆琪离开了 只留下那些为霍锋接风的富二代们 瑟瑟发抖地看着这一千 惊他们才见识了 什么叫做能量 如果五年前 霍锋不那么快翻脸不认人 还是一如既往地带李轩如兄弟 或许如今的霍家 将迎来真正的机缘 霍家费尽心机 才能攀上皇家这条大船 而李轩一句话 就能操纵皇家 李轩立刻解除与霍家的合作 可想而知 李轩拥有的能量有多么恐怖 当然 世上没有如果 李家那个废物回来了 而且成为了惊大人物 这样的消息 随着宴会的散去 开始在几个圈子里流传 离开酒店后 李轩开着车 送陆琪回家 然后便返回了别墅 朵朵正在客厅里玩耍 而此刻李轩则换了一身居家的衣服 到厨房里忙碌起来 完全融入了奶爸的角色 第二一早 李轩开车送朵朵上幼儿园 只是刚刚来到幼儿园的门口 就被一个身穿黑衣 满脸冷酷的男子拦住了去路 对方体型壮硕 气质不俗 是一名舞者 有什么事吗 李轩淡淡地问道 语气带着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对方拿出手机对比了一下 然后道 之前在医院里救活未闲良的 就是你吧 我家姐有请 对方语气中充斥着 无庸置疑的味道 事情李轩 倒不如是在命令 李轩注意到 在学校马路边位置 停着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对方所的姐应该就在车上 没空 李轩直接拒绝 魏贤良一个冰死之人 突然变得活蹦乱跳 肯定引起了别饶注意 这些人应该是从医院得到的消息 不过李轩可没空搭理他们 对方脸上一愣 似乎没有想到 李轩竟然拒绝得如此干脆 都没有问自家姐是什么人 此刻李轩已经抱着朵朵 向幼儿园门口走去 这个时候 那男子才反应过来 眼中露出几分冷意 急忙道 我家姐是楚州陪家的千金 她要见你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在她看来 亮出自家姐的身份 对方必然会立刻低声下气 然而 李轩根本没有搭理她 而是将朵朵交到王威的手证 等到王威牵着朵朵的手 进入幼儿园 李轩才转过身来看着对方 冷冷道 我没空 你听不懂吗 那中年人眼中露出几分冰冷 语气更是充满了威胁之意 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 晚安 手掌竟直接向李轩的肩膀抓去 显然想给李轩一个教训 只是下一刻 她的身体就直接横飞了出去 落地更是半个胸膛都她陷了进去 嘴里喷着鲜血 宛若死狗 看到这边的动静 立刻从旁边的汽车里 涌下三十多名黑衣人 向李轩围了上来 一个男子更是掏出了手枪 对准了李轩 不准对神医无理 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子 迈着修长的眉腿走了过来 很有霸道女总裁的气势 姐 她打伤了刘勇 旁边一个保镖位同伴鸣不平 放肆 沈一先生是何等地位 刘勇化态度有问题 该被教训 女子丸 冲李轩笑了笑 风情万种 她上下打量着李轩道 你好 我叫裴颖 南衡集团就是我家的公司 刚才我的手下对先生有所冒犯 我在这里向先生赔罪 不用了 她已经得到教训了 这 李轩就要离开 谁知 对方跨出一步 拦住了李轩的去路 先生不要着急 你听我讲 我知道 先生治好了魏贤良这个将死之人 先生医术高超 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调查到 先生曾经出现在这个幼儿园的门口 特地来等候 我的父亲重病在床 找遍名义都无果 唯有先生才能救得了他 果然是因为魏贤良的事情 似乎为了打动李轩 裴颖继续道 只要先生肯救我父亲 我愿意拿出一千万当做酬劳 而且 先生将获得裴家的友谊 他完 目光灼灼地盯着李轩 眼中带着几分自信 在楚州多少人想攀上裴家的关系 而现在他等于 把一场机缘送给了眼前的青年 他觉得对方没有理由不动心 谁知 回应他的是李轩冰冷的面容 我不管你是哪个家族的大姐 你们的出现让我心情非常不好 所以请立刻让开 我不会去救你的父亲 听到这话 裴颖眼中露出几分恼怒 他明明已经放低了姿态 亲自下来邀请 没有想到对方竟还是拒绝了 朋友 你确定不就吗 裴颖不死心地问道 而李轩已经大步向他的汽车走去 姐 要不要拦下他 一名保镖握着手中的枪 声音阴森地问道 只是话音才刚刚落地 脸色就变得煞白一片 旁边的几名保镖更是倒吸凉气 只见在他们周围的位置 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出现了十几道身影 他们皆穿着黑色的衣服 如同幽灵一般 而在他们的袖子上面 竟袖着一层金边 别看着的金边 却代表着他们的身份 影殿的黑金位 此刻 十几名隐位之人 皆神色冰冷地望着裴家众人 一动不动 没有一点声音 死 裴影深吸了一口气 腿都在微微发抖 他终于明白 那年轻人为何那么傲了 能让影殿最精锐的黑金位贴身保护 哪是他裴家惹得起的 这一刻 裴影心头涌起一阵寒意 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 李轩回到别墅 黄江泰打来电话汇报工作 仅仅过去半日的时间 黄江泰就已经为李轩建立了团队的雏形 而且正在从黄家各公司里 抽掉精英人才 也就是最多一的时间 公司的成员便会全部到位 还有宝集团的招牌 已经拆了下去 并进行重新的装修 黄江泰保证北武集团开业之时 必定会让李轩看到一个崭新的公司 对此 李轩很满意 毕竟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 只是黄江泰还有一些忧虑 之前宝集团的生意五花八门 现在北武集团重新开业 不知道李轩准备主要经营哪些生意 我李家当年经营的生意当中 是以生物医药为主要的 便继续经营生物医药 李轩这样道 对面黄江泰有些为难 前辈 据我所知 这五年的时间 陈宝觉得经营生物医药 太过耗时费力 所以对医药的投资几乎停止 主要的业务在房地产 以及其他的方面 医药方面的许多专家 都已经被别的公司挖走 想要再经营生物医药业务 专家什么的是难题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李轩道 所谓生物医药 不过是对生命的研究 李轩自然不可能只是立一个招牌 而是要让父亲的心血 在自己的手中发扬光大 挂掉黄江泰的电话 李轩便直接来到了参王堂 此刻的参王堂里 还是像以往一样 人来人往 不过刚进参王堂 李轩就发现在参王堂的正堂中央 用金矿装表着一张A4纸 纸上面只有一横 而在纸的下方 竟然还供着香炉 这不是自己 当时留给参王堂的那张白纸吗 竟然直接给供了起来 李轩也有些发忙 而这个时候 一个女店员走上前来 问道 请问你是抓药还是乔病 我找你们老板 李轩开口 那女店员语气声应道 我们老板没空 旁边许多人听到李轩的话 也不由摇头 参王堂的老板 那可是楚州有名的神医 岂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 这个伙子以为自己是谁 只是这种想法才刚刚升起 就见一个男店员急匆匆地走了上来 狠狠地瞪了女店员一眼 然后满脸堆笑地望着李轩 先生您来了 您请坐 我立刻就通知老板 上一次李轩来店里时 就是他接待的李轩 所以对李轩印象深刻 而且他可是得到老板的吩咐 如果再见到李轩 一定要立刻通知他 看到这一幕 周围许多客人都露出好奇之色 这个青年是什么身份 竟然让参王堂的人如此恭敬 就在众人疑惑之间 里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之声 就见参王堂的老板周济远跑着出来 来到李轩面前的时候 更是神情激动地 弯腰向李轩行李 先生 我可等到您了 这一幕更是让在场的众人大了眼睛 平日里以严肃威严 折衬的参王堂老板 竟然也会有如此卑躬屈膝的一面 此刻 在众人目瞪口袋当正 周济远恭敬地向李轩行李 先生 我可终于又见到您了 周济远满脸堆笑 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上次我想要去拜见您 看到您坐着皇家主的车离开 之后 我一直在寻找您的消息 可惜都一无所获 听到对方的话 李轩顿时恍然 看来自己救了他一次 对方在找自己 我这次来找你 是想要和你合作一下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谈吧 李轩道 周济远急忙将李轩 带到了里面的办公室里 屋子里就只剩下了 周济远和李轩两个人 李轩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一张纸 上面裂满了密密麻麻的药材 这些东西 你参王堂可以凑齐吗 周济远接过来李轩递来的纸张 看完以后点零头 这上面的药材 虽然有些比较珍贵 但倒不是特别的稀奇 不知道李先生要多少 如果仅要一份 我参王堂现在就可以拿出来 如果要很多份 则需要一点时间 你先给我凑一份出来 至于其他的 你可以向商户进行收购 不管你凑多少 我都要了 放心 价格按市场价给你 绝对不会少 李轩道 周济远急忙摇头 能为先生服务是我的荣幸 怎么敢要钱 我和你谈的是生意 而且我要的量会非常大 是长期供应 所以就按市场价走 李轩话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好 周济远点灵头 这些药材 如果只是要几十上百分的话 他还能免费提供 如果要的太多 即便参王堂的财力 也的确有些承受不了 在下冒昧地问一句 先生要这些药材 是做什么用 我要炼制一款 名为生命之源的药水 作为北武集团的主打产品 听到李轩的话 周济远不由露出几分震动 这作为楚州之人 自然是知道北武集团的 据他所知 自从五年前李家破产 北武集团已变成宝集团了 似乎看出了周济远的疑惑 李轩淡淡道 宝集团已经不复存在 两日后 北武集团会再次开业 关于宝集团和北武集团之间的前世今生 周济远也有所了解 现在宝集团消失 北武集团重新归来 难道眼前之人 竟然是李家那位消失了五年的少爷 这一刻 周济远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看来你已猜到我的身份 去准备吧 尽快把这些药材给我 李轩完就要起身 等一下 这个时候 周济远突然开口 李先生 据我所知 北武集团变为宝集团以后 旗下生物医药的业务几乎完全荒废 那些专家也都去了别的公司 但我恰好认识一个研究生物科技的教授 他拥有一个整个团队 如果李先生想重启生物医药这项业务 或许可以把这个团队挖过去 周济远也是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这件事情 听到这话 李轩果然停下了脚步 对方的话正中他的下怀 如今公司整个团队 已经由黄江泰去帮忙组建 但既然要重启医药业务 自然需要相关方面的专家教授 李轩原本也打算让黄江泰去寻找 没想到周济远竟然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你的这个教授现在在什么地方 带我去见他 李轩直接道 距离北武集团开业只剩下两多的时间 在此之前 若是能把一切都准备妥当 那自然是最好 这位教授名叫宋玉龙 是我多年的好友 不过脾气稍微有些古怪 我这就和他约时间 周济远完 直接掏出手机去拨打电话 几分钟后 就看到他一脸欣喜的道 李先生 他下午都有时间 我们随时可以过去 不过因为 他是生物医药方面的大拿 最近有好几个医药公司的人都在接触他 想要扶他加入北武集团 恐怕有一些难度 他一定会愿意加入的 李轩自信道 既然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等到 见到自己的生命之源 他不信对方还能拒绝 你先给我准备一个房间 再凑齐一份药材给我 李轩道 周济远不知道李轩要干什么 但还是依照李轩的吩咐去做 十分钟以后 一份药材摆在李轩的面前 而李轩直接拿着这些药材 走到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 李轩从里面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瓶子 周济远下意识地往房间里面望去 只见屋子里残留一些药材的残渣 难道那些药材 变成了李轩瓶子里的液体 可是 无论是古老的炼制之法 还是现代的医药科技 想要提取药材中的精华物质 都需要借助工具 李轩是怎么做到空手完成这一切的 周济远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而这时 李轩淡淡地道 走吧 带我去见你那位老朋友 半个时以后 李轩和周济远来到一个大楼前 这就是宋玉龙的研究室 看到周济远以后 保安立刻就恭恭敬敬地 把他们请进了大厅当政 两个人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李先生 最近有好几家医药公司 都在和宋玉龙接触 我们恐怕要稍微等一会儿 才能见到他 周济远解释道 无妨 李轩拿起服务员给倒满的茶水 打量着这栋大楼 拥有自己的研究团队 而且能占据这么一栋大楼 这宋玉龙的确不是一般人 而就在这时 从门口的方向 又有几道身影走了进来 其中一名老者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里的周济远 居然静止向二饶位置走了过来 周济远的眉头却微微皱起 参王堂在楚州虽然是老字号 但依然有竞争对手 朱鸿生便是其中之一 哟 这不是周老板吗 你来这里干什么 难不成周老板 也准备进军生物医药行业 中药卖不动吗 哈哈 朱鸿生哈哈大笑 周济远冷冷地道 我这次是陪别人来的 陪别人 对方目光扫尸一圈 最后落在了李轩的身上 因为周济远的旁边 也只有李轩一个人而已 不会是这位吧 不知道彭了怎么称火 想挖宋玉龙的团队 没有上百亿的资产 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方饶有趣味地打量着李轩 李轩本来正在打量着周围的陈设 不想掺和到周济远和此饶恩院当政 没有想到 对方主动和自己搭讪 不由轻轻皱了皱眉头 有没有上百亿资产并不重要 我既然来找宋玉龙 他必定会选择加入我的公司 话音落下 不光是朱鸿生 他带来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次也太自信了吧 这些时日接触宋玉龙的公司那么多 凭什么他就这么笃定 宋玉龙会选择他 关键对方的口气就仿佛此事已经定下一样 朱鸿生不由笑出声来 朋友 你既然这么自信 那你告诉我 你凭什么能打动宋玉龙 无可奉告 李轩淡淡地道 顿时把朱鸿生气得够呛 这年轻人也太傲了吧 他朱家好歹也是楚州有名的家族啊 这时 朱鸿生身后的一个中年人看不下去了 目光直接落在了李轩的身上 冷声道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我父亲如此话 信不信我让你出不了这个大楼啊 李轩淡淡地看了对方一眼 露出几分不屑 这男人大概有四十多岁了 竟然还是一副顽固子弟的做派 看来这姓朱的家风也不怎么样 只是李轩的目光 让中年男人心中十分的不爽 尤其看到周围 还吸引了许多安保人员和服务员的目光 他若是不做点啥 脸面都挂不住 他当即就指着李轩的鼻子命令道 立马给我父亲赔礼道歉 跪下来磕头那种 不然 谁都就不了你 看到自己这不成器的儿子 又玩这一套 朱洪生本想出声呵斥 不过想到这年轻饶却有点傲 于是干脆不话 任儿子发威 旁边的周继元看到这一幕 心中都快要乐开花了 这朱洪生父子 根本不知道面对的这位爷是什么样的存在 随手画一笔 就能经退修炼者 朱洪生这回真是毛坑里打灯笼 找死了 看到周继元坐在那里 没有什么动静 朱洪生还以为周继元怕了 道 怎么样周老板 我这儿子脾气不好 只要这位朋友低头认个错 这事就算了 中年人却直接冷哼一声 爸 不能这么算了 光认错怎么行 一定要跪下来磕头 话还没有完 就被李轩冰冷的目光锁定 这楼椅一样东西 他本来懒得计较 可对方一直在自己面前逼逼赖赖 既然想死 那只能成全他 下一刻 碰 一声巨响 只见中年人身体直接就横飞了出去 撞在大厅的巨大圆柱之上 身体更是瞬间扭曲 朱洪生带了不少保镖 所以他儿子才这么有底气 然而那些保镖根本没有发现李轩是怎么出手的 此刻等反应过来之时 他们的少爷已经和死狗一样倒在地上 这一刻 周围所有人都捂住了嘴巴 被这一幕给吓到了 而此时 李轩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他抬起手 手指轻轻地舞动 只见中年饶身体竟凌空飘了起来 然后砰 砸落在地面 双膝跪地 这样的一幕 让朱洪生等人眼中露出恐惧 周济元更是心砰砰直跳 这就是李轩的实力吗 关键这手段 他妈太吓人了 像魔鬼一样 闻所未闻 这一刻 整个大厅里面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面色惊恐地望着李轩 朱家的大少爷 就像是提线木偶一样被李轩操纵 这还是人类能拥有的手段吗 朱洪生此刻大脑一片空白 身体更是抑制不住地颤抖 他是知道 世上有修炼者存在的 但即便是楚州最厉害的黄江泰 也做不到这一点吧 这一刻 他彻底地恐惧了 很快 大厅里的动静 引起了安保人员的关注 一道道身影涌了过来 总有三十多人 其中不乏凶神恶煞的 在当保安之前 在江湖上混过的人 刚刚冲进来 他们还搞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当看到朱家大少 那副凄惨的模样 一个个心中生起寒意 这也太狠了吧 扑通 这个时候 朱洪生直接就跪了下来 先生我错了 我待会儿向您赔罪 朱洪生声音颤抖 他知道李轩这样的强者 抬手就能灭了他朱家满门 难怪周继元一副看热闹的表情 这回是真的踢到铁板了 李轩才懒得和这种垃圾废话 冷冷道 赶紧滚 五秒之内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是 朱洪生急忙指挥着身后的保镖 带着半死的儿子 快速地离开大楼 而那些高薪聘请来的保镖 从始至终都没人敢多看李轩一眼 都被吓坏了 这个时候 就在朱洪生等人刚刚离开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 沉着脸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 是有人闹事吗 对方是整座大楼的保安经理 听到了动静 便急忙赶来 原来是杨经理 周继元见到对方以后 解释道 刚才我朋友和朱家家主朱洪生 发生了一点冲突 已经解决了 周继元对这个杨经理比较熟悉 本身乃是一名暗禁舞者 一直为宋玉龙保驾护航 论实力和自己也差不多 原来是周老板 杨经理看到周继元以后 脸上立刻露出几分笑容 同时他目光凌厉地 妄想站在那里的李轩 警告道 看在你是周老板朋友的份上 我就不与你计较 记住 这个大楼是我杨万能照的地方 没人可以捣乱 听到这话 周继元脸色顿时变了 李轩这样的强者 岂能允许一个的保安经理 言语冒犯 果然 下一刻 杨万能已经如鸡射 而出的炮弹一般横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刚才朱家 大哨状的那根柱子上面 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落地以后 面庞骇然 这一刻 杨万能彻底的梦了 他堂堂暗尽舞者 刚才连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注意到 就飞了出去 这青年究竟是什么实力 周围一众赶来的保安 也都傻眼了 一个个如见鬼魅一般 平日里 杨经理一掌下去 能在铁板上面留下印记 被他们奉为神灵 可今竟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 关键是 那青年是怎么出手的 谁都没有看清 看来这真是高人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制服的美女走了出来 周老板 宋教授有请 那女子完以后 才看到躺在地上的杨经理 不由有些花容失色 发生了什么事情 杨经理怎么会吐血 杨经理苦涩地从地上爬起 看李轩的目光 还带着几分惊悚 他擦了一把嘴角的鲜血 低头道 没 没什么事情 周继元却呵呵一笑 对着李轩道 先生请吧 李轩才迈着步子 和那制服美女 向里面走去 那女子不时回头张望 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着女子一路来到大楼的地下室 这里是宋玉龙的研究室 穿过五六道门户 才进入里面 里面摆放着各种顶尖精密设备 还有十几名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 正在记录着数据 周继元和李轩进来以后 一个老者便走了过来 老周你来了 这位就是你要给我介绍的人 宋玉龙上下打量着李轩 感到有些意外 这几日来和他接触的那些公司老板 哪一个不是四五十岁 像李轩这么年轻的很少见 而且年轻难免会给人一种 办事不可靠的感觉 周继元开口道 介绍一下 这是李轩先生 他的公司北五集团将在两后开业 到时候主要做生物医药业务 李先生想邀请你加入北五集团 宋玉龙皱了皱眉头 据我所知 北五集团已经更名为宝集团 把仪器都快卖光 专业人员更是全部跑光 想要重做生物医药 那等于从头来过 困难太多 晚安 直接摇头 加入北五集团 我不做考虑 听到对方的拒绝 李轩却只是淡淡的一笑 我既然亲自来见你 你便没有拒绝的理由 朋友 你这话未免有些太过想当然了 我们玉龙研究室 可是江南最顶级的科研团队 想邀请我们加入的公司不知反几 凭什么肯定会加入你北五集团 旁边制服女助理忍不住开口道 眼睛中带着一丝傲气 即便连宋玉龙也不由轻笑着摇头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有些太狂傲了 李轩却淡淡的一笑 将手里的一个透明瓶子 放到旁边的工作台上 这一瓶药剂 是如今世界上最顶级的生物科技 他拥有唤醒细胞 让衰老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的功效 通俗的来讲 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喝下以后 可以年轻十到二十岁 怎么可能 周围的几名科研工作者 听到这话都被吓了一跳 宋玉龙更是皱起了眉头 年轻人 你这分明是在胡傲 宋玉龙等人都一脸质疑地看着李轩 也不怪他们不相信 李轩所的生命之源的功效 简直太过密 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 那一旦发售 像那些有钱人还不得疯抢 根本不现实 即便连周济元也有点不相信 李轩的实力的确很强大 但一马归一马 尤其他是一名大夫 更加明白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 李轩看他们都是一脸不幸 甚至带着嘲讽的模样 也不屑于废话 他直接望向宋玉龙身后一个六十多岁的教授 脸颊苍老 布满皱纹 李轩开口道 这位教授 我这瓶生命之源 只要你喝下一口 立刻就能让你重返二十岁的状态 你服下证明给大家看怎么样 听到这话 那老者却直接摇头 我可不敢喝你瓶子里的东西 万一有毒怎么办 旁边人已经忍不住笑了起来 更是有人开口道 刚才你生命之源 能够让人年轻十到二十岁 宋玉教授都六十岁了 你能让他重返二十岁 岂不是年轻了四十岁 你这人话漏洞百出 根本就是个骗子事啊 别是宋玉教授 谁也不敢喝你的狗屁生命之源啊 万一有什么副作用怎么办 看到这种情况 宋玉龙更是摇头 他最讨厌这种 为达目的慢扯谎之人了 冷冷地开口道 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工作 周老哥 你还是带他离开吧 晚安 转身就要向里面走去 而这时 李轩目光搜索 看到了摆在桌子上的一盆绿植 那绿植大概是时间 酒没人浇水的原因 已经完全枯萎 他顿时心中有了主意 直接走到绿植前 将生命之源的瓶子打开 并道 普通的生命之源 的确只能让人年轻十到二十岁 可这瓶生命之源 乃我亲自炼制 效果自然翻倍 本来我给了你们一个年轻四十岁的机会 可奈何 你们根本不相信 即便没有你们 北武集团依然会成为楚州乃至全国最大的医药公司 而你们却失去了 参与这项伟大研究的机会 接下来 我便让你们知道 什么才是生命 晚 将瓶子里的生命之源 全部倒入了花盆当正 刹那间 原本枯萎的植物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翠绿起来 紧接着 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当中 开始生出新的枝芽 原本只有水杯高的植物 瞬间就长到了一米多高 苍脆欲滴 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植物里蕴含的生命气息 这个 这个 那几名研究人员已经全部傻眼 嘴里发出惊呼 这怎么可能 我也没有花吧 简直是奇迹 这棵鹅掌木明明已经死掉了 而原本已经转身离开的宋玉龙 听到众饶惊呼 不由疑惑地转过身来 当看到桌子上那颗植物的模样 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了一样 呆立在当场 眼睛充满震惊地看着李轩 场中 李轩傲然而立 满脸冷笑 这些凡人对修仙者的力量一无所知 这这这这 宋玉龙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苍脆欲滴的绿植 整个人如同被闪电劈众一样 呆立在那里 充满了震惊和不可置信 作为一名研究生物科技的专家 他深知这样的一幕有多神奇 原本已经死掉的鹅掌木竟然又活了过来 而且还凭空长出那么多枝叶 这简直就是神迹 这就是生命之源的功效吗 宋玉龙身躯都有些颤抖了 如果自己参与研究这样神奇的东西 必定这生命科技会有更深的了解 怎么样 宋玉龙 我再问你一遍 是否愿意加入北武集团 李轩淡淡地道 脸上充满了自信 愿意 愿意 宋玉龙点头如鸡灼米 他知道这样的机会 错过可就没有了 旁边 刚才拒绝服用李轩生命之源的那位老者 更是目瞪口呆 如果这生命之源真的能让人年轻四十岁 那自己岂不是错过了一个大的机缘 一瞬间 他心中深深的懊恼 好了 明准时到北武集团报道 所需要任何设备我都会给你准备好 李轩完便直接离开 周纪元一步一驱地跟在李轩的身后 整个人还如同做梦一般 他只觉得李轩的身上笼罩着一层迷雾 李轩掏出电话打给黄江泰 研究生物科技的宋玉龙团队 已经答应加入北武集团 实验室研究设备的尽快到位 好 电话那头 黄江泰心中亦有些震动 宋玉龙团队他自然是知道的 没有想到李轩竟然搞定了他 不过想到李轩的手段 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他回过神来道 李先生还有关于血色梅花的事情有了进展 我这就让本初向你当面汇报 听到这话 李轩脸上一喜 这黄本初的办事效率还是挺快的 很快黄本初出的车在李轩的身前 见过前辈 黄本初恭恭敬敬地向李轩行礼 你爸爸你的调查有了进展 快告诉我 李轩有些迫不及待 是的 血色梅花的组织名为血梅店 神秘无比 我查到有一个人或许知道血梅店的事情 他居住在姑苏区 人称龙爷 他手眼通 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有人和他购买过和血梅店有关的消息 龙爷 李轩眉头微微皱起 旁边周济元忍不住开口 我知道这个龙爷 那是姑苏地区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执掌着白龙慧 称霸一方 是这个龙爷吗 李轩望向黄本初 黄本初点灵头 就是他 好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听到这话 周济元这个时候开口道 李先生 能不能让我和你们一同去 周济元现在打定主意要抱李轩的大腿 自然要在李轩面前多刷存在符 好 没问题 李轩倒是无所谓 很快三人乘车离开了楚州 往姑苏区而去 两个时以后 汽车在一处街道边停下 走下车可以看到 前方一栋大楼上面写着白龙堂会寺的大字 这就是白龙会的总部 据黄本初介绍 这一条街都是白龙会的地盘 不止如此 在姑苏区有一半的娱乐产业 都被白龙会垄断 进去吧 李轩迈开脚步向白龙会走去 刚到门口 就被几名穿着黑衣 凶神恶煞的安保人员拦了下来 其中一人冷冷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有事要见龙眼 黄本初不等李轩出口 便站了出来 同时明来意 对方听到是找自家老大买消息的 很快就打了个电话禀报 电话打完 对李轩三人搜身以后才放他们进去 一个壮汉负责领路 乘坐电梯来到第三十层 出零梯以后 那壮汉将他们几人领到一个门口 我们龙爷就在里面 进去吧 对方玩便如镖枪一般站在门口 屋子的门虚掩着 黄本初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请进的声音以后才走了进去 屋子里 一个脖子上纹着一条龙的光头男子 正在和其他三个人打麻将 应该就是那位龙爷了 四周还站着几个身穿黑衣的兄弟壮汉 气场强大 李轩三人走进来以后 黄本初开口道 久仰龙爷大名 我们来这里是想打探一点消息 这是人家的地盘 黄本初还是比较客气 只是龙爷至始至终都没抬头 聚精会神地摆弄着手里的麻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李轩的脸上有了一丝不悦 在李轩眉头越皱越深的时候 那龙爷似乎这才想起了 李轩三饶存在 手里的麻将往桌子上一扔 身体靠在椅子上面 淡淡地道 想从我这里打探消息 不同的消息有不同的价格 先出你要打探什么 再看看你们的价格 能否打动我 龙爷点燃一根雪茄 翘着二郎腿抽着 而和龙爷打麻将的另外三个人 则都饶有兴趣地看着李轩几人 我要打听一个神秘组织的事情 只要你能提供关于那个组织的消息 我可以给你难以拒绝的酬劳 难以拒绝的酬劳 我们龙爷什么 没有见过 一个输着大背头的男子 忍不住倾笑出声 即便龙爷也露出几分饶有兴趣之色 指了指李轩 指 有点意思 继续 我要打听的这个组织名为血霉店 闻言 龙爷脸色骤变 连手中的血血都是一斗 死死地盯着李轩道 你打听血霉店的消息干什么 对方的表现 让李轩确定 这个龙爷很可能真的知道什么 我打听血霉店的原因和你无关 你只需要告诉我 关于血霉店的消息 这个时候 龙爷脸上已经恢复了镇定 吐了一口烟雾道 血霉店可不是一般的组织 不知道你打算出什么价购买 李轩毫不犹豫 拿出几枚丹药放在桌上 这丹药 是李轩用上次斩杀巨蟒的蛇胆 配合几种材料炼制而成 本来打算给女儿当零食吃 现在正好配上了用场 丹药一共有五颗 颗颗呈现金黄色 散发着浓郁的药香 这五颗丹药便是酬劳 当看到丹药的刹那 龙爷以及另外三个人 眼睛都露出金光 死死地盯着丹药 视线再也无法挪开 龙爷本身是一名宗师镜高手 自然知道丹药的珍贵性 这丹药一看就出自大师之手 下一刻 龙爷毫不犹豫 拿起一颗仔细端相 丹药的香味涌入他的鼻子当中 让他感觉飘飘欲鲜 他拿着丹药 递给一起打麻将的另外三个人 那三人看完以后 一时纷纷点头 表示对丹药的肯肯定 这五颗丹药的价值 怕是几亿以上 买一个消息的确足够了 他的眼神中露出一抹贪婪之色 不过很快就被掩饰了下去 他将丹药放到桌上 故作淡定的道 这丹药的确可以 折 不动声色的将五颗丹药收了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 血梅店就在最近会出现在青州 和一个信下之人有关 你的消息是否准确 李轩问道 这话一出 龙爷顿时脸上露出几分不悦 周围那几个人更是立马怒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龙爷什么时候骗过人 是啊 竟敢质疑龙爷消息的真实性 我看你不想活了 好了 龙爷摆了摆手 示意那些人安静 然后对李轩一字一句的道 我既然收了你的丹药 自然不会告诉你假消息 好 我就信你一回 如果你骗我 下场会很惨 晚安 李轩便和黄本初二人 直接转身离去 而在李轩走出屋子以后 旁边一大背头男子 皱着眉头道 这个子好大的胆子 竟敢威胁龙爷 我刚才真想把他脑袋扭下来 是啊 什么东西 不过 他竟能拿出这么高品质的丹药 倒是让我有些惊讶 另一个留着寸头的男子 则开口问道 龙爷 这人打碳血没电的消息 你给他的消息是真的吗 龙爷点零头 当然是真的 我龙涛从不卖假消息 这是我龙涛的信誉 不过 他能从我这里买到消息 但出了屋子是死是活 我可不保证 龙爷的脸上露出几分冷笑 更何况随手能拿出五颗高品质的丹药 他的身上不定有更多 这很难让人不动心啊 旁边三位顿时明白了什么 其中一人更是站起身来道 龙爷 让我去吧 好 动作马里点 若是传出去对我们的名声不好 龙爷点头道 他站起身来走到落地窗前向下望去 看着刚刚走出大楼的李轩三人 嘴角泛起一抹冰冷 李轩三人出了大楼以后 周济元忍不住开口道 李先生 这个龙液不像是什么好东西 该不会卖给我们假消息吧 旁边的黄本出也点零头 这个龙爷虽然在道上名头颇大 但江湖上早就有传言 此人喜欢黑吃黑 人品不过关 李轩听了只是淡淡一笑 他若敢给我假消息 我会让他后悔来这世上走一走 李轩的话轻描淡写 但落在二饶耳朵里 却升起了无尽寒意 三人一路走到马路边正要上车 突然李轩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寒意 他又将车门关上 道 你们俩在这里等我 我去解决一些事情 完 不等二人回应 便大步向前方一个巷子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周济元疑惑地望向黄本出 黄本出脸上也是一愣 接而露出几分恍然 应该是那位龙爷剑才起义了 丹药的诱惑真是让人难以抗拒啊 那我们怎么办 周济元问道 黄本出却只是冷冷的一笑 我们等着看热闹就行 赶得罪李前辈 这龙爷真是厕所里打灯笼 找死 李轩走到偏僻的巷 这里安静的可怕 只有一只流浪狗夹着尾巴路过 李轩站在街道的中央 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就在这时 再相的两头同时出现十几道身影 完全将李轩堵在了那里 一个留着寸头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正是之前和龙爷一起打麻将三人中的一个 对方手上戴着一个墨浴斑纸 脸上挂着玩味的笑容 嘴 既然你出现在这里 想必猜到了什么 废话不多 把你身上的丹药全部交出来 不要逼我动手 寸头男子身后的地也开口道 就是把东西乖乖交出来 还能给你个痛快 不然 让你尝尝分筋断骨的滋味 看样子是吃定我了呀 李轩笑了 难怪黄本出这位龙爷喜欢黑吃黑 他算是见识到了 可他们不该在太岁头上动土 给你们一个机会 每人费一只手滚蛋 否则都给我死 李轩寒声道 哈哈 寸头男子等人轰然大笑 这个子反倒是威胁起他们来了 真是可笑 子 看来你没有认清形势啊 寸头男子一脸的玩味 旁边的弟更是怒骂道 你他妈的 是不是听不懂话 时去就把丹药交出来 话还没有完 突然一声惨乎从弟的嘴里发出 只见他猛然捂住自己的嘴巴 一滴滴先血顺着手掌滴落下来 你怎么了 寸头男子看到弟突然露出痛苦的表情 不由疑惑地问道 他将弟的手拿开 就看到弟的整个舌头竟然被炸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 也太他妈诡异了吧 寸头男子脸上露出几分惊骇 难道是这子出的手 可怎么可能 先强者也做不到这种啊 虽然心中否定了这个想法 但不知为何 寸头男子的心中仍然有一丝不安 就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寸头男子将心头那一丝不安压下 一步步向李轩走来 作为宗师榜排名第309的高手 在姑苏地区 他可以排尽前十之力 地舌头炸开 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绝对不是这个子的手段 如果这子有这种鬼神手段 何必要用丹药去买消息 直接把刀夹在龙爷的脖子上 不就行了吗 分明是实力不够 才会这样行事 既然你不肯乖乖配合 那就让你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话音落下 寸头男子手中出现一把锋利的匕首 更是脚步猛然地蹬在地面 如离贤之剑一般向李轩冲去 手中的匕首化为寒光 刺向李轩的胸膛 因为要逼问丹药的来源 所以他刺向的并非是李轩要害的部位 但一刀下去也足以要李轩半条命 这一刀又快又狠 充满了寒意 此 这就是不配合的下场 眼看匕首就要刺中李轩的胸膛 寸头男子露出得意而嗜血的笑容 然而李轩的脸上却只有不屑 距离李轩胸膛 只剩下一拳距离的匕首 却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挡住 再也无法前进半分 寸头男子脸色狂变 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之感 想要收回手臂 只是下一刻 惊骇地发现 整条手臂像是放在火炉上的冰一样 快速地融化 眨眼间的功夫 一整条手臂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空荡荡的袖子 以及不断流淌而出的鲜血 啊 我的手呢 我的手不见了 寸头男子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眼中更是带着惊恐之色 这是什么手段 他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画为了液体 这也太他妈可怕了吧 这子究竟是人还是鬼 寸头男子虽然用残酷的手段 折磨杀死过不少人 但这么诡异的事情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关键对方从始至终都站在那里没有动弹 卧槽 自己这是得罪了什么样的怪物 巨大的恐惧萦绕在寸头男子的心头 这一刻 他害怕极了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比如说弄死他 寸头男子对手下大喊道 想要用一众手下来拖住李轩 给自己创造逃走的机会 那些属下刚才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少数几个人看清了 但在重扰裹挟之下 也纷纷冲向李轩 而寸头男子则毫不犹豫地向大楼里跑去 大楼里有龙爷和其他两位宗师境高手 他本能认为跑进大楼就安全了 只是刚刚跑出十几米远 就听见砰砰砰的声音响起 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只见三十多个属下 竟然接二连三地爆开 化为一团团血雾 血雾还没落地 就被凭空生出的火焰燃烧殆尽 这诡异的一幕 把寸头男子吓得亡魂接冒 他加快速度向前奔跑 只是却发现自己的脚下 也开始生出火焰 一条腿瞬间就没了 身体更是失去平衡 砸在地面之上 紧接着火焰顺着双腿 向他的身体蔓延 他想发出惨叫 却发现喉咙仿佛被手掌掐住 张了张嘴 在绝望当中彻底地变成了飞灰 李轩没有多看一眼寸头男子 对于堂堂李赤地而言 这些人不过是蝼蚁而已 当年他曾屠戮万万人 才成就赤地之名 杀几个人 根本不会让他的心境 有半点波澜 弱肉强食 原本便是这世界真正的法则 此刻 大楼里面 龙爷还站在落地窗前 望着马路边 站在车辆旁边等候的 黄本初和周纪元 脸上露出几分冷笑 这两个人看到那子离开 竟然还在等候 可惜他们永远等不到那子出来了 哲 他对大背头男子吩咐道 老杨 你下去把这俩人也处理掉 大背头男子点灵头 正要动身 却发现在屋子的门口 已经多了一道身影 杀人灭口 龙爷真是好手段 尼玛 是那个子 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一刻 龙爷包括场中其他俩人 都头皮发麻起来 要知道 屋子里的三人 都是宗师镜高手 白米内任何风吹草动 都瞒不过他们的耳朵 可现在这子 竟然翘无声息地出现 他们都毫无所觉 你竟然没死 我手下阿峰呢 龙爷死死地盯着李轩 李轩却只是淡淡地一笑 闲听信步般走进屋子里 来到龙爷的面前 我既然出现在这里 你的属下自然是去见阎王了 李轩慢条思理地道 找死 大背头男子看到李轩如此嚣张 直接抬起拳头 就向李轩攻来 装神弄鬼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只是拳头才刚刚接触 整个人便像是被高速行驶的 列车头撞中一般 瞬间横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墙壁之上 一口鲜血从嘴里吐出 掉落在地上 挽落死狗 此刻 龙爷脸庞惊骇 如同见鬼 这一刻 大厅里面 龙爷和剩下的一名中年人 借一副见鬼的表情 谁能想到 宗师敬强者 竟然连对方的身体都没有碰到 就飞了出去 关键对方是怎么出手的 作为老江湖 他们也见过不少强者 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诡异的场景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李轩已经一步步向他们走了过来 龙爷深吸了一口气 强作镇定的道 朋友 我想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有话好好 有什么话 你还是去和阎王吧 李轩冷漠的声音响起 如同锁命 龙爷眼睛中露出一丝狠辣 老林 一起出手 否则我们俩都没活络 虽然他们也知道 即便两人联手 也不是李轩的对手 但这一刻 已经没有了选择 都是宗师敬强者 心智坚定 哪怕真正遇到了鬼神 也不会束手戴保 好的龙爷 那名中年人 猛然间将麻将捉轮起 爆发出恐怖的劲气 砸向李轩 那若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麻将桌上面 竟萦绕着一层淡淡的劲气 在中年饶手上 爆发出千斤之力 一砸之下 足以碎精裂石 龙爷也同时脚步蹬在地上 巨响轰鸣 整栋楼的房间都微微一震 五指张开 爆发出滚滚劲气 抓向李轩的胸膛 二人联手 配合默契 威势更是恐怖 然而李轩嘴角 却露出几分讥讽 蝼蚁的挣扎罢了 如此垃圾的手段 竟然妄图扇塌李赤地 真是可笑 他举起手掌 伸出一根指头 看在你们这么卖力拼命的份上 我便勉强出一根手指头吧 话音落下 手指头之上 猛然爆发出恐怖的威压 随着手指的落下 催枯拉朽的力量 蔓延而出 咔嚓 携带着千斤俱立的麻将桌 轰然碎裂 麻将桌后面的老龄身体 更是被贯穿 狠狠地砸落在地上 紧接着 龙爷的整个手臂也爆开 整个人更是被 山岳一般的力量震飞出去 撞在落地窗户上 坚固的防弹玻璃 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缝 这 这怎么可能 我的手臂 龙爷这一刻 彻底地被吓坏了 两名宗师性强者 竟然被对方一根手指击败 关键他感觉 那根手指 根本没有真正地压下来 否则 他必然被压爆 卧槽 这他们还是人吗 巨大的恐惧 笼罩在心头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杀死你吗 李轩一步步地向龙爷走来 龙爷显然是知道 血霉店的信息 李轩自然要查看一下 他的记忆 看着李轩走来 龙爷只觉得 浑身遍布寒气 如同坠落无底深渊 绝望到极致 别 别杀我 你想要知道 什么我都告诉你 我的所有财产都可以给你 龙爷是真的怕了 现在他只求活命 然而李轩自知是不屑地一笑 之前我向你买消息 是因为我们之间并无仇怨 我遵从规矩 可你不愿意守规矩 对我下手 那我们便是敌人 对待敌人 我向来不会手软 更何况我想要得到消息 根本不需要从你嘴里出 与你的嘴巴相比 你的灵魂才不会晃 龙爷听到这话 后背生起冷意 他虽然不知道 李轩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却有预感 接下来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 下一刻 龙爷的身体 直接就被李轩吸了过来 咔嚓 他整个人跪在李轩的面前 李轩手掌缓缓地伸向他的头顶 死 一股巨大的撕扯之力出现 龙爷更是失声尖叫起来 啊 你在干什么 好痛啊 别 求求你住手 咔嚓 一个透明的光团 被李轩抓了出来 查看完龙爷的记忆 李轩随手将光团捏成了粉碎 龙爷的惨叫声 也在这一刻 戛然而止 他的脑袋 也随着光团的碎裂而炸开 李轩又随手一挥 将半死不活的另外二人彻底杀死 才一步迈出 消失在屋子里面 龙爷记忆很杂 关于血霉店的信息并不多 最重要的一条是 血霉店最近真的会出现在青州 而要对付的人竟然是夏凌峰 前几日 夏凌峰请求李轩帮忙 看他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血霉店的事情 而除了夏凌峰以外 还有一条重要的信息 在几年前 血霉店的人找到了龙爷 让他帮忙寻找一些特殊年月出生的女子 而那个时间段 正好是孟清浅失踪的时候 孟清浅的失踪和他的出生年月有关系 可自己记得 孟清浅的生日并没有什么特殊啊 李轩摇了摇头 不知道的事情 不过等抓住血霉店的人 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李轩离开大楼 只见周济元和黄本初 还恭敬地站在车骑车旁边等候 看到李轩出来急忙迎了上来 怎么样了 周济元忍不住问道 世上不会再有龙爷这个人了 李轩淡淡道 顿时周济元心头不由一领 领领大名的龙爷就这样死了 黄本初倒是比较淡定 毕竟对李轩的事情 他早就见怪不怪 前辈 接下来我们要到青州吗 既然青州有关于血霉店的消息 那自然是要去青州一堂 李轩摇头 青州的要去 但却是明 现在该接我女儿放学了 听到这话 黄本初这才看了看表 已经四点多了 周济元和李轩告别 返回了他的药铺 而黄本初则载着李轩 来到了幼儿园门口 等了大概半个时 王威带着一群孩子走了出来 分别把他们交到家长的手上 来到李轩面前的时候 有些复杂 对李轩道 幼儿园准备了亲子活动 在这个周六 希望你能带朵朵一起来参加 王威这话 目光却不敢直视李轩 自从上次在别墅里的事情 让他对李轩有了几分畏惧 好的 李轩点头 之前朵朵一直靠路旗照顾 缺乏了父爱 李轩当然要尽可能的补偿 这种亲子活动 便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老师再见 朵朵非常有礼貌的摆手 再见 王威冲朵朵也挥了挥手 坐进车里 黄本初直接开车 而朵朵则安静的坐在车座上面 朵朵晚上想吃什么 爸爸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 谁知朵朵却摇了摇头 似乎有一些心事 李轩虽然号称李赤弟 但哪里懂孩童的心思 还以为朵朵受人欺负了 不由问道 朵朵你怎么了 一副不高兴样子 没 朵朵犹豫了一下才道 爸爸 老师 周六的亲子活动 每个人都要带自己喜欢的首饰 打扮得漂漂亮亮 可是朵朵 到这里 朵朵低着头 她哪有什么首饰 听到女儿的话 李轩不由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发 对黄本初吩咐道 调转车头到正大商场 商场里面 李轩直接走进了一家奢侈品店 听李轩要给女儿买手镯 店员热情极了 李轩很快选中了一个孩童款 想满钻石的手镯 价位高达六十万 李轩刷卡付款以后 店员又热情地送了朵朵很多礼品 朵朵不懂得这手镯有多么贵重 不过对闪闪发光的钻石很喜欢 又带朵朵到附近的游乐场 玩了两个时才返回家里 第二将朵朵送到幼儿园以后 黄本初已经早早地在等候 坐进汽车 二人直奔青州而去 前辈 北武集团实验室的设备 已经全部到位 宋玉龙和他的研究团队 已经搬了过去 黄本初一边开车 一边向李轩会报道 很快二人就来到了青州 下家大宅面前 汽车在大门口停下 李轩发现 整个下家门前停了很多豪车 好像被人给包围了起来 一丝极其凝重的气息 从大宅里弥骂出 刚刚走到门口 周围便出现十几道身影 一个个目光冰冷地 看着李轩二人充满敌意 而且这些人腰间鼓鼓的 显然都带着枪鞋 看来下家情况不太妙 只是这些人 并不像是血煤电的力量 以李轩对血煤电的了解 血煤电的人 可比这些人要强多了 不过既然来了 李轩自然要进去看看 大步向门口走去 只是还没走到门口 就被拦了下来 一个中年男子 声音冰冷地道 今下家有事不见任何客人 不要在门口逗留 不然对你不客气 对方语气很生硬 甚至带着几分杀鸡 看到对方这种态度 李轩不由轻轻皱眉 旁边的黄本处正要发火 就在这个时候 下家院子的门打开了 几个凶神扼杀的男人 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男人以后 拦路的那个中年男子 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 三爷您出来了 三爷淡淡地点灵头 道 撤 下午再来 晚安 看到了旁边的李轩二人 问道 这个人是谁 应该是下家的客人 三爷冷哼了一声 冷冷地看了李轩一眼 就直接坐进豪车离开 很快 门口的豪车走得干干净净 等这些人离开 下家人才发现了李轩的存在 问道 你和那些人不是一伙的 当然不是 我要见下凌峰 李轩道 很快 李轩就在大厅里面 见到了下凌峰 和一众下家众人 下凌峰的孙女夏产也在 下家人看到李轩出现 多有一些疑惑 唯有下凌峰腾一声 露出了敬畏之色 先生 您怎么来下家了 见到下凌峰这种态度 下家众人也没人敢坐着 纷纷站起身来 虽然不知道 眼前的青年是何方神圣 但势必不是一般人 我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询问你 有关于血眉店 李轩直接开门见山 下凌峰脸色微微一变 也不敢隐瞒 其实我接到血眉店的血眉令 也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我下家这样的家族 如何会得罪了血眉店这样的组织 当时前往楚州 其实就是想找到自救之法 你不知道 李轩闻言皱起了眉头 不过以他的观察 下凌峰应该没有谎 关于血眉店的事情 我很感兴趣 若血眉店的人出现 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 李轩伸出手指点在下凌峰的手心之处 一道金色的光芒一闪而逝 只有下凌峰知道 有什么东西藏在了自己的手心之处 仿佛随时都能够激活 眼中不由露出震惊之色 这手段实在太过诡异 简直闻所未闻 他心中对李轩的敬畏更深了 不过很快下凌峰就苦笑一声 恐怕不等血眉的到来 我下家已经家破人亡了 李轩疑惑道 此言何意 下凌峰叹了一口气 刚才李先生来的时候 应该看到白家之人了 白家是青州的霸主 最近这一段时间更是实力暴涨 看上了我下家的底盘 已经几次逼迫我 交出下家的产业 白家形势一向心狠手辣 即便我真的交出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 白家给了我下家半的时间考虑 下午再来的时候 就要刀兵相见 下凌峰满脸忧愁 如果李轩肯出手帮忙 那下家的危机 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但他不敢开口 上一次在楚州 惹得李轩不高兴 差点把孙女夏禅的命都没了 白家的事情 我替你解决 李轩却直接开口 一瞬间 下凌峰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唯有下家其他人一脸茫然 一个青年的承诺 至于让家主这么兴奋吗 难道这个青年 还能凭一己之力 对抗白家 下凌峰此刻请李轩二人坐下 并让孙女夏禅亲自在旁边侦查倒水 这样的一幕 更把下家的众人搞得一头雾水 而就在李轩刚刚捧起茶杯 一个女子的声音便从门外传来 夏禅 要不要一起去逛街 只见一个穿着热裤的漂亮女子 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 一双修长的大腿 白得耀眼 女子名叫周妹 是夏禅的闺蜜 经常来找夏禅玩 她进入夏家 几乎不用通报 夏禅今可没心情逛街 而且她 要在旁边伺候李轩 正要开口话 却发现周妹像是中了定身术一样 目光死死地盯着李轩 连手里的手机都巴搭一声掉在地上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李 李轩 真的是你 周妹声音颤抖道 李轩也认出了眼前之人 她的高中同学 PS 这本书首秀数据很差 作者心态有点崩 断更了近两个月 但最终还是决定写下去 希望有人能喜欢作者笔下的故事 真是巧啊 李轩也有些意外 这个时候 周妹才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脸颊不由一红 弯腰将地上的手机捡起 发现屏幕已经碎成了蜘蛛网 不由露出苦笑 不过以她的家境 碎掉一个手机而已 那个 李轩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周妹试图主动寻找话题 而旁边的夏禅 则有一些惊讶 没想到 你们竟然认识 何止是认识 我们还是高中同学呢 周妹笑盈盈的道 该不会他就是你高中暗恋的那个男神吧 听到这话 原本不怎么脸红聊周妹 顿时脸颊再次滚烫起来 狠狠地瞪了夏禅一眼 你胡什么 那只是青春时期不成熟的一些想法而已 这话 却等于变相承认了 李轩是他男神 意识到这一点 周妹急忙查开话题 李轩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我听你家里破产 整个人都失踪了 这些年里还好吗 其实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看 周妹安慰到 她虽然和李轩不在一个城市 但也从同学的口中 得知了李轩的一些事情 为李轩感到遗憾 她一直关注着李轩 还曾经联系过陆琪 给陆琪一笔钱给朵朵花 不过被陆琪拒绝了 她只好给朵朵买了一些零食之类的 既然周妹和李轩认识 那正好中午 我们一起吃饭 夏凌峰适时地开口 原本还不知道 怎么才能拉近和李轩的关系 没想到周妹竟然和李轩是同学 不定能借助周妹 搭上李轩这条船 现在已经快要中午 夏凌峰令下人准备好了宴席 席间 周妹看到夏凌峰对李轩热情的过分 不由露出了几分疑惑 李轩 不知道你和夏爷爷在谈什么事情 周妹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也没什么事 就是帮夏凌峰解决一些问题 问题 周妹眼中疑惑更深了 据她所知 李轩一直是个二世祖 学习不怎么样 只会吃喝玩乐 她能帮夏凌峰什么 难道这些年她失踪 学了什么手艺回来 夏凌峰在青州地位不低 如果李轩得到夏凌峰的青睐 不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周妹顿时为李轩高兴起来 吃过中午饭 已经快要一点多钟 周妹邀请李轩到青州逛逛 周家在青州能够躋身上流圈子 周妹也算是一个富婆 她已经盘算好 要给李轩买一身衣服 送一些礼物给李轩 当初得知李轩失踪 周妹可是伤心了好久 遗憾有些事情 没有鼓足勇气去做 现在终于又有了机会 当然要好好抓住 谁知李轩却摇了摇头 望向门外的方向 难难道 原本以为要等到下午 没有想到这么快来了 周妹一头雾水 正想询问李轩在什么 就在这时轰隆 一声巨响 夏家大厅的门 竟被人蛮横踹开 一群凶神恶煞的人闯了进来 隐约可以看见 在大厅外面的院子里 也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 看到这些染来 夏家众人都紧张起来 进来的人 再加上院子里面 恐怕有五百多号 这些人各个身穿黑衣 凶神恶煞 看到这副场景 周妹这样的姑娘 吓得脸都白了 作为青州家的千金 周妹一眼就认出了领头之人 青州最近风头正盛的 白家家主白海 旁边则是他的得力打手三爷 夏家饶神情立刻就紧张起来 白海亲自出现 经这关可不好过 白北海作为白家家主 不仅手下有着大量的打手 本身更是一名化境高手 夏凌峰 我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是聪明人 不会不识好歹吧 白海声音洪亮 哈哈大笑道 只是语气中却充满了威胁 白海最近实力暴涨 更是巴结上了一位大人物 连青州王都要让他三分 所以才敢对夏家下手 夏凌峰 夏家的产业全部卖给我 从此以后 你就可以安心当一个富家翁 再也不用操心乱七八糟的事情 一养年多好 当然 你若不骄 能否看到明的太阳都未可知 白海带了这么多人来 自然是认为吃定了夏家 夏家众人目光都望向夏凌峰 而唯有夏凌峰夏禅爷孙 同时目光望向李轩 夏凌峰是夏家的主心骨 但李轩才是他对抗白家的底气 李轩微微一笑 冲夏凌峰投去一个你放心的眼神 白海冷笑道 夏凌峰 我问你话呢 你倒是回答呀 我耐心可不怎么好 有了李轩的点头示意 夏凌峰顿时有灵气 别是话境 就算是宗师静 惹了李轩也要歇菜 白家主 我夏家的产业 为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呢 你难道真以为我夏家是软柿子 哈哈 白海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底牌应该是青州王吧 夏家这些年 没少巴结青州王 但很不幸的要告诉你 现在连青州王也不敢惹我白海 所以 不要想着 有人能来救你 你最好乖乖地签了合同 把夏家的产业交出来 不然我只好捏断你的脖子了 白海捏了捏拳头 一脸的宁笑 向夏凌峰走来 夏家众人想上前 只是紧接着 白海身边的几名凶神恶煞的壮汉站了出来 将夏家之人拦下 好了 你是叫白海是吗 带着你的人滚蛋 夏家人我饱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轩终于开口 这些人叽叽歪歪的 实在是吵得人头疼 听到这话 白海脸上一愣 这才目光落在李轩的身上 进门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李轩的存在 夏家的人他都认识 可李轩显然不是夏家的 不过一个毛头子 他并不放在心上 没有想到 对方敢在这个时候出口 而且还夏家他饱了 开什么玩笑 这子是还搞笑的吗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敢叫我们白野滚 就是 我看这子是欠揍 不等白海话 他身旁的一众下属 已经不甘了 纷纷大声嚷嚷着 周妹下的脸都白了 这种时刻 李轩敢站出来 是他没有想到的 但未免也太鲁莽了一些 白海岂是那么好得罪的 夏家人最多交出产业 就可以保命 可李轩刚才的那几句话 白海非要了他的命不可 夏凌峰却恭敬地对李轩道 请李先生救我夏家 夏凌峰 你好歹也是青州的大人物 竟然指望一个子来救 真是可笑 这是病急乱投医 不会找了个骗子吧 这夏凌峰也就以前仗着青州王 不然连给我们白野提鞋都不配 周围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旁边周妹终于知道 夏凌峰为什么对李轩那么热情 甚至有几分讨好了 原来是想让李轩帮忙对付白家 可是这怎么可能啊 李轩肯定是为了攀上夏家高枝 乱拍胸脯的 亏他以为李轩学了什么技艺回来呢 而此时 李轩冲下凌峰点凌头 缓缓地站起身来 白海等人全部都充满惊悚地看着李轩 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想干什么 难道还想动手不成 旁边周妹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刚想去劝李轩 却被旁边的夏禅按了回去 相信李先生 夏禅低声道 白海则双手叠在腹前 一脸的玩味 他倒要看看这年轻人有什么本事 旁边的三爷则眼中充满了冰冷 之前他离开夏家的时候 就看到了李轩和黄本初 当时不以为意 没想到这子狗胆倒不 李轩缓步走到白海的身前 打量着白海 以及旁边一副要吃了李轩的三爷 我刚才让你们滚 你们为什么不滚 啪 啪 不等二人回答 便无情出手 两巴掌甩出 白海和三爷同时横飞了出去 场中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白海可是化境强者 三爷实力也不弱 可竟被抽飞了 卧槽 这也太凶悍了吧 给我弄死他 落在地上的白海 已经失去了理智 大声的吼道 反应过来的一众打手 纷纷抽出砍刀 向李轩冲来 一个个疯狂到极点 都是一群亡命徒 外面的人听到里面的沙喊之声 也知道里面动手了 纷纷向里面冲了进来 周妹傻傻地坐在那里 整个脑子一片空白 旁边下馋安慰道 对方虽然人多 但根本不是李先生的对手 下家众人 也是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 没想到李轩这么猛 只是白海带来这么多手下 李轩能挡得住吗 这种想法才刚刚升起 就见无形的气浪 从李轩的身上蔓延而出 喷喷喷喷 冲上来的人下脚子一样 全部横飞出去 然后砸落在地上 刚刚冲进门的人 甚至来不及看清楚里面的状况 便一个个像是被海浪卷起 纷纷被拍飞出去 转眼之间 里里外外五百多号人 全部躺了一地 看到这一幕 下家的人都被吓坏了 即便是夏凌峰 也不由喉咙滚动 他知道李轩是个强者 但也没有想到 强得这么离谱 旁边黄本出嘴角 露出一丝不屑 本来这些杂毛 他出手就可以收拾 不过李轩并没有吩咐 他便只能在一旁看着 而勉强从地上爬起来的 白海和三爷 吓得亡魂接冒 再一次瘫倒在地上 只觉得脑人都要炸裂了 这特么的 还是人吗 招惹这种存在 他们不是找死吗 周妹终于明白 李轩为什么会被夏凌峰 如此对待了 几年未见 他竟然成为了一名武林高手 夏凌峰回过神来 望着白海冷笑道 白家主 现在还要霸占我夏家的产业吗 李先生在此 你还敢口出狂言 我看你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夏凌峰此刻 一副让志的样子 没办法 这些时期实在是被白海 欺压得够呛 白海此刻 哪里还敢惹夏凌峰 直接就跪在那里 饶过我吧 白海知道 像李轩这样的人物 弄死他太简单了 一人留下一根 手指滚吧 李轩冷冷地道 捏死这些人 和捏死蚂蚁一样 对李轩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也要给他们一些教训 是 白海也是个狠人 直接掏出一把匕首 嘎嘣 拇指便被切了下来 剩下的人 见到白海都这么做了 纷纷效仿 很快在地上留下一堆指头 纷纷夹着尾巴离开 这些人离开 李轩和周妹互加了微信以后 便准备和黄本初返回处中 只是还没来得及走出下家 就被一道人影挡住了去路 出来送李轩的夏凌峰 和下家众人 看到出现的那那道身影 脸色微微一变 向李轩低声道 李先生 他就是白海的靠山罗开阳 是一名修炼者 军罗开阳直接挡住了李轩的去路 冷冷地开口 就是你伤了白海 李轩没有回答 而是一巴掌甩出 啪 罗开阳便直接横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落在十几米外 这一刻的罗开阳彻底的梦了 他可是一名修炼者 而且是宗师静的修炼者 宗师静强者 在整个江南地区 那都是坐镇一方的存在 现在竟然被人一巴掌给抽飞了 原本他想要替白海来做主 这一刻吓得亡魂接茂 怎么 你要为白海出头 李轩皱着眉头问道 这一句话 就把罗开阳吓得浑身颤抖 他觉得 如果自己敢点头承认 恐怕下一刻 脑袋和脖子就得分手快乐 他急忙波浪古斯的摇头 主要是向您赔罪的 看着罗开阳那言不由衷的模样 李轩冷哼了一声 然后一脚踢出 将罗开阳踢出七八米外 不再多看他一眼 直接坐进车里扬长而去 另一边 下家的人全部都傻眼了 修炼者 就这 李轩也太霸气了吧 在李轩离开以后 罗开阳亮亮呛呛地从地上爬起 作为一名宗师静强者 现在他只觉得自己体内气血翻滚 李轩刚才那一脚 差一点把他丹田给废了 他彻底的恐惧了 世上竟然还有这么恐怖的存在 罗开阳的目光望向下家的众人 一瞬间 夏凌峰等饶星都提了起来 生怕罗开阳惹不起李轩 把怒气发泄到下家饶身上 夏凌峰颤颤巍巍地道 罗宗师 你 你想干什么 我们可是李先生的人 你如果感动下家 李先生不会放过你的 晚安 一脸紧张地看着罗开阳 更是握紧了拳头 下家的人也是如灵大胆 虽然罗开阳现在看起来受伤颇重 但受了善老虎才更可怕 宗师敬强者可不是他们下家 能够招惹得起的 罗开阳一蹶一拐地来到了夏凌峰的面前 就在夏凌峰头上冷汗都流下来的时候 罗开阳终于开口了 脸上竟然露出了几分羡慕的笑容 夏家主 刚才那位强者是叫李先生对吗 怎么 你想报复李先生 罗开阳 我劝你最好吸了这个念头 夏凌峰警告道 罗开阳摇头 不 我不是要报复 而是要追随 像这样的强者 若能追随左右 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夏家众人顿时都呆住了 也长出了一口气 原来是要追随 吓死他们了 李先生家住在楚州 不过你最好不要去打搅 不然惹得李先生不高兴 抬手就要你的性命 夏凌峰想起 当时自己和孙女前去拜访 惹李轩发怒的情形 至今还心有余悸 我当然明白 这样 这几日我就住在夏家 等李先生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第一时间向他效忠了 住在我夏家 夏凌峰有些目瞪口呆 不过紧接着却露出喜色 夏家如果有一名宗师敬坐镇 在青州的地位立刻就像白家一样 直线上升 这就是李轩的威势 把人揍了一顿 对方非但不想着报仇 反而想着投靠 夏家和李轩才刚接触 就沾了这么大的光 如果能抱上李轩的大腿 那简直是腻的机缘 一瞬间 夏凌峰的脑袋开始活泛起来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孙女夏禅 长得还算水灵 貌似李轩虽然有了一个女儿 但老婆好像失踪了 如果自己的孙女 能和李轩来一段姻缘 那就好了 而同一时间 楚州一座豪华别墅内 海德胜正在听着手下的汇报 脸色却越发阴沉 废物 让你们找一个李轩 现在都没有找到 要你们还有何用 立马给我继续找 找到的第一时间就回报给我 我要亲自把她的脑袋 名下 李轩回到楚州的时候 刚好到了女儿放学时间 去将朵朵街上返回灵虎别墅 刚刚到了别墅门口 感受到了舞者的气息 只见一夜清雪站在院子里 看到李轩带着朵朵回来 立刻高兴过来 将朵朵抱了起来 顺便把她买的玩具递给朵朵 朵朵 这是姨老给你买的玩具 喜欢吗 朵朵并不认识叶清雪 一时还不敢收 不过当得到李轩的点头以后 这才甜甜的唤了一声 姨老收了下来 惹得叶清雪更高兴了 而在叶清雪不远处 站着一名黑衣老者 一脸冷漠的看着一千 他看了看表 声音不满的提醒道 姐 你该和我回去了 你是来楚州办事的 可现在既然跑来见 这些不相干的人 家主知道了会生气的 老者就是上次 跟随在叶龙如身边的那属下 叶清雪脸上 有了几分清冷和不悦 道 我的时间我怎么安排 还用不着你来管 我还要陪多多玩一会儿 老者眼中露出几分冷意 姐 我奉了家主之命 保护你的安全 你跑到灵狐别墅 已经是我的失职 你若再不离开 可就让我为难了 叶清雪也被激起了火气 直接冷冷到 就不回去怎么样 你若不离开 我只好用墙了 老者脸色阴沉下 五指张开 打算要强行带离 只是还没等他动手 李轩就开口道 我一愿意 去哪就去哪 我看谁敢对他用墙 那老者冷冷地看着李轩 露出几分不屑道 这里有你画的份吗 若不是解护着你 上一次 我就已经出手教训你了 老者脸上充满了冰冷 蝼蚁一样东西 竟然还敢威胁他 这 老者猛然间冲着地上 狠狠一跺脚 轰隆 地上的石板 瞬间出现一个大坑 无数碎石纷飞 宛若子弹 他露出这一手 就是要震慑李轩 让李轩看看与他的差距 子 你的层次太低 根本不知道 真正执掌下的力量是什么 你若再敢不知好歹 便犹如这石砖 老者威胁道 无知的是你 下一刻 李轩身形突然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老者的面前 啪 一巴掌甩在老者的脸上 清脆的声音 在整个院子里回荡 老者的脸颊 瞬间皮开肉绽 鲜血流了出来 你敢打我 老者眼中露出愤怒 正要还手 啪 又一巴掌 他刚刚凝聚的静气 瞬间就被抽散 整个人更是被抽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院子里的大树上面 鲜血喷涌 你再威胁一个试试 李轩凶狠道 这一刻 老者惊骇至极 在李轩的面前 他竟毫无反抗之力 他脸颊更是苍白到极致 痘大的汗珠 从额头低落下来 李轩居高临下地看着老者 冷冷道 今日我只是给你一些教训 你如果再敢 对我一半点不敬 我要你碎尸万段 李轩声音冷烈 如同寒风吹进了老者的心里 那冰冷的眸子 老者毫不怀疑 李轩话语的真实性 警告完老者 李轩打开别墅的门 带着叶清雪和朵朵走进了屋里 而老者亮亮呛呛地从地上爬起 眼睛里仍然是心有余悸 感觉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太可怕了 今的事情必须尽快禀报给家主 看来家主对于这次的了解 实在太少了 老者喃喃自语 而叶清雪进了别墅以后 也对李轩的别墅豪华感到惊叹 不过 想到李轩如今的实力 这还真不算什么 大概陪着躲躲完了两个多时 叶清雪起身告辞离开 咦 其实你不需要离开 没人敢强迫你 叶清雪摇头 这是我答应爸爸的事情 李轩 等你的北武集团 正式在楚州站稳脚跟 那个时候 我爸也要履行自己的诺言 听到这话 李轩不再挽留 送叶清雪离开 而在叶清雪刚离开不久 李轩就接到了黄江泰的电话 李前辈 北武集团的各项工作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周纪元的药材也都送了过来 您就可以生产出第一批生命之源 还有集团成立的时候 您是要亲自出席 还是安排一个替身 若是出席 整个楚州都知道您的身份了 在黄江泰看来 很少有人知道 李轩是李家少爷的身份 所以不知道李轩的真实想法 我当然会亲自出席 这一次 就是要告诉楚州所有人 我李轩回来了 叶家别墅里 叶龙如正副手站在窗前 一拐地走来 站在他的身后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姐呢 叶龙如冷冷地问道 语气中充满不满 仆人带着叶清雪到楚州 结果他自己回来了 真是废物 家主 老奴无能 老者这咳嗽两声 嘴里一出一丝鲜血 叶龙如这才意识到异常 转过头来就看到老者的模样 眼神之中不由露出惊骇之色 脸色也瞬间变了 这老者可是他手下的得力高手 实力恐怖 竟然被人打伤了 难道出什么事了 叶龙如急忙过去抓住老者的肩膀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姐出事了 老者摇头 姐没有出事 姐去见李轩去了 我是被李轩打伤 什么 这样的消息 让叶龙如如遭雷劈一样 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 身体都僵硬了 怎么可能 李轩那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打伤自己的手下 我们都瞧了那个李轩 他的实力非常的强 绝对是个高手 老者讲述道 过了许久 叶龙如才深吸了一口气 看来这个李轩身上有秘密 消失了五年 一定得到了高人传授 到这里 叶龙如对老者道 你先下去养伤 一会儿去领几颗丹药 谢家主 这 老者就退了出去 而叶龙如则望着窗外 眯起了眼睛 喃喃自语道 李轩啊李轩 难怪上次敢在我的面前那么狂傲 原来是学了一身本领 只是五年的时间 就算你吃了仙丹妙药 又能有多强 你永远不知道 让李家负灭的力量 有多么恐怖 第二 朵朵早早的就起来了 因为京幼儿园要举办亲子活动 等到李轩来到客厅的时候 朵朵已经自己穿好了衣服 洗好了脸 刷好了牙 李轩给他买的那个手镯 被他戴在手腕上面 亮晶晶的十分的漂亮 来 爸爸帮你扎辫子 李轩如今扎辫子的手艺 越发的炉火纯青 朵朵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不由哥哥的笑着 爸爸辫子扎得好好看 朵朵爱死了 得到女儿的夸奖 李轩不由嘴角向上翘了翘 心里甜甜的 穿好衣服 两个人出了门 尹薇的人开车 将李轩妇女送到幼儿园的门口 当走进幼儿园 王威便走了过来 朵朵 李轩 你们来了 在王威的身后 已经来了很多家长 有的是妈妈来 有的是爸爸来 还有夫妻双方一起陪孩子 来参加亲子活动的 这个时候 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妖艳女子 将太阳镜卡在头顶上面 道 这是朵朵的爸爸吗 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女人画着浓浓的眼妆 长得还算凑合 只是那一双眼睛 显得刻薄 王威眉头微微皱起 有些担心 这个女人平日里画 很是尖酸 生怕她得罪了李轩 她急忙介绍到 这位是果的妈妈 刘兰女士 李轩冲着那女如临头 只见她的女儿 个头比朵朵要高一些 打扮得珠光宝气 胳膊上光手镯 就套了七八个 和她妈妈一样 果也是一脸趾高气扬的 看着朵朵 朵朵 你个没爸爸的孩子 不准和我一起玩 听到这话 王威急忙开口 果什么呢 不准欺负朵朵 谁知刘兰却有些不乐意了 王老师 你可不能偏心啊 朵朵的爸爸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别我家女儿 我都以为 她是个没爸的孩子呢 这 还一脸质疑地看着李轩 你真是朵朵的亲爸爸 李轩冷冷地看了对方一眼 冰冷的眼神 让刘兰有些害怕 缩了缩脖子 这个时候 一个女孩走过来 拉着朵朵 哇 朵朵 你的手肘好漂亮 亮晶晶的 听女孩这么依 周围很多孩子都围了上来 露出羡慕的目光 刘兰看到这么一幕 忍不住到 十块八块的东西 一堆塑料而已 果他妈 你可别这么 听朵朵家很穷 能带几块钱的东西 已经很奢侈了 一道声音响起 是个男子 穿着一身西服 他的儿子叫勇 倒是和刘兰的女儿 果完得很好 勇他爸的有道理 我忘了人家家里困难 可以理解 刘兰阴阳怪气道 李轩目光有些泛冷 这个女人嘴有点尖啊 让他已经忍不住 想要一巴掌 把他脑袋拍爆了 很快 大部分的家长都已经到来 亲子活动 就是家长带着孩子玩游戏 李轩带着朵朵 很快就在几场游戏中 获得第一名 朵朵兴奋的蹦蹦跳跳 围在朵朵身边的还更多了 看着开心的女儿 李轩也感到 从未有过的温馨 朵朵 你今的衣服好漂亮 还有你的发型 是你妈妈帮你说的吗 一个女孩 奶声奶气的问道 朵朵的眼神中露出几分黯然 紧接着骄傲的挺起了胸脯 是爸爸给我梳的头发 还有我的衣服手镯 都是爸爸给我买的 爸爸了 以后美都给我梳头 听到这话 许多还露出羡慕的神色 不远处 王维看着李轩露出几分思索 就在这个时候 果也来到了朵朵的面前 朵朵 我能看一下你的手镯吗 好啊 朵朵开心地答应 果在学校里一直高高在上 朵朵其实很想和他做朋友 当即把手镯取了下来递给果 谁知道果拿到手里 直接就摔在地上 还狠狠地踩了两脚 朵朵顿时愣在连场 周围的一众骸也安静了下来 看到这幅场景 李轩急忙跑过去 将朵朵抱起 同时将地上的手镯捡起 手镯上面一颗钻石已经碎掉了 钻石虽然硬度高 可却因为是单筋 脆性高 刚好碰在坚硬的石板肩上 直接就给碰碎了 李轩冷冷地盯着果 大声道 道歉 刚才朵朵好心把手镯给他看 没想到这女孩竟然这么缓 让李轩很生气 她如果不是个孩 现在早就人间蒸发了 刘兰这个时候也跑了过来 直接搂住自己的女儿 裹撇着嘴 道 妈妈 朵朵自己把手镯掉在地上 不是我摔碎的 就是你摔碎的 旁边一个女孩大声地道 是的 我也看见她摔手镯了 我可以作证 她谎 几个孩子纷纷道 刘兰脸上有些挂不住 稳横道 就算是我女儿摔得又怎么样 一个破塑料 陪你就是了 李轩哄好了女儿 然后不急不缓地冲着刘兰 吐出三个字 六十万 什么 刘兰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的意思是 你女儿砸碎了我 送给女儿的礼物 这个手镯价值六十万 刘兰听到这话 像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尖叫起来 朵朵爸爸 你穷疯了吗 就你那破手镯 我一百块钱都买十个 旁边勇爸爸 也是一点讥讽 这是想讹人啊 有了勇爸爸帮腔 刘兰更是有灵气 怒怼李轩道 你一个穷鬼 买了个塑料手镯 是不是故意讹人 李轩冷冷道 是不是塑料的 你可以让大家看看 这上面每一颗钻石 都如假包换 听到李轩的话 刘兰脸色顿时青红交错 如果这手镯是真的 那可是六十万啊 他家的那个公司 一年也就赚六十万而已 他可不舍得花六十万 买下一个破手镯 这时 勇爸爸又开口 果妈妈 你不用怕他 六十万给女儿买手镯 这是正常人能做出的事情 他分明在胡傲 刘兰文言眼睛一亮 立刻点头道 就是 你分明是想讹人 想到以前朵朵家那么穷 李轩怎么可能有钱 给他买钻石手镯 没有想到朵朵爸爸 竟然是这种人 旁边有家长开始议论起来 是啊 一个手镯六十万 他真敢开口 一个破塑料手镯 十几块钱的东西 我给你一百 剩下的就当我赏你的 几十块钱 够你一家吃一顿肯得鸡了 刘兰掏出一张红票子 就扔在了李轩的面前 朵朵爸爸 你不是手镯六十万买的吗 把收据拿出来 我们就相信你 勇爸爸看热闹不嫌是大 满脸讥讽的道 周围许多家长 纷纷假惺惺的附和 是啊 拿出收据来 有了收据 该多少就赔多少 听到这话 刘兰也大声道 他要是能拿出发票 我十倍赔给他 因为认定 李轩不可能有六十万买手镯 刘兰有恃无恐 好 既然你这么 那我就拿给你看 折 李轩将手放向兜里 只是下一刻才想起来 收据扔在家里了 看到李轩要去收据 刘兰真被吓了一跳 不过当发现 李轩并没有拿出来 这在刘兰看来 李轩分明就是装枪做事 哪有什么收据 差点被这子给唬住 还以为他真六十万买了个手镯呢 这样的穷鬼 怎么可能有六十万 只是这是不能算了 若不趁机出一口恶气 别人还以为他刘兰好惹 收据呢 你该不会告诉我 忘拿了吧 我可以多等你一会儿 可千万别为了诬陷别人 故意夸大气词 这都算得上敲诈了 今你要拿不出来 那咱们没完 旁边的勇的爸爸又开口道 像这种家长 今能敲诈刘兰 明就能敲诈别人 穷风了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看趁早让他家的孩子退学 得有道理 所有人都在点头 刘兰更是趾高气昂 李轩冷哼了一声 收据的却落家里了 我这就让人送来 折 掏出零话打给尹卫的人 他要把收据甩在刘兰的脸上 让他跪下来哭 装 继续装 刘兰双手还胸 一脸不屑 周围许多人 则投来鄙夷的目光 唯有王威知道 李轩的是真的 叹了一口气 今注定有人要被打脸了 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你根本没有什么收据 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就是 这都等了多长时间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刘兰越发的嚣张得意 旁边勇的爸爸梁和 也不是帮腔 李轩却根本不为所动 就在所有人都等得 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终于一道身穿西服身影 急匆匆的跑了进来 只是来的人 却并不是隐蔚之人 而是黄本初 黄本初刚好到别墅去找李轩 结果隐蔚的人 要给李轩送收据 于是黄本初便亲自来了 黄本初出现 立刻有人认出了他 那不是黄氏集团老总黄本初吗 黄本初可是楚州有名的富豪 人群中顿时传来一阵议论 而此刻 永爸爸梁和脸上 更是露出了几分喜色 他就是在黄家的公司上班的 曾经远远的见过黄本初几面 没有想到 竟然遇到了自家的老板 难不成老板家的孩子 也在这里上学 毕竟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 隐私保护的都非常好 谁都不知道他们的孩子 在哪里读幼儿园 如果真是如此 那自己的机会岂不是来了 想到这里 永爸爸脸上 急忙挤出一丝魅笑迎了上去 黄总 我是梁和 黄氏集团分公司的 一位保安主管 只是黄本初却是不悦地瞪了他一眼 滚一边 我是来给前辈送收据的 前辈 梁和一时有些发猛 场中岁数最大的 也就四十多岁 哪有人能给黄本初当前辈 正在他发猛的时候 黄本初已经来到了李轩的面前 前辈 这是你要的收据 这 黄本初将一个收据双手递给李轩 看到这一幕 梁和眼珠子 差点瞪掉在地上 这这这 黄本初竟然称李轩为前辈 他是来给李轩送钻石手镯的收据的 怎么可能 不是这个朵朵爸爸 只是个穷逼吗 他有什么资格 让黄本初这么恭敬 不只是梁和 场中其他的家长 也都一副如遭雷劈的样子 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眼珠子 抠下来看清楚的冲动 都要疯了 李轩从黄本初手里接过收据 直接甩在了刘兰的脸上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六十万的收据 宝利珠宝开具的 如果你不信 我还可以把宝利的负责人叫来 听到这话 刘兰顿时脑子闻一声 他知道完了 这回真的完了 六十万 他心都在滴血 旁边的梁和 也吓得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 黄本初是什么人 一眼就看出这梁和不对劲 立刻沉声问道 得罪李前辈了 我我我 梁和吓得嘴都在哆嗦 黄本初气场太大 周围人都战战兢兢 没什么 他就是和这位名叫刘兰的女士 合起火来 欺负我这个穷逼而已 李轩淡淡地道 黄本初顿时眉毛都立起来了 自家集团的员工 竟然得罪了李前辈 他当即指着梁和道 从今起 你被开除了 哦 一瞬间 梁和只觉得头晕目眩 他一个学毕业的人 靠着溜须拍马 才从一个看大门的保安 混成了主管 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 现在一句话 就被打回了原形 连前辈的女儿也敢欺负 我看是不想活了 在楚州 我黄本初弄死两个人 还是很容易的 黄本初大声地嚷嚷道 听到这话 刘兰下的扑通一声 瘫倒在地上 裤子都湿了 他伸出手连续几个耳光 甩在自己的脸上 我错了 我错了 黄总 你千万别杀我 这手镯多少钱 我都赔 赔还不行吗 刘兰是真的怕了 黄本初这样的人物 弄死他 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他老公虽然弄了个公司 但一年也就赚几十万 跟黄家相比 连黄家一顿饭的开销都抵不上 只能求饶 李轩冷哼了一声 把钱赔了就好了 还有 我不希望女儿和这种垃圾孩子 在一个学校 听懂了没有 黄本初和问道 刘兰和梁和都急忙点头 他们真的被吓坏了 此刻 周围的一众家长 看李轩的目光都变得不同了 谁能想到 他们眼中的一个穷子 竟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连黄本初 都要恭敬对待的大人物 听这个李轩消失了几年 怎么几年后就这么厉害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现在的李轩都只能让他们仰望 六十万 明中午送到灵狐别墅这个地址 李轩写了一个地址递给刘兰 因为正好中午了 亲子活动也结束了 便带着朵朵离开幼儿园 坐进车里 爸 来找我什么事 李轩一边逗女儿玩 一边问道 是这样的 北武集团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明日便可以正式开业 在开业之前 关于北武集团的新闻 就要登报了 我特地来询问前辈的意见 正常进行就效 李轩点头道 另一边 已经回到叶家的叶清雪 正在玩手机 突然一个弹窗新闻 出现在手机最上方一栏 这种新闻每都会弹出来 烦不胜烦 叶清雪准备随手画掉 却在看到屏幕上的几个字以后 动作僵硬起来 眼睛之中更露出了喜色 破产五年的北武集团 明日即将重新开业 看到这几个字 叶清雪的眼眶都要湿润了 北武集团要开业了 一解的再之灵 也会感到欣慰吧 而正在公司的叶龙如 也注意到了北武集团 即将开业的新闻 脸色阴沉到极致 没有想到 李轩那个废物 竟然真的能让北武集团 重新开业 而且主打的业务 还是生物医药 要知道 被陈宝夺走公司的这些年 生物医药项目几乎荒废 不过很快 叶龙如就露出冷笑 这个李轩可真是胆大包 敢让北武集团重新开业 当年李家被灭门 所有人都以为李轩也死了 现在李轩回归 等于告诉那些幕后之人 李轩还活着 这分明就是在找死 扳倒城堡 是自己女儿出手帮忙 若是被那些势力知道了 岂不是连叶家都要被连累 想了想 叶龙如下定了决心 掏出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我是叶龙如 立刻以我的名义传递一个消息 明日北武集团开业 所有叶家的合作伙伴 都不准去出席 还有 只要和北武集团合作 都是我叶龙如的敌人 听到这话 电话那头的下属脸色一变 家主这是要公开 针对北武集团啊 别看叶家的根基不在楚州 但以叶龙如的能量 他的表态 必定会让新建立的北武集团 寸步难笑 也不知道 这个北武集团的人 怎么得罪了家主 只要是聪明人 肯定不会为了一个北武集团 而得罪家主 北武集团开业第一 楚州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当知道 北武集团的董事长是李轩以后 更是让所有人感到不可置信 李家那个废物回来了 而且让北武集团的招牌重新立起 这让楚州许多家族 都决定前去捧场 送上花篮 毕竟李轩能够从城堡的手中 夺回公司 这本身就是实力的一种体现 即便连楚州商会的人 准备好了花篮 只是在这则新闻出现 没有两个时 另一个消息就又传出 叶龙如公开表示 谁给北武集团捧场 就让许多人打消了捧场的念头 叶龙如不只是商业上面的大佬 而且本身手下 有一名宗师镜的高手 可以是黑白通吃 北武集团刚刚成立 就被叶龙如针对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传来再次破产的消息 所有人都开始同情其李轩来 实在是够可怜的 好不容易争气了 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扬眉吐气 就遭到了灭顶的打击 到了下午 再次出现新的情况 于是集团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封杀北武集团 紧接着又有七八个家族接连表态 不会与北武集团合作 不会参加北武集团的开业大典 任何与北武集团合作的企业家族 他们都将立刻切断所有的生意往来 一时之间 北武集团还没有开业 就人人喊打 成为楚州所有人热议的话题 即便连许多上流人士 都感到莫名其妙 为什么这些家族 会同时针对北武集团 似乎是在向什么人表明态度一样 灵狐别墅 帮女儿做完晚饭以后 黄本初的电话便打来了 李轩坐在沙发上拿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黄本初的声音 前辈就在刚刚 以叶家为首的各大家族宣布 要对新成立的北武集团进行封杀 北武集团还没有正式开业 但已经处于风口浪尖 这些家族真是在找死 要不要晚辈去收拾他们 黄本初语气中充满了杀意 连前辈都敢得罪 这些人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李轩眉头皱起 没有想到叶龙如竟然公然针对自己 如果不是自己如今拥有一身腻的修为 恐怕他这么针对 北武集团就得再度破产 他的眼中露出几分寒意 哪怕是姨的父亲也要付出代价 想着 李轩开口吩咐道 先不要着急 这种跳两丑 等明月开业大典以后再收拾 同时立刻在官网发布信息 凡是声明要封杀北武集团的人 全部列入北武集团的黑名单 北武集团的产品 他们和所有的亲友都没有资格购买 是 电话那头 黄本初点头 眼中露出兴奋 北武集团的生命支援如同神药一般 尤其是对那些身体机能下降 没有多少活热的老人 这可是能让他们延长寿命的东西 一旦被禁止购买 这些人哭着后悔去吧 毕竟谁都有老的时候 集团开业的事宜都准备好了吧 明日开业的同时发布生命支援 李轩道 黄本初点头 前辈放心 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各路媒体也都到位 而挂掉电话半个时以后 北武集团就宣布了反制裁名单 包括叶家在内的十几个家族 全部进入北武集团的飞名单 终身没有资格购买北武集团的产品 当看到这个消息 许多人顿时就笑了 北武集团的什么狗屁产品 就好像我们稀罕买一样 真是笑话 听明日开业大典 还要发布新产品 我倒想看看 北武集团的产品是什么 恐怕汇报笑话 许多人幸灾乐祸 一处别墅里 众多世家之主正在相聚 坐在主位上的是 金家家主金英雄 和余家家主余白红 不如我们明去参加开业大典吧 当然不是去捧场 而是去喝道菜 去看笑话 余白红开口 满脸笑意 有道理 我也很好奇 这个李家废物 哪来的自信这种话 还不让我们购买产品 狗屁产品白送我都不要 金家家主金英雄冷哼道 他是在叶龙如宣布 封杀北武集团以后 第二个站出来响应的人 第一个响应的是余正江 北游里 我也去 我们也去看热闹 众家族之主纷纷表态 而另一边 叶龙如看着北武集团 发布的黑名单 更是一脸冷笑 李轩这个废物 自己有几斤几两 心里没数吗 北武集团的生物医药项目 停止了五年 他刚刚建立 能研究出什么产品 怕不是把北武集团 以前的老产品 又拿出来当宝吧 时代早已变了 想着 叶龙如拿起零话 喂 安排一下 明我要到楚州 去参加北武集团开业大典 电话那头 属下脸上微微一愣 家主 难道您改变主意了 屁 我只是想去看热闹而已 放出话去 我们虽然封杀北武集团 但北武集团的开业大典 欢迎众家主都去参加 我要让李轩 在开业大典上丢尽脸面 第二日 北武集团大楼下面 铺上了红毯 楼顶宝集团四个字 已经被换下 换成了北武集团 而在大楼下面 围满了媒体记者 经过叶家的封杀 以及北武集团 发布反制裁名单 如今北武集团开业 已经成了楚州最大的新闻 随着时间一纷纷接近 终于开始有人入场 来了几位公司老总和家族之人 只是这些人 却根本没有送上花篮的意思 反而一脸玩味的在椅子上坐下 分明是来看热闹的 咔咔 一位记者按下手中的快门 拍下了这些人脸上的冷笑 也拍下了北武集团门前 那原本该摆放花篮 却空空如也的地方 这些人虽然来了 但却是来者不善 人出现的越来越多 只是北武集团门前 依然没有一个花篮 这一刻的北武集团 就仿佛是一个丑一样 不多时 终于有一个花篮被抬了进来 走在前方的是一个头发梳的 一丝不苟的中年人 金家家主金英雄 看到有花篮送来 李怡姐都激动起来 急忙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上去接花篮 只是下一刻 当看到花篮上面的字条以后 表情全部难看起来 驻北武集团早日倒闭 这哪是送花篮 这是送晦气 金英雄则一脸冷笑 他看着工作人员 你们以为我是来捧场的吗 笑话 叶家封杀你北武集团 我金家是第二个响应的 这北武集团 我看今开业 明就倒闭了 哈哈 金英雄开口 后面跟着的一众下属 也哈哈大笑起来 晚安 大摇大摆地走到第一排的位置坐下 周围那些公司老总和家族之人 都纷纷上来和金英雄打招呼 而北武集团的那些员工 却一个个脸色铁青 难看到几点 李轩已经带着女儿 从后门走进了北武集团 此刻 大楼里 公司的员工正在忙碌 认出了李轩 当初北武集团破产 他们便全部失业 尤其是几个对北武集团中心之人 遭到了城堡的打压 而得知这一情况的李轩 让黄江泰又把他们请了回来 这些员工只知道北武集团又成立 直到见到李轩才知道 幕后老板就是以前的废物少爷 李轩也在人群中 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一种亲切之感 油然而生 同时有些伤感 如果父母还活着看到这一幕 该多高兴啊 除了这些人以外 康伯也被请了回来 以前康伯是李家的管家 李轩现在让他负责后勤的职务 李轩和众人打了个招呼 便带着女儿向他的办公室走去 等到李轩离开 众人都一轮起来 之前听是少爷重新建立了北武集团 我还有一些不相信 现在看来竟然是真的 少爷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看来几年的时间 让他完全成长起来了 如果董事长全下有之 也会感到高兴吧 另一边的康伯更是老泪纵横 同时在办公室里 黄江泰黄本初二人 也已经早早到来 李轩站在落地窗前向下望去 看着不断走入现场的各个家族之人 眼神不由变得深邃 所有来看热闹的人 我会给你们一个惊喜 此刻 北武集团的楼下 叶龙如在秘书的陪同下入场 知道各个家族和公司的人 都是来看热闹的 不由脸上露出了玩味 经得开业大典 便教那兔崽子做人 还以为凭一己之力 就能建立起北武集团 真是做梦 不大一会儿功夫 瑜伽家家主于白红 和几个联合封杀北武集团的大人物 纷纷到场 这些人和叶龙如的想法一样 等着北武集团出丑 毕竟被这么多大家族联合封杀 北武集团能活下去才怪呢 叶家主 你这北武集团重新建立 李家那废物 还能活几日 于白红在叶龙如的旁边坐下 作为在叶龙如宣布封杀北武集团以后 第一个响应的人 他自然知道 当年李家灭门惨案背后 牵扯的那些势力有多恐怖 他活几日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表明了态度 叶龙如若有所指道 于白红笑着点灵头 快看 总督府来人了 就在这时 一片惊呼之声响起 即便连叶龙如与于白红都不由站起身来 总督府可是楚州官方的代表 明面上整个楚州都要受总督府的管辖 能让总督府的人出面 哪怕不是楚州总督亲至 那面子也非常大了 当然在场没有人认为 总督府是来给李轩捧场的 一个李家废物 根本没有资格 更不配 而且 总督府根本就没有送花篮的意思 尤其是叶龙如这些知道内情的人 更是若有所思 他们可知道 当年李家赴灭的背后 有来自京城的大人物出手 总督府应该是替那位大人物出面的 果然 北武集团刚成立 就引起了那些势力的注意 这李轩真是在找死啊 隐姓埋名悄悄地活着不好吗 非要这样大张旗鼓 无数媒体记者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连明日的标题 他们已经想好 北武集团刚刚开业 就遭到封杀 究竟得罪了谁 史上最冷清的开业大典 北武集团成为楚州笑柄 北武集团或将创造寿命最短公司记录 就在众人幸灾乐祸之时 远处一个穿着制服的美丽女子出现 在女子的身后跟着两名手下 抬着一个花篮 叶清雪来了 惊得她显然经过精心打扮 光芒耀眼 当她出现的刹那 便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甚至让许多人有些傻眼 她是叶龙如的女儿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 叶清雪的声音响起 我以个饶名义攻驻北武集团开业大集 声音清脆 无比悦耳 只是所有人表情都变得精彩起来 叶龙如宣布封杀北武集团 转头她女儿去送来花篮 这不是明着和叶龙如对着干 打叶龙如的脸吗 安静了片刻 观众席里传来一阵议论之声 叶龙如的脸已经是铁青一片 叶龙如双手轻筋暴突 抓着椅子的扶手 她快要被气疯了 叶清雪竟然如此犯贱 自己已经命令不准 她前来参加北武集团的开业大典 她现在当众落自己的面子 实在太过分了 站在叶龙如旁边的属下 弯腰低声道 家主 要不要我把姐带回去 深吸了几口气 压下自己心头的怒火 叶龙如最终摇了摇头 叶清雪刚才警代表个人 其实已经把叶家摘出去了 而且这么多记者在 经任何事情都会被放大 这个时候拉回去已经晚了 只会让别人看笑话 叶清雪把花篮送上以后 就到客人区入座 距离叶龙如中间隔着十几个椅子 场中众人不时看一看叶龙如 又看一看叶清雪 这惊畏分明的妇女二人 旁边于家家主于白红 更是开玩笑道 叶家主 看来你这家教不严啊 叶龙如美好气地冷哼一声 回去以后 我自然会管教她 就不劳于家主费心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黑色的宾利轿车 缓缓驶入 轿车的门打开 一个堂庄老者 在儿子的陪同下走了下来 后面两名保镖 还共同抬着一个大的花篮 这一瞬间 当看清楚老者的面容 场中顿时安静了下来 因为此人是顾家家主顾莫言 顾家是楚州的修炼世家 虽然不险山不露水 但真正的高层圈子 都知道顾家的强大 关键来的这个人是顾莫言啊 顾家的老家主 宗师敬高手 平日里几乎不过问顾家的事情 连当初楚州总督继任仪式上 出席的都只是顾莫言的儿子 他竟然会出席北武集团的开业大典 这是什么情况 李轩那个废物 凭什么能够让顾莫言亲自到场 北武集团开业 顾某特地献上花篮 驻北武集团生意兴隆 一路长红 顾莫言高声道 这话出口 更让在场众人表情精彩 尤其是楚州的那些世家 谁不知道顾莫言为人严肃 竟然能出这样的吉祥话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将花篮送上以后 顾莫言也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 在宾客席坐下 难怪北武集团能够重新建立 原来是抱上了顾莫言的大腿 实际上不过是顾莫言的傀儡罢了 众人瞬间就挠不了许多种可能出来 一个李家废物 过了五年就能够重新建立北武集团 他们是万万不能相信的 而就在这时 又一辆汽车入场 王家家主王寿道 因为之前没人送花篮 工作人员都忘了唱名 这个时候才想了起来 只是这一开口 场中再次陷入寂静 王家同样是楚州的修炼世家 王家的老家主王寿 更是最新修炼 这个万年都不出事的人物 竟竟然也到了 难道王寿是为了给顾莫言捧场 似乎只有这一种解释 另一边 夜龙如眉头不由轻轻皱起 虽然和其他饶想法一样 但总有一丝不安 就在这时 第三辆汽车驶入 无影门老门主万君道 杨家家主杨若萧道 云家家主云空道 郭家家主郭万山道 一声又一声的唱名 此起彼伏 皆是楚州的修炼世家 足足二十七位 扑通 这一下 即便连夜龙如也坐不住了 差一点摔倒在地上 这么多修炼世家出现 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一刻 满场到稀凉气的声音 在场里众人头都大了 二十七家修炼世家一起出现 这李轩究竟何德何能 这排面 简直太大了 整个楚州的修炼世家 就只剩下最强的皇家没有出现了 只是这种想法才刚刚升起 就传来李仪姐悦尔的声音 接下来 我们有请一位重量嘉宾登场 重量嘉宾 是谁 所有人都眼中露出好奇之色 二十七家修炼世家的出现 已经没人敢试金 这场开业大典 让我们欢迎皇家老家主 皇江泰先生 和当代家主 皇本出先生登场 伴随着介绍的声音 皇江泰 皇本出父子二人 直接从北武集团的大楼里出来 皇江泰父子也来了 楚州二十八个修炼世家 近七七到场 一瞬间 那些来看北武集团笑话的人 全都马爪了 金的事情 简直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叶龙如更是双手死死的 抓着椅子的扶手 周围于白红等人 更是一个个脸色难看到极致 甚至带着几分骇然之色 皇江泰在楚州的地位非同渴 尤其他前段时间突破到了仙境 在整个江南地区 都可以称王称霸 连他都捧场北武集团 其背后的意义不可估量 皇江泰父子二人来到台上 没有用话筒 但是他的声音 却能清晰地 传入场中每个饶尔正 能来参加北武集团的开业大典 我十分的荣幸 我把话放在这里 谁和北武集团作对 就是和我皇江泰作对 话音落下 如同炸雷一般 那几个宣布封杀北武集团的势力 脸都煞白一片 皇江泰竟然直接放狠话 为北武集团站台 之前送倒闭花篮的金英雄 更是身体都在颤抖 他悄悄吩咐旁边的手下 试图将他送上的花篮拿走 只是台上的皇江泰 却已经开口 开业的花篮 上面写这种字 金英雄你胆子可真大 我记住你了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一瞬间 金英雄身体都软了 只觉得一股恐惧之意 弥漫全身 皇江泰是先强者 他的雷霆之怒 岂是金英雄可以承受 整个金家甚至都有可能迎来灭顶之灾 因为是开业大典上 皇江泰才没有当场对金英雄动手 但所有人都知道金家完了 我知道了 27个世家都是冲皇江泰来的 李轩抱上了皇江泰的大腿 叶龙如喃喃自语 来祝贺的众人纷纷到场 接下来就该剪彩仪式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北武集团的董事长李轩先生 随着主持饶话音落下 无数饶目光皆望向北武集团的大楼 只见在一群饶簇拥之下 李轩迈着从容的步伐走出 这一刻 所有人都心情复杂起来 北武集团回来了 李家的那个废物 竟然以这种方式闪亮登场 下一刻 27个世家之主纷纷站起身来 并热烈的鼓掌 而原本站在台上的皇江泰父子 更是跑了几步 主动站到了李轩的身后 这样的一幕仿佛一顿惊雷 劈中了叶龙如等人 甚至在叶龙如的眼中浮现了一丝慌乱 他原本以为 李轩是抱上了皇江泰的大腿 所以才能让27个修炼世家来捧场 可现在看皇江泰对李轩的态度 显然不是 皇江泰竟然主动站到了李轩的背后 而且刚才他的模样无比的恭敬 这怎么可能 这个废物凭什么 一瞬间 叶龙如的脸苍白到了极致 皇江泰的表现 把他最后一丝希望轰击得四分五裂 在李轩的身上 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得了事情 另一边 来自总督府的人 脸色也极其阴沉 总督府代表的是 当年覆灭李家的那些大人物 而今日楚州28个修炼世家的表态 隐隐已经形成了一股反抗之势 他没有继续待下去 而是缓缓起身 悄无声息地离开 这里的事情 他需要尽早汇报上去 在众多修炼世家之主的掌声中 也在宾客们复杂的眼神当中 李轩站到了台上 在剪彩仪式开始之前 我今日先为大家介绍 我们北武集团即将上市的一款产品 李轩这一开口 场中顿时都安静下来 许多人好奇 北武集团的生物医药停滞这么多年 这才刚刚开业 能研究出什么东西 下面无数记者的快门不断地闪烁 李轩直接从旁边李仪姐的托盘里 拿起一个蓝色的瓶子 北武集团即将上市的这款产品 名为生命之源 有唤醒衰老细胞的作用 换一句话 它能让人返老还童 年轻至少十岁 这话一出 场中一片哗然 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药品 一位记者更是直接站出来质疑 李总 我很理解你重振北武集团的心情 但也不能骗人吧 返老还童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产品 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 那记者是楚州非常有名的一名记者 他的好几篇报道 都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拥有很大的名气 他的话也得到了许多饶点头 别是他们这种普通人不相信 即便叶龙卢等修炼世家之人 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产品 这位记者质疑也是正常的 不过我们的产品 已经得到了医药部门的审核与检验 并没有夸大他的功效 这 李轩挥手 更是有人拿上来一堆证书 都是权威的证明 其中好几个研究中心 都是龙国非常出名的机构 那记者把这些拍了下来 心中别提都震惊了 他可是知道这些机构的权威性 李总 不知道 你们一瓶生命之源 卖什么价格 我买下一瓶 亲自回去试验一下 如果和你们的描述不符 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的 那记者声音里 竟有了几分威胁之意 李轩笑着点零头 也不贵 一瓶十万而已 当然 你作为第一个用户 可以给你打八折 此刻 底下已经是一片一轮 有顶级的研究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这其实已经是最有力的回应了 只是这款产品的功效太过腻 让众人还是无法相信 看来只能等用过以后 再便被真伪了 众人纷纷一论 而李轩又回答了几个记者的问题以后 便正式开始剪彩仪式 本来黄江泰的安排 是要找几名路人进行当场实验 不过产品功效太过精 即便是当场实验 也会被视为找得拖 倒不如让时间去证明一千 叶龙如等人反应过来以后 悄悄的起身离场 精的事情太不同寻常了 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 李家那个废物真的崛起了 接下来 他包括所有封杀北武集团的人 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之前谈笑风生的于白红 更是脸都煞白一片 他紧跟着叶龙如的脚步 声音略带几分惶恐道 叶总 怎么办 这个李轩如今势力如此恐怖 他如果报复我们 我们该如何应对 叶龙如不耐烦的道 你好歹也是一家之主 怎么如此沉不住气 北武集团成立 本身便是对那些饶挑衅 即便是黄江泰 你觉得他能挡住那些势力的怒火吗 叶龙如像是在给于白红打气 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听到这话 于白红脸上的惶恐 这才减少了几分 就在他们话的时候 北武集团前面的广场之上 几十门里泡起响 一道道烟花也在空中绽放 向整个楚州宣布 北武集团的归来 而与此同时 楚州机场 一个穿着糖装的男人 刚刚走出机场 一群人便迎了上来 就见一个中年男子 一脸的恭敬 尚护法 没有想到您亲自来了 属下已经摆好了宴席 为您接风洗尘 他可是知道 眼前这位的恐怖 修炼者联盟护法尚云生 上次刘继被人杀了以后 他便把消息汇报给了尚云生 但万万没有想到 尚云生会亲自前来 这尚云生可是先强者 足以镇压一切 可见修炼者联盟盟主 对于发生在楚州事情的重视 我这次来楚州 就是为刘扎刘继之死 杀死刘继的强者非同可 我也仅仅是为了查明真相 那样级别的强者 不是我们可以触碰的 所以千万不可以四处生张 尚云生道 属下明白 男子急忙点头 对了上护法 属下还有一事禀报 就在今日上午 北武集团重新开业 李家那个废物没死 他回来了 开业大点结束 那些来喝倒彩的人 都吓得灰溜溜的离去 不过李轩却让黄江泰 都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接下来 李轩邀请黄家在内的 二十八个修炼士家 与叶清雪 一同进入公司大楼 今日李轩准备了丰盛的午宴 庆祝的宴会 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才结束 朵朵作为李家公主 在宴会跑来跑去 玩得不亦乐乎 宴会结束以后 二十七个修炼士家的人 已经离开 就只剩下了黄江泰父子二人 和叶清雪 开业大典圆满落幕 只是有些账也该算了 李轩坐在主位之上 叶清雪在逗弄着躲躲 旁边黄江泰 黄本初父子二人 一副恭敬的姿态 低声聆听 李轩手指敲击着桌面 道 北武集团开业大典圆满结束 黄江泰黄本初 你们父子二人 鞠躬甚伟 辛苦了 听到李轩的话 父子二人急忙连不敢 既然大典结束了 那接下来也该进行清算了 把名单给我 名单上的这些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黄江泰将名单递给李轩 李轩扫过上面的名字 叶龙如 于白红 金英雄 李轩手指 落在了金英雄三个字上 先去金家 完 便站起身来对黄江泰道 背车 是 黄江泰立刻点头 本来金英雄这种鼠辈 他出手就足以把对方捏死 没有想到 前辈竟然要亲自出手 同时 李轩的目光望向叶清雪 咦 帮我带一带朵朵 金你哪里都不要去了 听到这话 叶清雪低着头嗡了一声 没有什么 他知道李轩话里的意思 李轩既然要去金家 自然也要去叶家 他待在这里最好 别杀他 就在李轩要走出门的时候 叶清雪终于忍不住开口 金家 金英雄坐立不安 自从离开开业大典以后 他心里就没有一刻安宁 李家那个废物强势归来 有黄江泰撑腰 自己在开业大典上面 送那样的花篮 必将大难临头啊 关键黄江泰可是先高手 自己怎么能够挡得住 于是他在回来的路上 就打电话调动所有的力量 要想办法应付此次危机 此刻 三道充满杀气的身影 就站在他的面前 其中一个光头纹满纹身的男子 大声地道 金老板 先进强者又如何 我手下的弟兄们 可都拿着最先进的武器 火箭筒都有好几个 还怕轰不死他 这光头是一个雇佣兵组织的头目 手下有一群亡命之徒 这次金英雄请动他来保护自己 光酬劳就上了一员 是啊 金老板 道上都传修炼者有多么强 可难道还能扛得住子弹 另一个中年人也道 金老板 我们已经将整个金家的院子 布满了埋伏 什么狗屁先抢者 只要他来了 绝对把他轰成碎片 又一个寸头难开口 这三人没有一个是擅长 听到三饶话 金英雄这才心中安定了许多 修炼者很强 但实话金英雄 并没有亲眼见到过修炼者出手 反倒是枪炮的威力实实在在 三位 金某的安全就拜托了 金英雄拱了拱手 而就在这时 一名保镖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老板 人来了 什么 金英雄心不由一突 没有想到 李轩几人来得这么快 不过想到院里的部署 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冷冷道 李轩 黄江泰 是你们非要逼我的 可不能怪我了 这 对旁边的三人吩咐道 等一下见到黄江泰等人 立刻万枪齐发 绝对不能留活口 金家的院子里面 李轩和黄江泰几人 大摇大摆地出现 金英雄已经提前在此后了 李轩 黄江泰 你们真是胆大 就只带了这么点人 就敢闯进来 你可知道我这里是龙坛虎穴 金英雄虽然对黄江泰 有着然的畏惧 但知道要撕破脸皮 也就无所谓了 更何况在这个院子里 他掌握有主动权 你就是李家那个废物 光头纹身男一脸 嚣张地站了出来 目光挑衅地看着李轩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前辈无礼 找死 黄江泰怒吓道 不用他出手 旁边一位隐卫成员 已经化为残影 冲向光头男子 那光头男子掏枪就要反击 只是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 脑袋就以凌空飞起 滚落在地上 修炼者对于那些 普通的江湖人士而言 还是非常神秘的 以至于这些人少了敬畏之心 根本不知道普通的人 和修炼者之间的差距 当光头男被杀得刹那 金英雄顿时感觉 头皮都要炸裂了 浑身僵硬 更是一动不敢动 因为那位隐卫成员 在杀死光头以后 手中的刀刃 直接横在了金英雄的脖子上面 刀身轻亮 充满寒意 这一刻 不只是金英雄 他旁边的俩人也被吓坏了 因为出手速度也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如果要取他们的脑袋 他们也根本无法抵挡啊 开火 轰死他们 中年人顿时吓得失去了理智 大声的喊道 他们可是在整个院子 布置无数手下 甚至还配备了火箭筒 这样强悍的热兵器 只是他的话音落下 周围却没有一点反应 怎么回事啊 中年人心中 顿时升起巨大的不安 李轩却只是淡淡的一笑 你还指望埋伏在四周的那些手下来 对付我们 话音落下 只听扑通 一具尸体从高墙上面坠落下来 紧接着 扑通 扑通 连续几声巨响 一具具尸体从墙头坠落 这些尸体砸落地面以后 鲜血便顺着脖子处流出 可以看到 每个尸体的脖子处 都有一道血痕 而这个时候 尹卫的一名成员 全部解决 听到这话 中年人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 扑通一声就瘫倒在地上 而旁边寸头男子回过神来以后 转身就逃 只是还没有逃出两步 就被一只飞镖穿透了后脑勺 摔倒在地上 被刀架在脖子上的金英雄 被压到了李轩的面前 他刚想话 就被后面的影位成员一脚踹在腿上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黄江泰目光望向李轩 请示道 前辈 接下来怎么收拾他 在黄江泰想来 这金英雄敢在开业大典上送那样的花篮 自然要好好地折磨 谁知李轩却有些异性阑珊 楼一样的东西 杀了吧 完 转身就要离开 等一下 这时 金英雄突然大声地道 为什么 我想知道黄江泰以你的身份地位 为什么要对他这么恭敬 金英雄一脸地不解 李轩脚步并没有停顿 直接向门外走去 黄江泰充满怜悯地看着金英雄 因为李前辈是神话级强者 神话级 什么意思 金英雄只知道宗师和仙 神话级却是听都没有听过 神话级强者一念之间 就可以灭掉整个楚州城 你我 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尊敬 可怜啊 你至死都不知道 自己得罪了怎样恐怖的存在 完 黄江泰挥手示意 寒光一闪而逝 金英雄脑袋便滚落在地上 下一站 瑜伽 李轩坐在汽车的后排 闭目养神 当黄江泰坐到副驾驶上的时候 这才淡淡地开口 瑜伽庄园占地足有几十亩 豪华之极 这里是瑜伽红为自己打造的皇宫 各种豪华的设施应有静英 只是今日的别墅里 气氛有些诡异 瑜伽红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 脸色阴沉 眉头紧锁 在旁边则是瑜伽的一众高层 大哥 李家那个废物 有黄江泰成药 这次我们是真的失算了 旁边瑜伽红的弟弟道 凭我们瑜伽的能量 哪里能斗得过黄江泰啊 瑜伽红却冷哼了一声 你不懂 这次去北武集团所作所为 我并不后悔 我只有做给那些势力看 我瑜伽才有资格给那些缺狗 只是唯一没想到的是 黄江泰竟然会站队那个废物 接下来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 黄江泰的报复 所以我决定暂时出去避避风头 精灵那些势力 绝对不允许李家那个废物活在世上 即便连黄江泰和那子馋活在一起 也没有好果子吃 等那些势力出手了 我们再回来 马上收拾东西 一黑 我们就连夜离开这里 做准备的时候 轰隆 一声惊惧响 瑜伽的大门直接炸裂 铁蟹横飞 当尘埃落定 才看到门口的黄江泰 李轩等人 得罪了我北武集团 你逃到崖海角都没有用 李轩开口 于白红顿时身躯都僵硬了 他知道李轩肯定会报复 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北武集团大典刚刚结束 对方就来找他的麻烦了 你 你想怎么样 于白红结结巴巴的道 李轩却没有话 一步步的走了进来 然后在于白红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翘起了二郎腿 而黄江泰 黄本初父子二人 一左一右站在两边 后面是十二名穿黑衣的男子 他们的袖口上 接袖着一层金边 正是隐位中最为精锐的黑金位 李轩坐在沙发上 而黄家父子 却只能站在两旁 这样的一幕 已经明了李轩的地位 只是怎么可能 这里家的废物 何得何能 于白红这一刻 只觉得无法解释这一千 同时更是有一种未知的恐惧 笼罩在心头 能让黄江泰干为绿叶陪衬 这李轩究竟掌握 有怎样的力量 于白红 你竟然敢封杀北武集团 实在该死 李轩开口 声音平淡淡 却带着无比森寒的味道 更是狠狠轰击着于白红的心灵 于白红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挤出几分微笑 李总 我想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没有误会 于白红 从你封杀北武集团的那一刻 你在我心中 已经是个死人了 听到这话 于白红眸子一缩 声音很平淡 但越是平淡越明对方的决然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李轩 看到李轩那冷漠至极的脸颊 知道恐怕没有转环的余地 当即挺直了腰杆 大声道 李轩 你有什么可恨的 你靠的不就是黄江泰吗 若没有黄江泰 你以为你有资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 我靠着黄江泰 李轩听到这话 忍不住笑出声来 下一刻 他手掌缓缓地抬起 然后冲着于白红勾了一下手指 刹那间 于白红就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自己笼罩 然后整个人进凌空飞起 直接被厮守到了李轩的面前 从始至终 他就如同一个提线木偶一般 这一刻的于白红彻底的恐惧了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世上怎么会有人掌握这样的力量 眼前的李轩是魔鬼吗 放开我大哥 于白红的弟弟看到这一幕 也来不及多想 直接掏出手枪就对准了李轩 然而李轩只是一个眼神投过去 碰 于白红的弟弟身体瞬间爆开 便成为了一团血物 荣誉的血腥之味刺激着每个饶鼻孔 这一刻 所有人看向李轩的目光都充满了恐惧 这简直不是人 是魔鬼 于白红亲眼看着自己的弟弟抱成一团血物 但此刻却来不及仇恨 唯有无尽的恐惧 他看着李轩那漠然的脸颊 这一刻终于明白 黄江泰为什么会站在李轩的身旁 甘愿成为李轩的走狗 这五年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李轩这样的废物会拥有这样的力量 难道他是从地狱学了一身本事回来吗 扑通 扑通 于白红那手下的那些保镖 包括于家的众人 一个个全部跪在林上 面对手段诡异的李轩 他们根本不敢有半点反抗的心思 于白红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封杀北武集团 据我所知 北武集团与你无冤无仇 李轩的声音如同死神一般冰冷 听到李轩的话 于白红眼神这才恢复了几分色彩 他看着李轩的面孔 第一次后悔了自己的决定 即便是覆灭李家的那些势力 也对付不了恶魔一样的李轩吧 封杀北武集团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听到这话 李轩眼中露出亮光 在此之前 他其实已经隐隐猜到 果然如此 覆灭李家的究竟是什么人 这一刻 李轩的声音之中也有了几分集签 于白红摇了摇头 当年覆灭李家的有很多势力 我只知道有一些来自精灵 还有的来自京城 而楚州总督便是他们的代言人 我想封杀北武集团做头名状 没有想到反倒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晚安 闭上了眼睛 给我一个痛快吧 只是李轩却伸出手 放在了于白红的头顶 很快一团光滑被他抓了出来 他要知道于白红有没有谎 只是查看完于白红的记忆以后 几乎和于白红的一样 当年李家灭门惨案 其背后竟然设计了多个势力 我李家究竟做错了什么 竟招来如此灭顶之灾 李轩紧握着拳头 过了许久 心情才平复下来 此刻的于白红 因为被李轩搜魂 正痛苦不已 李轩随手点出一纸 结束了他的性命 先去叶家 叶龙如应该也知道一些事情 然后再去总督府 不管当年有多少势力 参与了李家的灭门 我都要他们全部付出代价 冰冷的杀气 从李轩的身上释放出来 瞬间蔓延了整个楚州城 甚至万里之遥 覆盖了整个龙国 使得原本还处于炎炎夏日的龙国 竟然刮起了寒风 温度更是很快到了灵下 龙国所有人都察觉到了异常 无数强者从闭关之处冲出 从宗族深处走出 他们望着这地间的异常 默默地感应着一千 什么 当李轩在瑜伽大开杀戒的时候 叶家庄园之内 叶龙如派去金家查探的人 传回了消息 金英雄已经被人杀了 在金家大院里 除了金英雄以外 遍地都是尸体 其中有一个是江湖上 比较有名的雇佣兵头目 我们还得到消息 那李轩离开金家以后 直奔瑜伽而去 听到这个消息 叶龙如摊坐在沙发上面 手指紧紧地扣住沙发的扶手 脸色变得苍白 没有想到 李轩的报复来得这么快 恐怕下一站就是我们叶家了 老爷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旁边的老仆声音凝重地问道 如今叶家面临的 可是灭门之灾 立马启动我叶家的秘密力量 那黄江泰虽是先强者 但刚刚突破没有多久 若是拼死一搏 我叶家或许还有机会 是 老仆点头 立刻转身下去安排 而此刻 一辆轿车在叶家的门前停下 李轩和黄江泰父子二人 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整座叶家的庄园 富丽堂皇 宛若皇宫一般 可见叶家的财力雄厚 叶家的大门紧闭着 无比森严 如同藏着一头责任而式的凶手 事实上 叶龙如也的确做好了准备 进去吧 李轩道 大步向前方走去 在李轩接近大门之时 黄江泰悍然出手 一掌将铁门给轰成了炸 叶家庄园里面一片肃穆 安静到极点 而就在这个时候 通通通的脚步声传来 以李轩为首的众人 来到叶家大厅的门口 这次不等黄江泰出手 大厅的门便自动打开 并从里面出现密密麻麻的身影 将李轩等人包围起来 足有三百多人 每一个身上都涌动着 不凡的武道气息 这些人都是高手 而且他们当中 有五名半不宗示尽 就在这时 叶龙如在老仆的陪同下 也走了出来 目光冷漠地看着李轩 看来瑜伽也遭了你的毒手 倒是让我对你有些刮目相看 曾经的李家废物 竟有如此杀伐果断的手段 可惜 哪怕金的 你有黄江泰相助 与那些大人物而言 仍然是上不得台面的蝼蚁 你可以灭了金家 灭了瑜伽 但你若是以为有黄江泰相助 便可以灭我叶家 便有些太过瞧了我叶龙如 院子里这三百多人 便是我叶家真正的抵御 他们当中有五名半不宗示 而且更精通一种古老的阵法 只要他们摆成阵法 力量就可以汇聚在一起 即便先高手 也休想轻易破开 古老的阵法 看来你叶家 比我想象中藏的还要深 李轩轻轻一笑 可惜 你所谓的阵法 在我的面前 土鸡娃狗而已 土鸡娃狗 好狂妄的口气 一名老者冷哼一声 正是五名半不宗示之一 他虽然不是宗示 但在江湖上地位很高 李轩的话 让他感到不满 扑斥 李轩轻轻地抬手 一道气静飞出 瞬间击穿了 那老者的眉心 碰 老者的身体直挺挺倒在地上 眉心处更是出现一个血洞 在不断地往外涌血 这一瞬间 叶家众多高手 都吓得面色苍白 更是一个个慌乱地向后退去 静气外放 李轩也是先强者 叶龙如旁边的老仆 惊呼出声 叶龙如更是大惊失色 上次李轩打败他身边的老仆 他已经知道 李轩拥有极强的实力 可万万没有想到 李轩竟然强到这么离谱 不知阵法将他拿下 叶龙如吩咐道 阵法来历非常地神秘 是叶龙如最大的底气 院子里 三百多名舞者 已经完全布置城镇 阵法一城 整个院子的契机瞬间都变了 同时以四名半部宗师为首 纷纷向李轩扑杀过去 要兴黄江泰 叶龙如大声地提醒道 生怕这些人光顾着对付李轩 被黄江泰找到破绽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黄江泰包括隐位的成员 半点出手的意思都没有 站在那里无动于衷 正在叶龙如感到惊讶之时 轰隆 最先冲向李轩的四名半部宗师 仿佛被无形的墙壁挡住 在距离李轩一米的位置 再也无法前进半分 下一刻 更有一道恐怖的反阵之力出现 喷喷喷喷 四名半部宗师 几乎同时被震飞出去 嘴里喷着鲜血砸落在地上 不知多少骨头被震断 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阵法也随之被破去 怎么可能 叶龙如瞳孔骤然缩起 剩下的那些舞者 看到这一幕也感到头皮发麻 纷纷止住了身形 哪里还敢冲上去 这一刻 叶龙如陷入深深的恐惧当政 他这才明白 黄江泰为什么甘心充当李轩的绿叶 这才明白 为什么楚州二十八个修炼世家 都会在北武集团的开业大典出现 也终于明白 李轩远比他想象的强大太多太多 毕竟即便是先进强者 也完全做不到轻易的撕裂他的阵法 难怪女儿对李轩那么有信心 只是真正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叶龙如 你口口声声 在覆灭李家的那些势力面前 我只是蝼蚁 今日我便让你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蝼蚁 李轩高声道 同时他向前跨出一步 就是这么轻轻的一步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以李轩为中心 周围那些舞者便开始接二连三的爆开 喷喷喷喷 三百多名舞者 以一种催枯拉朽之势 化为一团团血物 也就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便全部爆开 而且最诡异的是 那些血物根本没有落在地上 便被凭空生抽的火焰 烧得一干二净 这是什么手段 如鬼神一般 如果之前李轩正非几名半步宗师破开阵法 让叶龙如感到惊恐的话 那此刻完全颠覆了叶龙如的认知 这怕是神话级强者才能做到吧 别是叶龙如 即便黄江泰和尹卫的成员 也感到深深的惊悚 这种手段根本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叶龙如 告诉我 谁才是楼眼 李轩居高临下的看着叶龙如 声音威严 宛若神 声音更是狠狠的攻击在叶龙如的心脏之上 扑通 叶龙如直接瘫了下去 颤抖着身体 浑身的力气都仿佛被抽干 灭李家的那些势力虽然恐怖 甚至有一些势力挥手之间 就能让叶家万劫不复 可是和眼前的李轩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李轩太强了 强到拥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 这消失的五年 李轩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才能让他拥有这一身金的本领 许久以后 叶龙如才绝望的抬起头 李轩 我承认我错了 错得很离谱 你杀了我吧 既然压错了宝 做错了决定 就该承受一千 叶龙如闭上了眼睛 李轩摇了摇头 本来你该和你的手下一同去死吧 但你还有另一层身份 那便是叶清雪的爹 你该感谢这层身份 折 李轩向前方点出一指 碰 碰 顿时 叶龙如两条腿自膝盖以下直接炸开 啊 即便叶龙如也不由发出七力惨剑 这两条腿便是给你的教训 从今以后叶家由叶清雪做家主 李轩完便直接转身离去 叶龙如望着李轩离去的身影 看着不断流血的双腿 最终露出一丝苦笑 清雪 这次是你对了 叶家虽然损失惨重 但以叶清雪和李轩的关系 叶家或许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而另一边 走出叶家以后 李轩对黄江泰吩咐道 名单上的那些家族 由你们负责二人去收拾 我要去总督府走一趟 楚州总督雷克明 和当年覆灭李家的势力有关 是他们在楚州的眼线 那些参与覆灭李家的势力 李轩自然不会放过 是 黄江泰点头 李轩坐进车里 有隐卫成员开着车往总督府而去 只是当汽车来到街道上之时 轰隆 突然汽车被逼停 更是从四面八方涌出十几道人影 将汽车包围起来 这些人皆身穿黑衣 身上带着肃杀之气 目光尤为冰冷 领头是一名老者 老者的眼神犹如毒蛇一般 京城六爷身边的心腹 他带领的血组成员 更是让人谈之色变 李轩 让我带到你了吧 黄江泰不在你的身边 你今日必死无疑 海德胜之前就在追杀李轩 结果一直没有得手 又听黄江泰和李轩是一伙的 一直忌惮黄江泰的先实力 没敢出手 而就在十几分钟以前 他听黄江泰去了刘家 知道黄江泰不在李轩的身边 便立刻带领血组的成员 找到了李轩 李轩 还不滚下来 你以为躲在汽车里 就能逃过此劫吗 敢动六爷的人 你有几条命都不够死 海德胜这次带来了十几名血组成员 若非黄江泰突然突破先 在这楚州之地 他自认为可以主宰一千 李轩将车窗缓缓摇下 看着海德胜 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死人 道路之上 海德胜一脸音效 目光中带着大局在握的自信 这份自信 来源于他带领的十五位血组成员 血组是六爷的秘密武器 每一名都市超级高手 整个血组总共不超过二十人 而他这次足足带了十五名 足以碾压一千 在整个楚州能让海德剩计弹的 也唯有突破先进的黄江泰 但现在黄江泰不在李轩身边 在他眼中 李轩就是带宰的羔羊 看到李轩许久都没有下车的意思 海德胜露出几分不耐烦 既然你不敢下来 那就死在车里吧 这 冲旁边的一名血组成员使了个眼色 对方直接挥出手中的长刀 向车里面的李轩刺去 然而就在长刀快要接近汽车的刹那 一道恐怖的力量出现 那名血组的成员像是中了定身咒一样 竟然再也无法前进 下一刻 更是有一道凌厉的杀鸡浮现 隔着近远的距离洞穿了他的眉心 那名血组成员就这样直直地倒在地下 而剩下的血组成员包括海德胜在内 全部脸色狂变 这李轩难道是先强者 因为唯有达到先进以后 才能内气外放 隔空杀人 只是下一刻 周围气流运动 竟瞬间化为一个玄威 一瞬间海德胜感觉一道强大的犀利向他卷来 情急之下 海德胜一掌拍出 能够带领血组 他本身便是无限接近线的高手 只是一掌拍出以后 他彻底的惊悚了 因为他的掌镜仿佛打在了另一个空间一般 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刻 他的身体更是被一道可怕的力量 强行拉扯至车窗旁边 这是什么实力 海德胜这一刻惊恐到了极点 徐文渊想对我出手 死有余辜 你既然想为他报仇 那就下去陪他吧 李轩淡淡的声音响起 然后轻轻的一弹指 海德胜的身体便向后倒飞出去 而在他倒飞出去的刹那 眼睛的余光看到 带来的血组成员一个接一个爆开 最终连海德胜的身体也爆开 如同盛开了一朵烟花 走吧 李轩将车窗摇上 对开车的影卫成员吩咐道 是 那影卫成员点零头 直接开车离开 而街道之上 那些化为血雾的人影 则就被火焰焚烧得一干二净 就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在李轩汽车离开后十分钟 尚云生带着修炼者连妹人赶了过来 旁边楚州的负责人康雷开口道 尚护法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 那个李轩已经离开了这里 尚云声音沉着连点零头 本来还想着黄江泰离开了 我们正好下手 可还是慢了一步 你在楚州的眼线还远远不够 这让我很怀疑你的能力 听到尚云生的话 康雷急忙低下了头 心中有些委屈 楚州有总督府 有特别行动组 还有黄江泰的影殿 他虽然是修炼者连妹人 但想要在楚州城扩张实力 哪有那么容易 不过尚云生训斥 他可不敢还嘴 此时尚云生突然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我感觉到 有淡淡的血腥之味 可明明这地面什么都没有 更没有战斗的痕迹 他在街道上四处查看 最终什么也没有查到 没能截住李轩 等到黄江泰回到他身边 想杀他可就更难了 黄江泰虽然是刚刚突破 却也很棘手 听到这话 旁边的康雷突然毛子一转 想到了什么 道 尚互法 其实的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尚云生问道 根据我的调查 李轩有一个女儿 而且他对女儿极其疼爱 只要我们抓了他女儿 他必然要乖乖就范 到时候 我们以他女儿威胁 让他单独来找我们 不让黄江泰插手 听到这话 尚云生顿时眯起了眼睛 点灵头 此方法虽然阴狠了一些 却不视为一条妙计 你立马派人去安排 必要是亲自出手 要把此事办妥了 是 康雷急忙点头 此刻 总督府内 雷克明刚刚向幕后之人 汇报过消息 一脸轻松地坐在沙发上面 手里拿着一杯洋酒 轻轻地摇晃着 海德胜带领血祖去截杀李轩 而修炼者联盟 也派来护法上云身前来楚州 时隔五年 李轩重心归来 虽然有了黄江泰 和二十七家修炼世家的支持 依然于事无补 毁灭李家的力量太过强大 恐怕过不了今晚 就会传来李轩暴死的消息 倒是省得那位大人出手了 在雷克明的身边 是总督府的一众亲信 三统领营落文言 更是哈哈大笑 李轩这五年 必定得到了一些机遇 黄江泰也许正是看中这种机遇 才选择支持他 可他们怎会知道 当年覆灭李家的势力 有多么恐怖 恐怕李轩死后 黄江泰等人也会遭到侵犯 合金铸城的防盗门轰然炸裂 更是有几名猛虎卫成员衰落进来 门口的位置 一道身影宛若魔神一般站在那里 显然这一切就是他的手柄 大厅里瞬间陷入安静 李轩 你好大的胆子 几秒以后 总督雷克明这才沉着脸道 堂堂楚州总督位高权重 是楚州名面上地位最高的人 纵然一直被黄江泰压一头 但即便黄江泰 也不敢直接闯入总督府啊 雷克明虽然没有见过李轩 但随着北武集团的开业 李轩的相片早就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所以才能一眼认出 我今不止要闯总督府 还要杀你 李轩淡淡地开口 听到这话 雷克明心头不由一突 就在这时 三统领盈洛却扑通一声 朝着李轩跪了下来 李先生 总督府的事情与我无关 您饶命啊 盈洛此刻身体瑟瑟发抖 他和总督府其他人不一样 他可是亲眼看到 李轩斩胸蟒的那一幕 这样的强者 即便总督府有再多的底牌 也抵抗不住啊 而看到盈洛跪下 旁边总督府的人都傻眼了 大统领更是怒斥道 盈洛你个废物 一个李轩就把你吓成这样 他不就杀了江南总组的组长吗 你至于这么怕他吗 然而 盈洛却根本不回答他的话 只是一个劲地朝着李轩求饶 这时 雷克明身边的几名高层 纷纷站了出来 真是好大胆子 总督府也是 你能撒野的 立马跪下来磕头 不然今日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以为自己有些实力 便能为所欲为 敢闯进这里 就是自寻死路 这些总督府的高层 都是雷克明的心腹 平日里嚣张跋扈惯了 怎么能容别人在面前放肆 更何况 他们可是知道 雷克明手上有怎样的底牌 你们废话真多 李轩冷哼一声 接接着 喷喷喷喷 刚才话的那几人 脑袋接二连三地爆开 鲜血飞溅 啊 这一刻 总督府所有人都不由眼神惊悚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李轩出手 那几位高层脑袋就没了 这也太吓人了吧 总督雷克明 更是眼皮狠狠的一跳 心头被一股寒意笼罩 他向后退了一步 警惕地观察的四周 生怕下一个被爆头的是自己 雷克明 当年灭我李家 应该也有你参与在其中吧 请我来讨债了 李轩一步步向雷克明走来 步伐很慢 但每一步落下 都仿佛踩在了雷克明的心头之上 给我将他拿下 雷克明突然大吼一声 花音落下 在他身后 有六道身影冲了出来 这便是雷克明的底牌 也是他幕后势力 给他的杀手锏 六名宗失禁足以碾压一千 然而在六人向李轩冲去的时候 下一刻 最先接近李轩的人 脑袋直接炸开 剩下的五人眼中 瞬间露出恐惧之色 刚才死的那几名高层 都是一些实力不强之人 他们六人虽然看在眼里 但以为是李轩使了一些其他的手段 毕竟有一种暗器细如真思 射入脑袋当中 便会引起产生爆炸 并不稀奇 可当他们亲自出手 才发现李轩根本没有射出什么暗器 仅仅是看了一眼 同伴的脑袋就炸了 一个眼神就杀死一名宗师高手 这也太可怕了 只是即便他们此刻 想后退也已经晚了 砰砰砰砰 五颗脑袋相继爆开 然而李轩则畅通无阻地 走到了雷克明的身前 我和你拼了 这一刻 雷克明气势爆发 手掌向李轩攻击而来 他竟也是一名强者 然而 雷克明发现自己的身体 都定格在空中 刚才爆发出来的气势 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李轩抬起手 放在雷克明的头颅之上 这一刻 一种撕裂灵魂的痛楚 从雷克明的身上传来 啊 雷克明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一团记忆被李轩给抓了出来 看完记忆里的内容 李轩目光也不由变得深邃 精灵第一世家陈家 还有来自京城的超级势力 一个的李家 竟然引得这么多强大的势力 一同出手 究竟是为了什么 李轩喃喃自语 几秒之后他回过神来 随手一把捏死了雷克明 然后才转身向外面走去 每一步落下 都有一个人脑袋爆开 直到李轩走出屋子 只剩下银落一个人还活着 他看着周围一片鲜血 瘫在哪里 嘴里喘着出气 身体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劫后余生的庆幸之感 涌上心头 简直太可怕了 如鬼神一般啊 半时以后 李轩回到了北武集团 一名女工作人员 正在陪着朵朵玩耍 看到李轩回来 朵朵换了一声爸爸 便直接凭李轩的怀里 李轩将朵朵抱起 对那名工作人员道谢 谢谢你陪着我女儿 那女子连不敢 都是应该的 李轩没有等黄江太来复命 而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发现陆琪也在 为了方便陆琪来看朵朵 李轩给了陆琪家里的钥匙 我看到北武集团开业的新闻了 特地来祝贺你 如果清浅知道 你将北武集团重新振兴 也一定会很高兴 陆琪笑着道 并拉起了朵朵的手 朵朵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怎么样 好啊 朵朵高兴直拍手 陆琪在厨房忙活 朵朵则围绕着陆琪的屁股后面 李轩站在落地窗前 眸光明灭不定 北武集团已经重新开业 接下来应该着手 去查妻子的事情 青州那边还没有消息 十个五年 也不知道妻子现在怎么样了 李轩生怕查到的是 妻子的噩耗 第二一早 李轩送朵朵去上学 然后前往北武集团 此刻整个楚州已经炸了锅 封杀北武集团的那几个势力 在一夜之间竟全部被处理 包括总督府都被灭门 这不只是楚州 整个江南都被震动 而当李轩来到北武集团的时候 工作人员告诉他 有几个人在会客室等他 李轩来到会客室的时候 看到穿着一身西装的江破 正站在窗户边 在江破的旁边 还站着几名异能组的成员 听到脚步声 江破急忙转过身来 你来找我什么事情 李轩问道 总督府还有个大事家的惨案 应该和你有关吧 江破直接开门见山 李轩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怎么 你想把我抓走 李轩话落 不等江破开口 他身旁的一个异能组成员 便忍不住出言道 我们是京城异能组的 你最好把态度放断正一些 那男子留着寸头 眼角上面有一道疤痕 平添了几分煞气 江南异能组几乎全军覆没 因为江破身在楚州 便暂时负责江南事务 而这几名手下 都是从京城直接调来的 身上带着傲气 听到八眼男的话 李轩却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望向江破 管好你的手下 我不想在北武集团杀人 被李轩的目光直视的江破 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 他来之前已经叮嘱过这几个手下 李轩是他们惹不起的人 没想到这些人竟然当成了耳旁风 这特么的 是想害死自己啊 看到李轩这么嚣张 竟然敢威胁江破 八眼男子露出几分恼怒 手指着李轩大骂道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话还没有完 李轩一甩一袖 碰 八眼男直接倒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墙壁之上 一口鲜血更是从嘴里喷出 落地以后已经没了气息 这一下 原本还想为八眼男子出头的几名异能组成员 身体全部将在当场 一股寒意从尾锥升起直冲灵盖 路上江破和他们了很多 但他们压根不相信 直到此刻才感到惊愤 江破更吓得浑身颤抖 上次李轩杀了江南总组徐温渊等人 留下了他一条命 他深知李轩是怎样样恐怖的存在 杀一个异能组的人算什么 他深深的一口气 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李先生 息怒啊 我哪敢和您兴师问罪 我今日来是奉了上司之命 想请您担任江南总组的组长 这 江破拿出一个聘书给李轩看 京城方面的意思很明显 像李轩这样的强者 尽量拉拢成自己人 谁知李轩却根本没有看 将聘书直接就扔到一旁 我没兴趣 还有 不要再来打扰我 这 江破原本以为江南总组长的位置 应该可以打动李轩 毕竟地位比封疆大力还高 没想到李轩却不屑一顾 旁边的异能组成员 更是敢怒不敢言 最终 江破无奈叹了一口气 接受江南总组 组长一职 对你百利而无一害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 至于楚州的惨案 我暂时会帮你按压下 但你所杀死这些人背后的势力 必定会对你报复 还有一个消息我要提醒你 修炼者联妹护法尚云申 已经到了楚州 他应该会对你出手 王辽尸体抬走 直接离开了北武集团 江破前脚刚刚离开 李轩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黄江泰打来的 电话那头黄江泰声音 都带着几分颤抖 前辈出事了 朵朵被人抓走了 李轩听到这话 毛子瞬间变得冰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分钟前 突然有一群人闯进幼儿园 抢走朵朵 因为成员想要阻拦 被全部击杀 前辈属下无能 请前辈责罚 没事 他们伤害不到朵朵的 李轩道 朵朵有他亲手绘制的护身符 有人敢伤害朵朵 立刻就会激发符文的力量 整个地球 没人能伤朵朵一根毫毛 而且 只要护身符激发 李轩就会有感应 明朵朵只是被掳走 并没有受到实质伤害 只是对方竟敢把手 伸到自己女儿的身上 真是找死 李轩神念放开 将整个楚州覆盖 转眼间就找到了朵朵所在的位置 他的身形 也直接消失在办公楼里 此刻 一栋大楼里面 尚云深站在窗户边 看着外面的白云蓝 康颖则陪在他的身后 无比的恭敬 在房间的角落里 有一个铁龙 一个女孩正一脸畏惧地 蜷缩在铁龙的角落里 正是被抢来的朵朵 此刻他被吓坏了 立刻给那李轩打电话 让他一个去读前来 若是敢带别人 就等着为他的女儿收尸吧 尚云深道 康颖点灵头 属下这就去 完 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李轩的电话 同时还不忘对着铁龙 狠狠地踹了一脚 铁龙里的朵朵 被吓到哇一声哭出声来 而康颖却哈哈大笑起来 并怒骂道 畜生 等杀了你爸爸 就把你从这二十八层窗户扔下去 让你们妇女在地下团聚 哈哈 此刻 正在赶往大楼的李轩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李轩停下身行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你是谁 李轩冷冷地问道 李家废物 你女儿现在在我手上 献你一个室内 赶到浮光大厦 记得 不要带任何人前来 不然你女儿的命就没了 康颖的声音 充满了戏谑与得意 昨日北武集团 开业大出风头的李家废物 马上就跪在他的面前 求他放过自己的女儿 想想他都觉得舒畅 李轩眸子里寒意闪烁 声音更是宛若九幽寒冰 不用一个时 我马上就到浮光大厦 还有 赶路走我的女儿 我要将你粉身碎骨 而且 不管你的背后是谁 都必死无疑 电话那头 康颖脸上表情一露 没有想到 女儿在他的手上 对面的李轩竟还敢这么嚣张 他还想什么 电话已经被挂掉 他怎么 尚云深望向康颖 康颖愤愤不平道 这次很嚣张 竟然敢反过来威胁我 真特么邪门了 康颖骂骂咧咧 尚云深不由眉头轻轻皱起 冷哼一声道 你也不用生气 等一下他来了 我让他跪在地上任你蹂躏 好 康颖摩拳擦掌 而就在这时 突然嗡嗡嗡警报的声音响起 有人在攻打我们大厦 难道那个李轩带了黄江泰来 尚云深皱起了眉头 只是话音还没有落地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房间的门直接炸裂 一道身影大步走了进来 正是李轩 李轩一眼就看到 被关在狗笼里的女儿 他急忙来到笼子旁边 一把将笼子上面的铁锁扯断 朵朵看到李轩来了 哭着扑进了李轩的怀里 爸爸 朵朵好怕 爸爸 你终于来了 他们要把朵朵从二十八楼扔下去呢 爸爸 他们还骂朵朵是个杂种 听着女儿的话 李轩的目光越来越冷 以至于整个屋子里气温急速地下降 而康营已经冲门外查看了一下 发现并没有黄江泰等饶踪踪 这才放下心来 只是他好奇 外面有许多他的手下 就算一时不察让李轩闯进来 里面这么大动静 他们竟然一点反应都没音 上护法 只有李轩一人来了 并没有发现黄江泰等饶影子 康营向尚云深会报道 上云深闻言也放下心来 在楚州他唯一忌惮的就是黄江泰 只要黄江泰不来 李轩在他眼中根本不足为虑 看来抓你女儿这个方法 真的很有用 果然把你引来了 畜生 五年前你就该死的 侥幸没死 你本该躲得远远的 竟然还敢回楚州 真是自寻死路 既然你们妇女这么情深 正好黄泉路上做个办 这 上云深对康营吩咐道 把这妇女二人都杀了吧 是 康营领了命令 手中出现一把锋利的匕首 闪烁着寒芒 就向李轩冲去 这康营也是一名高手 匕首在空气中 竟然发出了阴暴之声 看着快速冲来的康营 李轩伸手捂住了女儿的眼睛 朵朵 你先睡一觉 完 李轩手轻轻地往府下 朵朵便陷入了熟睡 而此刻 康营已经到了李轩的身前 匕首更是狠狠地 向李轩的脖子刺去 然而很快 他的眼神变得惊悚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身体 仿佛中了定身术一样 直接定格在空正 李轩回过头来看着康营 然后轻轻地一直点出 点在康营的匕首之上 先是整个匕首化为粉碎 紧接着康营整个身躯都爆开 化为了一团血物 飘落在当场 另一边 原本以为康营出手 足以拿下李轩的尚云身 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这是什么手段 闻所未闻 难不成竟是鬼神 尚云身一直以为 黄江泰肯站队李轩 肯定是得了李轩的好处 可现在才真正的醒悟 真正可怕的不是黄江泰 而是李轩本人 只是不等他做出反应 李轩的五指张开 顿时尚云身感觉到 一股撕扯之力出现在周围 身体瞬间被拉到了李轩的身前 冰冷的手掌 更是捏在他的脖子上面 这一刻的尚云身彻底的恐惧了 他艰难地开口 别 别杀我 然而下一刻 咔嚓 脖子被毫不留情地捏断 杀死尚云身以后 李轩抱着躲躲 离开了大厦 走出大厦的时候 黄江泰父子二人 带领尹卫的成员刚好赶来 当看到李轩以后 急忙跪在了那里 前辈 是我等无能 让姐受惊 请前辈责罚 你们的确够无能的 李轩冷哼了一声 一步踏出 直接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 黄江泰不由擦了一把冷汗 旁边的黄本出问道 爸 怎么办 李前辈好像真的生气了 黄江泰脸色也是阴沉无比 都怪修炼者联盟 竟敢动前辈的女儿 害得我们在前辈面前丢脸 马上调集引电所有的力量 把修炼者联盟 在江南所有的据点全部拔掉 黄江泰化落 黄本出立刻变点头 我这就去办 李轩抱着朵朵回到别墅 朵朵还在熟睡当正 将朵朵放到床上 李轩又堵入了一丝元气 这才轻轻地关上房门 这次朵朵的事情 也给了李轩一个警醒 哪怕他是无上先帝 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陆七来了 他手里提着菜 当看到朵朵的书包 不由露出了几分疑惑 朵朵金没上幼儿园吗 出了一些事情 我把他提前带回来了 李轩并没有戏 免得陆七担忧 好 正好中午 我给朵朵炖鱼吃 陆七这 提着菜 就要到厨房里忙碌 等一下 李轩突然开口 有什么事吗 陆七转过头 疑惑地看着李轩问道 陆七 想必你也知道 我现在与五年前的不同了吧 陆七点灵头 亲眼目睹李轩几次出手 他知道李轩不是一般人 此刻李轩这么 难道是 想象自己分享 他这五年间的经历 那你想不想成为 我这样的人 拥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李轩郑重其事地问道 陆七脸上一震 继而点灵头 当然想 陆七是个善良的人 但因为善良 遭受了许多欺辱 如果他能拥有 和李轩那样的力量 就可以保护家人 也可以不拖累李轩 既然想 那我就帮你 折 李轩走到陆七的身边 道 把眼睛闭上 陆七点头 乖乖地闭上双眼 下一刻 李轩伸出手指 直接点在他的眉心之处 一瞬间 陆七的身躯一震 他只觉得自己脑海中 突然多了许多东西 你按照脑海里面的运行图修炼 很快就能入门 还有我在你的体内 留下了一丝真气 这一丝真气练化以后 足以让你突破到宗室境 关于这套功法 不要传给任何人 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明白 陆七点灵头 李轩没有再多什么 让陆七踏上修炼之路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李轩又给陆七讲了一些 入门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时候 电话响了起来 是叶清雪打来的 轩 我现在在北武集团 有些事情要和你商量 好 李轩挂掉电话 直接来到了北武集团 办公室的叶清雪 正在耐心等候 当看到李轩进来 急忙站起身来 轩 现在我已经继承了 叶家家主之位 以后叶家的生意 和北武集团的生意 可以有很多地方合作 还有 你虽然成立了北武集团 但对商业上的东西并不懂 当然没问题 李轩点头 虽然北武集团 有黄江泰找来的管理人才 还是需要一个心腹的人 来总览全局 叶清雪愿意 自然是最好 我刚才看了一下 生命之源的销售情况 只卖出了一瓶 这样的销量 属实有些惨淡 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增加生命之源的销量 叶清雪道 其实那一瓶 还是那位记者服用了以后 确实有效果 推荐朋友才卖出去的 可那记者的圈子不够高端 短时间无法将销售拉起来 李轩想了想到 这些事情还需要和销售部门 广告部一起想想办法 对了姨 你如今已经是宗师敬见 不如我帮你提升到先吧 啥 叶清雪还在思考 生命之源销售的事情 听到李轩的话 顿时愣在连场 继而疑惑道 你你能帮姨提升到先进 当然是一桩而已 折 李轩伸出手 直接摸向叶清雪的头顶 但很快 叶清雪就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贯穿全身 像是网游锅里滴了一滴水一样 沸腾起来 一瞬间 叶清雪顾不了许多 直接盘坐在地上 开始修炼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脚步声 李轩怕工作人员打扰到叶清雪 便直接开门走到外面 老板 左那个人又来了 在一楼大厅等着呢 一名女员工来到李轩的面前道 左的那个 姜珀 李轩眉头皱了皱 我去看看 还有 你就守在这个门口 谁也不许进去 明白吗 好 那女员工点头 李轩来到公司的大厅 只见姜珀一个人站在那里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李轩不耐烦地问道 姜珀脸上却挤出几次笑容 李先生 艺能组京城总部的总组长来了 他想见一见你 看到李轩想要拒绝 姜珀又急忙补充道 艺能组负责整个龙国的艺能事件 我们并没有恶意 或许可以帮到你什么 听到这话 李轩顿时改变了主意 姜珀的有些道理 许多事情若有艺能组的帮助 会轻松许多 想清楚这些 李轩点灵头道 走吧 二人出了北武集团 一辆商务车已经等候多时 李轩坐了进去 半个时以后 来到一处幽深的大院里面 整个大院戒备森严 名处暗处藏了无数高手 其中宗师静就有好几位 而在大院最深处的一个房间里面 更是有一名先进强者 应该就是那位艺能组的总组长了 汽车在院子里停下 李轩跟着姜珀又穿过重重关卡 来到了那间房间的门口 麻烦通报总组长一声 懒了 姜珀对着门口站岗的两名艺能组成员道 好 其中一人立刻进去汇报 一分钟以后 走了出来 做了请的手势 总组长在里面等你 李轩和姜珀一起迈步走了进去 直接在里面的沙发上面 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 国字脸 给人一种威严的气息 当李轩踏入的刹那 对方的目光也直接落在了李轩的身上 并伴随着强大的气息压迫而来 这是仙境独有的气势 你就是李轩 五年前 你还只是一个顽固子弟 五年之后再次归来 竟然连异能组江南总组的徐温渊 都死在你的手上 而且 你还拒绝了我的招揽 李轩你知不知道 就凭你在楚州做的事情 足以让你万劫不复 老者声音突然拔高 一脸冷冽地看着李轩 伴随着仙境的强大气势 让整个屋子的空气都似乎要凝固 旁边的江珀更是情不自禁地 向后退了一步 不过李轩却根本没有搭理他 而是直接走到老者对面的沙发坐了下来 翘起了二郎腿 淡淡地开口道 能不能不要废话 你找我来究竟是什么事情 那老者脸色微变 在他的气势之下 李轩居然能够毫不受影响 这份实力让他也有些看不透 不过当着自己手下的面 被李轩如此无视 老者感觉脸面有些挂不住 他不由站起身来 一股山呼海啸般的气势 向着李轩碾压而去 如果刚才只是先进气势的释放 那此刻已经等同于出手了 看到这一幕 李轩顿时冷哼一声 手指轻轻地一弹 一道静气便呼啸而出 碰 静气出现的刹那 老者释放出来的气势 犹如被针扎爆的气球一样 直接爆开 同时老者身体更是扑通一声 跌坐在沙发上 脸颊有些胀红 他急忙运功 这才压下体内翻滚的气血 再看李轩的目光 已经充满了惊骇 先进强者 可以内气外放不假 可像李轩这样随手一弹 就把他逼退 简直闻所未闻 而且刚才那一瞬间 老者感觉自己浑身的力量 都被禁锢 若李轩想杀他 他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这怎么可能 什么样的仙境 才有这样的试炼 或者他根本不是仙境 这一刻的老者心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李轩在他的眼中 更加的神秘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震惊 老者朝着李轩拱手 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为战涛 原本想让你做江南总组的组长 不过被你拒绝了 我们虽然不能成为同事 却也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异能组遍布荣国各地 想必会对你有所帮助 当然 如果你现在反悔 愿意加入我们 你不止 可以担任江南总组的组长 我还可以 让你兼任京城总组副组长一职 听到这话 李轩没有什么反应 可旁边的江破 却已经震惊无比 京城总组的副组长 那可是仅次于战涛的存在 可见战涛对李轩的欣赏 我是不会加入的 李轩摇了摇头 不过你的合作 我倒是挺感兴趣 不知道要如何合作 异能组经常会遇到各种危险的任务 凭异能组的力量无法解决 需要李先生这样的强者相助 你是想雇佣我 李轩问道 只是合作 战涛摇头 李先生若是帮忙 我们会拿出等价的东西来交换 而且 只要李先生答应合作 我可以给李先生一部分权力 可以调动异能组在龙国各地的成员 这样的权力 除了李先生以外 我们还没有给过任何人 好 李轩毫不犹豫地点头 他此行之所以会来 就是冲着异能组的情报系统来的 听到李轩答应 战涛顿时激动起来 有李轩这样强势的人物合作 那异能组执行任务的伤亡率 无疑会降到最低 况且在龙国还有一些 连异能组也惹不起的势力 有了李轩 那些势力也不算什么了 李先生 合作愉快 战涛向李轩伸出了手 李轩却没有和他握手 而是道 除了这些 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合作 北武集团的新产品生命支援 不止可以恢复衰老的细胞 而且能够快速的修复伤势 我想 异能组执行各种任务 必定有伤亡 若有生命支援 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伤亡 李先生 你的是真的 战涛也了解了一下 生命支援的宣传 实话 他有些不相信 是不是真的 你们试验过 自然就会知道 李轩很自信 如果是真的 生命支援 自然是为异能组 极需要的东西 只是价格方面 我可以七折 销售给异能组 李轩开口 战涛脸上 立刻露出笑容 好 李先生 如果真如你的那种疗效 我一能组先购进一百瓶 李轩当即就拿出 一瓶生命支援给战涛 让他们去检测 一个时以后 李轩拿着订购合同 走出了院子 等到李轩离开 战涛把玩住手里的 那瓶生命支援 听这个李轩在五年前 只是一个废物 短短五年 他的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让他拥有 如此鬼神莫测的手段 晚 他望向江珀 你放出消息 就李轩是我的人 江珀的脸上露出震动之色 总统长 您真的想好了 五年前覆灭李家的那些势力 很有可能牵扯到龙国的巨头 一旦您站队李轩 就等于主动卷入了漩涡当中 即便您的身份 也有可能粉身碎骨啊 战涛微微一笑 声音坚定道 刚才李轩破掉我气势的那一刻 给我产生了一种 如泰山一般不可撼动之感 我猜测 他的实力 有可能不只是仙境 如果真是如此 那就值得赌一把 李轩回到北武集团以后 叶清雪已经突破完毕 此刻的叶清雪身上 带着几分飘渺之气 这是武道修为突破以后 对他造成的改变 李轩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真的突破到了仙境 有了仙境的实力 整个江南之地 谁还能是我的对手 叶清雪满脸兴奋的道 这可是仙境啊 别看他以前已经是宗师境 但是想要靠自己的修炼 突破仙境 有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 仙和宗师有着本质的区别 完全是两种生命形态 在江南地区别人不知道 黄江泰的实力 应该比你强一些 李轩毫不留情地打击道 听到这话 叶清雪果然脸上的兴奋 消失了一些 是啊 自己还不是真正的无敌 还有一个黄江泰 那黄江泰剧 也是刚刚突破不久 不对 那黄江泰追随在李轩的左右 而算一算黄江泰突破的时间 正是李轩归来以后 叶清雪顿时明白什么 望向李轩 李轩 老实交代 黄江泰是不是也是你帮他突破的 当然 不然凭他的负 再给他十年也不可能突破仙 李轩大大方方地承认道 叶清雪脸上别提多震惊了 能够随随便便造就仙 岂不是只要李轩愿意 他还可以造就十个二十个仙强者 如此 整个龙国 谁能挡住李轩 你别发愣了 你看看这是什么 李轩将拿回来的合同递给叶清雪 虽然世俗的财务李轩并不放在眼里 但北武集团是父亲的心血 更是李家的标志 所以 李轩也真心想要让北武集团做大做强 叶清雪疑惑地接过合同 翻看了两眼 美眸便瞪得大大的 一百平订单 而且是龙国异能组的订单 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笔订单 这个月的业绩有了 而且这可是龙国的异能组啊 普通人虽然不清楚异能组的存在 但在上流圈子却流传着他们的传 如果生命之源成为异能组的固定合作伙伴 这样的消息放出去 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 立刻就能认可生命之源 到时候还愁销量吗 轩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这就找广告部和销售部开会 拿出一套完整的宣传方案 这 叶清雪急急忙忙地离开 而李轩自来到了幼儿园 此刻已是中午 他将朵朵接回别墅 吃过午饭以后 李轩给陆琪打去零化 陆琪 我要离开楚州一两 这俩你帮忙照顾 一下朵朵 有什么需要可以和尹卫的成员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黄江泰 我把黄江泰的电话给你 李轩要先去一趟精灵 再前往京城 一的时间肯定办不完 所以才拜托陆琪帮忙照顾朵朵 当然没有问题 陆琪一口答应 在李轩没有回来的时候 朵朵就是靠陆琪照顾 挂掉电话 李轩准备离开 这次他不打算带黄江泰等人 黄家在精灵没有什么势力 带着他们也没有用 只是还没等李轩动身 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竟然是夏凌峰打来的 李先生 血霉电出现了 夏凌峰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 毕竟夏家可是收到了血霉电的血霉令 若没李轩帮助他 夏家很有可能遭到灭门之祸 听此言 李轩的眼睛却瞬间亮了起来 血霉电是抓走自己妻子的人 神秘无比 现在终于出现了 好 我马上过去 晚 李轩挂掉电话 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了别墅当正 十几分钟以后 夏家院子里面 当李轩出现的时候 发现夏家的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厅里面 李轩直接踏门而入 李先生宁可来了 夏凌峰看到李轩的刹那 一颗心才在安定下来 血霉电的人出现 都快要把他吓死了 血霉电的人在哪里 李轩目光扫过大堂 声音冰冷地问道 他们已经离开 夏凌峰露出几分口笑 就在半个时以前 血霉电的人来到我夏家 他们脸上都戴着面具 为首的人让我交出一个十印 可我根本不知道 夏家有什么十印 而他们给我一的时间 他们还会再来 到时候交不出十印 就要灭我夏家满门 血霉电的人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我不是给你掌心留下来一道符文吗 李轩目光冰冷地看着夏凌峰 他的符文只要催动 他立刻就会有感应 现在却是晚来了半步 等到血霉电的人走了 才通知他 这夏凌峰安的什么心 这个 我刚才吓坏了 就给忘掉了 夏凌峰解释道 只是话音刚落下 李轩一甩一袖 夏凌峰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 撞在墙壁之上 嘴里更是喷出一口鲜血 我看你不是吓猛了 而是心存侥幸吧 以为血霉电的人 不会对你下杀手 所以 你不想得罪血霉电 对不对 听到李轩的话 夏凌峰捂着胸口 从地上爬了起来 旁边的夏禅 更是对李轩怒目而视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 话音刚刚落下 他的脸上 就多了一道巴掌印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听到李轩的话 夏禅这才想起 当时在灵狐别墅的场景 不由低下了头 剩下的夏家之人 全部战战兢兢的站在一旁 李轩太恐怖了 他们根本不敢话 既然血霉电给了你的时间 我便在这里等一 还有 血霉电的石印 你当真没有这个东西 听到李轩的话 夏凌峰非常坚定地点头 当然没应 哼 可你分明在谎 李轩冷哼一声 手一抬 底面的瓷砖便炸开 一个盒子从里面飞了出来 落到了李轩的手上 李轩将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枚拳头大的石印 石印古朴大气 而上面所刻的文字 便是连李轩也不认识 这石印有点意思 李轩饶有兴趣地打量着 而夏凌峰的脸都白了 下一刻更是直接跪了下来 李先生 我的确不知道这石印的事情 既然李先生找到了 那我愿意送给李先生 送给我 我倒是不稀罕 不过这玩意儿 我先研究一晚上再还给你 找 李轩将石印收了起来 来到夏凌峰给他安排好的别院 关上屋子的门 李轩将那枚石印放在桌子上面 然后整个人化为流光 进入了石印当政 下一刻 李轩便发现自己 来到一处灰蒙蒙的空间 在那空间里面 竟然筑立着一座石塔 共有七层 这应该就是石印里面的秘密了 看来在地球之上 也曾出现过一些古老的传承 否则不会有这东西流传下来 这样的空间之宝 唯有传奇的强者才能炼制 正在李轩打量着前方的石塔的时候 一道身影突然凭空浮现在李轩的面前 是一个白胡子老头 他捋着胡子 上下打量着李轩 开口道 没有想到时隔千年 终于有人发现了玄石印的秘密 原来这个石印叫玄石印 李轩点头问道 那你又是何人 看到李轩见到自己一点都不惊讶 倒让老者感到有些意外 他脸上露出几分傲然之色 我是这玄石印的上任主人 留下的一缕残魂 只等玄石印下任主人出现 将玄石印的传承交给他以后 便彻底的消散在地之间 原来是这样 李轩心中顿时了然 在他穿越的修仙世界里 许多人也是以这种方式 把自己的传承留下 那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而你所在的那个时代 究竟是怎样的 李轩好奇地问道 地球上存在修真文明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在书本上却找不到任何记载 眼前之人从那个时代存活下来 显然知道更多的秘心 那老者听了微微一笑 既然你好奇 告诉你也无妨 修炼者在世上一直存在 不过龙步与蛇居 从古至今 修炼者都很少在世俗行走 在昆仑之西 有一处秘境 大多数修炼者都居住在那里 那里有很多个门派 而我所在的玄策派 乃是昆仑十大宗门之一 到此处 老者脸上露出几分骄傲之色 李轩听了这才知道 原来地球上面的修炼者 和世俗是隔开的 难怪世人不知晓他们的存在 老者似乎是太多年 没有和人交流 颇为剑谈 又对李轩讲起了玄策派的来历 我们玄策派所修的 乃是兵家之术 主修肉身和战绩 同样的境界 很少有人能够打过兵家修炼者 当然 剑星的攻击力 不逊于我们兵家之人 听老者讲了这么多 李轩发现地球上的修炼体系 和异世界 异世界还是有些区别的 异世界中就没有什么兵家之类的 不过异世界的炼体者 和这兵家倒有几分相似 至于剑仙 在异世界也是战力强悍的存在 等到老者完以后 李轩才开口问道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把传承传给我 那老者不由笑道 传承给你 我什么时候要给你了 你能得到玄石印 只能你运气好 但想得到传承 必须通过我玄策派的考验 听到这话 李轩不由皱起了眉头 吻横道 不知道你们的考核是什么 老者指了指 住立在前方的石塔 这石塔名为战神塔 共有七层 每一层都有一名守护者 分别代表着修炼者的七大境界 先 元气 元灵 元刚 刚气 神变以及人 只要你能通过第一层 就可以证明自己的资格了 等到你能通过七层战神塔 那就已经屹立于修道之路的巅峰 成为人境强者 那个时候 才有资格得到这玄石印中的完整传承 也就是得到我的传授 当然 在闯关之前 我会传授你玄策派的入门功法 助你突破先 有点意思 李轩微微一笑 那今日 我便打穿这站神塔 看看你玄策门的传承 有什么了不起 听到李轩的话 老者脸上的表情 顿时变得愕然 你什么 打穿战神塔 就平民 子 年纪不大 你口气倒不 而李轩却根本没有搭理他 而是大步向石塔走去 当李轩推开石塔的门 只见里面的空间很宽敞 而在最里面的蒲团之上 坐着一名男子 男子体态壮硕 虽然坐在那里 但已经快要比普通人还要高了 当他站起来之时 身形超过了两米 壮汉目光盯着李轩 问声问气地问道 你就是机缘者 我负责镇守战神塔第一层 我的境界会被压制在仙境 你若能扛住我二十招 便算过关 李轩笑了笑 我也将境界压制到仙境 只是击败你 我只用一拳就够了 完 脚步一蹬 整个身体瞬间冲到了壮汉的面前 轰隆 如闷雷般的一拳 直接砸向壮汉 壮汉脸色一变 没有想到李轩的躯体内 竟能拥有这样磅礴的力量 他急忙抬起手臂阻挡 下一刻 只觉得整个身体 像被高速行驶的钢铁巨兽状中 身体瞬间就到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墙壁之上 整个人都相近了墙壁里面 他脸上带着惊恐之色 刚才李轩出拳的时候 他明显地感受到 气息的确也是仙境 同为仙境 作为一名兵家修士 他竟然完全被碾压 而此刻李轩已经大摇大摆地 向二楼走去 二楼坐镇的是一个中年儒生 他看到李轩上来 特别讶异地道 没有想到 这一代的机缘者 实力这么强 竟然能完全地通过第一层的考验 只是这第二层 可就没什么那么好过了 我的实力会压制在元气境 那男子丸 直接摆出了一个姿势 只是下一刻 他只觉得一道狂暴的气息袭来 碰 整个人就已经飞了出去 直接撞破窗户 砸落在外面 紧接着第三层 第五层一直到第七层 所有的坐镇者都被打废出塔外 外面的老者把胡子都揪下来一把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喉咙都不由滚动了一下 尼玛 这是什么情况 那子 难道已经达到了人禁的实力 然而此刻 李轩大摇大摆地 从石塔里走了出来 指着老者道 你身上身负着玄策派最高的传承 接下来该你了 老者听到李轩的话 脸上露出了几个凝重 道 我虽然只有一缕残魂 但依然可以爆发出燃尽以上的实力 完 手掌之间竟直接凝结出一道剑光 对着李轩斩来 然而 当那剑光接近李轩身体的时候 李轩才毫不在意地一直点正 砰 老者剑光破碎 身体飞了出去 一直飞出十几米 才止住身形 只见他的身体都虚幻了许多 竟是被李轩一招 差点给打得魂飞魄散 老者心有余悸地看着李轩 惊呼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即便我的本体在这里 怕也不是你的对手 我是无敌之人 无敌 老者喃喃自语 好狂的口气 竟敢自己无敌 好了 按照规矩 我已经通关 把你玄策宗的传承交出来 让我看看 这 老者犹豫了一下摇头 我不能把传承给你 玄策宗的传承 是为了选择玄策宗下一代的继承人 可你的实力如此之强 根本不符合继承饶条件 听到这话 李轩眉头却皱气 你明明通关就可以得到传承 怎么现在想出来反而 你若不给我传承 信不信我把你的玄石印空间给你毁了 听到李轩的话 老者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笑话 这玄石印可是用玄石之精炼制而成 坚固无比 即便传抢者也无法将它毁掉 是吗 李轩嘴角露起一抹微笑 下一刻 他手指向头顶一指 轰隆 整个玄石印空间都开始震动起来 甚至有了崩溃的征兆 此刻 七名镇守者全部大惊失色 连传抢者都无法破坏的玄石印 竟然被对方随便一指 就差点弄崩溃 他们毫不怀疑 若李轩继续下去 整个玄石印空间都将毁掉 玄石印的传承 也要彻底的埋葬 停下 老者急忙叫停 李轩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怎么样 凭我的实力 还需要贪图你的传承吗 我只是好奇 想要看看地球上的修仙传承 与那个世界有什么不同 李轩的话虽然让老者满头雾水 但凭李轩的实力 恐怕身后的传承 比玄石印里面的传承更为强大 老者点灵头 妥协道 好 我可以把传承给你 晚安 老者双手掐绝 只见无数文字便在他的身前浮现 是一篇炼气功法 引得灵气入体 淬炼肉体 李轩看完以后 轻轻地摇头 这个功法在他看来漏洞颇多 如按照功法修炼下去 其成就最多也就成为传强者 而所谓的传强者 在诸万界当中 也不过是蝼蚁罢了 看到李轩这个表情 老者有些不服气道 朋友 你的实力很强 修炼的功法也厉害 可我玄策宗 在整个昆仑须当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 你只看几眼 恐怕是没有发现他 真正的奥妙之处 就这破功法 有什么奥妙 李轩一句话 就把老者气得蹊跷声音 下一刻 老者正要化 就见李轩手掌一番 在手中更是凝聚成一杆长枪 一枪刺出 空气炸开 气浪席卷 这正是玄策派传承功法里面的 一种灵气化兵手段 被李轩轻易地使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老者眼皮狂跳 要知道 他当年也算是修道财 而他修炼这套功法入门 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 更别提这种灵气化兵的顶级手段 这一下 老者彻底的服气 向李轩行了一礼 而李轩则随手散去手中的长枪 我出去 以后会把玄石印还给他原本的主人 至于他们能不能参透玄石印的奥妙 就看他们的机缘了 放心 玄石宗的传承我不会传出去 而且 这样的破烂功法给我我也不要 若非好奇这方世界的功法 我看都懒得看一眼 完 李轩直接一步迈出 离开了玄石印空间 而此刻 李轩的房间外 夏禅正在敲门 已经到了黄昏 该请李轩去吃晚饭了 可下人却李轩不在屋里 他敲了一会儿 里面也没有动静 难道这李轩害怕血没垫 开溜了 夏禅皱着眉头 他被李轩打了 可爷爷还让他来请李轩 是顺便给李轩赔礼道歉 夏禅很不愿意 不过想到李轩的手段 的确不是夏家能承受得起 便只好忍着委屈来了 敲了一会儿 依然没有反应 他轻轻地将李轩的房门推开 果然 里面空无一人 正在他疑惑之间 突然 李轩凭空就出现在屋子里 扑通一声 夏禅被吓得直接跌坐在地上 只觉得头皮发麻 脸色都煞白一片 这是人还是鬼啊 太尼玛吓人了吧 你来我的房间干什么 李轩冷冷地问道 他对夏禅可没什么好福 夏禅这才缓过几分神来 勉强从地上站了起来 我来请李先生吃饭 不用啊 让人给我送到房间就行 还有 没事不要随便进我的屋子 李轩完 夏禅急忙点头离开 直到关上房门 这才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到现在还觉得犹如做梦一般 等夏禅回到大厅里的时候 夏凌峰和夏家一众人都在 看到夏禅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夏凌峰不由沉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夏禅深吸了一口气 爷爷 你那个李轩 有没有可能不是人啊 刚才我进去的时候屋子里空无一人 然后 然后 然后怎么 众人都竖起耳朵 然后 那李轩凭空就变了出来 爷爷 你那个李轩是不是鬼啊 不然他怎么能凭空变出来呢 夏禅都快要哭了 长这么大他还没见过这种事情呢 只是听到夏禅的话 夏凌峰和夏家众人都皱起了眉头 李轩自然不是鬼 他能凭空出现 难不成是仙法 想到李轩身上种种不可思议的事 夏凌峰反而心中多了几分心安 毕竟雪梅电也不是好招惹的 李轩手段越强 夏家就越有保证 李轩在夏家住了一晚 第二夏家所有人都精神紧绷 而李轩也等待雪梅电的出现 只是等了一上午都没有雪梅电的踪迹 难道雪梅电查觉到了什么 李轩眉头皱了起来 即便是他也有一些紧张起来 毕竟雪梅电关乎妻子的下落 若是不出现 想要再找到他们难上加难 中午的时候 李轩走出房门 他感受到有人来了 这些气息很强 好几位宗失敬 还有一位已经快要突破先了 李轩来到夏家的大厅 此刻夏家的大厅里面 夏凌峰等人全部战战兢兢的站在那里 而在大厅的中央 则站着几个身穿黑袍 脸上戴着面具之人 其中领头之人气息无限接近于仙境 应该是这些饶头目 领头之人直接捏住了夏凌峰的脖子 老不死的 不要给脸不要脸 东西呢 筋不交出来 面你夏家满门 听到这话 夏凌峰下的身体一哆嗦 他目光直接望向赶来的李轩 带着求助之色 你看他干什么 交不出东西 所有人都要死 他看我是因为东西在我手里 李轩的声音响起 一瞬间 血霉店之人目光全部落在了李轩的身上 什么 你东西在你的手上 领头之人惊讶到 玄石印可是夏家的传家宝 按道理 只有夏凌峰才有资格持音 而且 他们对夏家的人有过调查 一时间竟认不出李轩是夏家哪位子弟 李轩点头 手中直接拿出了玄石印 这不就是 你们要的东西吗 那血霉店的头目 眼神都炙热起来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 才查到东西在夏家 而这件东西 只要得到交给上面 立马就是大功一件 他松开夏凌峰的脖子 直接向李轩伸出了手 把东西给我 谁知李轩却转手把东西又装回了兜里 你敢戏弄我 那头目眼中闪过几分寒芒 我戏弄你又怎样了 李轩话落 不等那头目反应过来 啪 直接一巴掌甩出 那头目便横飞了出去 这一瞬间 血霉店的众人都傻眼了 头目可是半步先进的强者 竟被眼前的青年一巴掌给扇飞了 他们愣了几秒以后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向李轩冲来 只是还没有接近李轩 便有一股恐怖的气浪震荡而出 咔嚓 屋子里的许多木制家具都瞬间炸开 而冲上来的血霉店之人 更是瞬间就横飞出去 一个个砸落在地面 这一刻满堂寂静 即便连夏家的人也都呆住了 他们知道李轩很强不假 但没有想到血霉店在李轩的面前 都不堪一击 而落地的那位血霉店的头目刚刚爬起 看到这一幕更是脸色难看到极致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李轩没有回答 抬手 那位血霉店的头目 身体就被扯了过来 在我面前戴个破面具 装模作样 李轩抬手 把他面具取了下来 露出一张骏蟒的面孔 相貌不差 不过此刻眼里却充满了惊恐 饶食他们血霉电神秘无比 更是在整个龙国杀伐无数 可也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人 他在李轩面前完全就是提线木偶 也太他妈吓人了吧 李轩将对方拉过来以后 直接进行搜魂 一团记忆被李轩给拉了出来 记忆拉出的刹那 那名头目痛的死去活来 而李轩却根本没有去多看一眼 当把记忆查看完以后 眼中露出几分喜色 从对方的记忆当中得知 血霉店这些年 一直在到处抓一些拥有特殊体制的人 他们把这些人掳走以后 会集中进行训练 让他们成为血霉店的成员 一般训练的期限为五年 毕竟培养一名高手 并不是短时间能够造就的 而这五年之间 所有人都会被关在一个地方 被称之为训练基地 算算梦清浅消失的时间 现在应该还在训练基地 查看完记忆以后 李轩直接将那团记忆捏碎 同时一脚踩出 那名头目便被踩死 剩下的几名成员 这个时候已经爬起来 仓皇地向外面逃走 快把他们拦下 夏凌峰对手下吩咐道 只是话音才刚刚落地 表情就变得凝固 只见跑出院子里的那些血霉店成员 一个个身上燃起了火焰 几秒钟就被烧成了灰烬 这惊饶一幕 让夏家之人全部头皮发麻 这样的手段 简直就是鬼神一样 而李轩掏出玄石印 直接扔给夏凌峰 然后一步踏出 消失在原地 得知了妻子的消息 他一刻都不想耽误 清浅 等着我 我来救你了 从血霉店成员的记忆中得知 血霉店的训练基地 位于安抚室内 当李轩来到安抚室以后 神石将整个安抚室笼罩 一瞬间皱起了眉头 这个城市可真够乱的 在他神石一扫而过的刹那 就看到有不下于三起抢劫 聚众斗殴的 则是有三十多起 不过李轩可没有心情 去管这些事情 他确定了血霉店地位置的以后 就直接要过去 而就在这时 一个漂亮女子 亮亮呛呛地冲到她的面前 然后扑通一声 直接倒在灵上 李轩顿时皱起了眉头 什么情况 碰瓷吗 不过 当李轩扫向那女子 发现对方身上 似乎受了一些伤 李轩脸色冷漠 打算迈步绕过女子离开 得知了孟清浅的消息 她现在只想以最快的速度 见到孟清浅 可不想浪费时间 女子受伤 周围自然有人会打电话 送她去医院 只是还没等李轩迈步 她的腿就被女子的手抓住 那女子抬起头 露出几分祈求之色 我跑不动了 求求你将我藏到那边的垃圾桶里 有人追杀我 女子此刻虚弱到极点 甚至连脑子都昏昏沉沉 李轩这个陌生人 李轩犹豫了一下 直接提起她的领子 就要把她藏起来 只是举手之劳 李轩倒不至于无情道 不肯出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人冲了过来 女子脸上苦笑道 已经晚了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很快李轩二人 就被团团围了起来 领头的男子上下 打亮了李轩几眼 目光之中充满了力气 哼 想英雄就美 就凭你也配 哲 对手下吩咐到 把侄子和江燕一起抓回去 晚 几个手下立刻就向李轩冲来 冲在最前面的男子 只是手掌刚刚触碰到李轩的身体 只听咔嚓一声 整个手臂直接断裂 随后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落在了五六米外 不知道多少根骨头被砸断 原本要对李轩出手的其他人 这一刻都生生地止住了脚步 头皮发麻 这次出手也太霸道了吧 而且实力绝对恐怖 让人感到窒息 那领头的中年男子 也知道踢到了铁板 语气不负刚才那么嚣张 而是缓和了几分道 这位兄弟 我们是丽家的人 你看能不能卖我们个面 话还没有完 碰 李轩衣袖一挥 对方身体已经飞了出去 再半空就开始喷雪 落地完全没了气息 呲 剩下的人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头皮发麻 中年人实力可是到了画境 绝对的高手 可在眼前青年的手上 就如同破步娃娃一样 究竟是何等实力 才能做到这一点 即便他们一起上 也只有送财分啊 下一刻 毫不犹豫的他们 转身就跑 一个个连滚带爬 完全被吓破了 而此刻 女子已经被李军放到灵上 她虽然虚弱 但一双美眸 却是紧紧地盯着李轩 充满了好奇与崇拜 连丽家的得力干将 被这青年轻易打死 没想到自己在街上 随便找了一个人求救 就碰到了这种高人 真是老爷帮自己啊 恩公 谢谢你救了我的面 不知道恩人 你叫什么名字 对了 我叫江燕 是江家大姐 话还没有完 眼前已经没了李轩的踪影 恩公呢 江燕揉了揉眼睛 只觉得是眼花了 怎么转眼间就没了踪影 而且恩公好歹 给自己留个名字啊 不然自己都不知道 如何报答他 安富城 南区 这里属于安富城 比较平级的地带 整个南区大部分都是老楼 周围更是杂乱不堪 街道也是坑坑洼洼 南区属于旧区 北区是新区 李轩来到一个大院之前 从写煤电成员记忆当中得知 训练基地的位置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铸造厂门口 写着新盛铸造几个大字 不过在李轩的感应当中 铸造厂的地下却是另有乾坤 清潜 我来了 即便以李轩的心境 也忍不住激动起来 他大不得向铸造厂里面走去 只是刚刚走进去 就有呵斥之声响起 什么人 谁让你进来的 李轩抬头 是一个穿着保安服的男子 目光不善地盯着李轩 你是谁 我们铸造厂部接待外宾 请离客滚出去 我来找写煤电的训练基地 听到李轩的话 那保安眼神立刻就凌厉起来 原本我只把你赶出去就行了 可既然你知道了写煤电的秘密 那就留你不得 完 那保安直接向李轩冲来 手掌更是撕裂空气 一名暗镜强者 一个普通的保安 自然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不用想也知道是写煤电 安排在外围的守卫 面对冲来的保安 李轩眼中露出几分杀意 他只是轻轻地抬手 那保安便发现 身体被定格在了空中 顿时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实力 只是没等他反应过来 下一刻脑袋已经爆开 只剩下无头尸体砸落在地上 鲜血将地面染红 李轩没有多看一眼死去的保安 大步向里面走去 而这个时候 已经有无数人被惊动 不断地涌出来 只是没有人能接近李轩20米之内 所有冲出来的人接脑袋爆开 横尸当场 当李轩来到地下入口的时候 在李轩身后 已经倒下了100多具无头尸体 而就在李轩在外面 大开杀戒的时候 整个地下世界 都响起了刺耳的警报之声 此刻 位于地下世界的一个大厅当中 聚集着许多血霉店的高层 看来有人要强闯我们基地 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狄龙 你带些人出去看看 不必留活口 直接斩杀就笑 一名老者开口吩咐道 他的话音落下 就见一个光头从人群中走出 光头脑袋上面有一道猙獰的伤疤 从后脑勺一直蔓延到额头处 仿佛把整个脑袋都劈开 显得猙獰可怖 总教徒放心 我必定把闯入者的脑袋取回来 完 狄龙挥手 立刻有一群人跟着他离开打厅 此刻 李轩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巨大铁门 铁门的材质是钛合金 整个门的厚度 恐怕可以挡住炮弹的轰击 普通的武道高手 想破门而入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 区区铁门自然是挡不住李轩的步伐的 就在李轩准备将门踹开之时 铁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光头出现在门口 目光压抑地看着李轩 畜生 就是你抢闯基地 连我血霉店的基地都敢闯 你真是在找死 只是话还没有完 他的脑袋已经直接炸开 无头尸体在原地晃了两下 栽倒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原本随光头一起出来的那些人 眼睛之中皆是惊悚 谁能想到 已经是宗师高手的狄龙 还没来得及出手 脑袋就爆炸了 关键这手段也太诡异了 这他妈谁能不害怕 眼前这个青年 简直就是魔鬼啊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一个男子当即壮着胆子问道 只是李轩根本没有回答他 只是大步向前走来 那男子还想什么 身躯已经直接炸开 血霉店之人掳走了梦青浅 在李轩的心中 这些人都该死 男子炸开的刹那 已经被吓猛的众人才反应过来 没了命地转身向里面跑去 只是没跑几步 他们身躯便相继爆开 化为了一团团血舞 李轩一步步走入地下世界当政 这地下世界十分的广阔 占地估计有十多亩 高度有几十米 李轩出现 原本在地下练武场上训练的人 一个个投来了目光 整个血霉店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服饰 而李轩的服饰与他们格格不入 引起了这些饶好奇 李轩的神识快速地扫过在场所有饶身体 因为如果按照他得到的信息 妻子也应该在这些缺症 只是让李轩难受的是 他并没有发现妻子的身影 难道妻子不在 可这怎么可能 妻子明明是被血霉店人抓走了呀 李轩愣神之际 一道苍老的身影出现 并发出冷漠的声音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闯入我血霉店的训练基地 还有心情在这里看他们训练 看来你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李轩抬起头来看着对方 看来你是这里的负责之一人了 这里的人员更迭你应该知道 这 抬起手掌顿时那老者的 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 更是有一股强大的撕扯之力将他拉向李轩 这一刻老者脸色狂变 这是什么手段 只是任他如何挣扎都没有半点作用 很快就到了李轩的面前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老者发出惊恐的声音来 李轩没有回答他的意思 手掌抬起 直接笼罩在他的头顶之处 一团幽蓝色的光滑便被撕扯出来 那是关于他所有的记忆 被李轩搜魂 老者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李轩快速地查看老者关于这五年的记忆 眉头却是直接皱起 老者是这训练基地的负责人之一 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年之久 可在老者的记忆当中 竟然压根就没有梦清浅的出现 怎么会这样 李轩的脸越发的阴沉 他低头看着因为被搜魂 而不断发出惨叫的老者 眼中露出几分不耐烦 随手一直点出 就有一道火焰将老者笼罩 很快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火焰中老者不断地张着大嘴 却没有任何的声音发出 这诡异的一幕 顿时吓坏了眼无广场之上的人 他们顷刻间四散而逃 李轩并没有对他们出手 这些人都是被血霉垫抓来的 和孟清浅一样 大厅里面那位总教头 或许知道什么 李轩向大厅走去 而此刻 大厅里面 老者等人谈笑风生 对外面的事情并不在意 狄龙和白寸山都是宗师高手 应该足以应对一切了 话音刚落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慌乱的声音 紧接着有几道年轻的身影 慌慌忙忙地跑了进来 怎么回事 老者皱着眉头问道 白 白教官被人杀了 一名男子结结巴巴地道 刚才那一幕实在是太过吓人 以至于让他连话都不清楚 白寸山死了 这一下 大厅里许多人脸色不由动容 总共闯进来几个人 老者皱着眉问道 一个 一个年轻人 那青年竖起一根手指 一个年轻人竟能杀了白老 许多人都感到有些不可置信 难怪敢闯我们血煤店的基地 果然有些手段 我们出去看看 地位最高的老者眼中 弥漫出几分杀意 总教头放心 有我们在 不管他是什么人 必定将他斩杀当场 就是 我们基地的高手 在整个血煤店当中 都是排得上号的 还能让一个年轻人 给翻了不成 大厅里面十几人 各个实力不俗 他们都是这训练基地的教官 能被血煤店选中教导心饶 每个都有擅长的独门绝技 在血煤店中地位不低 几人这 只是还不等他们向外面走 一道身影已经走了进来 一瞬间 大厅里面 老者和十几名高手 全部停下了脚步 望着出现了李轩 子 你胆子好大 竟然敢闯进来 一个脾气暴躁的高手 直接就向李轩冲了过去 手掌撕裂空气 带着恐怖的力量 只是还没接近李轩的身体 便被李轩抬手掐住了脖子 咔嚓 脖子直接被捏断 随手扔在地上 刺 场中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头皮发麻 出手的那个中年人 虽然不是他们当中最强者 但也绝对不弱 竟被轻描淡写地杀死 即便连地位最高的老者 此刻眼中也露出了浓浓的忌惮之色 此人实力非常的诡异 我们一起出手 老者大声地道 只是话音还没落地 他就发现自己身体 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 紧接着身体不由自主地被扯到了李轩的面前 这是什么功夫 老者这一刻眼神彻底的恐惧 而李轩则伸手对他进行了搜魂之术 一团幽蓝色的光滑被撕扯出来 只是在老者的记忆当中 同样没有梦青浅的任何记忆 不过李轩发现了一个疑点 在血梅殿当中 确实有一名姓梦的女子 可她是血梅殿殿主的青传弟子 更是担任神使职位 老者作为总教头 见过那女子几面 可对方脸上笼罩着薄纱 看不清楚面容 更不知道那位神使的全名 不过当李轩看到她记忆中的那道身影 却有一种强烈的熟悉之符 难不成清浅竞成了神使 李轩继续查看记忆 血梅殿总部位于京城之地 而那位神使是殿主身边之人 应该也在总部 如果梦青浅真是那名神使 那就好了 明他是安全的 只是他若真是神使 拥有这么高的权力 为什么三年都没有回去看朵朵 李轩只觉得心烦意乱 随手将还在惨叫的老者脖子捏断 总教头 血梅殿的强者看到老者被杀 一个个发出惊呼 世上怎么有这么恐怖的人 血梅殿的高手 一个个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见识了李轩的手段 他们甚至感到绝望 而这个时候 李轩也终于恢复了几分平静 目光更是变得冷漠起来 看着大厅里的其余强者 感受到李轩的杀机 一名强者急忙开口 阁下 这里是血梅殿的训练基地 我们血梅殿可是龙国第一杀手组织 话还没有完 他的脑袋就直接炸开 只剩下无头尸体向前直直地栽倒在地上 剩下的人脸色狂变 一个个吓得亡魂接冒 没有任何动作 就让一名强者的脑袋爆掉 这是什么诡异手段 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恐怖的力量 难道竟是来自地狱不成 他们感觉都要窒息 喘不上起来 砰 一名强者的脑袋开始爆开 接下来更是转眼间的功夫 场中13名强者 就全部变成了无头尸体 与此同时 京城一处幽深的大殿当政 一个穿着蓝色长裙的女子 头上笼罩着面纱 身上带着生人物镜的冰冷气息 如同一座雪山 而在她的面前 一名手下正在汇报 神使 就在刚刚 我们在安抚的训练基地 发出了求救信号 而且是最高级别的 只是信号只发了一遍遍断了 现在也不知道 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女子沉吟片刻 开口道 血眉店可是龙国第一杀手组织 谁竟敢对血眉店出手 立即召集人马 我要亲自到安抚一趟 是 手下立刻拱手离开 而女子却眉头轻轻皱起 喃喃自语道 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在安抚等着我 难道和这次基地 遇到的危机有关 只是究竟是什么事呢 难道是朵朵 壳朵朵怎么会出现在安抚室 或者是她 女子眉头越皱越深 当年她不顾家族的反对嫁给她 而她却一走了之 把她置于最艰难的境地 这样的男人也配让她牵挂 如果真的是她 那自己就倒要问问她为什么 女子摇了摇头 后面的手下已经准备好 她该出发了 只是她心中的那种感觉 却越发的强烈 安抚室 训练基地内 李轩将血霉店所有的卷宗 都拿出来翻阅 里面记载着每一个血霉店 在这里训练过的成员的来历 以及什么时候离开基地 在血霉店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李轩才发现 这血霉店的势力 真的很庞大 在很早之前 就开始布局整个龙国 那位店主 似乎不只是将血霉店 做成一个杀手组织 而是有更大的野心 在这里还没有找到妻子 但李轩知道了 血霉店京城总部的位置 尤其是那位神使 李轩有一种直觉 他很有可能就是孟清浅 离开安抚室 李轩直接回到了楚州 刚刚回到家里 黄江泰就来了 李前辈 两个时以前 修炼者联盟总不来人了 他们您杀死了郭云深 要对您进行审判 还限您一的时间上门请罪 修炼者连魅人 李轩眼中露出几分冷意 他正准备上精灵去找他们呢 没想到对方 倒是先一步出手了 真是送上门来找死啊 随后 李轩对黄江泰道 立马告诉修炼者连魅人 我明准时上门 不过不是请罪 而是送他们上西 得到李轩的吩咐 黄江泰立刻就让人把李轩的话 转告给修炼者连魅人 此刻 楚州的一处别墅里 修炼者联盟长老杨荣正 火冒三丈 什么 好大的口气 送我们上西 这个李轩简直狂妄到极点 不只是杨荣 修炼者联盟所有人都怒了 简直找死 梁荣沉声道 看来有楚州二十八个修炼士家撑腰 以及黄江泰坐靠山 让这个李轩膨胀到 已经不把我们修炼者联盟放在眼里了 以为可以对抗我们修炼者联盟 既然这样 那我就让他知道 他的靠山在修炼者联盟面前狗屁不是 我让他明跪着上门 徐名护法 你立刻带几名高手出去 让楚州震一震 李轩让黄江泰床话以后 就留在家里陪朵朵 修炼者联盟事情 他其实根本不在意 一群娄一霸了 他本来就打算去杀去精灵 把修炼者联盟总部给灭聊 只是两个时以后 黄江泰就打来电话 前辈 乌影门遭到了修炼者联盟报复 门下许多弟子被重伤 连万俊本人也负了伤 刚挂掉电话没过多久 黄江泰又打来灵化 前辈 杨家也被杀了许多人 杨家家主杨若霄 更是被斩断了一条胳膊 还有云家家主云空也受伤了 几乎每过十几分钟 就有一个修炼世家遭到报复 都是修炼者联盟在出手 很明显 这就是冲李轩来的 短短的时间内 27个修炼世家 包括黄家许多人都已经负伤 而就在这时 又一个电话响起 这次却是叶清雪打来的 轩 就在刚刚 有一群人闯入北武集团 逢人就打 许多普通的员工 被当场打伤打死 等到我赶去之时 公司已经损伤严重 对方的实力 比我还要强悍一些 咦 那你有没有受伤 李轩急忙问道 倒是不严重 叶清雪道 而李轩的眼神 却已经沉了下来 道 你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集团 同时打电话给黄江泰 把所有伤亡之人 都聚集到北武集团 李轩来到北武集团 一进门就看到大厅里 一片狼藉 许多员工靠墙躺在那里 身上布满鲜血 而在另一边 更是堆积着十几具尸体 他们有的胸膛被打了 有的喉咙被割断 死状凄惨 该死 修炼者联盟这群混蛋 连普通人也不放过 而这个时候 叶清雪走了出来 只是脸颊却有些发黑 你中毒了 李轩问道 叶清雪点灵头 刚才还没有意识到 可就在挂灵化 我的身上便开始发黑 这毒好像是修炼者连妹振雨之毒 据只有修炼者联盟才有解药 听到这话 李轩笑了笑 没事 折 手指点在叶清雪的额头之上 下一刻 同时李轩手掌捏了一个法术 对着前方轻轻一指 一道光芒闪过 那一堆原本已经死去的人 身上的伤口开始愈合 甚至开始动弹 这一幕 让公司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死人腹射 这怎么可能 叶清雪更是差点惊呼出声 这些人刚刚被割到喉咙 我只需 恢复他们身体的生机 便能让他们重新活过来 当然 若是死的时间太久就做不到了 毕竟那时连灵魂已经不在 即便恢复过来 也只是行尸走肉 听到李轩的好像很容易 可叶清雪却知道 不管李轩的多么容易 这都近乎神迹 而李轩继续出手 公司里那些受了善人 伤口更是很快恢复 同时李轩又寄出一道法术 扫过每个饶身体 而当光芒散去 每个饶眼中都露出了茫然 叶清雪转头望向李轩 意识到了这些人状态的变化 李轩冲叶清雪微微一笑 我把他们脑海中的记忆抹除了 不然太过惊世害俗 也就在这个时候 黄江泰带着27个修炼世家的人赶来 尤其是杨家的杨若霄 一条胳膊都掉了下去 李轩如法炮制 帮他们恢复过来 包括那些尸体也一样 不过最后把这些饶记忆全部抹掉 只有黄江泰等饶记忆 才得以保留 见识了李轩的手段 让黄江泰等人对李轩更加的敬畏 做完这一切 李轩对黄江泰道 立马背车 我们去见一见修炼者连妹人 可是不是明日才上门吗 黄江泰问道 李轩却冷哼了一声 我现在就想杀人 好 黄江泰立马去准备 同时其余27个修炼世家之主 也纷纷跟着前往 车队浩浩荡荡 如一条长龙直奔修炼者连妹别墅而去 别墅里面 杨蓉一脸冷笑 没有想到北武集团里 竟然藏着一名先高手 幸好是徐明护法出马 还给他的体内种下了镇雨之毒 镇雨之毒 唯有我修炼者联盟才有解药 不信那李轩不上门来求我 敢和修炼者联盟斗 这就是下场 听到杨蓉的话 周围人纷纷出言奉长 杨长老的手段果然高明 区区李轩不足为虑 是啊 那李轩还要送我们上西 恐怕不用等明日 今日就得跪着上门 话音刚落 就由手下进来汇报 杨长老 我们得到消息 有几十辆汽车 朝着我们别墅的方向驶来 是李轩和28个修炼世家之人 上门求饶 还搞这么大的排场 看来这个李轩 还是没有认清楚形势啊 等一下 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一番 杨蓉冷哼了一声 屋子里其他人都冷笑连连 那个李轩来了 不能让他直接进来 先让他在门口跪两个石 杀一杀他的锐气 护法徐明开口道 徐明是这次来楚州的二号人物 先进强者 也是他闯入北武集团 打伤叶清雪 对叶清雪肿下了阵语之毒 听到徐明的话 在场众人纷纷点头 在他们看来 既然李轩来了 肯定是来求饶的 别跪两个石 就算跪两两夜 他也得乖乖的听命 杨蓉点灵头 就按徐明护法的办 好的 徐明当即指派了一个人道 你到门口等着 他不跪够两个石 绝对不能让他进来 是 那名手下点头 立刻向外走去 其他人则坐在大厅里等消息 而此刻车队 也到了院子的门前 二十八辆豪车 整整齐齐的排练 气场十足 这二十八辆车队代表的 可是楚州最顶级的二十八个势力 车门打开 李轩等人走了下来 叶清雪和李轩坐在同一辆车里 二十八个修炼世家之主 也纷纷下车 站在李轩的身后 子 你怕是没搞清楚形势吧 来赔礼道歉 竟然一点卑微的姿态都没应 门口的男子看到这一幕 不由皱着眉头 吻喝道 还不赶快跪下 跪不够两个石 休想见养长老 男子居高临下的道 听到这话 李轩不由皱起了眉头 你让我跪下 是的 男子点灵头 趾高气昂 啪 李轩突然出手 一个巴掌抽在男子的脸上 男子的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脑袋撞在墙上 如同被车咕噜碾压的西瓜一样爆开 鲜血飞溅 只剩下无头的尸体 冒着雪跌落在地上 鲜血将墙壁和台阶染红 男子身后的修炼者联盟之人 全部都看傻眼了 下一秒反应过来 转身就要向里面逃去 只是还没来得及迈开步伐 一个个的脑袋便已经爆开 化为血污 而李轩直接大步向里面走去 身后黄江泰等人 一步由喉咙滚动 缓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紧随其后 李轩的手段实在太过害人 此刻 里面修炼者连魅人 已经被惊动 向门口涌来 只是这些人 如何能挡住李轩的脚步 还没来得及接近李轩 便一个个脑袋爆开 变成无头尸体 而别墅里面正在喝茶的杨蓉 手上的动作突然一停 外面怎么回事 好像打起来了 难道那李轩不是爱赔罪的 杨蓉感到有些不可置信 有他在此作证 那李轩竟然还敢动手 胆子也太大了一些吧 这个李轩五年前不过是个废物 五年后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让黄江泰做了他的靠山 看来已经认不清自己了 之所以能杀死郭云生护法 靠的也不过是叶清雪和黄江泰 叶清雪已经中了徐护法的镇宇之毒 光靠一个黄江泰 又能翻起什么大浪 杨蓉心中想着 正要话 旁边徐明已经开口了 杨长老 那黄江泰刚刚突破仙 不足为虑 此事用不着您亲自出马 让我去将他们拿下 作为这次前来楚州的二号人物 徐明本身的实力更是先进后期 所以叶清雪才不是他的对手 更不把黄江泰放在眼里 去吧 杨蓉点灵头 徐明大步地走出别墅 后面还有几名高手 也随着徐明一起走了出去 只是刚刚来到院里 他们就皱起了眉头 只见在李轩的身后 是一地的尸体 而身前的修炼者联盟之人 正在不断地后退 一群废物 徐明怒骂道 一群人竟然被一个年轻人吓得后退 他当即大声道 你就是李轩 胆子倒步 敢和修炼者联盟作对 现在立马给我跪下来赔罪 我可以留你一句全尸 让我下跪 你算什么东西 李轩冷冷地道 这是我修炼者联媚护法 敢对徐护法无理 死找死 一个男子有意在徐明的面前表现 指着李轩大声怒斥道 扑 只是话音刚落地 李轩便一直点出 无形的气静 瞬间洞穿了他的眉心 死 一众修炼者联媚高手 吓得向后退去 眼神露出惊恐之色 即便连徐明都变了颜色 隔着这么远 仅凭气静就能杀人 他做不到 轩 就是他杀进北武集团 并给我下了阵雨之毒 这时 叶清雪来到李轩的旁边低声道 原来是你 李轩抬起手掌 无形的力量便将徐明的身体扯了过来 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一刻的徐明终于恐惧了 还是去问阎王吧 李轩话落 咔嚓一声 直接捏断了他的脖子 徐护法 几名修炼者联媚高手发出惊呼 李轩将徐明的尸体随手扔在鳞上 屋子里杨蓉听到惊呼之声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难道徐明出了事情 他疼得一声站起身来 道 走 出去看看 只是还没等动身 只听轰隆一声 别墅的防盗门连同门框一同砸落在地上 一个年轻的身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你是李轩 杨蓉死死地盯着李轩问道 李轩点头 是 徐明护法呢 杨蓉又问道 被我杀了 李轩淡淡地道 闻言 杨蓉脸色一变 继而森然道 你竟能杀了徐明护法 看来我瞧了你 不过你竟依然要死 话落 杨蓉直接凌空跃起 朝着李轩扑杀而至 手掌灵力 撕裂一千 而屋子里其他修炼者连妹高手也都做好了准备 准备随时出手 李轩能杀了徐明 实力绝对不简单 他们不敢去 只要杨蓉落了下风 他们立刻就会出手相助 只是根本没有给他们出手的机会 杨蓉刚刚凭李轩的面前 就被李轩一把掐住脖子 咔嚓一声 整个脑袋便被取了下来 剩下的无头尸体 顿时重重地砸落在地板之上 修炼者联盟长老杨蓉 被李轩一招击杀 死 剩下的修炼者联盟高手 一个个到西凉器 刚才李先生杀了护法徐明 他们感觉还没有那么强烈 此刻亲眼目睹了杨蓉之死 才体会到眼前青年的可怕 简直犹如魔鬼一般 杨蓉死了 而且是如此轻易地被杀死 从始至终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应 屋子里的众多修炼者联盟高手 全部都呆立当场 感到彻骨的寒意 这个时候 黄江泰等28个修炼世家的人 来到了门口 当看到死在李轩手中的杨蓉以后 一个个心情激荡 这就是李前辈的实力 区区修炼者联盟 甚至整个龙国都无人能阻挡 我如今的境界 虽然已经是仙境 但对前辈的用处却越来越 黄家如何才能永远 绑在前辈的这艘大船之上 黄江泰心中暗暗想到 他深知李轩的出现 是黄家崛起的机会 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 其他的27个修炼世家之人 亦升起了同样的想法 轩的真正实力究竟有多强 叶清雪喃喃自语 见识了李轩救火死人 以及杀扰手段 只觉得李轩浑身上下 都是一个谜团 而就在这时 屋子里剩下的众人 也反应过来 此人实力太强 不是我们所能对抗 话落 一道身影 直接撞破玻璃 就要逃走 对方只见识了杨蓉被杀 还不知道李轩的真正手段 以为可以逃离 只是才刚刚逃出别墅 李轩手掌张开 一道透明的静气 在手中凝结 不止如此 整个屋子里都掀起了狂风 狂风怒吼 全部聚集在李轩的手正 最后竟凝聚成一柄宝剑虚影 宝剑上面剑气流转 杀一冲 而原本看到同伴逃走 其他也准备逃走之人 当看到 李轩凝聚宝剑这一幕 全部都停滞在脸场 脸色惨白 这是什么手段 先竖吗 李轩却根本不理会 这些人精益的目光 望着对方逃走的方向 冷冷的一笑 手掌一挥 那柄透明的宝剑 便化为流光冲了出去 嗖 剑气直接撕裂了空气 一秒之后 原本已经逃出百米远的男子 瞬间被剑气洞穿 身体更是直接被撕裂 抱成了无数碎肉 修炼者连魅人 从别墅看到了这一幕 脸色惨白到极致 而此时 李轩已经将目光 望向屋子里谨慎之人 扑通 当李轩目光投来的刹那 立刻有人跪了下来 求先师饶命 看到有人跪下 其他的人也纷纷匍匐在地 李轩的手段太过诡异 无论是对抗还是逃走 都没有希望 只能求饶 然而李轩脸上却无动于衷 手掌缓缓抬起 更有一道道煞气在凝结 只要这手掌压下 场中剩下的八名修炼者 联盟高手必定死亡 而就在这时 叶清雪走了过来 道 轩 你的实力虽强 但总有顾忌不到的地方 修炼者连魅人都是高手 何不收为己用 听到叶清雪的话 已经绝望的几人 更是纷纷开口 我们愿意追随先师 赴汤蹈火 死而后已 是啊先师 饶过我们 我们都是宗师 先师有什么不方便办的事情 都可以拆遣 听到这话 李轩犹豫了几分 最终将手掌收了回来 若是有八名忠师 替自己办事 倒也不错 这等蝼蚁在李轩的眼中 其实杀不杀倒是无所谓 你八人真的愿意追随于我 要知道一旦点头 你们的命就是我的了 李轩弹幕的开口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听到李轩的话 那八人纷纷点头 现在他们只想活命 而且给李轩这样的 超级强者做手下 或许对他们而言 是一场机缘 好 既然你们愿意 那我就饶你们一面 这 李轩直接一直点出 一道光芒分为八分 融入到八饶身体里面 我已经在你们体内 种下敬咒 一旦你们敢背叛我 当场暴体而亡 八人闻言 只觉得心头颤抖 这等神乎其神的手段 他们甚至听都没有听过 收服了八人 李轩直接转身向外走去 八人急忙跟随在后面 而黄江泰等人 则面色复杂 李轩轻易地 就收服了八名宗师境强者 而且以李轩的手段 只要愿意 这八名宗师境 随时都可以提升为仙境 他们的作用越发的了 而就在李轩大开杀戒的时候 另一边 安抚室内 血霉店的训练基地 穿着一身淡蓝色衣裙的 神使女子出现在基地内 身后还跟着几位属下 当她看到基地内 那一具具无头尸体 笼罩在薄杀下的脸庞 也不由皱起了眉头 这些饶脑袋 竟然都被爆掉 死状如此凄惨 究竟是何人出手将他们杀死 而且看看这些饶死状 应该死于同一种手法之下 女子喃喃自语 心中只感觉不可思议 这种杀人手法 即便血霉店这样的杀手组织 也不曾记载 或者是对方借助了什么现代武器 毕竟光看这些尸体 根本想象不到 当时的场面是怎样的 看来要尽快禀报给店主了 想着 女子直接掏出手机 拨通灵化 店主 安抚室的训练基地出事了 我们的人全部惨死 他们的死状十分的蹊跷 当听完女子的汇报 电话那头沉没了几秒 这种诡异的死法 和前段时间江南的几个世家灭门惨案 倒有些相似 看来江南之地 应该是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出现了 店主 让属下前去调查一下吧 女子开口道 电话那头沉引了几分 道 可以 不过孟清浅 我警告你 别想着趁机回楚州见你的女儿 血霉店的规矩 你应该懂 绝对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牵扯 好好替我办事 你女儿才能安全 不然你只会害了自己 也会害了你女儿 听到这话 孟清浅不由身躯一抖 急忙躬声道 属下明白 那就好 叶清雪跟着李轩回到别墅 陆琪正在陪朵朵玩 李轩对新收复的八名宗师高手吩咐道 从今日起 你们的任务便是保护我的女儿 寸步不离 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明白吗 八人急忙点头 先师放心 我们一定守护好主 晚 八人便直接消失在了别墅的周围 他们虽然不如隐卫成员善于藏匿 但毕竟是宗师强者 一般人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 之前有隐蔚的人保护朵朵 依然被郭云生的人抓走 虽然有李轩的护身符 朵朵不会有生命之威 但却难免受一些惊吓 现在有八位宗师守护 李轩则放心了许多 屋子里 叶清雪陪着朵朵玩了一会儿 来到李轩的面前 轩 北武集团还有很多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对了 三后是一的生日 你会来叶家吗 到这里 叶清雪有些紧张 毕竟去叶家 就免不了要见叶龙如 而叶龙如和李轩之间的恩怨 李轩未必愿意前往 你的生日我当然要到场 李轩笑道 送走叶清雪以后 李轩对陆琪询问道 我教你的功法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听到李轩问起这茬 陆琪脸上露出几分兴奋 我已经能够感觉到 一道微弱的气流在体内流转 并且我感觉我的力气都大了很多 李轩听零零头 这名陆琪已经踏入了修炼的门槛 至于力气变大 那是因为李轩留在他体内的那一缕真气 只要你完全将我那缕真气变化 到时整个楚州都没几个人是你的对手 嗯 陆琪重重的点头 与此同时 楚州修炼者联盟据点 湛涛和江破等人走了进来 看着满院的尸体 每个饶眼中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个杨蓉扬言要审判李轩 结果话放出 没有半日就被杀了 这应该是李轩的手柄 只是有些奇怪 许多饶脑袋都是直接爆开 那李轩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湛涛想来想去 都想不到当时的场景是怎么样的 总组长 那里有摄像头 就在这时 江破突然指着前方道 湛涛脸上露出喜色 赶快去查看一下 里面的监控有没有储存 是 江破立刻领命而去 不大一会儿功夫 兴奋地走了过来 总组长 监控记录都在 湛涛文言 高兴 带我去查看 这李轩竟然没有毁掉摄像头 直接来到监控室 监控室里 只留下湛涛和江破二人 江破坐在电脑前一阵操作 很快监控便一点点地被调了出来 快进到李轩闯入别墅门口的那一段 当看到李轩一巴掌 把修炼者连妹男子拍飞的时候 他们还并不觉得惊讶 毕竟李轩的实力 他们也有所了解 可当看到那些想要逃走的修炼者联盟之人 脑袋直接炸开的一幕 二人彻底地僵立当场 感觉头皮发麻 这还是人吗 别先进巅峰 即便在高级的境界 也做不到啊 这个李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难道就是船中的竞技强者 过了许久 湛涛才深吸了一口气 对旁边的江破吩咐道 今日的看到的画面 你知我知 绝对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还有 你立刻坐飞机返回京城 把异能组宝库里那件东西 带来楚州 我要把它当做礼物送给李轩 总组长 您确定 听到这话 江破的脸色瞬间变了 异能组宝库里的那个东西 那可是异能组的最高机密 若非他是战涛的心腹 都没有自得得知 现在竟然要送给李轩 总组长的手笔也太大了吧 我当然确定 江破拟入一能组 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难道不明白 这个李轩的价值吗 属下明白 江破急忙点头 而另一边 得知一的生日要到了 李轩又到了一趟皇家 开炉炼制了一炉丹药 甘成三颗 皆是神级 这三颗丹药 便当做生日礼物送给宜 足以注意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想必他会喜欢 李轩将丹药装入坪里 走出皇家 回到别墅 三时间一会儿过 早晨 李轩给朵朵打扮好以后 妇女二人便出门前往叶家 叶家庄园里 一派热闹的景象 喜气洋洋 庄园的门口 更是停满了豪车 今是叶清雪的生日 如今叶清雪已经执掌叶家 身份非比寻常 只要和叶家有生意往来的人 纷纷前来祝贺 叶清雪亲自在前方接待 而作为叶家家主的叶龙如 却并没有现身 被迫让出家主之位 让一向枭雄的叶龙如 无言见忍 而在叶清雪的旁边 有一个漂亮的女子 正帮着叶清雪接待宾客 清雪姐 今你那外甥会来吗 北武集团的董事长 听他开业那可风光了 我对他越发的好奇了呢 那女子手环住叶清雪的胳膊 笑嘻嘻地道 她是唐家的千金姐唐田竹 唐家和叶家有生意上的往来 唐田竹比叶清雪要十多岁 却和叶清雪一见如故 这不叶清雪刚刚接手叶家的生意 和他见了一面 他便整缠着叶清雪 提到李轩 叶清雪的脸上不由 露出一丝微笑 调侃道 怎么 你是不是看上我外甥了 我外甥很优秀 但却是明曹有主 你怕是没什么机会了 听到这话 唐田竹不由轻哼一声 露出几分傲娇的表情 我只是对他好奇 你没把他挂在嘴边 想看看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 想入我唐田竹的眼可没那么容易 正在话之间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叶清雪正要出去查看 只见一群穿着黑色西服的人 已经闯了进来 这些人皆戴着墨镜气势彪悍 而他们的手里各自捧着一个厉害 这是什么人 排场这么大 好像是来送礼的 许多宾客露出好奇之色 凤凰鱼飞 金梳子一把 凤凰来洗 金凤簪一只 吉祥如意 玉如意一个 成龙佩凤 金手镯一对 一位黑衣人念着礼品清单 场中众多宾客 皆露出惊讶之色 这是谁送来的礼物 真是大手笔 是啊 光是那玉如意 怕是价值就达到了几百万 而这时 一个穿着净装的女子 从门外走了进来 她脸上堆着笑容 叶姐 我家少主送你的礼物 你是否喜欢 少主她最近正在闭关修炼 不能亲自前来 所以特命我为叶姐送上生日礼物 我家少主了 叶姐是她的师妹 更是红颜知己 等她出关以后 会亲自上门拜访 女子身上透着一股高傲之色 笑盈盈地看着叶清雪 原本以为这样的礼物 眼前的叶清雪 必定欣喜若狂 谁知叶清雪却冷着脸摇头道 回去转告我师兄 她的心意我收到了 东西太贵重 受之有愧 还是收回吧 叶清雪直接拒绝 倒是让场中许多看热闹的人 感到惊讶 而那净装女子脸已经阴沉下来 声音中甚至带了几分威胁之意 叶姐 我家少主的脾气不好 她不喜欢被拒绝 而且 我家少主代表的是精灵齐家 齐家的分量叶姐 应该能够掂量清楚 话音落下 场中许多人都不由惊讶起来 精灵齐家那可是大家族 手眼通 在整个精灵地区都可以排进前三 齐家生意遍布各行各业 绝对是个巨无霸 最恐怖的是他们的势力 遍布龙国 惧得罪他们的人都人间蒸发了 没有想到送礼的是齐家少主 这叶清雪竟然拒绝了齐家少主 我如果非要拒绝呢 叶清雪冷着一张脸道 你 静装女子身上甚至浮现了一丝寒意 就在双方针锋相对之时 一道身影闯了进来 咦 生日快乐 听到声音 只见一个青年牵着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看清了青年的模样 场中许多人都露出意思 这青年是谁啊 竟然换叶清雪仪 看样子和叶清雪应该很亲近 一会儿敬酒的时候 要多联络一下感情 许多人心中想到 叶家势大 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巴结 而叶清雪那张冷着的脸颊 终于露出了几分喜色 来人正是李轩 朵朵看到叶清雪以后 直接松开了李轩的手 凭了叶清雪的怀里 李轩则将目光落在静庄女子的身上 扫量的几眼 才笑着对叶清雪道 咦 今是你的生日 开心最重要 不要让阿猫阿狗坏的兴致 叶清雪文言 微笑道 轩得对 而此刻 旁边的静庄女子脸已经黑了下来 怒视着李轩道 混蛋 你谁是阿猫阿狗呢 你可知我的身份 话还没有完 李轩便一巴掌甩出 啪 静庄女子的脸上多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见到这一幕 场中顿时安静下来 这青年竟然打了精灵齐家的人 这胆子也太大了 静庄女子也愣了 一脸不可思议的盯着李轩 怒吼道 你敢打我 我可是齐家的人 齐家一句话 就可以让江南一个家族灰飞烟灭 李轩不屑的一笑 在她的眼里 世上没有哪个势力能够让她产生一点忌惮 只要她愿意 可以抹出地球上所有的势力 什么狗屁齐家 一个下人也敢在她面前叫嚣 我管你是什么家的人 再废话 我要你的命 静庄女子听到这话的时候 被李轩给震住了 想起刚才李轩的出手 他根本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这个年轻人实力绝对不弱 凭他和带来的那几名属下 怕是占不到便宜 这个仇只能以后再报了 子 我家少主倒是会亲自来找你算账 女子大声道 你家少主又算什么动线 李轩淡淡开口 却把静庄女子气得够呛 此人也太狂了 关键此刻 他拿李轩没有办法 而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又有几道身影出现 为首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老者 身材挺拔 身上更带着让人不可忽视的威严气息 异能组总组长战涛 他身后跟着的是江珀和几名异能组的成员 场中许多人虽然并不认识战涛等人 但却认识异能组的服饰 而战涛身上衣服更是显露了他的级别 异能组的总组长 这可是比封疆大力地位还高的存在 异能组总组长战涛 他怎么来了 难道他是来给叶青雪过生日的 不可能吧 凭叶家的能量还无法倾动这尊大佛 异能组可都是手染鲜血的刽子手 只要招惹了他们 没什么好下场 许多人看到战涛到来 脸色都变了 不由地向后退出几步 异能组如同古代的锦衣卫一样 凶名招着 许多人谈异能组色变 而看到战涛以后 原本已经准备吃瘪离开的静庄女子 眼中却露出了几分亮光 更是快步迎了上来 原来是战涛总组长 您怎么来了 看到静庄女子以后 战涛眉头却轻轻皱起 疑惑道 你是 静庄女子急忙开口 我叫夏合 上次我家少主请您喝茶 我就在一旁陪同 听到这话 战涛顿时恍然 我想起来了 你是齐家少主齐艳的人 我怎么感觉有一些眼熟呢 听到这话 许多人看向李轩的目光 不由多了几分怜悯 原来人家两个人认识 有了战涛这位异能总组长撑腰 接下来 李轩怕是要倒霉了 不愧是精灵齐家 竟然和异能组组长战涛都有交集 真是手眼通了 齐家少主能与战涛坐在一起喝茶 关系自然不错 这战涛肯定会帮齐家的人 而静庄女子看到战涛想起了自己 顿时露出喜色 对战涛道 战涛总组长 我这次是奉了我家少主之命前来 只是有人却不把我家少主放在眼里 还打了我耳光 我斗胆求您替我做主 是吗 战涛的脸沉了下来 究竟谁这么胆大 等一下我办完事了 一定为你做主 完便脸上挂着微笑 来到了李轩的面前 伸出双手 强行握住了李轩的手 笑容甚至带着几分讨好之意 李轩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这样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表情精彩 整个宴会大厅都陷入了安静 所有人都如同被雷劈了一样 呆力当场 战涛是什么级别 异能组的总组长 那可是一个喷嚏 都能让江南镇上三镇的人物 即便是风将大力剑了 也要低头 而现在居然对李轩如此态度 静庄女子眼睛瞪大 脸上的笑容都已经凝固 怎么可能 这个名叫李轩的家伙 竟然和战涛认识 关键战涛竟还一副讨好的模样 连自家少主都没有这个资格 他凭什么 静庄女子头上不由浮现了冷汗 不管他内心多么的不甘咆哮 就凭战涛的态度 就明李轩与战涛的关系非同寻常 而战涛是什么人 表面上笑嘻嘻 但绝对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 是阴险的豺狼 他急忙冲那几名黑衣人使了个眼色 想要趁着战涛和李轩化溜之大吉 李轩自然注意到了这一幕 不过却懒得搭理 对于李轩而言 这些人不过是蝼蚁罢了 若不是以子生日宴 李轩早就要了他们的命 战涛总组长客气了 李轩不嫌不淡地道 战涛黑黑一笑 他自然知道像李轩这样的存在 没那么容易拉拢 不过他这次决定付出的代价足够大 而此刻李轩已经不在搭理战涛 而是来到叶清雪的面前 笑道 咦 生日快乐 晚安 更是拿出了一个包装好的礼海 这是李轩给叶清雪准备的生日礼物 周围许多宾客都伸长了脖子 刚才齐家少主齐燕送的礼物 简直是贵重到极点 他们倒是要看看这个 敢惹齐家的年轻人能送什么礼物 当然 他们不觉得李轩的礼物能比齐家的更珍贵 毕竟齐家送的那些东西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不只是生日礼物 更像是聘礼 旁边战涛也露出了好奇之色 像李轩这样的大人物 送的东西岂能差了 叶清雪接过礼物以后 笑盈盈道 轩 你来就好了 还带什么礼物 折 就要收起来 不过 这时有人道 叶姐 不如拆开看一看 叶清雪看到这些人好奇的模样 这都是叶家的生意伙伴 不好不给他们面子 他不游望向李轩 问道 轩 我能现在拆开吗 李轩点零头 当然 这是我送给姨的礼物 你想什么时候看都可以 好 叶清雪将礼盒拆开 发现里面是一个瓷瓶子 又将上面的木栽拔开 顿时道出三颗黄灯灯的丹药 这时 场中许多富豪都入出了疑惑之色 怎么是三颗要玩 生日宴上送要玩 是要玩的意思吗 这多不激烈 听到这话 许多人都不由憋笑 原本以为 就算比不了奇艳的礼物 价值也应该不会太差 谁知道是三颗这玩意儿 只是相比众多老板们的不识货 战涛的脸色已经彻底的变了 他死死地盯着那三颗丹药 呼吸都遍及促起来 丹药 而且是神级丹药 要知道 随便一颗神级丹药 都足以掀起一片心风血雨 而现在李轩竟然足足送出了三颗 叶清雪也被手中的丹药震惊了 他是修炼者 自然知道神级丹药的珍贵 虽然早知道 自己外甥不是一般人 但此刻 还是震惊于李轩的手笔 看到战涛和叶清雪的表情 场中众多富豪 不由疑惑起来 什么意思 怎么他们都好像很激动的样子 生日宴上送药丸 这么不好的寓意 叶清雪竟然一点都不生气 那药丸是什么东西 黄灯灯的 我刚才闻了一口 感觉身体都快要飘了 该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成分吧 几名富豪在嘀咕着 声音虽然不大 却落入了周围饶耳朵当正 许多人深有同感的点头 看到这一幕 战涛忍不住冷哼一声 开口木骂道 你们这群土包子 你们可知道这三颗丹药的珍贵 这是神级丹药啊 对修炼者而言 只要一颗 就能立刻突破境界 普通人若能服下 立刻就脱胎换骨 活三百岁都不成问题 战涛的话如同雷一样 狠狠地轰击在场中 每个老板的身上 这些当老板 平日里挥霍无度 一个个身体虚得很 现在都吃着补药 恐怕用不了几年 身体就得垮 而战涛现在 竟然这丹药 能让人活三百岁 一瞬间 所有饶目光都炙热起来 这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啊 难怪连叶清雪 都如此激动 而且以战涛的身份 根本不屑于谎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板 更是声音颤抖的开口 叶姐 这丹药卖吗 我出十个亿买一克 听到这话 叶清雪一副 看傻逼的表情 这等神级丹药 对修炼者而言 简直就是巨大的机缘 只要放出风去 恐怕那些影视的修炼家族 都得疯狂 十个亿 一百亿也买不到 他直接摇头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那老者文言 顿时失望地低下了头 他其实也知道 叶清雪不可能卖给他 叶清雪将丹药收起来 感动得望向李轩 雪 我真没白疼你 这些丹药 足以让我踏足更高的境界 甚至让叶家 成为龙国最顶级的家族 李轩笑了笑 这不算什么 一若想要 上的星星都可以摘下给你 不过这些丹药药力太强 一药慢慢服用 不可操之过急 嗯 叶清雪重重地点灵头 宴会继续 不过每个人看李轩的目光 都已经不一样了 知道这个叶清雪的外甥 或许他是真正的大人物 而湛涛对李轩开口道 李先生 能借一步话吗 李轩点头 他知道 湛涛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为自己而来 他倒是好奇湛涛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二人来到一个僻静的屋子里面 李轩先生 我这次来 是想和你交朋友 湛涛直接开门见山地道 你不配 李轩摇头 湛涛顿时愣在连场 你马 这也太直接了吧 好伤自尊 如果是之前 湛涛恐怕立刻扭头就离开了 毕竟作为异能组的总组长 他也是要脸的 可见到了三颗神迹丹药以后 湛涛心中的念头 越发的坚定 他愣了几秒 脸上立刻又堆起了笑容 我有一件东西 想送给李先生 李先生一定会感兴趣 这 直接拿出了一个木盒 递给李轩 而当看到那木盒的刹那 李轩眼中也露出了几分亮光 将木盒打开里面 竟然是一个如冰块一样的东西 上面散发着寒意 木盒打开的瞬间 整个屋子气温都冰冷下来 而在那冰块当中 有一条幼龙被封在里面 胸口插着一口断剑 那断剑动穿了他的心脏 以李轩的见识 自然能看出 这冰块其实并不止这么大一点 是以某种秘法将它缩 真正的形状恐怕有房屋大 关键是在冰块之中的幼龙 还有生命的迹象 这地球之上竟然有真龙的存在 李先生怎么样 我这礼物可能入得了你的眼 战涛将李轩的表情尽收眼底 知道这东西果然打动了李轩 这东西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留账 李轩问道 战涛脸上露出苦笑 东西虽吼 但这寒冰之物只要触碰 立刻便会将人冻死 我试过很多方法 都无法抵御寒冰之意 而且里面那柄断剑 似乎也带着邪恶的力量 凭我的实力根本无法掌控 战涛的倒是实话 既然如此 东西我收下了 改日我会开炉炼丹 给你一枚神级丹药 这东西的价值比神级丹药还高 可以再附加一个条件 听到这话 战涛顿时兴奋起来 神级丹药 只要得到 他的实力必定更进一步 而就在李轩准备前往前厅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黄江泰打来的 李先生出事了 宋玉龙那个混蛋 带着生命之源的配方跑了 电话里 黄江泰声音充满了气氛 宋玉龙竟敢背叛我 李轩眉头皱起 你在实验基地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 是 黄江泰点头 而旁边的战涛 几乎把李轩的对话都听在了耳中 眼见李轩要离开 急忙道 李先生 让我一起去吧 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李轩看了战涛 点灵头 行 背车吧 听到这话 战涛立马激动起来 他知道这是接近李轩的第一步 慢慢的 李轩就能接纳自己了 能随便炼制出神级丹药的存在 这样的大粗腿 如果不报警了 那简直要打雷劈的 李轩和叶青雪了一声 便直接坐进战涛车里 前往北武集团的实验基地里 当李轩来到基地 看到的是一片狼藉 黄江泰急忙走上前来 前辈 那宋玉龙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研究资料 而且他临走之前 还把研究室里许多精密的仪器都给毁掉 一些带不走的东西都直接用火烧了 这些仪器如果想要修好 恐怕没有半个月无法做到 黄江泰无比的气愤 对方这么做 摆明了是不想让北武集团 继续生产出生命支援 倒是对方拿着生命支援的资料 先一步售卖 就可以抢占北武集团的市场份额 虽然北武集团申请了专利 但在一些强大的势力眼中 根本不在乎这一点 李先生 这次都怪我 我也没有想到宋玉龙如此狼子野心 闻讯赶来的周继元 直接就向李轩跪了下来 宋玉龙是他介绍给李轩的 而他现在的身份 更是负责给北武集团提供药材 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十分的惶恐 这事跟你没关系 是宋玉龙自己心术不正 既然他敢背叛我 那我会让他付出代价 李轩淡淡地道 但轻描淡写的话语 却令场中许多人 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杀气 身体都不由一斗 这时 战涛开口道 李先生 要不我让异能组的洒查一下 宋玉龙现在在什么地方 只要他不出龙国 就不可能逃出我异能组的手掌心 战涛话落 旁边的周继元 黄将太脸上 都露出震惊之色 刚才没有注意 现在仔细看战涛的制服 才看出他的级别 李轩身边这个 如同跟班一样的老者 竟然是异能组的总组长 这可是手眼通的大人物 战涛也是有意 要在李轩面前表现 谁知李轩却摇了摇头 不需要 我已经知道他在哪了 折 吩咐道 出发 前往豪太酒店 听到这话 战涛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从李轩接到电话 到赶来这里 他一直陪在李轩的身边 也没见李轩 让什么人进行调查 他是如何知道 宋玉龙藏身之所的 难以理解 而此刻 豪太酒店的帝王包间里 总共有八个人 其中宋玉龙就在骑政 此刻宋玉龙望向他旁边一个青年 青年名叫宋泽 是宋玉龙的侄儿 正是他的唆使 让宋玉龙背叛了李轩 则 那李轩可不好惹 既然偷了他的资料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楚州 不然被他找到 我们都要玩啊 听到这话 宋泽却是不屑地笑了起来 叔叔怕什么 有郭先生在 那李轩又算什么 沙发之上 有个抽着雪茄的中年人 吐了一口烟圈道 我郭万茂 可是义能组京城总组的组长 义能组是什么机构 当代锦衣卫 有我照着你 就算那李轩找上门来 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原来这次事件 真正的幕后主使是郭万茂 宋泽只是郭万茂身边的一个走狗 当他得知 叔叔宋玉龙研究出了 生命之源这种东西 立刻就意识到所蕴含的商机 于是鼓动宋玉龙 背叛北武集团 拿着资料准备回去 自己生产生命之源 郭万茂有一能总组的身份 根本不把北武集团放在眼里 只是话音刚刚落下 轰隆 房间的门就被人一脚踹开 只见一个青年出现在门口 偷了我的配方 还敢若无其事地待在楚州 你们胆子不啊 青年开口 宋玉龙不由身躯一震 颤抖道 他就是李轩 原来你就是李轩 宋泽脸上不经反省 他双手插兜地打量着李轩 子 你可不要胡傲 背方分明就是郭先生发明的 子你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北武集团不准生产生命之源 不然后果自负 李轩没有话 而是直接迈步走到了宋泽的身前 微笑地看着他这副二流子的模样 你这腿一直在抖 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要不我给你置之 玩 咔嚓 一脚踹在宋泽的膝盖之上 顿时整条腿 以反方向弯曲90度 并传来腿骨断裂的声音 宋泽脸颊瞬间扭曲 发出惨叫之声 这样的一幕 让所有人错不及防 不等屋子里其他人做出反应 李轩又一巴掌 甩在宋泽的脸上 啪 宋泽整个人都被扇飞出去 脑袋狠狠地撞在墙上 鲜血将墙壁都染红 倒在地上的宋泽 打着滚发出惨叫的声音 痛死我了 屋子里所有人都目瞪口袋 谁也没有想到 李轩这么凶悍 眨眼的功夫 宋泽就被废掉 宋玉龙更是身体一抖 他毕竟做贼心虚 不过 看到侄儿这副样子 还是不由心疼 李轩 你敢打我侄儿 他可是郭万茂先生的人 郭先生是精诚艺能组的组长 听到宋玉龙的话 郭万茂和他的几名手下 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纷纷站起身来 目光凶狠地盯着李轩 郭万茂更是手里掏出一把手枪 把玩着 脸上带着阴森之色 李轩是吧 你也听到了我的身份了 生命之源的配方 你就当是孝敬我的吧 孝敬你 你也配 李轩冷哼一声 子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这 郭万茂直接把枪保险打开 就要给李轩一点颜色瞧瞧 而就在这时 腾腾的脚步之声传来 急到身影从外面涌了进来 这让郭万茂不由警惕起来 这李轩有恃无恐 原来是有帮手 毕竟是在楚州不适京城 李轩若是不在乎他异能组的身份 非要和他与死网破塔 他也有一些发怵 可当看清楚走进来之人以后 郭万茂脸上反而露出了笑容 更是满脸羡慕的来到了战涛的身前 总组长 没有想到您亲自来了 生命之源的事情 我真不是故意 瞒着您想吃毒食 我是打算等到把实验基地建起来以后 再给您一个惊喜的 而战涛看到郭万茂之后 脑子还有些发猛 有不好的欲感生气 当听到郭万茂的话 更是全都明白了 这个混蛋 竟然想要霸占李轩的生命之源 自己费尽心思讨好都拉拢不来的人 他竟敢得罪 碰 战涛抬起一脚 就踹在郭万茂的腹之上 扑 郭万茂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更是攻成了虾米状 原地被踹飞出去 砸落在后面在茶几之上 咔嚓 将玻璃茶几兜撞得稀碎 啪啪啪 接下来战涛的巴掌 甩在了郭万茂每个属下的脸上 这些都是异能组的成员 七名异能组的成员 被打得嘴角出血 一个个愣在当场 他们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怎么回事 总组长为什么要打我 战涛打完一圈 心中仍不解恨 这群混蛋惹谁不好 竟然惹到李轩 这群煞心的头上 真特么找死啊 这个时候 郭万茂从地上 晃晃悠悠的爬了起来 一脸畏惧的看着战涛 道 总组长 这是怎么回事 战涛却根本没有搭理他 而是向李轩赔罪 李先生 是我管教不严 请先生降罪 这一刻 郭万茂彻底的傻眼了 旁边的宋玉龙 更是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情况 异能总组的组长战涛 竟然向李轩赔罪 这李轩何德何能 李先生 他们做的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混蛋敢打你的主意 你怎么处置他 我立刻动手 战涛的话 让郭万茂心中 最后一点幻想 也彻底的打消 这次自己真的是 惹到不得了大人物了 杀了吧 李轩淡淡的开口 什么 郭万茂听到这话 只觉得头皮都要炸裂了 抬头就看到战涛眼中的冷意 他急忙就跪了下来 总组长 饶命啊 话还没有完 便有一声枪响响起 碰 郭万茂的眉心之处 多了一个血窟窿 却是旁边的江破出手了 只见江破拿着手枪 和几名异能组的成员 走了出来 总组长 交给我吧 晚安 江破直接走向 郭万茂的几名手下 不等这些人开口 江破便砰砰几枪 直接将他们解决 这样的一幕 把宋玉龙 宋泽叔之二人 都要吓尿了 头上带血的宋泽 悄悄地向门口的位置爬去 只是刚爬了两步 就被将破扯的头发 拽到了大厅的中央 还有一些发烫的枪管 直接塞到了宋泽的嘴里 砰 一枪之下 血花从他的后脑勺爆出 噗通 宋玉龙更是吓得 瘫倒在地上 李轩向前两步 走到宋玉龙的身前 偷走我的配方 还把精力一气都毁了 宋玉龙 你做的可真够绝啊 完 不等宋玉龙回答 咔嚓 直接一脚踩在他的手掌之上 整个手掌便被踩成了粉碎 接下来 李轩将脚抬起 又一脚踹在宋玉龙 在胸膛之上 碰 宋玉龙的身体被踹得飞起 在空中翻滚了几圈后 砸落在地上 鲜血从嘴里流出 眼睛瞪得大大的 却已然没了气息 立马派人选购仪器 并找新的研究团队 北武集团的生命之源的生产 绝对不能耽误 李轩对黄江泰吩咐道 是钱呗 黄江泰点头 而李轩已经迈不向外面走去 这种事情对李轩而言 背叛者该有此下场 灵狐别墅 李轩回来以后 就将战涛送给他的东西取了出来 即便是炎炎夏日 在冰块出现的刹那 整个屋子里 气温瞬间降到冰点 甚至房间里的家具 都有结冰的迹象 看到韩逸一直向外蔓延 李轩抬手布下一处结界 将韩逸与外面隔绝 同时法术推动 直接解开韩冰的封印 那一瞬间 整个大厅都被一个巨大的冰块所沾满 而在冰块当中 那被穿透心脏的幼龙 更是栩栩如生 同时伴随着一邪恶的气息扑面而来 难怪战涛无法掌控 这种气息绝对不是仙境能够抵抗 李轩毫不犹豫地一直点出 咔嚓 冰块开始裂开缝隙 同时那断剑上面 则有一道道黑气弥漫出 这幼龙的生命迹象仍在 若将其复活 可以培养成躲躲的守护兽 在诸万界当中 有门派以御兽而闻名 本身战力不高 但训养的灵兽却极其强大 让人不敢去 本来即便是真龙 对于李轩这样的先帝而言 也不算啥 不过他要为女儿铺路 轰隆 冰块彻底的裂开 那宝剑上面的黑气 更是浓郁到极点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存在 要复苏一样 若是一般人 在这浓郁的气息侵蚀之下 恐怕当即就控制不住自己 甚至迷失心智 不过李轩却根本无动于衷 他看出这断剑上面 似乎笼罩着一层斜意的力量 而这力量 正是封印幼龙的关键 若是强行拔出 恐怕幼龙也难以活命 想要拔剑 先破除斜意的力量 这样想着 李轩手指之上光芒涌动 一道俘虏凝聚成形 下一刻 符文便从手中飞出 直接向断剑飞去 不管上面笼罩着怎样的力量 只要将其磨灭就可以了 符文飞来 断剑上面的黑气 仿佛遇到克星一般 正在不断地消散 与此同时 昆仑须 在一座古老的大殿当中 一位老者正在闭关修炼 周身黑雾弥漫 更是带着几分阴森之意 只是下一刻 他的眼睛突然睁开 双目之中带着骇然之色 更有着无尽的愤怒 谁竟敢动我的封印 那冰封之术 在龙国之地 根本无人能破开才是 现在竟被人解了 究竟是何人 难道他不怕那断剑的力量吗 老者突然站起身来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坏我好事 喘 他就向大殿外面走去 大殿外面 许多人看到老者都急忙行礼 见过太上长老 远处一个男的 更是快速地出现 太上长老您出关了 我刚好在这里散步 那中年男子恭敬地道 老者点头 我有事要到世俗一趟 事情紧急 你不要多问 是 中年如头 老者直接就向外走去 只是没走几步 突然脚步停下 下一刻 更是急忙盘坐下来 刚才那一瞬间 他竟然感受到有人在破坏 他留在断剑上面的力量 而且他留下的力量 在快速地减弱 他很清楚 如果继续下去 他留下的力量 将彻底地消失 不只是那幼龙 连那柄断剑 也会落入他饶手证 原本以为在那世俗之地 根本没人能破开 他留下的封印 现在看来 是有强者出现了 不管是谁 敢动我悬膜真饶东西 都要死 老者声音几乎从牙缝中挤出 情况紧急 也顾不得许多 直接拿出一道灵符 用真气催动 灵符上面 顿时光滑闪耀 下一刻 竟在老者的身前 形成一道门户 而灵符被射入门户之中 老者手上的力量 还源源不断地涌入门户当政 隔空斗法 我倒要看看你什么实力 敢碰我悬膜真饶东西 花音落下 老者身上的力量不断爆发 在周围更是形成了狂风 一道道黑光不断地翻滚 周围许多弟子 更是承受不住这力量 嘴里直接喷血 即便连那中年人 也不由皱着眉头后退 此刻 别墅里面的李轩 正在快要将那断剑上的黑气 全部消磨干净 这时 突然一道门户出现 一道符路 更是朝着李轩阵压来 这让李轩脸上露出几分意思 看来是这断剑的主人 感应到了这边的事情 原本以为地球上没什么强者 这隔空杀扰手段 怕是真正踏入了修炼之路的强者 才能掌握 在李轩眼中 即便是仙境 都不算真正踏上了修炼之路 就如同幼儿园一样 看着那凭空射来的符路 李轩眼中露出几分不屑 雕虫计 他一直点出 下一秒 那道符路便被击碎 同时那击碎符路的力量 更是冲入门户当政 再进入门户的刹那 瞬间化为一道光剑 另一边 玄魔真人突然身躯一阵 他感受到了自己符路的消失 几乎惊呼出声 怎么可能 有人竟然破掉了我的符路 话音刚落 一道光剑便从门户中冲出 老者甚至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 便被光剑击中 瞬间化为一道血雾 周围的中年人和众多弟子 全部愣在连场 他们看到了什么 整个宗门实力最强的玄魔真人 当着他们的面 竟然在隔空斗法之中被击杀了 而且毫无反抗之力 究竟是谁拥有如此实力 要知道 玄魔老人在整个昆仑须 都是能排进前三的高手 想要隔空将他击杀 更是不可能 击杀玄魔真人以后 李轩握住剑柄 直接就将那断剑 从幼龙的身体里拔了出来 原来这剑虽然给了幼龙致命一击 却也封住了幼龙的生命 对此 李轩并不慌 手指一抬 一道光芒便将幼龙笼罩 只见幼龙的伤口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此龙所受的伤太过严重 即便有我的仙术 怕也要过一些食材能复苏 想着 李轩直接将幼龙收了起来 同时打量着手中的断剑 此剑倒是有些邪性 只可惜断了一截 威力大剑 想着 李轩将断剑也收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李轩又给陆七打电话 让他再帮忙带极朵朵 此次他要去精灵朵朵需要照顾 陆七自然满口答应 与此同时 精灵的一处豪宅之内 十几位老者聚集这一处 一个个身上气息强大 这正是修炼者联盟盟主唐妖的家 而坐在最中央位置 满头花白的老者 正是唐妖 他目光扫过在场众人 沉着脸道 杨蓉死了 这对我修炼者联盟而言 绝对是莫大的损失 一个的楚州之地 先是死了护法上云身 现在连一位长老都折损在那里 此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唐妖话落 场中献众人纷纷情绪激动起来 盟主 我提立刻派高手前往楚州 已经好多年 没有人敢挑衅我修炼者联盟 此风绝对不可掌 一个黑衣老者大声道 是啊 李轩必须死 我请求出站 又一人站了出来 这时 一个身穿白色练功服的老者 向唐妖报了报全道 盟主 我愿意亲自前往楚州 取李轩头颅 莫冤 你可是修炼者联盟赴盟主 那李轩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用不着你亲自出手 这 唐妖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开口道 这李轩 其实我并不放在眼里 想杀他 我们在座随便一位 都可以取其头颅 重要的是 我修炼者联盟威严受到了挑衅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得罪修炼者联盟下场 唐妖站起身来 目光如鹰 一般锐利 传我命令 发布修炼者联盟必杀令 无论是谁 能杀死李轩 修炼者联盟可授予克卿长老之位 听到这话 大厅里所有人皆神色震动 修炼者联盟追杀令 自成立以来 也只发布过五次 而据上一次必杀令发布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显然这次盟主是真的震怒了 林湖别墅 李轩亲自去学校 将朵朵接了回来 右下厨为朵朵做好了饭菜 等到陆齐来了以后 叮嘱了一些事情 便起身走出别墅 此刻已经是傍晚 他准备出发前往精灵了 父母之仇必须要有个了结 只是刚刚走出别墅 就见战涛和江破 正站在不远处 李先生 你是不是要出门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我可以笑全马之劳 只是话还没有完 李轩就开口拒绝 不用了 我要去精灵 用不到你们 战涛表情有些尴尬 旁边的江破 更是差点把眼珠子 瞪掉在地上 这可是异能组的总组长 在李轩的面前 却只有吃憋的份 如果被异能组 那些同事们 看到总组长这副样子 不知道会不会颠覆三观 战涛脸颊都有些抽搐了 那个 李先生 在精灵 我们异能组也是 有分布的存在 而且精灵分布的负责人 是我的心腹 无论是打探消息 还是跑腿 都能给你省很多事情 听到这话 李轩倒是有了几分动摇 此去精灵要对付的 可不是一个势力 有异能组的协助 的确轻松许多 行吧 那你和我一起去 我立刻让人安排订机票 战涛道 李轩不由皱眉 竟然还要坐飞机 这战涛有些累赘了 战涛却有些无语 不坐飞机 难道自己长翅膀飞过去吗 当然 他也就敢心里这样想想 不敢出口 那好吧 李轩犹豫了一下 最终没什么 很快李轩等人便来到了机场 还没来得及登上飞机 电话便响了起来 是北武集团的一位副总打来的 有什么事吗 李轩问道 是这样的 今日楚州新总督到任了 在楚州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新总督到任 所有排的上号的本土势力 都要前去欢迎 算是败龙头 而今晚在楚州关篮大酒店32层 举办欢迎宴会 您现在是北武集团的董事长 不知道您是否要前去 我没空 李轩直接拒绝 完 刚好到辽机时间 将手机收起 直接向飞机走去 飞机之上 战涛定的是头等舱 李轩坐下以后 便开始闭目养神 这个时候 一阵相风袭来 只见在他对面的座位上 一个带着太阳镜的 靓丽美女坐下 女子长发披散 一双桃花眼 更是水汪汪的 带着几分媚态 不过虽然女孩很漂亮 但却有些高冷 周围许多人 目光都不由得 在女子的身上停留 李轩只看了对方一眼 便收回目光 正要继续闭目养神 而这时 一个青年走了上来 目光似乎搜寻什么 很快就看到了 那靓丽女子 他目光转了几圈 竟然静止来到了 李轩的面前 对李轩道 朋友 我的位置在那里 想和你换个位置怎么样 听到这话 李轩意识到 这青年很有可能 是为了那漂亮女子而来 正在他思索之时 对方脸上 却露出了几分不耐烦 他打开自己的钱包 从里面抓出一把红票子 直接就甩在了李轩的身上 这里是一万块钱 挪一个位置 这钱就是你的 听到这话 周围许多人都投来目光 换个位置就给一万 这年轻人出手 可真够大方的 就连那漂亮女子 也投来目光 想看看李轩会怎么做 本来换个位置也无妨 可对方的态度 却让李轩感到不爽 当即淡淡道 把你的钱拿回去 这个位置我不换 听到这话 那青年脸当即就黑了下来 更是忍不住骂道 你他妈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知道老子是谁不 老子是精灵白家的人 话还没有完 一只手臂搭在了青年的肩膀之上 别碰老子 你他妈谁啊 青年转头 就看到一个老者 阴沉着脸看着他 正是战涛 敢对李先生无礼 招打 这只听咔嚓一声 那青年的肩膀 竟被战涛直接捏碎 啊 一瞬间 青年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只是战涛并不罢休 紧接着 咔嚓就一脚踹在青年的腿上 腿骨当场被踹折 青年捂着腿倒在地上 不断地翻滚 这一下 整个机舱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显然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老者下手这么狠 实力又这么强 一看就会功夫 这个时候 已经惊动了空姐和空姐 很快战涛就被带走了 青年也被医务人员台下飞机智商去了 而李轩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闭目养神 打了白家大哨 你那朋友恐怕要被抓起来了 漂亮女子看到李轩这副表情以后 忍不住开口道 李轩睁开眼看了对方一眼 笑了笑 放心 打个人而已 打了个人而已 那可不是普通人 陈可还想什么 而这个时候 战涛已经大摇大摆地走了回来 他来到李轩的面前 低声道 那个子被台下飞机了 要不要我吩咐一声 让他彻底地消失 李轩摇了摇头 一个蝼蚁而已 李轩岂会放在心上 战涛知道了李轩的态度 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旁边的陈可眼中 却露出几分疑惑之色 把白家大哨打成那样 对方竟然安然无恙 而且 看战涛对李轩的态度 不像长辈对晚辈 也不像是朋友之间 倒像是下属 出门还带着一个武功高强的下属 这个青年有点意思 飞机很快就到了精灵机场 下飞机之前 陈可犹豫再三 还是快走几步追上了李轩 并掏出一张名片 你好 我叫陈可 这是我的名片 李轩接过名片看也没看 直接塞入兜里 点头道 我知道了 十分的敷衍 这让陈可心中有几分生气 他还是第一次主动给人名片 对方竟然如此随意 实在太过分了 而在陈可生闷气的时候 李轩却已经走下了飞机 陈可正要下飞机 却被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拦了下来 等一下 等大人物离开你们再下飞机 大人物 陈可一脸的错愕 他刚刚明明看到李轩和战涛走了下去 该不会 就在这时 只见在前方十几道穿着黑色衣服的身影 快速地出现 这些人穿着同样的制服 接流着寸头 身上带着彪悍的气息 尤其他们的腰间鼓鼓的 显然还配备了枪线 十几道身影在一个中年饶带领之下 站在前方的空地之上 气势铁血 充满了肃杀 下一刻 当李轩和战涛走下扶梯之时 那中年男人向前几步 向战涛进了一个礼 大声道 欢迎总组长力灵精灵 身后十几人也齐声道贺 欢迎总组长 声音直冲云霄 宛若铁血 这位是李先生 还不见过李先生 展涛开口 见过李先生 十几道身影 同时向李轩抱拳行礼 这一幕让无数人大了眼睛 乘客更是眼神震惊 眼前的场景告诉他 李轩和老者绝对是精大人物 搞这么大气势干什么 不要影响到他人 展涛故作责怪的道 嘴角却掩饰不住的笑意 其实这都是他安排的 战涛此人老谋深算 心思深沉 却唯有一点 喜欢排场 他以为李轩也会喜欢 可从始至中 李轩的表情都无比淡然 这让他心中有些犯嘀咕了 李轩几人乘车离开机场 前往异能组精灵分部 由异能组精灵分部的组长任亚雄 亲自开车 一路上任亚雄都通过后视镜 悄悄地观察着李轩 这个能让总组长奉若上兵的男子 究竟是何方神圣 很快就来到了据点当政 总组长 李先生 我已经安排好了接风宴 就在基地内部 很快几人来到精灵分部的餐厅 许多人都已经在门口等候 见到战涛以后 纷纷行礼 总组长好 见过总组长 战涛一一点头 走进餐厅 众人分座落下 除了任亚雄以外 还有精灵分部的几个重要成员 本来安排战涛坐在主位 可战涛却把主位让给了李轩 接风宴刚刚开始 战涛就轻咳了一声 并站起身来 顿时场中都安静下来 知道总组长有话要讲 战涛朗声道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轩先生 从今日起 李轩拥有指挥精灵异能组的权力 他的任何命令 你们都要无条件执行 这话出口 周围顿时陷入了安静 房间里鸦雀无声 一道道目光落在李轩的身上 充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 拥有指挥精灵异能组的权力 岂不是等于 凌驾于精灵负责人任亚雄的之上 这样一个青年 他凭什么 而李轩却坐在那里 不动如山 之前战涛就已经承诺李轩 可以让他调动异能组在各地的力量 现在不过是兑先诺言而已 屋子里足足安静了三十多秒 紧接着爆发出一阵低语之声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李先生明明不是异能组的成员 把这样的权力交给一个外人 总组长是怎么想的 众人交头接耳 即便连任亚雄也有些发了 总组长 能给我们个理由吗 这时 一个壮硕的汉子站起身来 大声道 是啊 让我们接受一个外饶指挥 总得告诉我们原因吧 又有一个瘦高个子开口道 你们要原因是吗 很简单 李先生是我异能组的客亲 异能组遇到任何解决不了任务 都可以求助于李轩先生 而与此同时 李轩先生 享有异能组副总组长的权利 听到这话 场中再度安静 客亲 异能组的确设有这样的职位 一般都是一些边外人员担任 能被评为客亲的 无不拥有不俗的实力 但即便是那些客亲拥有的 也不过于相当于异能组普通组长的权利 而眼前这个青年 竟被授予了相当于副总组长一级别的权利 该不是关系户吧 总组长 他既然是我异能组的客亲 想必实力非凡 不知道我能否讨教一下 壮汉开口道 战涛脸上露出几分犹豫之色 挑战李轩 万一被李轩一掌拍死怎么办 异能组的每个成员可都是精英 正在他犹豫的时候 李轩却已经看透了他的想法 开口道 放心吧 我又不是什么杀人狂魔 这 目光扫过开口的那个壮汉 道 你只是异能组的一个普通成员 我也不欺负你 我坐在这里 你若能撼动我半分 便算你赢 听到这话 场中所有人都露出错愕之色 坐在那里 撼动半分 这子装逼装大了吧 而那壮汉眼中更是露出几分怒火 这子竟敢使他 真是忍无可忍 当其他捏紧了拳头道 信李的 这可是你的 连李先生也懒得再见 李轩点头 那壮汉直接离开座位 捏紧拳头 向李轩走来 任亚雄心中也有些不爽 李轩也太狂妄啊 他倒看看 李轩有什么资格口出狂言 壮汉来到李轩的面前 深吸一口气 然后猛然间五指张开 宛若阴爪 直接扣向李轩的肩膀 只是手还没来得及 接近李轩的身体 便有一股反正之力 震荡而出 壮汉顿时如遭重击 瞬间倒飞出去 将墙壁都撞开一个人形窟窿 滚落在院子里面 一瞬间 屋子里落针可闻 所有人心中都震撼莫名 壮汉在精灵分部里面 可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现在连人家肩膀都没碰到 就莫名其妙地飞了出去 这实力也太恐怖灵吧 而这个时候 战涛站起身来 并主动鼓掌道 精彩 太精彩了 李先生真乃神人也 晚 目光扫过任亚雄 以及精灵分部的众人问道 现在你们服了吗 服 当然服 之前质疑李轩的那个 瘦高个子第一个开口 是啊 李先生的实力神乎奇迹 我们怎敢不服 众人纷纷点头 任亚雄的目光 也露出几分敬畏之色 他就坐在李轩的右手边 可都没有发现 李轩是如何出手的 能被总组长如此推崇的 果然不是一般人 接下来整个异能组的人 都对李轩心服口服 期间更是一个个 对着李轩带着敬畏之色 接风宴结束 任亚雄令人送李轩 回给他专门安排的别院 院子幽深 风景如画 此刻已经黑了下来 一轮明月高悬之头 走到门口 推开门 就见在院子的中央 站着一道身影 对方副手而立 静静地看着院子门口的李轩 身上虽然没有散发什么气势 但一种强大之感 油然而生 那名负责引路的异能组成员 瞬间警惕起来 甚至握紧了腰间的枪支 和问道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谁知那人嘴角 却勾起一抹冷笑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但你若敢发出声响 立刻就会变成死人 对方声音很平静 语气却很嚣张 在异能组的地盘 没有丝毫紧张之感 这源自于对方强大的实力 那名异能组成员 转头询问地望向李轩 李轩微微一笑道 你不用紧张 站到一旁就笑 更是大步走进了院子 此刻院子的灯并没有开着 不过月光之下 可以看清楚对方 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 他的目光也在打亮着李轩 你就是李轩 让修炼者联盟 舍得给出克轻长老之位 也要杀死的人 我没看出有什么特殊 李轩表情从史之中 都无比的平静 也上下打亮了对方几眼 这么 你是修炼者联盟派来的 男子没有想到 李轩竟然能如此平静 他难道不懂得 自己悄无声息的 出现在异能组的基地里 这代表着什么吗 男子摇头 我不是修炼者联盟人 但却是为了修炼者 联盟奖励而来 杀了你 就可以成为修炼者联盟客亲长老 拥有许多资源与权利 子 我原本以为 修炼者悬赏要杀的人 是怎样的凶神恶杀 没有想到会这么容易 就得手 放心 我会留你一句全尸的 听到这话 李轩不由笑了 你是怎么看出来 杀我很容易的 还不容易吗 当我出现在院子里 你便注定是死人了 我刘锦月人称七步杀 七步之内即便先进 也必死无疑 更何况是你 呵呵 李轩忍不住摇头 可惜 能杀死先的你 却杀不死我 刘锦月眼睛眯起 身上涌动着杀气 子狂望 看来有些实力 那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阻挡我的七步杀招 下一秒 刘锦月直接出手 身体化为一道残影 更带着破空之声 激射而来 他五指张开 手掌之处静气萦绕 五根手指 如同五柄利刃 狠狠地抓向李轩的喉咙 一旦被抓实 即便是铁柱都能够扣断 普通扰脑袋 都能一下给扯下来 这招式极其阴狠 为了练成这门绝技 刘锦月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 如今终于达成 在此之前 已经有一位先强者 死于他的手掌之下 在他看来 李轩将成为第二位 咔嚓 刘锦月如闪电般 接近李轩的身体 只是下一刻 他的笑容凝固了 因为他的手腕 被一个李轩轻松地抓住 他甚至没有看清楚 李轩是如何出手的 更可怕的是 他的手掌 再也无法前进半分 怎么可能 这个紫速度比我还快 力量比我还强 这时 李轩淡淡的声音响起 就你这点实力 也敢号称七步杀 我看还是叫七步死算了 听到这充满调侃的话语 刘锦月怒火生疼 他另一只手 更是紧握成拳 直接砸向李轩的胸膛 七步杀指的不只是距离 更是代表 他精通七种绝掌 只是拳头 还未接近李轩的身体 就被李轩一脚 揣在拳头之上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男子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他想要后退 只是李轩已经失去了 继续性质 另一只手抬起 带着汹涌的劲气 一掌拍下 直接拍在了刘锦月的头顶之上 咔嚓 刘锦月整个脑袋都被拍得变形 扑通一声栽落在地上 蹊跷流出鲜血 已经没了气息 让人把尸体处理干净 李轩队站在旁边 已经看傻疗 异能组成原道 对方这才回过神来 急忙点头 而与此同时 任亚雄和战涛也赶了过来 当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眼皮狂跳 脑袋都被拍扁了 可见里面的骨头 碎裂成什么样子 李先生 这杀手是哪个势力的人 我刚刚得知 修炼者联盟发布必杀令 要对你进行追杀 特来告诉你一声 没想到 竟然有人敢在 异能组的基地里杀人 战涛语气中带着几分森寒 这无疑是对异能组的挑衅 这个杀手就是为了 异杀令来的 把尸体处理掉吧 还有关于修炼者联盟 和精灵陈家的资料 给我一份 李轩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战涛向旁边的人亚雄 眼神示意了一下 人亚雄便拿出一份档案 递给李轩 十几分钟后 李轩在屋里翻看着 关于精灵陈家的资料 陈家家主陈友公 先巅峰 为精灵第一强者 三年前有过一次出手 独占八名仙境 并将八人全部避于掌下 精灵陈家还有诸多高手 其势力更是遍布整个龙国 当翻向下一页 李轩的目光突然变得凌厉 上面竟然记载了 五年前陈家家主陈友公 前往楚州的一系列行为 六月十日 陈友公坐飞机赶往楚州 当便令属下给李北武 送上一份书信 让李北武把东西交出来 否则后果自负 六月十一日 刚刚出门的顾玉蓉 被陈友公抓走 便砍下顾玉蓉一根手指 来威胁李北武 李北武亲自去赎人 被打得吐血 陈友公给了李北武三日期限 三日之后 陈友公再次登门 杀死李北武 并亲手扭断顾玉蓉蓉的脖子 当时有人遇救李家夫妇 却被修炼者连魅人拦在外面 看完这些详细的记载 李轩拳头不由握紧 目光都变得血红无比 如此看来 灭李家的行为 是由精灵陈家主导 修炼者联盟辅助 只是资料里提到 有人出手相助 不知道又是何人 这档案是一能组最高的机密 也就是战涛才有权限拿给李轩看 李轩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怒火 他没有想到 当初灭李家之前 父母还受到这样的折磨 而当时的自己 只知道声色全马 母亲的手指 被断掉一根都没有发觉 甚至该死 修炼者联盟 陈友工都该死 当年你们对李家做的事情 我要你们百倍千倍偿还 许久以后 李轩情绪才平静 他又拿起了关于陈家的资料 目光锁定了其中一个饶名字 陈威 陈友工的独子 人称精灵第一大少 劣迹斑斑 喜欢混迹于夜店 陈友工 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地死去 我要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 李轩完 直接闭上眼睛 将神石放开 在整个精灵 寻找陈威的踪迹 很快他就发现了 和照片上有九分相似的男子 终于让我找到了你 话音落下 李轩已经消失在屋子里 而另一边 修炼者联盟总部 唐瑶和副盟主莫渊 正皱着眉头 脸色很是难看 我刚刚得到消息 刘景月死了 尸体从一能组的基地拉了出来 我们躲在暗处的人看清楚 正是刘景月的衣服 唐瑶道 旁边莫渊想了想 我听那李轩和战涛一起来经营的 战涛应该就是李轩的靠山 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一能组的人 那刘景月实力虽强 但却太过狂妄 他很有可能是被战涛击毙的 唐瑶点零头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原本以为我们对付的 只是一个区区李轩 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对上的是 一能组的战涛 那战涛的实力不比我差 一能组更是背景惊人 看来这李轩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对付 到这里 屋子里顿时陷入了几分沉默 修炼者联盟很强大不假 但一能组也绝不好惹 盟主 您打算怎么办 莫渊开口询问道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见 即便得罪战涛也要杀了李轩 不过有战涛在 想杀李轩并不容易 我决定给京城那位打电话 让他想办法把战涛调回去 这样 那李轩就没了护身符 听到这话 莫渊顿时眼中露出亮光 恭维道 盟主这招简直是釜底抽薪 不止调走了战涛 更是可以给他一个敲打 让他知道 我修炼者连妹背景有多强 同时 精灵的一处夜店里 一个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男子 正搂着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子 向停在路边的跑车走去 他打着耳钉 一副非主流的打扮 正是精灵第一大少陈薇 在陈薇的身后 还跟着四名穿着黑衣的保镖 一个个气势彪悍 眼神凌利 陈薇喜欢惹是生非 但在修炼之道上 却是个废柴 所以陈有功专门派了四名高手 随时保护他 更是他的打手 玉玉 今晚上可要好好伺候本少 本少准备了好多工具 保证让你爽歪歪 陈薇手不老实地 在女子的身上游动 那女子很配合地 绊倒在他的身上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却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马路边 把陈薇吓了一大跳 当即破口大骂道 你他妈谁啊 大半夜的想吓死老子 那道身影 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嘴里吐出四个字 杀你的人 听到这话 陈薇顿时脸上一愣 继而忍不住大笑起来 指着李轩 对身后的四名保镖道 你们听见了吗 这子要杀我 哈哈 而四名保镖 却不约而同地 向前跨出几步 三人护住陈薇 剩余的一人 直接向李轩走来 冷冷道 不管你是开玩笑也好 还是真的想杀陈少爷吧 从你出这句话开始 就注定你不能活了 话落 直接出手 手掌破空 抓向李轩的肩膀 只是还没来得及 触碰到李轩的身体 李轩的手掌 已经先一步捏在了 他的脖子上 咔嚓 整个脑袋都被拧了下来 随手扔到了陈薇的脚下 这一刻 陈薇直觉的 头皮都立了起来 旁边剩下的三名保镖 亦是眼神惊悚 陈薇的四名保镖 都是陈有功挑选的高手 个个都是宗师强者 现在转眼间 就有一个死在了李轩的手上 剩下的三名保镖 接身体紧绷 如灵大弹 陈薇也意识到 李轩来者不善 对剩下的三名保镖 吩咐道 快将他给我拿下 三名保镖犹豫了一下 不过最终 却不敢违背陈薇的命令 再加上有侥幸心理 认为自己同伴 或许是轻视了对方 三人联手 应该可以挡住 下一刻 三人直接化为残影 手掌各如鹰爪一般 分别习向李轩的头颅 胸口和腹 三人经常在一起练舞 配合默契 不管李轩阻挡哪一个 都会把致命的弱点 暴露给其他人 三道恐怖的进风 在空气中响起 拥有着裂金碎铁的力量 然而李轩却站在原地 根本没有动弹 当三人接近之时 脸上同时露出惊骇之色 因为他们发现在他们的身前 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 挡住了他们的攻击 让他们根本无法接近李轩半分 三人脸上瞬间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手段 毫不犹豫 三人同时选择向后退去 连身都进不了 他们知道 与李轩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你们三个人 跟着陈薇为虎作娼 金碎也散到头了 晚安 李轩向前跨出一步 咔嚓 下一刻 三名保镖便感觉 一道珊瑚海啸般的力量 将他们的身体笼罩 三人脸色更是难看到极点 这个青年究竟是何身份 这样的力量 连家主也完全做不到啊 陈家什么时候招惹了这样的敌人 他们下意识地想要阻挡 只是下一秒 力量轰击而下 直接将三人撕碎 三人之死 让周围顿时陷入了安静 陈薇和他怀中的女子 都被吓猛了 心头惊悚无比 陈薇也顾不得许多 把女子推到一边 转身想要逃走 只是还没来得及脉步 脖子便直接被捏住 这一刻 陈薇害怕了 他大声道 你干什么 我可是陈家的少主 我爸爸是陈有功 你若敢动我 我爸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就是因为你爸是陈有功 我才来杀你 李轩冰冷的声音响起 听到这话 陈薇彻底的恐惧了 他还想什么 李轩手指猛然收紧 咔嚓 脖子直接被扭断 脑袋更是被取了下来 看着眼神中 仍然带着恐惧之色的头颅 李轩喃喃自语 陈有功 当年你是如何折磨我父母的 我都要你百倍千倍偿还 今日杀的是你儿子 明日还有陈家的更多人 我要你在恐惧中 一步步地陷入绝望 精灵陈家 不会有一个人活在世上 李轩完 直接转身离去 直至他离开十分钟以后 那倒在地上的女子 才敢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剑 而另一边 陈家宅院里 陈有功正皱着眉头 在大厅里踱步 眼中掩饰不住的怒火 这个逆子 又到哪里鬼混去了 连我的电话都赶不接 明日京城叶家的人就要来了 若被叶家知道他的行迹 怎么可能把大姐嫁给他 陈有功气呼呼地道 并对站在门口的管家吩咐道 明大少爷只要踏入府中 立刻就让他来见我 真是太不像话了 晚安 转身就要回自己的屋子休息 而就在这时 他兜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精灵六扇门的 一位大队长打来的 这么晚了 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陈有功不耐烦得到 对方虽然在六扇门内地位很高 但于陈家而言 也不过是陈家的一条狗而已 大半夜打电话 有些分不清主刺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 却带着几分惶恐 陈家主 出事了 在夜梦酒吧门口 发现一具无头尸体 陪酒女那尸体是少爷的 什么 陈有功眼睛突然瞪大 周身更是爆发出恐怖的寒意 屋子里瞬间升起了狂风 书架上的陶瓷百件 更是接二连三的爆开 掉落在地上 信胡的 你给老子清楚 你竟敢诅咒我儿子死 想死不成 陈有功声音近乎咆哮 这样的消息 让他无法接受 他的儿子死了 怎么可能 那可是他的独子啊 整个精灵 谁敢动陈家大哨 谁敢 电话那头 信胡的大队长 声音带着几分恐惧 陈家主 的确是令公子 若非这种事情 我怎敢在深更半夜 给您打电话 你在原地等着 我马上就过去 如果不是我的儿子 你明就可以 滚回老家种地去了 十五分钟后 陈有功出现在 酒吧门口的街道之上 此刻周围 已经被六扇门的人 围了起来 看到陈有功前来 急忙让开一条道路 陈家主 您来了 信胡的大队长 急忙迎了上来 只是却就被陈有功 嫌弃地推到旁边 当陈有功看到 倒在地上的无头尸体 身形猛然间停住 毛子都变得血红 谁 究竟是谁敢杀 我陈有功的儿子 恐怖的气势 从陈有功的身上 蔓延而出 这一刻 陈有功彻底地抱走了 异能组的基地 李轩杀完人以后 又回到了屋里 对于他而言 这仅仅只是复仇的开始 却不知道 整个精灵 因为陈薇的死 已经是浪涛涛 总组长站涛的房间里 任亚雄正在做着汇报 刚刚得到消息 陈有功的儿子陈薇死了 连脑袋都被人取下 陈有功已经下令全程寻找凶手 事情就发生在半个世以前 到这里 任亚雄眼神之中 带着深深的困惑 他们刚把资料递给李轩 陈薇就出事了 有很大 可能是李轩的手笔 可问题是 手下汇报李轩 自从他们离开以后 根本就没有出院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湛涛似乎猜到了任亚雄的困惑 微微一笑道 李先生的本事 不是你我能够想象的 我敢确定 陈薇必定是李先生所杀 以李先生的实力 本来可以直接杀上陈家 现在却先杀了陈薇 看来看到资料上的内容以后 他并不想轻易地让陈有功死 五年前 陈家 修炼者联盟 包括京城的力量 如同处置蝼蚁一般 将李家无情覆灭 怕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顽固子弟 如今竟已成长成这样的一尊魔神 噩梦即将降临 第二一早 湛涛和任亚雄 早早地在门外等候 李轩的院门打开 看到二人以后 将一个带写的包裹 直接扔给任亚雄 找个盒子包起来 这是我送给陈有功的礼物 任亚雄拿着包裹 心神不由震动不已 他已经猜到包裹里包的是什么了 人果然是李轩杀的 关键李轩竟然让他把头颅包装起来 难道打算送给陈有功 若陈有功收到儿子的头颅 恐怕得气疯吧 随后李轩对湛涛道 有些事情 我需要从你这里得到答案 湛涛点头 跟着李轩来到一个屋子里 李先生 你想知道什么 当年李家覆灭 除了陈家和修炼者联盟 背后主导的 应该还有一个京城的势力 你作给我的资料里面 并没有显示 还有资料里 修炼者联盟下了一个 想要出手救李家的人 那个人是谁 湛涛的脸上露出几分犹豫 京城的那个势力非同可 他正在犹豫 要不要告诉李轩 没有想到 李轩已经知道了 那个势力的存在 李轩目光突然变得灵力 我不想用其他的手段 从你脑海中得到信息 所以 你最好乖乖配合我 李轩的声音 已经带了几分森寒 显然湛涛在刻意地隐瞒什么 虽然湛涛最近和李轩关系不错 但涉及到父母之仇 李轩是真的会翻脸的 这一刻的湛涛 觉得自己如同置身于 狂风骤雨之中 窒息之感浮上心头 尤其是 当他听到李轩那句 用其他的手段 从脑海中获取信息 更是不由打了个寒战 沉默了几秒 湛涛叹了一口气 当年覆灭李家 的确有京城的势力 在背后操纵 根据异能组得到的消息 应该和京城冯家有关 冯家家主冯龙轩 是京城巨头级的存在 即便连异能组 也不敢轻易招惹 他的一身实力尤为恐怖 具有可能来自昆仑须 昆仑须 那个修炼者聚集之地 李轩问道 看来李先生知道那脸 李先生的实力同样强悍 难不成也是来自那个地方 湛涛好奇道 李轩摇头 楼一样的地方 还诞生不了我这样的存在 还有 出手相助的那个人又是谁 这次湛涛直接摇头 我也不清楚 对方只在那一夜出手 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关于当年李家的任何事情 你都要及时地告诉我 不得已瞒 是 湛涛点头 完 李轩直接离开了异能组的基地 而与此同时 一处豪宅当政 一个男子正坐在凉亭里看书 他一身白衣 身上带着儒雅的气息 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 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手中的书籍 心无旁骛 就在这时 一名属下心意意地走了过来 男子将书放下 眉头轻轻一皱 你跟随我多年 难道不知道我读书之时 最不喜欢被人打扰 那手下脸上露出几分惶恐 急忙道 四少爷 属下并非有意打搅您读书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向您汇报 什么事情 男子缓缓站起身来 刚才儒雅的气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如山月一般的气场 那手下急忙道 李轩昨日前往了精灵 而在当晚上 陈友公的儿子陈薇就被人杀了 听到手下的话 男子不由眯起了眼睛 眸子当中带着几分讶异 原本以为李北武这一只 已经彻底的绝肿 没想到 李轩竟然活了下来 而且还拥有了一些实力 只是他根本不知道 当年覆灭李家的力量 有多强大 李轩去了精灵 一旦顺藤摸瓜 把京城冯家扒出来 他必定难逃一死 五爷 要不要手下派人去警告一下他 让他放弃追查 那手下询问道 男子却摇了摇头 那倒是不必 老爷子不喜欢我插手李北武的事情 当年冯家出手之时 我前去阻拦 已经让老爷子十分的生气了 李轩的事情 只能看他自己的命了 属下明白了 那名手下急忙退了下去 院子里就只剩下了男子一人 他眸子望向精灵的方向 喃喃道 李轩啊李轩 竟然活着回来了 为何非要找死 纵然你有一些实力 但想撼动冯家 只会万劫不复 而此时 李轩离开异能组基地以后 直接来到了修炼者联媒总部 只见一个巨大的庄园 庄园的门楼有九米高 上面修炼者联盟五个大字 更是透着一股子威严的气息 气势十足 在门口更是站着四名守卫 气息彪悍 都是高手 当李轩出现在门口的时候 立刻就吸引了四饶注意 其中一人更是呵斥到 修炼者联盟门口不准逗留 马上滚开 不然打断你的腿 对方无比的蛮横 气焰涛 然而李轩却没有搭理他 而是站在门楼之下 看着上面的那道牌匾 看什么看 让你滚 你没有听到吗 再不滚 老子对你不客气 那名守卫看到李轩 竟敢无视他的话 声音越发的不爽 修炼者联盟很厉害 李轩终于开口 只是话音落地 就让四人脸色难看到极点 原本四人并不把李轩放在眼里 刚才那人虽然出言辱骂 但也懒得对这样一个虾米动手 顿时四人都怒了 都想给李轩一些教训 子 你他妈真是老受兴吃披霜活腻了 脾气最暴躁的人直接出手 拳头紧握朝着李轩胸膛打来 在他看来 一个毛头子 自己一拳足以将对方打飞 只是当他冲到李轩的面前 却发现无形的气拉住了他的拳头 下一刻 不等他反应过来 李轩手掌抬起 咔嚓一声 拍在他的脑门上面 整个脑袋竟被一下拍得四分五裂 无头尸体砸落在地上 原本在一旁看热闹的其他三人 看到这一幕 彻底的惊悚 转身就要朝里面跑去 只是没跑两步 身体便接连爆开 杀了四人 李轩则不急不缓地迈步向大门走去 当他踏入院子的刹那 修炼者连被整座门楼便轰然倒塌 化为粉碎 与此同时 里面无数人被惊动 一道道身影 如同清晨被惊醒的飞鸟一般快速地出现 足有三百多人 各个气息不俗 你是什么人 竟敢闯修炼者联盟 想找死不成 一个中年男子站出来大声地喝问道 他是修炼者连妹一位护法 本身更是宗师强者 平日里嚣张惯了 根本不知道李轩有多可怕 找死的是你 李轩淡淡地开口 下一刻 那名护法的脑袋便直接爆开 化为了血污 死 这是什么手段 这还是人吗 纵然修炼者联盟高手无数 这一刻 绝都一个个头皮发麻 大家不要害怕 这不过是幻杀术的一种 虽然厉害 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另一位护法大声地喊道 他的确看到过类似的手法 是通过一种近乎透明的丝线 来取人头颅 外人看上去 就好像凭空将脑袋割下一般 只是他心中有些疑惑 因为那种幻杀之术 也只是把头颅割下来 而不会让头颅爆开 听到他的话 原本恐惧到极点的众人 瞬间又恢复了几分信心 一道道身影 带着凌厉的静气 向李轩冲来 砰砰砰砰 李轩双指并拢 化为一道剑光 向前方横扫而过 一道道躯体被切成两半 转眼之间已经是一片尸体 那位护法完全惊呆了 因为即便幻杀之术修炼到巅峰 也不可能做到这样 关键李轩爆发出来的剑光 也根本不是幻杀之术 所能拥有的力量 转眼间就杀了几十人 李轩脸上却并没有多少波动 他的目光落在那护法的身上 刚才你我使用的是什么幻杀之术 那现在你看清楚了 我使用的到底是不是幻杀之术 噗哧 瞬间一道光芒便洞穿了他的眉心 那位护法眉心之处 出现一个血洞 栽倒在地 至死眼中还带着茫然之色 这 看到护法被杀 剩下的修炼者联盟之人 一个个脸上露出犹豫之色 不知道是该继续向李轩出手 还是转身逃命 而李轩却已经开始向里面走去 他一步落下 立刻便有几十具尸体当场爆开 而李轩迈出五步以后 他的周围已经全部变成尸体 三百多名修炼者联盟之人 无意生还 与此同时 修炼者联盟内 众多高层齐聚一堂 而在大殿最上方 修炼者联盟盟主唐瑶 却只能坐在侧位上 主位上坐的是一个山羊湖的老者 这老者的身份很不一般 乃是从京城而来 冯家高手公输般 公输先生放心 外面只是出了一些状况 两位护法已经出去 很快就解决了 唐瑶脸上带着几分卑微之色 听到动静 但唐瑶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修炼者联盟坐镇精灵几十年 还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乱子 公输般点灵头 微微一笑 唐盟主 京城那边已经开始运作 最多明日便将战涛调离精灵 没了战涛保护 对付那个李轩 应该不成问题吧 听到公输般的话 唐瑶当即保证道 公输先生放心 那李轩根本不值一提 若非有战涛护着他 我早就拧下了他的头颅 我保证 战涛只要前脚离开精灵 后脚那李轩就伸手一触 好 很好 公输般点头 唐盟主的行事风格 我自然是相信的 我这就回去汇报给家主 并在京城镜后唐盟主的好消息 折 公输般站起身来 公输先生怎么这么着急离开 我还想要好好地敬一下地主之仪呢 晚安 从旁边拿出一个盒子 递给公输般 公输先生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能够在冯家主的面前 替我多美言几句 这怎么好意思呢 公输般嘴里着 但却不动声色地将礼物收了起来 唐盟主每次都是这么客气 陈家家主陈友公和你相比 可就差很多了 陈家主刚刚经历丧子之痛 对先生有所怠慢也是正常的 唐瑶道 公输般将盒子收起 就向外面走去 唐瑶和副盟主莫冤 以及众多高层纷纷相送 只是还没来得及走出去 一遍突生 轰隆 一声巨响 一个黑色的物体竟直接将屋子的门撞开 飞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一位护法急忙出手 手上劲气爆发 打在黑色的物体之上 碰 那护法竟直接被震得 向后连退了几步 那黑色的物体也掉落在地上 众人这才看清楚 竟是一颗带写的头颅 这一刻 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怎么回事 外面发生了什么 怎么有一个头颅被扔了进来 就在所有人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 一道 身影不急不缓的脉步走了进来 表情平淡 就如同在自家的后花园散步一样 但当看清楚近来之饶模样 许多人都一副见鬼的表情 因为此人正是他们刚才口里 必死无疑的李轩 这个李轩不待在异能组的基地 竟然赶来修炼者联盟 不要命了 公书班看到这一幕 脸上不由露出饶有兴趣之色 对旁边的唐瑶道 唐盟主 你这里似乎出了一些状况 唐瑶沉声道 此人就是李轩 什么 即便连公书班也露出几分讶异 还真是曹操曹操就到了 当着这么多人面 唐瑶有些丢脸 他因侧侧地道 李轩 你胆子不 当年李轩嘴角略起一丝不屑 才死几只蚂蚁 还需要什么胆子 李轩话落 所有人都露出错恶之色 在整个龙国 修炼者连盟都不是势力 李轩竟然敢试 布唐瑶这位先进巅峰强者 这大殿里面十几名长老哪一个 不是称霸一方的存在 李轩跑到这里来撒野 这简直就是老寿星吃劈霜 活腻歪了 唐瑶脸阴沉下来 他很想捏死李轩 但作为盟主要自持身份 让我来取这子的狗命 副盟主莫冤站了出来 跃跃欲试 死在李轩手里的郭云生 是他的人 他早就恨不得 亲手拧下李轩的头颅 杀鸡怎么能用牛刀 破狼 你出手把他拿下 唐瑶化落 一个带着几分邪气的男子 站了出来 他手里拿着一柄短刀 舔了舔嘴唇 眼中带着嗜血之意 他活动了一下脖子 脚步猛然蹬在地上 整个人近跃起三米多高 手中的匕首 在空气中拉出正着寒意 直接向李轩刺来 对方的爆发力很强 犹如猎豹一般 一般的先强者很难抵挡 大殿里许多人 脸上都露出叹息之色 他们本来也想玩玩的 不过破狼出手 根本不会留活口 李轩看着像自己冲来的破狼 眼眸之中充满了冷漠 如此蝼蚁 竟敢像我挥刀 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快刀吗 破狼脸上一震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一道冰冷的寒意 便在李轩的手上爆发 真正的快刀 敌人根本感受不到痛楚 花音落下 破狼发现 自己手中的刀被整齐地斩成了两半 紧接着上半身和下半身分离 鲜血喷射出 斩为两半的躯体 直接砸落在地上 鲜血飞溅 染红地面 死 这一刻 修炼者联盟众多高手 全部都头皮发麻 他们知道 李轩应该有些实力 毕竟一位长老都死在李轩的手上 但没有想到 李轩的实力这么恐怖 竟然一招就杀了一块刀着撑的破狼 李轩的兵器是什么 大殿里一片寂静 无数人看向李轩的目光 都带着忌惮之色 之前一个个争着抢着想对李轩出手 可当建设了李轩的实力 才知道李轩的恐怖 能够一招斩杀破狼 这样的实力场中 没几个人能扛住 莫渊 看来真的要你出手了 唐妖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声音阴沉的道 几分钟之前 他还在公输班的面前拍着胸脯 保证李轩不堪一击 转眼间就折损一员大将 深吸了一口气向前跨出几步 指着李轩道 我是修炼者联盟副盟主莫渊 话还没有完 扑哧 一道光芒闪过 他的脑袋便凌空飞起 紧接着滚落在地上 鲜血更是从脖子处喷涌而出 这一刻 全场寂静 死亡的气息笼罩在每个饶星头之上 他们一个个目光死死地盯着李轩 有畏惧 有恐惧 更有震惊 破狼死了也就罢了 莫渊可是修炼者联盟副盟主 竟然同样被一招击杀 关键他们还是没有看清楚 李轩是如何出手的 这种场景让每个饶星头 都感到恐惧和惊悚 他们终于开始思考 外面那么多强者守卫 李轩是怎么走进来的 很有可能 外面的强者都已经出事了 旁边公输班亦是眼皮狂跳 他这次虽然是为了李轩而来 但在他的心中 从来没有把李轩放在心上 可现在却让他感到惊悚 李轩的目光 已经落在唐妖的身上 五年前 你修炼者联盟和陈家一起覆灭李家 今日我来讨债了 这 李轩一步步向唐妖走去 而唐妖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早就没有了之前的从容姿态 给我把他拦下 唐妖突然大声地道 他不知道 李轩是如何杀死莫渊的 但场中十几名强者 应该能挡住李轩片刻吧 场中众人虽然对李轩也非常的恐惧 但唐妖多年以来形成的威严 还是让他们纷纷选择出手 十几名强者皆是名阵一方的人物 一个个或拳或掌撕裂空气 空气中进风激荡 射人心魂 碰 李轩脚步不停 抬手一掌拍出 一名长老的脑袋便直接被拍碎 紧接着 手掌向前一按 气浪爆发 又有树道身影飞了出去 还未落地 便开始喷血 喷喷喷喷 李轩脚步不停 所过之处 修炼者连魅强者一个接一个飞出去 等到李轩来到唐妖身前的位置 在李轩身后已经是一片尸体 唐妖 五年前李家知仇 今日你该还了 话音落下 李轩手掌抬起 直接对着唐妖压了下去 哄 唐妖双手举起 想要挡下李轩 下一刻 咔嚓 双腿直接跪在地上 腿骨断裂 而李轩的手掌继续下压 唐妖身上完全承受不住 更是普通一声啪倒在地上 以唐妖为中心 地板不断地碎裂 并形成一道道裂缝 向四面八方蔓延 别 别杀我 唐妖眼中露出祈求之色 然而李轩无动于衷 噗 一口鲜血从唐妖的嘴里喷出 骨骼更是发出咔嚓的声音 当年你杀上李家之时 又何曾在意过 李家之饶求柔 李轩将手掌彻底压下 唐妖的躯体被压得爆开 四肢向四面八方飞射而去 纵横龙国几十年的修炼者联盟之主 就此陨落 此刻 整个大厅当中 仅剩下公书班一人 公书班脸色惨白 哪怕他背靠京城冯家 连臣有功 唐妖都要对他毕恭毕敬 可有什么用 李轩的手段太过惊人 甚至连他幕后的主子都远远不如 李轩 我知道冯家许多秘密 我知道你要报仇 只要你肯放过我 我都告诉你 这一刻的公书班身体都在颤抖 但李轩却摇了摇头 我想知道的东西 不需要从你的口中得到 什么意思 公书班脸上一愣 只见李轩手掌抬起 公书班身体便被李轩吸了过去 紧接着 极致的痛楚从他的头颅传来 这 这是什么手段 这才是李轩的真面目 这时 一团蓝色的光滑被李轩彻底地扯出 当年参与覆灭李家 公书班也代表冯家亲近现场 当年的一幕幕场景 在李轩的面前浮现 公书班站在高楼之上 冷冷地观望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 陈友公一把捏断了母亲顾玉荣的脖子 而他们之所以覆灭李家 是为了寻找一颗古玉做成的珠子 为了一颗玉珠子 他们竟然灭了李家满门 实在该死 涛的杀意从李轩的身上爆发而出 碰 下一刻 更是直接捏碎了公书班的脑袋 整个大厅都萦绕在一道恐怖的杀意当政 那杀意犹若实质 李轩从修炼者联盟出来 身上的杀意久久不散 当日父母死亡的惨状 萦绕在他的脑海当中 让他彻底的愤怒了 走在大街之上 李轩身上笼罩着一层冷意 哪怕是周边的人经过他的身旁 都会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而与此同时 在街道的另一边 几道身影正相伴笑 而其中有一人 竟然正是在飞机之上 坐在李轩对面的陈可 陈可今日约了几个好友 一起去逛街 他并非是精灵人 但大学却是在精灵读的 和他一起逛街的是 大学时宿舍里的三个摄友 以及他摄友带来的几个同龄的男子 因为陈可长得很漂亮 所以几个男子不时目光 在他的身上停留 尤其其中一个名叫周青的 是个富二代 对陈可有明显的追求之意 他来的时候 开的是一辆法拉利跑车 行事风格也很张扬 几位朋友 有意撮合他们二人 不过陈可并未明确地表态 像这种富二代 往往很难钟情 而且 以陈可嫡家事 也并不需要依附什么 转身的时候 陈可刚好看到了不远处的李轩 脸上不由呆了呆 他没有想到 这么大的精灵 自己竟然又与李轩相遇了 只是在下飞机的时候 他给李轩递了名片 李轩那随便的样子 让他犹豫 要不要上前和李轩打招呼 而察觉到陈可的目光 周青眉头却不由轻轻一皱 李轩的样貌气质都属于上家 尤其目光里那种淡漠一切的气质 连周青都有一些自愧不如 这个时候 陈可已经下定了决心 迈步朝着李轩走去 好巧 我们又见面了 陈可故作轻松地朝着李轩打了个招呼 只是此刻的李轩 还沉浸在父母被杀的痛心与愤怒之中 哪有心情搭理陈可 当看清是陈可以后 只是点灵头 然后便继续向前走 这让陈可尴尬在了原地 他一个女孩子鼓足勇气打招呼 竟然被如此无视 陈可的心中既委屈又有些生气 而这个时候 周青等人走了上来 刚才那一幕他们都看到了 周青更是道 陈可 刚才那是什么人 这么拽拽的 你和他打招呼他都没搭理你 实在是太过分了 陈可摇了摇头 没事的 我刚才的确有些唐突了 他这个人性子就是这样 的确 从飞机上见到李轩 到给李轩递名片 李轩的态度 其实一直都很淡漠 谁知 周青却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冷声道 你是我的朋友 他敢对你无理 就是在对我无理 不能就这么算了 听到这话 陈可脸色微变 急忙道 周青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 别怵怒了他 怵怒 周青脸上一愣 既然忍不住就笑了起来 陈可 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用这样的词 看来这次有些来历 陈可点头 不错 他的来历很不简单 甚至可以背景很强 陈可正要讲下 飞机时遇到的事情 谁知周青 已经大步向李轩离开的位置追了过去 并道 我倒要看看 他有多强的背景 李轩走得并不快 很快就被周青给追上 而陈可等人反应过来以后 也急忙跟了上来 陈可 你不用着急 你是不知道周青的能量 周青可不是普通的富二代 他家里有官方的关系 旁边 陈可敌朋友道 陈可摇头 你们不懂 那李轩不是好惹的 而此刻 周青已经拦住了李轩的去路 冷冷地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周青 精灵周氏集团少董 滚开 话还没有完 就被李轩打断 一瞬间 周青的脸色战红起来 他眼中露出愤怒之色 你他妈 话还没有完 就被李轩伸手捏住了脖子 整个人都被提了起来 周青身体挣扎着 却发现李轩的手 如同钢筋一般 而且不断收紧 让他感到窒息 周青心中终于生起了几分恐惧 只是太迟了 下一刻 李轩更是将他的身体 狠狠地砸在地上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鲜血喷洒 强大的力量 更是让周青当场毕命 这暴力的一幕 让整个街道都安静下来 鲜血染红地面 宛若恶魔降临人间 远处 陈可的几位朋友 全部脸色惨白 刚才的画面历历在目 让人恐惧 他们的呼吸都要停止 这个青年居然敢对周青出手 而且当场杀人 简直就是个疯子 而李轩杀人以后 却没有多看地上的尸体一眼 而是继续迈步前效 实话 杀了一个人 他心中的情绪平静了许多 站住 看到李轩就要离开 周青的一个朋友 心头一急 下意识地喊道 李轩脚步一顿 转过头来望着那青年 被李轩的目光盯着 那青年不由身体一哆嗦 但还是强作镇定地喊道 大家快拦住他 他是杀人凶手 街道上有许许多多的旁观者 给了青年一些底气 只是他的话音落下 周围却根本没有一点反应 开玩笑 像李轩这么凶残的人 谁敢这个时候跑出去找死 除非活得不耐烦了 听到青年的话 李轩眼睛微微眯起 既然你想为你的朋友讨公道 那我不介意多杀一个人 这一刻 男子只觉得浑身上下 被一股刺骨的寒意笼罩 顿时吓得向后连退了几步 差点腿软摔倒在地上 他刚才只是情急之下喊了出来 此刻才真正地感到害怕 眼前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王啊 陈可的几位朋友 更是被吓坏了 这个青年究竟有何背景 才能让他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杀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继你的身体怎么都在发抖 就在这时 一道颇为粗犷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一个身体彪悍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现场 并扶住了差点瘫倒在地上的青年 再看到中年饶刹那 刘继眼中露出喜色 云飞说 您来了 段云飞 精灵青云护卫公司的董事长 是在整个龙国都享有盛名的保镖公司 为龙国众多大佬提供保镖服务 而段云飞因为培养出了许多厉害的高手 被人称为教头 刘继曾经去周青家里玩 见过几次段云飞 周青父亲的保镖就是由段云飞提供的 段云飞和周家关系很好 段云飞本身的实力更是恐怖 刘继曾亲眼看见他一拳 在铁板之上留下了一个印记 视为神一般 云飞说周青被杀了 就是被那个混蛋杀死的 刘继指着李轩道 因为有段云飞在 刘继对李轩的恐惧一扫而空 更多了几分底气 什么 段云飞看到倒在血泊之中的周青 已然没了气息 眼中不由露出几分含义 道 刘继 你放心 这事我管了 彪悍的气息从段云飞的身上散发出来 即便是周围的许多普通人 也听过段云飞的大名 一个个露出意思 你要为他出头 李轩表情冷漠地看着段云飞 周青是我侄儿 他当然不能白死 我要亲手把你带到周青他爸的面前 让他来处置你 旁边刘继忍不住问道 云飞书不交给六扇门吗 交给六扇门便宜他了 完 段云飞直接向李轩走来 韩生道 我劝你立刻跪在我的面前 不然我出手先费你半条命 谁知听到他的话 李轩目光却望向街道的另一侧 此别看了 敢当街杀人 想必你也有些背景 但我段云飞出手 没人能够护住你 你杀我侄儿 一定要偿命 现在乖乖地跪下 可以让你少受一些痛苦 段云飞 很出名吗 李轩不屑地一笑 找死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段云飞没有想到 这青年在自己面前还敢嚣张 直接就准备出手 对于这样一个乳秀未干的子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只是突然一阵冷喝之声响起 都让开 立马离开现场 这里有我们异能组接管了 只见一群穿着黑衣的人 迅速地将整个街道封锁 这些人一个个气息彪悍 目光如电 更带着一股肃杀之意 他们出现 许多围观的人都被清退 整个街道转眼间 就剩下了几个当事人 段云飞看到异能组的出现 眼中也露出了震惊之色 异能组是精灵官方的第一势力 几乎是和修炼者联盟 陈家这种存在是一个等级的 只是只有修炼者犯案 异能组才会干预 周家虽然在精灵有些势力 但死了一个周青 还不至于惊动异能组吧 而就在这时 任亚雄大步来到了李轩的面前 李先生 整条街道已封锁完毕 请指示 这话出口 段云飞顿时身躯僵硬 心中慌乱起来 而陈可的那些朋友们 则是不可思议 你们怎么会来的 李轩望向任亚雄 启离李先生 是总组长收到了 京城方面的调令 要离开精灵 离开之前要与您告别 我便出来寻找您 任亚雄道 好 你来得刚刚好 这个名叫段云飞的家伙 就交给你们了 好嘞 任亚雄当即对手下指挥道 给我把他拿下 押回异能组